前一秒还和平相处的一老一少 就这么突然地打起来了 而起因仅仅只是因为张山通要严守一喊他一声爷爷 严守一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要求 自然是不肯答应了 张山通觉得面上无光 死活要严守一喊他一声爷爷 只见严守一从池塘里跳出来 脑袋上还顶着一条红色的鲤鱼 他刚将鲤鱼扔回池塘里 张山通的拳头就已经到了严守一的跟前 严守一连忙闪躲 可张山通的招数千变万化 出手时看着是出拳 实则又一变招 一脚将严守一撂倒在地 这种打架方式严守一不是没见过 只是没有在正派人士身上见过 龙虎山这种名门大派 出手讲究的是光明磊落 有时候对手受伤了 他们还傻乎乎地等着对手恢复 在光明正大的鄙视 张山通则完全不同 他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 趁你病要你命 刚将严守一撂倒 张山通便一拳轰在严守一的胸口上 这一拳的力道着实不小 震得严守一几乎要喷血 但这力度又控制得刚刚好 在不伤到严守一的前提之下 给予严守一最大的痛苦 张山通得意到叫爷爷 叫什么 严守一咬咬牙 爷爷 哎 臭小子 你和你那臭脚鸭子爷爷 简直一模一样 平到看着就来气 今天非得把你揍出屎来不可 张山通气急败坏 本来苍白的脸居然都有了几分血色 严守一哈哈一笑 不好意思老前辈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特意清空了肚子 你在平 张山通一脚将严守一 踹飞了十几米远 严守一在半空中调整姿态 落地后 整个人如同一张拉满的弓箭 瞬间又弹了出去 之前严守一出于礼貌 一直没有主动出击 但这回 他决定要亮出点真本事 不能在爷爷的情敌面前 给爷爷丢脸了不是 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严守一甚至直接使用了龙虎山的金光神咒 他当然知道 在龙虎山道士面前使用金光神咒 无异于斑门弄斧 可他要的就是让张山通在所擅长的方面 看到他的实力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速限 富户无身 金光瞬间将严守一笼罩 并且隐隐有向外扩散的趋势 张山通一瞧 顿时乐开了花 你小子道横不浅 偷学我们的金光神咒 竟还练到了如此境界 再给你小子几年时间 怕是能做到金光化气了 所谓金光化气 其实和气功有些类似 如今严守一使用金光神咒 仅仅只能用来保护自身 而当他道横足够 便能将金光打出体外 隔空也能伤到对手 前辈过脚 前辈看招 严守一一拳 挥向张山通 可张山通一点都不虚 他手捏法印 蹦起来双脚踏地 整个人瞬间缩进地下 就如同神话中 土行孙使用的土盾似的 严守一一拳落空 站在张山通原本的位置 茫然四股 怎么说 不见就不见了 难不成真的顿地了 正在严守一诧异之时 张山通突然出现在远处 他悠哉悠哉地笑道 平道刚才使用的乃是纵地金光 想学不 喊平道一声爷爷 教你也无妨啊 纵地金光可是传说中的招数 甚至不是龙虎山的绝学 就连鲁班书中都没有记载 严守一不知道 张山通是怎么会这一招的 但他确实有点羡慕 有没有不叫爷爷也能学的办法 他问道 张山通哈哈一笑 有啊 你喊平道一声太爷爷 这老头儿 总想着占严守一爷爷的便宜 严守一自然不会让张山通得逞 又一次朝着张山通扑去 就在张山通 马上要使出纵地金光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隔空一止 张山通脚下的土地 瞬间变成了一汪泥潭 而原本要顿走的张山通 也被泥潭给困在原地 奇门顿甲之术 你小子倒是机梁 张山通惊讶道 老前辈 承让了 严守一飞身上前 招手便要用一招掌心雷 考虑到张山通本身就是一只鬼 掌心雷对他的作用应该很大 眼瞅着掌心雷在严守一的掌心凝聚 张山通可不能坐以待毙 他飞速结印 眼中竟都闪过丝丝雷光 小子 玩雷 毛山虽然厉害 但比我们龙虎山来 还差那么一点点 本爷爷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龙虎山正统的五雷正法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奉行 原本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张山通 在一瞬间被雷电所笼罩 他的道帽被震落 胡子与散落的头发 在雷电中飘扬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张山通所召唤出的五雷正法 竟然是黑色的 眼手一眯起了眼睛 想起了爷爷曾经的教诲 龙虎山的五雷正法 名为五雷 实际上是人一出生就拥有的心 肝 皮 胃 肾中的先天之气 其中 心气纯阳 烛火 肺气少阴 煮精 肝气少阴 煮木 肾气纯阴 煮水 脾气调和阴阳 煮土 而将武器传具为一 便成为了五雷正法 只是武器各有属性 难以同时修炼 必须要以其中一方为尊 才能炼成雷法 于是便有了两种雷法 分别是杨五雷 将功和鹰五雷 水葬 张山通自身已经死去 沦为鬼魂 所以他只能修炼鹰五雷 鹰五雷无拘无束 纵行自在 行将起来如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 要是被张山通的鹰五雷给缠上 可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于是严守医迅速收手 并且与张山通拉开了距离 警惕地望着他 张山通被黑色的鹰五雷缠绕 放肆大笑起来 怎么 还没打就已经怕了 你太爷爷我这一手五雷正法 可是龙虎山的绝学 就连你鲁班书中都没有记载 怎么样 想学吗 到现在 张山通还没有放弃 不仅用武力制裁鹰首医 还想要用五雷正法来勾引鹰首医 什么是为老不尊 什么是晚节不保 什么是臭不要脸 鹰首医现在十分怀疑 张山通是不是被龙虎山 给逐出师门了 他忽然双手抱拳 对张山通一鞠躬 前辈道横颇深 晚辈自叹不如 今日便到此为止 晚辈先走一步 张山通一听鹰首医要走 顿时急了 臭小子 太爷爷让你走了吗 蝶洞 他瞬间发动鹰鹉雷 化作一双大手 朝鹰首医抓去 而鹰首医则是转过身 仿佛无视了张山通的鹰鹉雷 然而 就在鹰鹉雷 即将抓住鹰首医的前一秒 鹰首医背影 忽然被银白色的雷光锁笼罩 哼 灰色的天空 突然电闪雷鸣 鹰首医的周身 被银白色的雷光锁笼罩 张山通面色一变 还来不及收手 自己的鹰鹉雷 就已经抓住了鹰首医 可下一秒 他的鹰鹉雷 瞬间被鹰首医周身的雷光锁破 这一招被迫 直接使得张山通 后退了足足三步 笼罩在他身上的鹰鹉雷 也瞬间消失不见 他不敢相信地 看着鹰首医的背影 眼中出现了一丝怒意 你 你小子 你小子真是贱 扮猪吃老虎呢 鹰首医转过身 露出了一丝笑容 承让 他的双手 正捏着和张山通一样的手印 也就是说 五雷正法 鹰首医也会 他不仅会 还知道 不论多么强大的鹰鹉雷 都不是杨五雷的对手 而环绕在他周身的银色雷光 正是杨五雷 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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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山通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怎么会我们龙虎山的五雷正法 哪个十二子梅屁眼的家伙 泄露了我们龙虎山的绝学 张山通是知道的 鲁班书里分明没有记载五雷正法 可言手医偏偏就会五雷正法 而且还会的是杨五雷 刚才这小子扮猪吃老虎 先是认怂转身 结果立刻杀了个回马枪 搞得张山通 真是一点颜面都不剩了 这让张山通如何不生气 如何不愤怒 严守医笑着解释道 前辈 鲁班书里没有记载的东西 不代表我就不会啊 实话告诉您吧 这五雷正法 是我爷爷交给我的 而据我爷爷说 他是从我奶奶哪儿学来的 张山通 一瞬间 空气前所未有的安静 张山通回想起来 似乎自己当年为了追求温美玉 直接将五雷正法送给他了 也就是说 严守医是从温美玉手上学到的 五雷正法 严格来说 泄露了五雷正法的人 正是他张山通自己 他就成了他口中 那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王八蛋了 造孽啊 张山通气愤又无语 咬着脑袋叹着气 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 不打了 不打了 严守医会养五雷 完美克制了张山通 这让张山通无比泄气 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严守医道 真不打了 您也不要我喊您爷爷了 滚 不稀罕 张山通摆了摆手 这老头的脾气 有时候还真摸不准 之前还口口声声 要认孙子 现在就喊严守医滚蛋 严守医都被这小老头 给逗乐了 他收了养五雷 跟着张山通 回到茶厅里头 前辈 其实以您和我爷爷的交情 我不介意喊您一声干爷爷 张山通摆了严守医一眼 求来的爷爷 不要也罢 哈哈 要说脾气轴 您老也不比我爷爷差多少啊 严守医笑道 难怪您二老当年 能结伴游历江湖 还都喜欢上了同一位姑娘 听严守医这么说 张山通心里的气 忽然就消了几分 似乎是回想起了 当年和严守医爷爷 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又可能是看在严守医奶奶的面子上 张山通道 平道觉着 你爷爷那基因也不好使 你遗传你奶奶多一些 我就姑且把你当个干孙子 也无妨 严守医哭笑不得 这小老头还挺傲娇的 冲在张山通 和自己爷爷奶奶的关系上 严守医喊他一声干爷爷 倒也不亏 只是他不喜欢被人强迫形势而已 于是他双手端起茶杯 大声喊道 干爷爷爷 请喝茶 倒还知道给长辈奉茶 张山通乐了 接过茶品了一口 他愿意喝这茶 就代表扔下严守医这个干孙子了 孙子 哎 喝了茶 张山通兴奋地说道 就冲你喊我干爷爷 以后在荣城有任何事 尽管来找你爷爷我 严守医惊讶道 干爷爷在荣城如此有势力 呵呵 张山通冷笑一声 你干爷爷 很愿意听你倾诉你的烦心事 严守医傻眼了 他还以为自己找到靠山了呢 张山通道 以你爷爷我的实力 收拾收拾鬼王不成问题 但问题是 你爷爷我被困在这老宅里了 想出去也出不去 谁人有如此实力 竟能把干爷爷困在这里 严守医问 说是困 不如说是个君子约定 张山通叹气道 当年驴山派 有个天赋一禀的家伙 本是来收服你爷爷我的 但你爷爷我是何人 岂能被一个小辈给收拾了 不过那小辈确实厉害 我们双方都拿对方没有办法 于是干脆立了君子协议 我不出老宅 他也不管我 严守医知道 张山通口中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童九化的师傅童金城 看来这童金城的确有点本事 就连张山通都对他赞赏有加 严守医又问 既然是君子协定 那您不是一样可以离开老宅 话是这么说 但当年那个狗日的童金城 又骗着给我下了一道咒 倘若我离开了老宅 就叫你之前所见到的那些怨姑们 魂飞魄散 仅由此事 严守医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这个童金城 如此心狠手辣 对付不了张山通 就用无辜的怨姑来做要挟 张山通叹气道 只怪我当时太过欣赏此人 没有对他多加防备 童金城确实厉害 但奇怪的是 严守医与驴山派接触这么多次 却一直没见过他 那么童金城究竟上哪去了 严守医说道 干爷爷请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 破解童金城下的咒 你有这份心就够了 张山通欣慰道 时过境迁 张山通也多年没有见过童金城 更没有离开这老宅半步 他只能陪着那些怨姑们玩耍 也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严守医与张山通一番聊天 将自己为何会来到这老宅的原因说出 张山通不得不感慨两人的缘分 当张山通问起严守医爷爷奶奶的近况 严守医回答说 二老街已经先是 让张山通有了短暂的失神 但他很快就恢复过来 只是淡然一笑 感慨一下人各有命 毕竟 他自己也已经是一只老鬼了 人活到那个岁数 生死早就看淡了 往街边一座 所看到的近视回忆 所以 为何老人们总是坐着一言不发 一坐就是一整天 时间在他们的眼中 已经没有意义了 张山通悠悠地叹了口气 感慨道 当年我与你爷爷在外闯荡 路上找不到吃的 你爷爷就要脱鞋子去读鱼 后来我宁愿饿死 也不吃他读上来的鱼 于是他才做了那两副鱼干 没想到十个多年 我还能跟臭脚鸭子的孙子一起钓鱼 缘分 缘分啊 严守医也颇有感触 我爷爷也常常将缘分二字挂在嘴边 世界上有七十亿人口 任何两个人的相遇 都是七十一分之一 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得嘞 张山通站起身来 拍拍屁股 笑道 你小子继任了 我这个干爷爷 我这个做爷爷的 也不能一点表示 也没有 既然五雷正法你已经会了 那我便传 你个纵地金光 你看如何 纵地金光的大名 严守医早有听说 此乃天罡三十六遍里的招数 更是原始天尊 传授给十二金仙的绝技 称之为神迹也不为过 严格来说 纵地金光是一种身法 不如传说中 孙悟空的金斗云那样 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但也足够快到吓人 快到原地消失 就好像钻进土里 消失不见似的 能学到这种招数 严守医高兴 都来不及呢 他连忙感激道 干爷爷若是愿意教 我当然愿意学 嗯 不错不错 张山通抚摸着胡子笑了笑 让严守医伸出左手 严守医伸出左手 摊开手掌心 只见张山通用食指沾了茶水 在严守医的手心上写起字来 这一写就写了十几分钟 严守医虽然看不到张山通 究竟都写了什么 但却没有催促 直到张山通全部写完 严守医的脑海里 竟直接涌入了 有关于纵地金光的所有信息 全都是张山通方才写的 细细品读这些信息 严守医心里万分震惊 他忍不住喃喃道 仙人俯窝顶 结发受长生 没想到干爷爷也有这种神迹 虽没你说得那么夸张 但也八九不离十 张山通得意道 这一招 你爷爷就不会 严守医哭笑不得 都这个时候了 张山通还要跟他爷爷分个高低 看来当年奶奶跟了爷爷 张山通心里怨气很大嘛 张山通又叮嘱道 我传给你的 不过是法门而已 能练到什么地步 得看你自己的悟性 不过 你既然是我张山通的干孙子 悟性想必也不会差 干孙子都能扯上关系 严守医对张山通自夸能力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接受了张山通的见面里 严守医心情大好 他玄机响起了龙非成他们 于是连忙说道 干爷爷 我那几个朋友还在外头 能否让他们也进来 张山通却摇了摇头 我喜欢清静 不想见外人 若不是你拿起了鱼竿 还喊出了名号 我也不会见你 得知缘由 严守医只好作罢 又听张山通说道 现在老宅归你所有 也是一件好事 至少你不会让外人 再来打扰我了 干爷爷 我会常来看您的 严守医顿了顿 又补充道 下次我带我喜欢的姑娘 一起来看望您 张山通眼睛一亮 那感情好 老一辈的人 果然都喜欢看晚辈的媳妇啊 眼看时候也不早了 严守医提出了要离开的意思 张山通也不阻拦 他只是说道 臭小子 你既然是鲁班传人 那应该逃不过五壁三雀 我这个当干爷爷的 得催你几句了 若有改命之法 还是早点行动起来为好 我知道了 严守医乖巧地点点头 张山通这是催促他 早点再去找西湖里家 行 你去吧 再去拿起之前的鱼杆 你就能回去了 张山通笑道 临走之前 严守医不忘说道 干爷爷 我一定会想办法 破解铜金城对您的诅咒的 万事随缘吧 张山通并不是特别在意 严守医说了声再见 拿起鱼杆 眼前一花 耳边顿时响起了 龙飞城的叫骂声 小兔崽子 刚才就是你偷袭老子的吧 别以为你是怨孤 老子就怕你们了 老子可是上过鬼的人 哎呦 又搞偷袭 小心我用掌心雷劈死你们 之前见过的那群怨孤 此时全都回来了 围着龙飞城他们闹个不停 龙飞城打不过这群怨孤 只能无能狂怒 骂个不停 黄海和周玉泉则完全不敢招惹怨孤 抱着头到处跑 见到严守医回来了 龙飞城仿佛看到了救星 严哥 快借我两张掌心雷福 我忍不来了 严守医微微一笑 冲着那群怨孤喊道 都散了吧 否则张爷爷该生气了 怨孤们听到张爷爷三个字 顿时吓得不轻 就好像犯了错的小屁孩 生怕被打屁股 立刻一哄而散 看到怨孤们消失 龙飞城他们才缓了口气 围着严守医问道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我被这儿的老鬼 拉进了阴阳界 严守医解释道 不过 我和他已经达成了共识 已经没什么事了 龙飞城低声问道 那这宅子 咱们还能不能住了 严守医笑着摇了摇头 靠 那不是白高兴一场了 龙飞城郁闷道 本以为从此就要 积身有防疫族了呢 严守医安慰道 只是现在住不得 以后或许可以 以后是多久 等我儿子都娶媳妇了 那可来不及了 不会太久的啦 严守医担心 大家会吵到张山通 一边说 一边带着大家往外走 走到外头 锁好门 严守医回头 看了黄海和周玉泉一眼 说道 二位有空的话 不如找个茶馆做一做 我正巧有些事 想问问你们 能和严守医多交流 二人可是求之不得呢 于是他们 立刻就答应了 并且马上就进 安排了一家茶馆 这费用当然也是他们出 严守医和龙飞城 现在可是一穷二白呢 茶馆不过二层楼 他们坐进了二楼的包厢里 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 楼下的人来人往 他们刚刚坐下 还没等上茶 严守医便忍不住问 二位 其实我是想了解一下 童京城这个人 因为老宅 严守医才得知 有童京城这个人的存在 而且 他似乎在驴山派 颇有地位 但之前 他从未听人提起过童京城 所以在童京城的身上 肯定发生过什么 尤其是现在严守医答应 要帮张山通破解诅咒 所以 了解童京城 也成了必须做的事了 黄海和周玉泉对视一眼 答道 童京城是我们的师伯 也就是掌门和大长老的大师兄 二长老童九华 就是童师伯收养的孩子 同时也是童师伯的清传弟子 严守一点点头 难怪童九华也姓童 果然和童京城 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人接着说道 童师伯被誉为 我们驴山派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他三岁入门 七岁熟读百经 十岁便已经出师 十一岁下山历练 十八岁接手门派长老事务 在我们驴山派的历史上 绝对做到了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是所有人公认的天之骄子 被当作驴山派的希望 可就是这样一位天才 却因为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忍受不了巨大的打击和痛苦 而自杀了 原来 这个神秘的童京城 之所以迟迟没有现身 是因为他已经死了 龙飞城也被童京城的故事所吸引 忍不住问 他为什么而自杀 说起来 终究还是逃不过一个情子 提起往事 黄海连连叹息 似乎已经开始惋惜 这位驴山派的天才的陨落 当年童师伯下山游历七年 回山以后 虽成了门派长老 却终日郁郁寡欢 掌门与驴金博询问 童师伯也闭口不谈 只字未提 以至于后来 童师伯心中劫狱 在修炼中 屡屡走火入魔 险些将自己害死 掌门师伯与驴金师伯 不忍看着童师伯这样下去 便结伴下山 到童师伯所到过的地方 进行调查 后来才知道 原来童师伯在回山的前一年 曾经遇到了一名其女子 并且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 那名女子名为素亦柔 乃是冯氏匠的传人 她游走俗世间 帮助那些客死他乡的异乡人 收尸脸容 再交给感诗人 送回家相魂归故里 素亦柔温柔善良 与童师伯因驱鬼之事而结缘 很快就互生情愫 无法自拔地爱上对方 可那个时代 爱是一个很难说出口的词 所以之后的一年 童师伯与素亦柔结伴行 却以朋友相对 始终没有将真心话说出口 后来童师伯历练时间已到 必须回山赴命 只能与素亦柔告别 可就在童师伯鼓起勇气 要说出口的那个夜晚 素亦柔忽然浑身溃烂 长穿肚烂而死 且就死在童师伯的怀里 说到这儿 严守依和龙飞城的心 也不由地揪了起来 素亦柔好端端地 怎么就死了 难道是有人对她下毒 只听周玉泉叹气道 素亦柔死于短法报应 她不是被人害死的 而是没能逃过她 身为冯尸将的三代诅咒 此言一出 严守依不由地失了神 她也是修炼短法之人 她也有着三代必死的诅咒 素亦柔和她一样 素亦柔一生行善 积了不知多少功德 奈何终究没能逃过宿命 也正是因为 她知道自己大陷将至 所以在死之前 都从未告诉过童师伯 她喜欢童师伯之事 她以为只要不说出口 两人的爱情就不会开始 她死之后 童师伯便可以一个人 继续走完剩余的人生 但奈何 爱情的出现并非是某一刻 尽管素亦柔没有说出口 但童师伯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死在自己的怀中 自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让童师伯万念俱灰 她将素亦柔的尸首埋葬 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驴山派 接任了长老之位 再之后 便是我们先前说的那些事了 调查了此事之后 掌门师伯与驴精师伯 火速赶回驴山派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童师伯没能抗住痛苦 选择跳崖自杀 她的尸骨被野狼吞食 魂魄游荡于天地之间 就连掌门师伯 都无法找回童师伯的 一心半点痕迹 此事 后来成为了掌门师伯 与驴精师伯心中 无法提及的伤痛 也正是从那之后 两位师伯的关系 渐渐变得紧张起来 黄海饮着茶 摇头叹息道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这可真是一个凄凉的故事 龙飞城感慨完 忍不住看向严首一 严哥 你有没有三代诅咒啊 严首一白了龙飞城一眼 这货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关于三代诅咒 她心里清楚 自己不仅有 而且比肃义柔要严重许多 不仅因为她上辈子欠下的孽债 还因为她爷爷强行帮助父亲改命 所以 她所要遭受到的死劫 是累加她父亲的死劫后的结果 双倍死劫 倘若没能找到破解之法 她的下场 要比肃义柔要严重得多 龙飞城见严首一的脸色和反应 不由地哆嗦道 不 不是吧严哥 你也有死劫 严首一默默地点点头 龙飞城瞬间明白过来 难怪你之前死活不愿意跟嫂子在一块 难道当时你的想法和肃义柔一样 严首一又点点头 黄海和周玉泉的脸色也有些尴尬 严先生 此事非同小可 若有什么需要我们俩帮助的 请你尽管提出来 他们二人是真心希望严首一 能够渡过难关的 不用了 我有办法应对 你们不用太紧张 严首一随意一笑 跳过了这个话题 黄海留意到龙飞城 说起严首一有喜欢的姑娘之事 为了转移话题 他笑道 不知是哪家的姑娘 能吸引住严先生 严首一心里不禁好笑 这个姑娘 就是你们驴山派的圣女啊 好像自己和林子彤这事 驴山派还没几个人知道 包括驴山派掌门 林子彤的师父驴靖生 外出了一整天 如今太阳也渐渐落山了 又与黄海他们闲聊了一会儿 严首一起身告辞 与龙飞城一起走出三方七巷 在公交站等公交的时候 严首一的眼角余光 忽然间注意到了街对面 薛凯依旧穿着那件卫衣 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当中 似笑非笑地盯着严首一 得知了薛凯的身份和目的以后 严首一对薛凯就没有之前的敌意了 他反而对着薛凯 微笑着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 既然薛凯一直跟着自己 想必他也知道自己 今天去探监父亲的事情了 严哥 你和谁没来眼去呢 龙飞城笑眯眯地 用胳膊肘撞了严首一一下 严首一哭笑不得 看到了一个朋友 哪儿呢 让我瞧瞧看 男的女的漂不漂亮啊 男的 严首一简单答道 哦 那我没兴趣了 龙飞城立刻打消了念头 就在这时 一辆劳斯莱斯 忽然停在公交站前 这里本是静停区域 但劳斯莱斯完全无视了交通规则 就这么横着停着 严首一眉头一皱 他从这辆车上 感应到了很不喜欢的气息 骂的 有钱了不起 龙飞城低声骂道 赶紧滚蛋 别挡着老子等公交 没想到 劳斯莱斯的车窗 居然降下来了 龙飞城顿时闭上了嘴巴 将键盘侠的本质 发挥到了极致 而当严首一看到 车上的人以后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严首一 久仰大名了 车上坐着的人 乃是飞凤山白家的那位公子 白玉胜 白玉胜依旧穿着 那套白色西装 胸前的领口 还别着一朵娇艳的玫瑰花 他侧着脸 压根没用正眼瞧严首一 严首一冷声说道 白玉胜 你的名字 也是如雷贯耳 是吗 那我是不是该 感到荣幸 白玉胜轻蔑地哼了一声 说道 严首一 你很有本事 也坏了我们白家好几次事 不过之前的事情 我都可以既往不救 只要你现在 愿意加入我们白家 加入白家 可笑 严首一对白家的所作所为 深恶痛绝 早晚要白家自食恶果 又怎么可能加入他们 还没等严首一回答 龙飞城便已经跳脚 滚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长的什么勾巴样 就你们白家 也想拉拢我们颜哥 颜哥才不屑于 你们这些垃圾同流合污 别怪老子没提醒你啊 劳斯莱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在三方七巷 还有坐院子呢 信不信我现在 就把你的小精人给折了 白玉胜被龙飞城 骂得狗血淋头 但他并不生气 他一点都不在乎 龙飞城这种 世景小名小角色说什么 可严首一却笑着说道 小龙说的话 就是我想说的话 这一下 白玉胜才彻底沉下脸来 记住你们今天的选择 我们白家在荣城 从来没有吃过亏 可拉几把倒吧 赶紧滚犊子 龙飞城骂道 白玉胜气的嘴都歪了 关上车窗 拍了拍司机的座椅 那辆劳斯莱斯 才缓缓开走 就算白玉胜走了 龙飞城还是觉得不解气 颜哥 这王八蛋 还敢收买咱们 没什么可生气的 小龙 你想想白玉胜心高气傲 为什么还要来收买咱们 为什么啊 颜首一淡淡一笑 说明 他们怕咱们 颜首一与龙飞城二人 回到上行一笑之时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简单地处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以后 龙飞城去找陆采薇了 而颜首一则是回到宿舍 中途和林子彤打电话 聊了大半个小时 不知不觉间 颜首一也融入了 龙城的都市生活 过去他可以三天不看手机一眼 但现在有了牵挂的人以后 手机倒是身上 十分重要的物件了 包了大半个小时的电话周以后 颜首一挂断电话 脱了衣服进浴室洗澡 他忍不住想到 今天听黄海他们所说的 同京城和素艺柔的故事 倘若他在命节来临之前 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那林子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同京城 同京城不过爱了素艺柔一年罢了 林子彤可是等了他整整十年 为了不辜负林子彤的等待 颜首一暗下决心 不论如何 他都要想办法逆天改命 而且通过之前的推测 颜首一心里明白 或许逆天改命的办法并不在李家 而在那个李琴儿的身上 所以他早晚还是要去见一见李琴儿 正在颜首一冲洗身子之时 宿舍里头忽然传来了动静 颜首一眉头一皱 他的听力异常地灵敏 刚才的动静明显不是龙飞城发出来的 于是他默默地关掉了花洒 用浴巾裹着下半身 轻手轻脚地走出浴室 宿舍里一道影子背对着他 似乎正在颜首一的胯包里 摸索着什么 颜首一来到此人的身后 突然出手锁住了对方的脖子 你是谁 他冷哼喝道 对方疯狂挣扎 勉强发出声音 是我 是我 罗宁啊 听说对方是罗宁 颜首一连忙松开手 罗宁转过身来 捂着脖子咳嗽了半天 还真是你 颜首一问道 你大半夜地溜进我宿舍做什么 罗宁没好气地白了颜首一眼 随后发现他竟然没穿衣服 一向以调戏颜首一为乐的罗宁 居然有些不好意思 他目光闪躲 却不停地用眼角余光 打亮颜首一的身材 我 我这不是 听说你回来了 着急找你要逢尸术吗 罗宁红着脸说道 那你也不能随便翻别人的包啊 你在洗澡 包就扔床上 我顺手拿了就走了 罗宁嘴硬道 可逢尸术也不在包里啊 颜首一收了包 转身从宿舍的床上 拿出了一叠手钞本 正是他前几天手写下来的奉尸术 罗宁接过逢尸术 依旧有点无法平复心情 小胸脯起伏个不停 颜首一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情况 赶紧说道 你稍等一下 我去换身衣服 罗宁也是嘴欠 立刻厚着脸皮说道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 你怕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不方便 颜首一不好意思地回到浴室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等到他出来之时 罗宁正摆弄着颜首一 放在桌上的木鸟三元 三元知道罗宁也不是普通人 所以也就不装死了 活泼地在罗宁肩膀上扑腾 冯尸术你也拿到了 这几天 你有好好看着李家的人吗 颜首一问道 罗宁随口答道 当然有了 而且我还有一些不小的发现 什么发现 最近越来越多奇怪的家伙 在跟踪李家的人 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 那当然是白家的人派出来的 当初我和师傅 在白玉盛手下干活的时候 还见过其中一些人 在归顺于颜首一之前 罗宁和钟祁 可是白玉盛的得力助手 颜首一想到了这一点 不由地说道 我今天见到了白玉盛 哦 他说了什么吗 罗宁笑道 白玉盛不过就是个二世祖而已 他的手段的确不错 但本身没什么特别的 对于白玉盛 颜首一还真不好评价什么 要知道 匹夫一怒 不过流血五步 文人一怒 可是要叫山河动荡的 若白玉盛脑子真的好使 就算他本身没什么厉害之处 颜首一也不能轻视 他想了想 问道 白家手下是不是特别多 你们这种奇人异士 罗宁点点头 说起来这点 我也觉得很奇怪 白家手下莫名的有一些小杂鱼 比我们差一点 但比普通人厉害很多 也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弄来那么多人的 颜首一怀疑 这些人都是驴山派借给白家的 否则 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奇人异士找呢 上次我去古林柳家 听说过一个名字 四象山的方球 你可曾听说过 罗宁动作顿了顿 露出思考之色 随后他道 好像听过这一号人物 但没见过 倘若白家要对李家出手 方球必然也会现身 你接下来几天 得多加注意这一号人 颜首一提醒道 罗宁笑了笑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要是让林子彤知道 会不会吃醋呀 他不会的 颜首一露出一口白牙 你们未免也对自己太自信了吧 又或者说 你们这是看不起我 罗宁似乎有些恼怒 比不上林子彤 是他心里最大的不甘 似乎为了打颜首一的脸 罗宁故意掀起自己的超等裤 露到了大腿根 我的腿不如林子彤吗 颜首一面色一变 赶紧看向一旁 大姐 不至于 谢谢 见颜首一这反应 罗宁顿时又得意起来 他放下三元 抱起了凤尸术 心满意足地走出颜首一的宿舍 这女人真的是 颜首一十分无语 正要去关门 龙飞城却从门外走进来 龙飞城的身体虽然走进来了 可脑袋还在外头 伸长了脖子 往外看什么 直到颜首一拍了一下 龙飞城的肩膀 他才缩回脖子 一脸见笑地看着颜首一 你这是什么眼神 颜首一问 刚才走出去的是罗宁吗 是又怎么样 龙飞城对着颜首一抱拳 朗生说道 我一直以为我容成浪里 小白龙的称号 无人能及 现在才发现 颜哥才是无备楷模 真正坐到花丛中 走过片叶不沾身 有道是 外面红旗不倒家里 彩旗飘飘 颜哥 鲁班叔我就不学了 把你一脚踏两船的功夫 传授给我吧 颜首一美好气地说道 别乱说 罗宁刚才来找我是有正事的 我明白我明白 龙飞城笑道 我也是 真心向颜哥你求教的 滚一边去 得嘞 龙飞城剑兮兮地 走进了宿舍 颜首一揉了揉太阳穴 发现罗宁这女人 还真是不简单 虽然自己行得端坐的正 奈何旁人总归会误会的 必须换种方式 对付罗宁才行 想到自己刚才裹着浴巾出来 惹得罗宁脸红 颜首一忽然明白 罗宁也不过是 装腔做事罢了 她的内心 依旧是个在乎真洁的女人 下次若是罗宁在勾引自己 干脆就顺着她的意思 奉陪到底 到时候看谁玩不起 清晨 上行一校门口 一伙学生在校门口下了车 醉熏熏地搂着各自的对象 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往校园里走 负责当班的保安大飞 本来在港厅里抛狗起 见到这帮毫无形象 毫无规矩的学生 她顿时一阵恼火 当年她就是因为家里穷 才没机会上学的 虽然现在她是个差二代 但她已经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了 现在除了收租就只能当一个小保安 所以她对这群虚度年华的学生 简直是深恶痛绝 她立刻就带上自己的小弟 把几个学生给拦住了 站住 你们瞧瞧你们 喝得烂醉 有点学生的样没有 你们父母辛辛苦苦赚钱 送你们来上学 你们就这么报答他们呢 几个学生站定一看 发现拦着他们的人 只是小小保安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个男生笑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叫王康 上行一笑 有几个人敢招惹老子 你一个小小保安 滚一边去吧 被王康如此羞辱 大飞也怒了 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富二代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知道 他大哥可是眼手艺 黑白道通吃 响当当的大人物啊 于是 大飞二话不说 立刻让小弟们 把王康他们抓到了港厅 记录信息 通报处理 王康没想到 现在的保安都这么硬气 气得鼻子都歪了 他在港厅里大喊 你们叫什么名字 知不知道 我是跟谁混的 信不信我让我大哥弄死你们 大飞文言 顿时乐了 还大哥 我也有大哥 我大哥比你大哥牛逼多了 大飞的小弟们 也纷纷笑道 就是就是 咱们大哥可是黑白道通吃的 王康一愣 现在容成 哪来那么多大哥 他已经算是在道上混的了 容成厉害的人物 多多少少都知道点 此时已经是上学的高峰期 校门口有不少学生走动 看到保安港厅里的情况 有好事的学生 忍不住停下脚步围观 听到他们一口一个大哥 大家心里也好奇 王康的大哥是谁啊 保安的大哥又是谁啊 感觉他们都好牛逼的样子啊 大飞冷哼道 你们这些学生 没大没小的 今天我不教训你们 以后也有人会教训你们 还轮不到你们教训 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大哥绝对不会放过 你们的 王康怒道 我大哥可是严守义 那你 大飞等人一愣 随后几人迅速露出笑容 直接放开了王康等人 王康还没回过神来 大飞便拉着他的手 亲切地说道 误会了误会了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大哥也是严守义 感情咱们是兄弟啊 王康愣了愣 随后突然想起来 严守义是保安队队长啊 他顿时也满脸笑容 早说不就得了 咱们都是自己人 哎 兄弟 刚才不好意思 以后喝酒返校 提前给哥哥打电话 哥哥给你留门 哥哥拿理的话 是小弟太过唐突了 以后绝对不乱喝酒了 弟弟懂事啊 哥哥教育得好 刚刚还剑板弩张的保安港亭 此时已经是一片和睦 大飞和王康 恨不得抱着对方 狠狠地亲上两口 站在外头围观的学生们 都看傻了 严守义是谁啊 那个保安队队长 传说中林子彤的绯闻男友 黑白道通吃的大人物 听说就连新校长上任 都要亲自去拜访他呢 还有人说 经常有劳斯莱斯等豪车 到学校接他 这个严守一 不简单啊 众学生惊讶无比 暗暗记下了严守一这个名字 于是乎 有关于严守一的传闻 又多了不少 此时 校长钟奇 正骑着他的凤凰牌自行车 慢悠悠地进学校 看到港庭里的保安与学生 居然如此亲密 钟奇不由地感慨 现在学校的环境 真是越来越好了 学生和保安打成一片 相互尊重 这都是 我当校长以来的 丰功伟业啊 迎面 早起的严守一和龙飞城走来 钟奇连忙停下自行车 对严守一打招呼 严队长 严守一停下脚步 微微一愣 低头打量着 一下自己穿着的衣服 是保安制服没错呀 钟校长这反应 怎么搞得 好像他是保安 自己是校长一样 严守一笑道 钟校长 您是校长 何必和我这个保安队长 打招呼啊 哎 我是新来的 严队长 你才是上行一校的老员工 老骨尬啊 钟奇道 严守一一阵无语 他也就比钟奇 早到学校一个月而已 时隔多日 再看钟校长 还是和罗宁的师傅 长得一模一样 想不怀疑 他们俩没关系都难啊 于是严守一忍不住问 钟校长 你有兄弟吗 或者说 双胞胎 钟奇疑惑到 严队长问这个做什么 我家我可是三代单传 一旁的龙飞城插嘴道 那您父亲年轻时候 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你指的是哪种错误 呃 年轻气盛 干柴烈火 龙飞城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钟奇完全听不懂 龙飞城在说什么 龙飞城还想继续形容下去 严守一赶紧拦住了他 再让这家伙说下去 钟奇校长怕不是要回去 询问他年迈的老父亲了 他搪塞两句 赶紧带着龙飞城逃走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钟奇 钟奇扶着自行车 脸色十分复杂 难道我那老父亲 真的犯了原则性错误 跑到了保安港厅 正巧又遇到勾肩搭背 走出来的大飞和王康 二人见到严守一 立刻站直了身子 大声喊道 大哥 严守一哭笑不得 我没你们这些小弟 别乱喊 大飞黑黑笑着凑了上来 给严守一和龙飞城递烟 严守一摆了摆手 他只有在特别的时候 才会抽烟 龙飞城则来者不拒 刚叼上烟 王康就亲自给他点火 严哥 你不当大哥 要不我来当大哥 你当大哥大 龙飞城笑道 去你的 咱什么身份 心里没点数吗 严守一无语道 大飞附和道 大哥说得对 大哥真人不露相 不能随意抛头露面 什么就真人不露相了 我怎么了我 严守一疑惑道 大哥您就别装了 您黑白道通吃 出门必须是劳斯莱斯接驾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的 大飞乐呵呵地说道 严守一自己则哭笑不得 他什么时候就黑白道通吃了 还有出门劳斯莱斯接驾 就更奇怪了 正当他要解释的时候 校门口忽然驶来一辆劳斯莱斯 这辆豪车 竟只停在了严守一的身边 车窗降下 在那驾驶座上 竟是锦花下肢 大飞和王康他们 顿时眼睛都看直了 他们的眼神仿佛在问严守一 大哥您还说您不是黑白道通吃 严守一捏了把汗 赶紧上前问道 夏警官 你怎么来学校了 这车又是什么情况啊 严守一刚要否认 有关于劳斯莱斯接驾的事情 立马就有一辆劳斯莱斯来找他了 而且开车的还是小锦花夏之 大飞王康等人顿时感觉脸上有光 这回真是跟对了大哥呀 只见夏之招了招手 说道上车再说 好 严守一叫上龙飞城 两人一起坐上了车 上车以后 两人才发现 这车里居然还不止夏之一个人 后排的座位上 坐着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此人严守一不仅认识 还有过一些恩怨过节呢 严先生 别来无恙 李家的二把手李佩华 对严守一伸出了手 李琴儿的父亲是李佩宗 也就是李佩华的亲哥哥 上次在西湖雅居 正是因为李佩华家又添新丁 李琴儿他们才过去庆祝的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那么多事 严守一对李佩华 没有什么好感 只是眉头一皱 并没有伸出手 这让李佩华 不免有些尴尬 不过他也是在生意场上 打拼多年的老江湖了 立刻想办法转移话题 严先生有大本事 却屈尊在这小小的上行一笑 当真是大隐隐于世 真人不露相 严守一不答应 龙飞城却笑道 我严格说了 人要是行 干一行行一行 人要是不行 干一行不行一行 别看咱们保安职位不高 那咱们也是贯彻 落实爱党敬业 现在整个上行一笑 就没有不服我严格的 龙飞城的嘴巴 像是机关枪 吐吐吐地吐出一大堆话 把李佩华听得一愣一愣的 李佩华拱手道 还未请教您师 龙飞城冷哼一声 故意压低了声音 无乃茅山第十三代单传弟子 人送外号 龙城浪里小白龙 龙飞城饰演 李佩华乃了解那么多 听龙飞城吹牛逼 他已经信了一半 于是赶紧奉承道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龙道长一表人才 非同凡响啊 别拍马屁啊 要说厉害还是我严格厉害 龙飞城说道 自然自然 李佩华又望向严首一 严首一轻哼一声 对夏之问道 夏之警官 这是什么情况 夏之转身答道 事情是这样的 自从上次平安大厦事件之后 我们一直有派人 监视着平安大厦的动向 最近几天我们发现 白家的人越发频繁地 出入平安大厦 而且平安大厦周围 也发生了不少怪事 闹出了不少人命 我担心平安大厦的封印失控 到时候会波及到附近的老百姓 本来我专程为此事来找你的 但不知怎么的 李佩华先生找到了我 说十分想见你一面 所以我才带着他过来 文言 严首一沉默着思考了一阵 平安大厦的封印 名为真龙镇煞大镇 和上行一校的九龙化煞镇一样 都是驴镜声部下的 这两个大镇有个共同点 那便是指镇压不消灭 之前严首一怀疑驴镜声 也是因为驴镜声处处留守的原因 一旦真龙镇煞大镇出问题 平安大厦里的鬼魂们出逃 对附近的老百姓 必是大哉一箭 我们这就可以去平安大厦附近 一趟看看情况 严首一答道 不急不急 我也有事找严先生你 李佩华出言打断 然后满脸诚恳地说道 严先生 其实我这次来找您 是代表我们整个李家的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严首一略微有些不耐烦 这也怪不得他给李佩华脸色看 毕竟上次在李家 他被李家人多次羞辱 李佩华连忙说道 这第一 我是代表着李家人来给您道个歉 道歉就算了 说正事吧 行行行 这就说李佩华道 我们家主最近发现 不少李家人都被奇怪的家伙们跟踪 他担心大家的安全问题 便通过各个渠道 调查是谁派人跟踪咱们 后来一查之下 查到了恋煞转生大阵的事情 严首一眉头一挑 李家人竟然知道此事了 他没说话 示意李佩华继续说下去 这个恋煞转生大阵可厉害了 据说是要拿三个煞气 击中的地方做阵眼 再拿闽江连通起来 最后牺牲全城的老百姓 可以让某人复活成仙 而这三个阵眼 分别是上行一校 平安大厦 还有古陵柳家老宅 之前不知怎么的 古陵柳家老宅出了状况 所以这第三个阵眼 就转移到了我们西湖李家身上 也就是说 我们李家被那帮妖人给盯上了 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有危险 所以我这才代表李家全铁 来找严先生求求情 希望严先生可以出手帮帮我们 李佩华请求的 倒是十分诚恳 眼里甚至流露出了几分恐惧之色 令严守一感到惊讶的是 李家的渠道竟然如此厉害 不仅调查出了 炼煞转生大阵的事情 竟还知道三个阵眼 包括古陵柳家 无法成为阵眼的消息 但转念一想 李家毕竟也是 荣城三大鬼王世家之一 他们不可能一点渠道都没有 按照之前和驴精的约定 严守一是肯定会出手帮助李家的 可他不喜欢李家 所以不想答应得太过轻易 于是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帮你们 我有什么好处 此言一出 下之意外地看了严守一眼 以他对严守一的了解 荣城百姓性命受到威胁 严守一应该义不容辞才对 怎么还会造好处呢 而荣飞城则在一旁拍手叫好 没错 我们又不是什么公益组织 没好处的事可不干 李佩华立即说道 严先生 我听说你们鲁班传人每隔三代 都会经历一次死结 而我们李家 正好有破解死结的宝贝 如果这次 您帮我们渡过难关 那宝贝我们双手奉上 李家 竟真有破解死结的宝贝 本该高兴的严守一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但想到自己本来也会出手 严守一便没有往深处想 说道 若真有宝贝 那我便答应你们 不过对于此事 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计划 李佩华松了口气 赶紧说道 驴山派的驴金大长老 已经与我们联系过了 届时他会带人保护我们 严先生只需要保护我们的祖宅就行了 白家的目标 其实正是李家的祖宅 活人与他们都没关系 白家要的是李家的死人 严守一又问 你们知道白家何时动手吗 根据我们的消息 就在七天之后 七天之后 你们哪来的消息 如此准确 严守一眉头一皱 本能地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 李佩华低声说道 严先生肯定也知道 鬼王世家的地位 我们李家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但对白家和柳家 却不得不提防 所以 李家在白家柳家皆有眼线 白家想对柳家动手的事情 我们早就知道了 但为了明哲保身 我们没有阻拦 却不曾想淳亡齿寒 白家狼子野心 还想对我们李家出手 七天之后 乃是白家老祖宗 最赏识的一名老鬼的生日 那名老鬼 名叫白石喜 盘踞在平安大厦顶楼多年 白家人打算为他庆生之后 便对我们李家动手 用我们李家讨个彩头 李佩华将自己所知道的 一五一十 全都告诉给了盐手一 盐手一听后 若有所思 下之恍然大悟 难怪平安大厦 最近越来越不稳定 原来是白家 这只老鬼安耐不住了 龙飞城没考虑太多 他笑哈哈地说道 白家给老鬼庆生 肯定会去不少人 那咱们不如直接埋伏在平安大厦里头 到时候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一网打尽 盐手一望向龙飞城 小龙 你觉得此计可行 有什么不行的 李家人总不会拿自己的生死来开玩笑吧 龙飞城理所当然地说道 李佩华也连忙点头 对对对 盐先生 此乃我们李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我是绝对不会骗您的 容我考虑考虑 盐手一皱着眉头 思考了一会儿 他甚至拿出了罗盘 掐着指头算了几回 李佩华在一旁 看得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龙飞城打量着李佩华 他觉得李佩华应该没有撒谎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担心紧张 我答应你 终于 盐手一点头答应 说道 七天之内 我们会做好准备 在那白石洗大寿当天 送他去地府报道 李佩华文言大喜 太感谢盐先生了 事成之后 你说的那宝贝 可别忘了 不敢忘 不敢忘 李佩华低声下气地说道 行 那你下车吧 我还有事儿 要和下只警官聊 盐手一道 李佩华一愣 可是 这辆劳斯莱斯 是我的呀 真用一下不行啊 龙飞城骂道 越是有钱人 越是计较 李佩华回过神来 连忙陪笑道 不计较不计较 这辆车就送给您二位当礼物了 这次若能打败白家 李家还有大礼相送 这还差不多 龙飞城露出笑容 不愧是有钱人 随便威胁几句 就送出一辆劳斯莱斯 说明这种豪车 对李家而言 根本算不了什么 李佩华笑着下了车 自己在路边 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看到李佩华离开 下只才说道 盐手一 我有话想对你说 盐手一微微点头 我正是知道 你有话想说 才故意支开李佩华的 龙飞城一愣 需不需要 我回避一下 盐手一瞪了龙飞城一眼 你别想歪了 我和下警官说的是正经事儿 哦 我还以为 龙飞城黑黑一笑 以为下只的情况 和罗宁一样呢 下只也不由得有些脸红 但很快就正经起来 虽然是我带着李佩华来的 但凭我审问犯人的经验 总觉得李佩华 没有完全说实话 下警官果然明察秋毫 实不相瞒 我也有这种感觉 盐手一严肃道 龙飞城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听你们的意思 这李佩华在说谎 他说的不完全是真话 但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 盐手一说道 七天之后 我们必须十分小心 否则 否则会怎么样 落入圈套 死无葬身之地 盐手一冷声说道 此话一出 龙飞城顿时感觉后背发凉 他忍不住踹了车子一脚 这该死的李佳人 我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 下只担心道 倒不如七天之后 我们不应战 任凭李佳人和白佳人斗 不 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们也很难再碰到 白佳人凑得这么全的时候了 盐手一摇头道 就算有猫腻 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你心里有打算 我们就听你的 下只道 龙飞城一拍大腿 没错 人死鸟朝天 咱俩是兄弟 刀山火海 我都跟你一起闯 别说的那么悲观 白佳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咱们这头人也不少 盐手一笑了笑 心里盘算起来 白佳最多联合部分的驴山派 而他这边 有正在养精蓄锐的柳佳人 有以驴精为首的驴山派强者 有古一传人老金 有扎指传人阿公 有感师传人罗宁 再加上他自己这个鲁班传人 与驴山传人林子彤这个夫妻当 他不知道白佳那边的阵容 到底是如何的 但自己这边 绝对算得上是豪华阵容 盐手一深吸一口气 七天之后 便是决战拉开序幕之时吗 该筹备的东西 也要开始筹备了 盐手一和龙飞城下了车 下支问道 这车怎么处理 盐手一看向龙飞城 你有驾照吗 哈哈哈哈 我有驾照吗 龙飞城放肆一笑 接着垮下脸来 没有 我也没有 盐手一两手一摊 无奈地说道 那麻烦下警官处理一下这辆车 咱俩都没有驾照 留着也没有用 下支哭笑不得 高人不愧是高人 几百万的劳斯莱斯说 不要就不要 好在他家里条件也不错 还不至于眼馋这辆车 于是他答应道 我把这辆车停在附近的警局停车场 要是放在后车轮上 你们要是有需要用的时候 随时去取 没问题 龙飞城乐呵呵地答应道 下支走后 盐手一和龙飞城二人转过身 迎着他们俩的是以大飞为首的保安 还有以王康为首的学生 双方人马站成两排 整齐划一 大飞喊道 叫大哥 大哥 王康喊道 喊老大 老大 这些保安和学生 此时看盐手一的表情 那叫一个五体投地 恨不得给他诉个雕像 面前摆几个香炉 当祖宗给供起来 盐手一无语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说了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人 大哥 您就别解释了 您是什么人 咱们心里最清楚了 大飞笑着说道 王康也说道 就是啊 您这都锦花 开着劳斯莱斯来找您了 你还藏着掖着 以后上行这块 都归您说了算 我们就是您最忠诚的小弟 大飞虔诚地说道 眼看越描越黑 盐手一直接放弃挣扎 龙飞城则是笑嘻嘻地说道 你们喊我严格叫老大 那应该喊我叫什么 有人小声地说道 狗腿子 什么 龙飞城大怒 嘿嘿嘿 不是不是 当然应该喊您二哥了 这还差不多 龙飞城骄傲地扬起下巴 此时他的气场 说他不是狗腿子 实在是有些违心了 接下来的几天 盐手一渐渐忙碌起来 除了日常陪伴林子彤 他还经常往老金那儿跑 柳家人在老金的帮助之下 渐渐都恢复了元气 以老金的手段 完全可以 让柳金康他们 不用吸食活人的阳气 或者魂魄 也能恢复过来 所以当盐手一再次见到柳金康的时候 才真正地见识到了鬼王的强大 原本的柳金康 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太奶奶面前的他 瘦得像一根木头 而如今的柳金康 身高五米 坐在那儿如同一座小山 随意间散发出来的压迫感 都令盐手一感到胆颤 盐手一在心中暗自对比 就算变成了天煞失魁 自己依旧不是鬼王的对手 真要打起来 唯有玉石俱焚一个结果 而不可能是他单方面胜利 不仅是柳金康 就连柳家的太奶奶 也变得十分强大 他拄着拐杖 小小的眼睛里 散发着如同鬼火般的幽光 这让盐手一 更加有了对付白家人的信心 扎指人阿公 为了给柳家人的家人报仇 日以继夜地扎着各式各样的指人 有一回 盐手一带着龙飞城去看望大家 竟然还在阿公的指人堆里头 找到了一根指扎的RPG 火箭筒 当时盐手一和龙飞城看的人都傻了 阿公 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 阿公虽然戴着面具 但声音依旧腼腆 对活人没用 对死人有一些作用 龙飞城立刻爆起 RPG宣布道 这玩意儿归我了 他会的招数不多 现学现卖也能力有限 想要参与决战 只能借用这些外力了 于是 阿公为了增加战力 给龙飞城量身打造了一套杂质装备 盐手一也尽可能地交了一些招数给龙飞城 同时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画了不少道符 所有人都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就连老金这个 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存在 都日以继夜地炼制丹药 这一战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李家 也不是只为了给柳家报仇 胜利了 便能破坏炼煞转身大阵 拯救龙城百姓 盐手一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来到龙城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要面对这样的决战 但他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 赢下这一场决战 只是 他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心结 关于决战平安大厦之事 他至今未曾告诉林子彤 深夜 盐手一与驴精 在上行一校的某个角落见面 你那边的人 筹备得如何了 驴精开门见山地问 问题不大 驴长老您呢 盐手一反问 驴精点点头 驴山派里有不少老夫的心腹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所有弟子养精蓄锐 准备秘密进攻平安大厦 驴掌门呢 他正在闭关 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可盐手一还在担心 倘若驴掌门也有后手怎么办 驴精沉默了一阵 沉声说道 没有办法 只有站 驴长老 您可曾想过 或许这炼煞转升大阵的幕后主使 不是驴掌门呢 怎么可能不是他 驴精怒道 自从大师兄自杀之后 驴精生性情大变 你别看他平日里笑嘻嘻的 倘若门中弟子犯了错 他的手段可非常人能做得出来的 驴精口中的大师兄 应该就是已经自杀的铜金城了 盐手一微微叹气 他心里依旧还保留着最后一丝希望 希望驴精生是个好人 明天晚上便是决战之夜了 你也回去好好休息 切莫在节外生枝 似乎是盐手一的话 坏了驴精的兴致 他甩了甩袖子 便离开了 正当盐手一打算回宿舍休息之时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拿出一看 竟是林子彤 为了不让林子彤担心 盐手一未将明日决战之事告诉他 甚至还编造了谎言 说明日有私事要忙 让林子彤不用联系他 但现在林子彤突然联系 显然是有什么不可避免的急事 盐手一接起电话 问道 怎么了 大傻子 你在哪 林子彤的声音显得有些软弱 这可不是他平日里说话的语气 预感有些事情要发生了 盐手一立刻答道 我在学校 你能不能来见我爸一堂 这么突然 盐手一心里一惊 怎么林若府突然要见自己 之前事少的时候 盐手一早就想去见林若府提亲了 奈何林若府在国外没回来 现在大战在即 林若府突然要见自己 盐手一心里突然忐忑起来 但还是说道 可以 你们现在在哪 你到校门口等一会儿 叶爷爷会来接你 好 挂断电话 盐手一深吸一口气 去就去吧 就算剑林若府 一晚上时间也足够了 应该不会影响到明日的大战 而且在大战之前 乐了一个心愿 也挺好的 于是 盐手一飞奔回宿舍 整理了一些提早准备的礼物 带在身上 这些礼物是盐手一的爷爷早就准备好了的 三叔六品一样不少 金银珠宝一样不缺 甚至还有盐手一的爷爷亲手雕刻的质宝 这些彩礼本是给李家李琴儿准备的 但盐手一去李家的时候 甚至没将这些东西带在身上 因为他知道李琴儿不是自己的宿命 林子彤才是 龙飞城还在捣固着自己的装备呢 见盐手一着急忙慌地收拾东西 不由得也慌了神 盐 盐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提前收到消息 明天不打了 你收拾东西跑路啊 盐手一哭笑不得 跑你个头 我是着急去子彤家提亲 提亲 这个时候 龙飞城愣住了 但明天咱们还打不打啊 当然打了 盐手一道 明天我一定会赶到平安大厦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让大家做好准备 你的意思是 你不在的时候 我就是大哥 龙飞城激动地问 你可以这么理解 盐手一说完 将胯包往身上一套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宿舍 龙飞城暗自高兴 他一直向往着 当一个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 就冲他这名字 他就知道 自己一定会有这个机会 校门口 邻家的老管家叶成福 已经驾车等候有一会儿了 盐手一坐上车 笑着与叶成福打招呼 叶爷爷爷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 你这两个月在荣城 似乎过得很适应 叶成福慈祥地说道 盐手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叶成福驾驶着车 双眼直视着前方 与盐手一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手一 看来你还是做出了 遵从内心的选择 小姐的等待也没有白费 盐手一高兴地说道 是的 之前是我没有勇气 如今我想通了 一辈子太短 下辈子遇见还不知道要啥时候 我要把握住现在 你想通了就好 那我这个老头子 就提前祝贺你和小姐洗劫脸里了 叶成福哈哈大笑 可爱 在叶成福面前 严手一还是那个腼腆的孩子 他望向窗外 城市的风景在不停地倒退 真好啊 今日能和臭丫头定终身了 可惜 爷爷他老人家 没能多活几个月 见证我和臭丫头的婚礼 不过老爸倒是能赶得上 他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妈妈 奶奶 你们要是也在 该有多好 此时此刻 严手一的眼里有光 他头一回 有着如此强烈的悸动和期待 臭丫头 等我 你的等待 马上就要结束了 以后的日子 换我陪你 昏暗的房间 林子通颤抖着身体 双拳紧握 紧咬下唇 他望着眼前那位西装革履 寂寞生又熟悉的父亲 父亲转过身 语气宛若审判 林子通 你不能嫁给严手一 为什么 喂 什么 为什么不能是他 林子通虽是在质问 但声音却歇斯底里 没有为什么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 你就不能嫁给严手一 林家的老管家叶成福 开着车载着严手一 来到了荣城乌山半山腰上 荣城市区内 一共有三座小山 分别是乌山 渔山与平山 关押严手一父亲的那座监狱 就在平山山脚 乌山的半山腰 可以欣赏到荣城的美丽夜景 又不至于太过脱俗 相比于高耸的古岭 乌山既凸显了地位 也没有落了凡间的气息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 像林家这样做生意的 是最不屑于搞得太出城 手一 我们到了 叶成福停下车 回头说道 谢谢叶爷爷 严手一下了车 打量了四周 发现前方有个石板阶梯 往上爬十几层台阶 便有一间独立的山井茶室 山井茶室和西湖雅居 是完全不同的风景 但二者的格调 却没太大的差别 上去吧 小姐就在茶室等你呢 叶成福笑着说道 我在这儿等着 等你们的好消息 严手一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对着叶成福点点头 随后 她脚步轻盈 轻松爬上十几层台阶 来到茶室门口 轻敲二声房门 只听里头传来林若甫的声音 进来吧 严手一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状态 又特意整理了一番衣服 扯了扯一脚 这才推门而入 林叔叔 许久不见 想象中 严手一希望看到的是 林子彤期待的目光 林若甫赞许的眼神 然而现实里 她看到的 却是哭红了眼的林子彤 还有沉着脸的林若甫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严手一脸上的笑容变得僵硬 心也慢慢沉了下来 手一来了 林若甫叹了口气 指了指座位 先坐下来吧 哦 好 严手一收起笑容 略微拘谨地 坐在林子彤的身边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愧疚 林子彤低着头 不敢直视严手一的眼睛 毕竟严手一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不顾一切地与林子彤在一起 而林子彤 却没将自家的事情处理好 但林子彤 还是悄悄地伸出手 拽着严手一的衣脚 严手一见状 鼓起勇气 搂住林子彤 她要让林子彤知道 自己有能力保护好她 被严手一搂在怀里 林子彤似乎安心了一些 有我在 会没事的 严手一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到 林子彤默默地点点头 林若甫见状 除了深深的叹息 什么也没说 与十年前见面相比 林若甫的双鬓 有了不少白头发 她不像过去那样精神 隔着好远严手一 都能闻到她身上 那生意人独有的烟酒气味 看来这些年 林若甫虽然有钱了 但也不是过得那么舒坦 原本 不善言辞的严手一 特意准备了不少话题 例如与林若甫聊聊身体 聊聊家庭 聊聊自己这些年去过的地方 见过的人和事 也可以聊聊未来 可现在这个气氛 严手一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手一 最终 还是林若甫先开了口 她坐在对面 点着烟 沉声说道 抱歉 让你专程过来一趟 我知道你很喜欢子彤 子彤也喜欢你 但婚姻不仅仅是你们二人的事情 更是两个家庭的事 这么说 或许有些封建了 但你要知道 不论是你们严家 还是我们林家 都不是什么普通的家庭 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 很多时候 决定都是差强人意 甚至和我们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但谁也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很现实 林若甫一开口 就谈到了现实 现实这两个字 总是和冷冰冰这个词一起出现 严守一咬了咬牙 说道 林叔说 我相信我和子彤在一起 可以解决一切困难 其他的事 我相信你们 但这一回 真的不行 林若甫斩钉截铁地说道 子彤已经有了婚约 她不可能再嫁给你 我曾经也有婚约对象 但婚约不过是一张废纸 一个口头承诺而已 如果不爱对方 何必相互折磨 严守一质问道 可你知道 她的婚约对象是谁吗 林若甫拍桌怒道 林子彤预言又指 她不敢告诉严守一 自己的婚约对象 是白家的白玉胜 明明严守一和白家的恩怨 已经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 然而严守一却轻声说道 我知道 白家的白玉胜 林若甫微微一愣 你怎么知道 林子彤也感到惊讶 为何严守一知道此事 却从没有对她提起过 事实上 林子彤也是最近 才知道自己的婚约对象是谁 之前她被通知有婚约在身 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她清楚 自己喜欢的人是严守一 不管婚约对象是谁 她都不会嫁给那个人 所以她不在乎 也不需要知道 那个人的名字 后来 她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自己有喜欢的人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林若甫才重视起来 她连夜让林子彤去见自己 便将白玉胜的事 告诉了林子彤 林子彤得知真相 心情很不好 但不想影响严守一 所以迟迟没有向她坦白 而今 林若甫要求林子彤 彻底断了和严守一的往来 才有了如今的这一幕 我知道子彤的婚约对象是白家 也知道白家在荣城家大业大 但那又如何 严守一站起身来 字字康腔有力 我严家传承数千年 岂会不如一个小小的白家 鲁班传人 有鲁班传人的傲气 从始至终 严守一也只是将白家 当作是自己个人的敌人 而不是严家的敌人 因为小小白家 在严家面前 根本不值得一提 严守一将胯包取下来 放在茶桌上 伸手从里头 拿出了一件又一件宝贝 这个 名为马超龙雀 俗名马踏飞燕 汉代出土的质宝 另一件收藏在 雍良省的省博物馆 这个 乃是月王沟剑剑 传承千年而不服 湖北博物馆那柄 不过是仿制的 这才是真身 这个 传说中的凤凰胆 又名木沉珠 乃是地之精华 全天下就此一颗 只在我鲁班传人手中 小小的胯包里 却一口气 拿出了十几件宝贝 随便一件拿出去 都是震惊世界的存在 随便一件 都可以拍出 数十亿的天价 可这些宝贝 在严守一的手中 就如同毫无价值的垃圾 他将这些宝贝堆积成山 放在林若府的面前 在灯光之下 宝贝们散发着各色的光芒 可想而知 现场的冲击力 有多么强大 就连见惯了大世面的林若府 此时也忍不住感觉口干舌燥 这是被震惊到 哑口无言后 才会有的感觉 掏光了宝贝 严守一冷笑道 这些宝贝 不过是我们鲁班宝藏的 冰山一角 九牛一毛 严家的底蕴 林叔叔 您根本无法想象 这些 只是我前来提亲给的 小小见面里罢了 如果只是因为小小的白嫁 您就不让子彤嫁给我 那这道理 说不通 我也不认 不会服 今日我说什么都要与子彤在一起 就算是林叔叔您 也拦不住 性格一向温文尔雅的严守一 头一回将自己的傲气展现出来 虽然爷爷一直教育他要低调 但如果连自己喜欢的女孩都保护不了 低调了又有什么意义 林子彤 我严守一曲定你了 原始天尊来了都拦不住 我说的 从小严守一 就不太喜欢竞争 他不争不强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这一回 他绝对不允许 自己心爱的女孩 被人给抢走 林子彤看着严守一 那坚决的侧脸 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偶尔 林子彤也会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的爱 是否能有回报 虽然说爱 本身就是不计回报的 可林子彤 还是忍不住会期待 而如今他知道了 自己的爱 一直被严守一所珍藏着 他一直很在乎我 只是从没有 在嘴上提过而已 爸 林子彤忽然也站了起来 紧紧地抱着严守一的手臂 我只愿意嫁给严守一 您要是强迫我们 您就当没我这个女儿 我和严守一远走高飞 林若甫望着严守一和林子彤 有些出神 似乎是想到了 有关于自己的一些回忆 这对年轻人 多像过去的他和他的妻子 尤其是在林子彤的身上 林若甫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王妻 他望得出神 眼里没有那些宝贝 只有自己的女儿 许久 他回过神来 我只是 只是建议 还没有完全做决定 你们不要这么激动 林若甫捂着头说道 守一 先把宝贝都收起来 这些可都是古董至宝 这么堆着像什么话 万一弄坏了怎么办 严守一摇了摇头 这些宝贝既然拿出来了 就都归林叔叔您了 您想要更多 也可以 但我必须要带臭丫头走 瞧你说的 林叔叔 我像是那种 见钱眼开 卖女求容的人吗 林若甫怒道 严守一反应过来 眼前的人再怎么说 也是自己的岳父 之前说话的态度 的确有点嚣张了 于是 严守一收了宝贝 有点尴尬地回到位置上 但不知道为何 他和林子彤的底气 都比之前要足许多 林子彤也没有再低着头了 反而是昂着脑袋 见到这一幕 林若甫不由地摇头叹气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这还没嫁出去了 就跟老公一起欺负老爹了 林若甫无奈道 守一 你们严家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 我父亲与你爷爷 我与你父亲 都有莫大的交情 倘若没有难言之隐 我又怎么会忍心 拆散你和子彤呢 难言之隐 严守一不解道 林家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可以出手帮忙解决 这世界上除了生死 99%的困难 鲁班传人都有办法解决 所以严守一不是在吹牛 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林若甫欲言又止 爸 咱家有什么困难 您就直说 大傻子要是都处理不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人能帮咱们了 林子彤也催促道 最终 林若甫还是说了出来 子彤的婚事 是关他的生死 若非如此 我也不会强行插手 你们之间的感情 但若是 他不嫁给白玉盛 连性命都不保 又何谈什么爱情 此言一出 严守一和林子彤都呆住了 什么时候 林子彤也有生命危险了 其实严守一 也想替林子彤算命 但他天生子彤 乃是子威之命 和严守一 一个是大凶 一个是大吉 他的命 严守一根本算不了 林子彤目光 有些呆滞地问 爸 是谁说我性命不保的 还能有谁 林若福道 当然是你师父 驴静生说的 严守一不由地严肃起来 虽然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驴静生的好坏 但他应该不会乱说 倘若林子彤 真的只有这一条生路 严守一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林若福无奈道 我见过白玉盛 那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旅掌门都这么说了 我又有什么办法 为了自己女儿的性命 只能做出那样的决定 子彤 你也不要怪吧 我这个当爸的 如果连自己女儿的性命 都保护不了 又有什么资格谈其他 林子彤此时才感觉到愧疚 爸 您要是早点说出真相 我也不至于和您闹 我说了 你信我吗 林若福苦着脸说道 也就是手艺在这 你俩才能把我说的话听进去 严守一摸着下巴 思考起来 他自己是肯定没办法 给林子彤算命了 或许等他老爸出狱以后 能有办法 而且明日就是 他与白家决战的时候 林子彤的事儿 恐怕得从长计议 于是严守一说道 林叔说 您知道我是什么人 倘若子彤有危险 我绝对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他的 所以 在我没有尽全力之前 请您不要将子彤的婚事给定了 林若福咬牙道 倘若你真的有办法 就算是毁婚 得罪白家 我也绝对不会有半点犹豫 自打子彤的母亲去世以后 他就是我的一切 我怎么会让子彤受苦 林子彤闻言 忍不住又红了眼 爸 女儿 爸没什么可给你的 你母亲又走得早 现在只要你开心快乐 爸怎么样都愿意 父女俩聊到煽情之处 就连林若福这个经历过 不知多少风雨的中年男子 也不由得落泪 林子彤更是没能忍住 逗大的泪珠落个不停 抱着林若福一个劲儿的道歉 林叔说 子彤 你们在等等我 严守一安慰道 我一定会找到替子彤改命的办法 守一 我们相信你 林若福擦了擦眼泪 说道 把子彤交给你 我一万个放心 但为了子彤的性命安全 我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找到保全子彤性命的办法 倘若你无能为力 就算是棒打鸳鸯 我也一定要把子彤嫁给白玉胜 刚刚还觉得亏欠的林子彤 瞬间又来了脾气 爸 我死也不会 嫁给白玉胜 臭丫头 严守一出声 打断了林子彤 她上前抚摸着林子彤的脸 轻声说道 叔叔只是不需要你出事 我能够理解 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我 你相信我吗 林子彤心不甘情不愿 但还是答应道 我相信你 那就等我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严守一自信道 林子彤也擦干了眼泪 点头道 嗯 我跟你一起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驴山派的传人 我明天就去问师父 他肯定知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明日 倘若林子彤要去找驴静声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正巧他去找驴静声的功夫 自己把白家给收拾了 严守一突然将林子彤拥入怀中 在他的耳边温声说道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林子彤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打乱了阵脚 不由地红着脸小声说道 我 我爸还在边上呢 不怕 叔叔会支持我们的 林若福在一旁 果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尽管他的笑容有点勉强 却也十分真心实意了 说服了林若福以后 严守一和林子彤的心里 都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尤其是林若福 得到了严守一的保证 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心情大好的林若福 还想留严守一过夜 但严守一想到 明日还有决战之事 便找借口婉拒了 林若福见严守一如此有自觉性 更是放心将女儿交给他了 于是他让林子彤 去送送严守一 二人走出茶室 远远地看着夜城福还在 就送到这儿吧 严守一说道 你今晚也早点休息 明天不是还要去找旅掌门吗 林子彤忧愿地望着严守一 我爸都邀请了 你怎么就不能留一个晚上呢 这么着急走 难不成是另外约了人 严守一哭笑不得 开什么玩笑 林子彤凑近了严守一的脸 双眼紧紧地盯着严守一的眼睛 他很轻易地就看出 严守一在说谎了 但他却只是一撅嘴 道 不论什么事 你都可以骗我 唯独不能骗我的感情 我等了你那么久 要是你负了我 我就一无所有了 不会的 严守一认真地说道 我只是有要紧的事要办 哼 你一天到晚也不知道都忙些什么 林子彤说完便笑了起来 伸出手为严守一整理衣服 好了 你不用管我 关于我自己的生死 我也不会坐以待毙 明天我就去问师父 你专心忙自己的事就好了 林子彤虽然偶尔有些小女人的脾气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他一向很理智 严守一和他在一块 最感觉不到的就是压力 于是 严守一点点头 犹豫了一下 将嘴凑了上去 林子彤亲了他好几次 这回严守一想主动一点 但奈何他没有经验 不知该亲哪儿比较合适 看着他别扭地撅着嘴的模样 林子彤不禁笑起来 而后双手抱着严守一的脑袋 压着他的头朝自己脸上点了一下 严守一满脸通红地说道 对不起 我没试过 以后我多练练 下次一定表现好 你 林子彤怒道 你要和谁练习 啊 这 严守一张红了脸 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林子彤就喜欢看到严守一 这副窘迫的模样 仿佛欺负严守一 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好了 你去吧 他笑着挥挥手 严守一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点点头 二人告别 严守一走下阶梯 坐上夜城福的车 叶城福上车便迫不及待地问 婚事谈得如何 八九不离时 严守一笑着答道 真好啊 叶城福感慨道 老夫我也是看着小姐一点点长大的 现在他能有手艺你这样的归宿 老夫也就放心了 车子远路驶回 不知是不是因为心情的缘故 严守一感觉 回去的路要比来时都宽阔许多 眨眼的功夫就回到了上行一笑 叶城福道 守一 这上行一笑虽然风景不错 但在这里工作终归不是长久之计 和小姐成婚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严守一道 这儿不过是暂时的落脚点 或许下个月我就会离开了 但之后的打算我也没有想好 叶城福点点头 没再说其他了 告别了叶城福 严守一慢悠悠地走回宿舍 宿舍里 龙飞城正抱着纸扎的RPG 睡得雷打不动 严守一亲手亲脚地洗漱完 坐在床上开启了小台灯 他拿出了算命所用的罗盘 给自己算了一挂 事实上 严守一也没办法完全算出自己的命 但简单地测个急修 还是可以的 然而 这一次算命的结果 却与之前全然不同 那罗盘之上 刻着修 生 伤 度 警 惊 死 开八门 而严守一所算出来的结果 赫然指向渡门 渡门 指的是隐身藏行 躲灾避难 算出这一挂的结果 也是让严守一知道趋利避害 不要掺和其他的事 看到这样的结果 严守一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许久 他才将罗盘收好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等到黎明时分 才沉沉地睡下 第二天 严哥 你瞧瞧我这身行头 帅不帅气 拉不拉方 还有我这RPG 虽然还没有用过 但效果肯定是刚刚的 回头大boss交给你们 小鬼就交给我 我拿着冲锋枪 把他们全都吐吐了 要说这阿公 也真是知道什么叫做 与时俱进 早年间的扎纸人 能扎头码出来赶路 就不错了 结果阿公这货 居然给龙飞城 扎了一大堆热武器 什么RPG了 什么冲锋枪了 甚至有纸扎的手榴弹 龙飞城拿了阿公 扎出来的装备 全副武装 就差个牙齿没武装到了 尤其是这家伙 还连夜跑了好几处 丧葬一条街 最后不知道从哪 逃到了一件 破破烂烂的盗袍 于是乎 打从早上醒来 龙飞城就身穿盗袍 手持冲锋枪 背着一把RPG 腰间挂着一大堆手榴弹 整个一赛博朋克道士的模样 不过别的不说 就龙飞城逃到的这件盗袍 还真不太简单 盗袍是黄色的 背面印着八卦图 此乃正宗毛山道士的盗袍 不是假货 这件盗袍 天然对鬼魂就有着压制力 普通的小鬼碰到这件盗袍 恐怕自己会被烫得嗷嗷直叫 也不知龙飞城 是怎么弄到这件盗袍的 龙飞城站在镜子前 比划了一阵 回过头见盐手衣 还有点猛 不由地问 盐哥 你怎么一副没休息好的模样 昨儿个你几点回来的呀 是不是没休息好 盐手一摆了摆手 走到阳台用凉水冲了一下脸 这才精神了一些 他说道 你快些收拾好东西 我们去老金那儿 和大家会合 好嘞 两人收拾了东西 带上所有家伙事 大包小包地走出了上行一笑 而与此同时 林子彤也早早地醒了过来 他经过焚香祷告 沐浴更衣后 最终换上了驴山派的盗袍 在叶成福的护送之下 来到了三方七象的文如芳 驴山派的山门外 驴山派的小道童 自然认识 这位掌门的清传女弟子 于是 他畅通无阻地走了进去 平日里门派力也算热闹 今日怎么如此安静 林子彤疑惑地问 小道童答道 师姐 门中不少弟子 都被大长老带出去历练了 原来如此 林子彤又问 掌门师父呢 是不是在藏书阁看书 掌门已经闭关多日了 在后院的墨竹林 闭关 林子彤愣了愣 那我岂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然而小道童却答道 掌门门闭关前特意吩咐 若是师姐您来找他 就让您在墨竹林外等候 等到日落西山 掌门自会出关 林子彤眉头一皱 难道师父早就料到 我会在今天来找他 难不成关于我的事 还有其他的秘密 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林子彤来到墨竹林外 墨竹林乃是 驴镜生的闭关之所 为了隔绝世俗之气 外人不得入内 甚至连手机在这里 都没有信号 林子彤只能坐在 墨竹林外的茶厅里头 一个人无聊地泡着茶 研究研究 驴山派的古籍 就这样消磨着时间 老金的药园外 阿公正坐在一处树荫底下 默默地扎着纸人 他的身边 模样酷似柳家人的纸人 靠在树旁 仿佛陪伴着恋人一般 阿公 这时 老金骑着他的破摩托车 带着严守医和龙飞城 突突突地来到了药园子外 阿公见到严守医 立刻起身打招呼 严守医连忙让阿公坐回去 老金见到这一幕 眼中流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他看得出来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之所以能够聚在一起 完全都是因为严守医 严守医有一股莫名的魅力 让人对他服气 否则纵观古今 鲁班传人 扎纸传人 古一传人 还有猪妖 鬼王世家 大家谁也不服谁 怎么可能凑在一块 严守医让大家都服气了 而且还心甘情愿地在一起 若是过去 大家都能这样团结 现在的世道也不至于这样 传统和民俗 本应该更有一展拳脚的空间才是 严守医注意到 阿公还在扎纸 不由地问 你还没有完工吗 这是最后一个了 阿公答道 龙飞城蹲下去 打量着阿公的作品 忍不住问 阿公 你以前的杂纸 不都是用竹条编骨架的吗 这一次 怎么好像手艺不一样了 阿公文言 捡起了地上的杂纸 说道 这次 我们去平安大厦 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所以我研究了一种折纸办法 让我所有的杂纸作品 可以更方便地携带 说着 阿公将手里的杂纸扔在地上 那薄薄的纸片触底以后 竟然好似装了弹簧似的弹开了 瞬间变成了一只立体的大灰狼 而且模样还栩栩如生 卧槽 龙飞城震惊道 奈何本人没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呀 阿公 你这手艺太厉害了 严手一笑道 要不你别跟我学了 拜阿公为师好了 阿公摇头道 我们有五臂三缺 小龙还是不要学为好 说得也对 有你们这些大腿在 我还学什么呀 龙飞城乐何道 等这次收拾了白家的那群混蛋 我就是你们的代理人 到时候 咱们组建一个团队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赚得盆满钵满 在场都不是贪财之人 所以大家对龙飞城的宏图愿景 没什么感觉 老金无视了龙飞城的话 对严手一说道 现在所有柳家人的魂魄都恢复了 以他们的碎手和道横 就上次你说的 那什么藤甲英兵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阿公也说道 一会儿 他们全部寄身在指人之上 我们将他们一口气送进平安大厦 没事的时候 他们可以借用指人的身体移动 一旦发生战斗 指人也是他们的一道铠甲 可保他们安全 老金和阿公是真正的卧龙和凤厨 这回可是帮了严手一一个大忙了 这时 药园子里的药草一阵晃动 一只小香猪从药园子冲了出来 到了严手一跟前 他骄傲地说道 大哥 多亏了老金 我这眼睛不仅恢复了 道横还更上一层楼 这只小香猪正是猪山造 说起这事老金就来气 他一把揪住猪山造的尾巴 将它提了起来 他骂的 小妍 你这只宠物猪这些日子 可没少偷吃我的灵草灵药 你瞅瞅它都胖了好几圈了 这损失 你可得赔啊 严手一哭笑不得 赶紧让老金放了猪山造 并且许诺一定会赔偿老金的损失 环顾四周 如今大军到齐 也是时候出发去平安大厦了 老金问道 你不是说 驴山派也会派人帮忙吗 他们人呢 我与他们约定在平安大厦会合 那还等什么 事不宜迟 咱们早点过去 趁早埋伏好 别等到白家人开始严防死守了 那可就没机会了 好 那大家这就出发 为了这次大战 严手一提前联系了柳明志 让他派一些车过来 大家乘坐着柳家的车 带着所有的指人和家伙事 在中午时分便来到平安大厦外 此时是正午 就算白家人要庆生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所以 平安大厦外 还是如往常一样 寂静无声 就连路过的行人 也是一声不吭 神色匆匆 严手一让大家先在车上等着 自己下了车 静止走进了平安大厦的地下停车场 上头就是著名的闹鬼地 这地下停车场 显然也不安宁 严手一往自己身上 贴了一张隐身符 然后凭住呼吸 走到了停车场的深处 这儿有一间大门紧闭的小仓库 来到仓库门前 严手一敲了几下门 门那头很快有了回应 卷帘门被打开 几个小道士打亮着严手一 你是严手一 是我 快快请进 走进仓库 严手一注意到 这些清一色穿着道袍的驴衫道士 为首之人正是驴精 驴精穿着道袍 戴着红色的帽子 手里握着一柄宝剑 他只是坐在那儿 就显得不怒自威 神鬼都要让他三分 除了驴精以外 严手一竟还看到了两张熟悉的面孔 黄海和周玉泉 你们二人怎么会在这里 严手一问 黄海答道 大长老让我们前来历练 拿平安大厦历练 严手一愣了愣 随后明白了 驴精不敢太过声张 要讨伐平安大厦的事 所以 只能用历练当借口 忽悠一些弟子过来帮忙 严手一不由地捏了把汗 这驴精的胆子可真大 就不怕弟子们不上心 把小命交代在这儿 驴长老 情况如何了 严手一走到驴精的身边 小声问道 驴精抬起头 淡淡地说道 停车场里抓了不少小鬼 这里是我们临时的落脚点 你可以把你的人也带进来 等到白家人来了 咱们再趁他们放松警惕之时 杀上顶层 直捣黄龙 这个计划不错 但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你有什么计谋 严手一咳嗽两声 道 计谋算不上 就是一点小聪明 既然白家今晚要对李家下手 那么庆生助寿后 他们必然要出门行动 到时候咱们略施小记 将他们的精锐困在大厦内 然后再趁着顶层的老鬼白石洗 身边无人时 杀他的措手不及 解决了白石洗 再回头收拾那些白家精锐 此记甚妙 就按照你说的做 驴精耿直道 驴精的性格就是这么直来直去 这也是为什么 严手一更相信驴精的原因 不过在这种时候 耿直可是会出大事的 所以严手一才提了意见 驴精又道 那你小子说 如今我们该做什么 不用做什么 我让大家都进来休息 养精蓄锐就好 至于困住白家精锐的阵法 我去搞定就可以了 你一个人进大厦 多少有些危险 要不要我亲自保护你 驴精问 严手一摇摇头 不用 我自己也有伙伴 您老是张王牌 必须养好状态 行 全听你的 驴精也没意见 驴山派的那些弟子们 见一项暴脾气的大长老 居然会如此听 严手一这个黄毛小子的话 不由得对严手一生出好奇心 他们围着黄海和周玉泉 小声地打听严手一的身份 面对师弟们的问题 黄海只是淡淡一笑 说道 上回西湖断流的事情知道不 就是他搞出来的 听说西湖断流之事 竟然是眼前这位年轻人 搞出来的驴山派的弟子们 纷纷对严手一露出敬佩之色 还有不少弟子 前来与严手一打招呼 与其中满是钦佩 严手一和大家简单打了招呼 便回去招呼其他人 将带来的人手 全都安排 进了地下车库的小仓库里 与驴金他们会合之后 严手一思考了一阵 为了这次的决战 他来之前 让老金置办了不少家伙事 就是为了利用阵法 相对削弱白家的实力 减少几方的伤亡 而如今还是大白天 白家人尚未抵达 所以严手一打算 趁着这个时候 早点将阵法布置下去 而带谁一起上平安大厦 则是他需要思考的问题 阿公看出严手一在犹豫 便主动请阴道 严哥 我陪你上楼吧 严手一摇了摇头 不行 柳家的指人 还需要你看着呢 朱珊造笑道 那俺老朱陪你上去 你身上妖气重 万一被白家人觉察出来 咱们的计划就败露了 老金左看看右看看 不由得道 你该不会想带我上去吧 我属于后勤医疗人员 其他啥本事都没有啊 严手一哈哈一笑 走到一旁拍了拍 龙飞城的肩膀 龙飞城一愣 严 严哥 做啥子 收拾收拾 跟我上楼布阵 严手一笑道 龙飞城顿时露出为难之色 严哥 我这几天不太方便啊 严手一两眼一瞪 大男人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别告诉我 你也有大姨妈 龙飞城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严手一当然知道 这货在想什么 上回到平安大厦 他被十六层与十七层之间 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鬼 给白嫖了 那次回去以后 龙飞城在床上躺了两三天 身体蓄得不行 要不是老金的要管用 他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所以 刚才听到严手一要带人提前上楼布阵 龙飞城就默默地找了个角落躲了起来 就是不想跟着严手一上楼 再见到那只衣柜里的女鬼啊 知道缘由的老金 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 小龙啊 怎么说你和那女鬼也是有感情的 正所谓一日夫妻日恩 这么多天不见 你也不想着去看看人家 真是个负心汉啊 龙飞城仗红了脸怒道 我和他顶多只有一日 可不是什么夫妻 你这是拔掉无情 渣男行为 我呸 驴山派的弟子又悄悄问黄海与周玉全 这龙飞城是什么身份 两人对龙飞城了解不深 只能说道 他好像是严先生的同门师兄弟 不过听他们的话 好像龙飞城把平安大厦里的女鬼 那啥啥了 那啥啥了 驴山弟子们愣了愣 随后露出了比对严手一更加敬佩的眼神 牛人啊 这个时代 还敢当宁采臣完人 鬼情未了 真可谓是 只要胆子大 真子放产架 见龙飞城依旧抗拒 严守依止能安慰到 小龙 咱们对平安大厦里的环境 还不够熟悉 需要引路人 你和那女鬼既然有关系 不如就上去说服她 让她给咱们带带路 你和那三十四层的进鬼 不是也认识吗 让她带路不就得了 龙飞城郁闷道 那只进鬼鬼迹太多 我未必相信她 你那老乡好就不同了 总不至于害咱们吧 你 我 龙飞城犹豫了半天 最终叹了口气 答应下来 那只白嫖过自己的父亲女鬼 龙飞城着实是有点不愿意面对 但为了大家的安全 为了大局着想 她还是同意了 于是 二人收拾好东西 走出了小仓库 从车库乘坐电梯上楼 走进电梯 龙飞城也接受了现实 为了分散注意力 让自己的心情不那么难受 她问道 颜哥 嫂子这次怎么没来 我没告诉她今晚的事 啊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告诉嫂子呢 嫂子倒横也不浅 她来了 还能帮咱们呢 颜首一叹了口气 说道 我尽量不想让她与白嫁人接触 嫂子和白嫁的人 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解释起来太麻烦 事后再慢慢告诉你吧 对龙飞城 颜首一没什么可以瞒的 其实恰恰是龙飞城 颜首一反而愿意分享自己的烦恼 因为她的朋友之中 只有龙飞城最开朗乐观 粗神经 有时候这样的龙飞城 经常能给颜首一带来很多启发 颜首一也是真心把龙飞城 当做好兄弟好哥们的 正在两人刚刚停下闲聊的时候 电梯忽然缓慢地停下来了 两人抬头一看 电梯停在了第二层 龙飞城心里一紧 忍不住端起了指扎的冲锋枪 对着门的位置 有没有搞错 上回到十几层的时候才撞鬼 现在才到第二层 就不得安宁了 颜首一也防备起来 此时发生任何的意外 都会影响到今晚的计划 稍微有一个环节出错 就有可能闹出人命 二人盯着电梯门 看着门缓缓打开 随即便见到了一位女生 看清楚这名女生的长相 二人都忍不住松了口气 怎么是你啊 颜首一无奈地对罗宁说道 站在电梯外的人正是罗宁 罗宁打了个哈欠 我提前过来布置布置 怎么说 这也是我曾经的老巢 说着 罗宁走了进来 看到龙飞城用纸扎的枪对着自己 他忍不住扑斥一笑 伸手就把枪管子给掰弯了 龙飞城 你过家家呢 龙飞城大怒道 你别动 我这宝贝都给你弄坏了 这有什么 大不了姐姐回头也给你折一个 罗宁根本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颜首一责怪地说道 这是阿公给小龙做的 不是普通的折纸 这样 那确实有点对不起了 罗宁愧就道 要不我陪你几只僵尸 我能拿得出手的 只有这个了 龙飞城打了个寒战 他早就觉得罗宁不正常 现在发现他哪里是不正常 简直是变态啊 张口闭口就是僵尸 谁遭得住啊 你就别逗他了 颜首一按下了电梯关门键 又想起罗宁和他的师父钟祺 曾经就躲在平安大厦里练尸 感情罗宁才是这儿的地主婆呀 龙飞城也反应过来 急忙问道 颜哥 现在有罗宁在这儿 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那可更不行了 颜首一一口拒绝 龙飞城一阵绝望 为什么呀 要是让臭丫头 知道我和罗宁单独待在一块 那还了得 所以 你必须全程跟着我们 给我作证 证明我的清白 不带这么玩的 龙飞城哭了 自己单身也就算了 还要眼睁睁地 看着颜首一把妹 现在都流行把狗 待在身边宰了吗 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三人乘坐着电梯 直直上到十六层 或许是因为 这不是第一次来平安大厦了 颜首一的心态 不如之前那样紧张 34层的进轨 都对当时的颜首一 造成不了威胁 在34层以下的 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幸运的是 这一路 大家也没遇到什么意外 电梯停在十六层 发出了清脆的钉蹄声音 随后 电梯门便缓缓打开了 依旧是那长长的走廊 忽明忽暗的电梯 镜头是那红色的大衣柜 龙飞城只是探出脑袋 看了一眼 便缩了回来 颜首一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到 一日敷七百日恩 打住 龙飞城连忙摇头 我的心是采薇的 谁都抢不走 你确定 你要在这里说这种话 罗宁眼嘴笑道 你不怕那女鬼听了吃醋 把你抓进衣柜里 把你吸光了阳气 龙飞城一听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他生怕自己 在被红色衣柜里的女鬼 给抓走了 所以连忙冲着那衣柜喊道 女鬼姐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的心永远是你的 我永生永世 永远只爱你一个人 罗宁忍不住低声骂道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果然不能信你们男人说的话 颜首一哭笑不得 所以 你到底要小龙说什么才满意 让龙飞城哄女鬼的是你 哄完了骂男人的也是你 男人好累 小龙好累啊 鬼姐姐 你还在吗 你别生我的气了 我这不是又来看你了吗 见衣柜迟迟没有动静 龙飞城生怕是女鬼生气了 赶紧使出全部功力来哄 这么久没见你 我也是心如刀绞 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就想你啊 我也不是故意不来看你的 这不是上次用力过猛 回去养身体去了吗 只有养好了身体 才能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说到底 我这都是为了你啊 不管龙飞城怎么喊 怎么哄 那诡异的衣柜 愣是没有动静 这可把龙飞城吓坏了 不动的衣柜 比动弹的衣柜 更吓人啊 鬼姐姐 鬼姐姐 严守一忽然按住了龙飞城的肩膀 低声说道 你别叫了 怎么了 鬼姐姐真生气了 龙飞城惊恐地问 那女鬼 好像不在衣柜里 严守一说完 便走出电梯 静止走向走廊尽头的衣柜 罗宁还担心 严守一就这么走出去 会有意外 可看她已经走出去好几米远了 再劝 似乎也来不及了 于是 她也跟了出去 龙飞城愣了愣 两条大腿都走了 她哪敢一个人在电梯里待着 你们慢点啊 等等我 于是她也这急忙慌地跟了出去 三人来到衣柜前 严守一皱着眉头盯着衣柜打亮了一番 柜门紧锁仿佛随时会钻出来一只披头散发的女鬼似的 罗宁吸了吸鼻子 道 你们确定上次在这衣柜里撞鬼了 那还能有假 这衣柜里要是没鬼 上回我的阳气是谁吸的 龙飞城忧怨地说道 可这衣柜现在一点鬼气都没有 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衣柜而已 罗宁不解地说道 支呀 二人还在讨论 严守一已经上手 支呀一声将柜门给打开了 上回他们看到衣柜里 只有漆黑一片 像个无底的深渊 但是这一回 衣柜里就是一面木板 是最普通不过的衣柜 就在严守一纳闷之时 龙飞城突然发出一声鬼叫 卧槽 干什么 一惊一乍的 罗宁责怪道 你们看 龙飞城指着衣柜的下方 严守一低头看去 只见衣柜底部有一具腐烂的女尸 蜷缩在衣柜的角落 她的血肉几乎已经没剩下了 骨头稍微一碰也要散架 身上所穿的红裙破烂不堪 被老鼠啃出了不少窟窿 女鬼不见了 衣柜里只剩一具女尸 严守一沉声说道 这具女尸 应该就是之前衣柜里的女鬼的尸体 龙飞城咽了口唾沫 上回我该不会是和这具女尸 那倒不至于 衣柜里的是女鬼 又不是僵尸 罗宁的解释 让龙飞城松了口气 鬼毕竟是飘渺的 而这具尸体却是实打实的 龙飞城打心里 接受不了自己之前的设想 严守一蹲了下来 一边研究女尸 一边说道 尸体还在这儿 女鬼却不见了 衣柜上也没残留什么鬼气 恐怕 小龙 有人在我们来之前 把你的老乡好 给打得魂飞破散了 龙飞城嘴角抽了抽 严哥 别一口一个老乡好 我和他顶多算泡友 但想到严守一说 女鬼被打得魂飞破散了 出于男人的本能 龙飞城感觉有些生气 谁下手这么狠 这只女鬼有什么错 她只不过是一名 需要安慰的师族女鬼而已 你就别平了 严守一美好气地 瞪了龙飞城一眼 这货真是拔掉无情 好歹和那女鬼 还有过雨水之欢呢 龙飞城咳嗽两声 严哥 我是真生气 现在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说不定是白家的人 为了给白石洗住寿 提前清场 严守一推测道 总之 龙飞城的老相好 已经凉透了 平安大厦里的领路人 就少了一个 严守一问 罗宁 你先前在底下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罗宁摇摇头 一二层的鬼都还在 我觉得 就算白家要清场 也不会清底层的鬼 为什么 底层的鬼虽然没本事 但足够吓人呀 有他们在 就没普通人 赶到平安大厦 来打搅白石洗的清静了 倒是中层的鬼 如果把他们全都杀了 即便对白石洗而言 也是巨大的滋润 听了罗宁的分析 严守一越发觉得 这事是白家的人干的 要想确定这个推测 就只有去找另一个老熟人 位于34层的近鬼 近鬼也算是平安大厦的中高层了 而且被严守一打拂过 他应该知道 平安大厦里出了什么事 于是严守一让大家回到电梯 准备再上去看看 临走之前 龙飞城望着衣柜里的女尸 心里五味沉杂 他想了想 对女尸拜了三拜 说道 虽然我是被强迫的 但咱俩毕竟好过 等我帮严哥打赢了今晚的仗 就回来帮你收尸 见到这一幕 罗宁撇了撇嘴 还算龙飞城有点良心 小龙只是看起来不正经 他心里可兜门清 最重感情的 严守一笑道 那你呢 罗宁挟视了严守一眼 某人为了林子彤 口口声声和我划清界线 结果在古岭上 可是来者不拒啊 严守一一愣 你这话什么意思 哼 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严守一回忆了一下 自己在古岭上 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等等 柳一人好像无意间 和自己睡了一晚上 虽然当时严守一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事实就是 柳一人躺在他的身边 睡了一晚 他顿时面色一变 你跟踪我 你说话可得讲证据啊 当时我在监视中期校长呢 哪有空监视你啊 罗宁笑道 严守一可不会相信罗宁的话 就算当时罗宁没亲自监视 也必然派了僵尸跟着自己 可恶 自己居然没发现 严守一生气地说道 你练尸也不容易 以后别瞎派 那玩意儿跟踪我 否则我烧了你的僵尸 你再养一只 可要花好多年时间 哦 罗宁显然不服气 杨庄把严守一的话 听进耳朵里了 龙飞城对着女士留言完 并回到了电梯里 严守一和罗宁 也默契地不谈之前的话题 而是按下了34层的电梯按钮 叮 电梯停在了34层 严守一带头 大步走了出去 毕竟 这可是他刷过的副本 用轻车熟路来形容 也不为过 罗宁稍微有点戒备 龙飞城则怂怂地 跟在两人的后头 上回龙飞城 只不于16层 在网上的事 可就全听严守一口述了 他自己根本没经历过 所以对于那只 能够隐藏在镜子世界里的女鬼 龙飞城心里 还是有些害怕 刚刚走出电梯 罗宁又嗅了嗅 道 这儿的鬼气 也所剩无几 你说的那个镜鬼 恐怕凶多吉少了 哎 找找看吧 若是找不到他 咱们就尽快不振走人 严守一 微微叹气 如今的平安大厦 和他料想中的 有点不太一样 这种不确定 不了解的感觉 让他的心里不太舒服 根据严守一的记忆 镜鬼应该会出现在 女厕所的镜子里 于是他带着二人 往女厕所走 龙飞城看到严守一 走进女厕所 不由地说道 我哪都去过 唯独没进过女厕所 今儿个倒要看看 这女厕所里头长啥样 罗宁白眼道 和你们男厕所 没什么区别 只是没有小便吃 龙飞城一愣 照你这么说 你进过男厕所 我从电视上 看到的不行吗 严守一打断道 你俩别吵吵了 快进来看看 龙飞城来了精神 有好东西 三人走进女厕所一看 那连接着镜子世界 与现实世界的通道 镜子 此时已经尽数被打碎 严守一失望道 看样子 镜鬼也没能幸免 那咱们就尽快回去吧 罗宁提议道 好 严守一没多犹豫 就算找不到镜鬼 布阵的事 也不能落下 两人刚转身走出女厕所 龙飞城忽然听到 厕所的隔间里有动静 他也没想太多 走过去便推开了隔间门 然而隔间里看到的一幕 却让龙飞城忍不住尖叫起来 握了个槽 不好 小龙又出什么幺蛾子事了 已经走出厕所的严守一 不由的面色一变 立刻往回跑 只见龙飞城瘫倒在地上 惊恐地看着厕所隔间 严守一赶紧跑上前 往隔间里一瞧 却见那隔间里头 挂着一面小小的镜子 而从那镜子里头 竟能看到他和龙飞城的身边 站着不少青面獠牙的鬼 严守一瞬间意识到 镜子世界依旧存在 而且 那个世界里收容了不少之前 他没见过的鬼 罗宁赶到后 立刻问道 要不要我打碎镜子 别 严守一赶紧阻止 他说道 让我和他们沟通沟通 那一小面镜子里头 鬼魂就徘徊在众人的身边 不过看他们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什么 要攻击他们的意思 乍眼 倒是没见到之前 所熟悉的近鬼 严守一走到镜子前 轻轻地敲了敲镜子 而后问道 近鬼在吗 我是鲁班传人严守一 咱们见过面点 镜子里的鬼魂们 一阵交流 随后一只小鬼 屁颠屁颠地跑走了 没一会儿 小鬼跑回来 怪声道 让他进来 旋即严守一 便感觉到一股拉扯力 将他吸入镜中 龙飞城和罗宁 还没回过神来 严守一就出现在镜子里头 进入镜子世界的严守一 周围全都是 长得奇形怪状的 各种鬼魂 但他并不惊慌 而是适应了一下 镜子世界的身体 对着镜子外喊道 你们不用担心我 在原地稍等片刻 龙飞城不放心道 颜哥 兄弟我就在外头守着 要是有事儿 你就摔背为号 我们进来救你 罗宁不屑一笑 救你 看到鬼就吓得腿软 严守一可用不着你救 龙飞城不服道 我刚才只是一时没拿捏住 是吗 那你现在站起来走两步 我累了 坐在地上休息休息不行吗 镜子里的严守一 无奈地摇摇头 自己还真指望不了 龙飞城救命 罗宁勉勉强强靠得住 但也不是完全靠得住 他站起身来 对众鬼问道 镜鬼何在 我找他有事 众鬼大眼瞪小眼 没一个吭声的 鬼魂的设定 其实很复杂 他们兴许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但也必然会有一些缺失 例如 这里许多鬼魂不会说话 又或者干脆就是傻的 还是那只通风报信的小鬼喊道 镜鬼有吩咐 我带你去见他 小鬼走起路来 蹦蹦跳跳 不像是小孩 更像是一个小妖怪 严守一跟着小鬼 走到了一间房间外 小鬼示意他 可以进去了 他这才推门而入 只见房间内残破不堪 点着几根白蜡烛 镜鬼就躺在蜡烛旁边 看模样 竟是奄奄一息 激进魂飞魄散了 严守一眉头一皱 问道 你这是怎么回事 镜鬼无力地说道 时日无多了 严守一上前检查一番 只能摇头叹气 如果老金在这儿 或许还有办法 但只是他的话 也帮不了这只镜鬼 他的魂魄伤得太严重了 就算现在一个活人 给他享用 也无力回天 发生什么事了 镜鬼虚弱道 顶层的那只老鬼过寿 便派人 把我们这些 住在这儿的小鬼 全抓了当祭品 我本不知此事 是下层的小鬼们 逃窜上来避难 才得以知晓 危急时刻 大家都不计前嫌 我开放了镜子世界 让大家进来避难 自己被老鬼的手下给打伤 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镜鬼所说的 与罗宁推测的大致一致 白石席果然要把 平安大厦里的鬼当祭品 给自己祝寿 原来平安大厦 从一开始 就不是什么鬼楼 而是白石席的猪圈 只不过圈养的不是猪 而是这些鬼怪 严守一又问 白石席为什么早不对你们动手 偏偏选在今年 镜鬼咬牙切齿 我也是听说 听说白石席即将修成鬼王 需要大量的鬼魂精魄 此言一出 严守一不由的脸色一变 白石席也要成鬼王了 若让这家伙得逞 自己今日带来的这些人 恐怕即便能杀了他 也会损失惨重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你收留了这么多鬼魂 白石席的计划 不是落了空 镜鬼摇摇头 听说他还派人 在其他的地方抓鬼 应该留有后手 严守一的心 渐渐沉了下来 若白石席真要成鬼王 他必须立刻通知大家 让大家早点做好准备 镜鬼道 我即将魂飞魄散 外头的那些鬼魂 一旦失去庇护 只不定会再度陷入疯狂 你还是早些离开吧 他们也一样痛恨白石席吗 严守一突然问 镜鬼恨恨道 如何不恨 若是恨 我道 有个更好的办法 没等严守一说出他的办法 镜鬼忽然一命呜呼 他的身体瞬间溃散 化作一团团惊破 连轮回都入不了了 看着眼前的一幕 严守一微微叹气 这个镜鬼当初 也算是改邪归正了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赎罪 就魂飞魄散了 他稍稍默哀了一下 便调整好心情 整理好思绪 就在他即将起身离开之时 屋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紧跟着 周围的空间 居然如同玻璃一般碎脸 严守一面色大变 随着镜鬼的死去 镜子世界也要崩溃了 要是不及时逃出镜子世界 他也有可能 跟着镜子世界一块崩溃 化作虚无 碰 众鬼慌乱之际 严守一一脚踹开了房门 从镜鬼的屋子里跑了出来 有些智力低下的鬼魂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正在毫无头绪地抱头鼠窜 混乱之中 性格暴躁的鬼魂 产生了摩擦 顿时打成一团 而有些奸诈的鬼魂 甚至冲着严守一大骂 你小子对镜鬼做了什么 为什么镜子世界开始崩塌了 众鬼顿时安静下来 全都盯着严守一看 镜子世界是他们唯一的安身之所 如今因为严守一的进入 而开始崩溃 他们没有想太多 很快就将矛头指向严守一 面对着这些穷凶极恶的鬼魂们 严守一心里一沉 刚才镜鬼就提醒他了 外头的这些鬼魂们并不团结 一旦镜子世界崩溃 他们就有可能陷入混乱 互相厮杀 而如今 他面对的是更坏的结果 所有的鬼魂都盯上了他 就是他弄死了镜鬼 把他杀了 镜子世界就恢复正常了 有只吊死鬼吐着舌头 指着严守一大喊 严守一眼神一冷 突然间朝那只吊死鬼冲去 吊死鬼吓了一跳 连忙逃跑 但他的退路 却猛地闪过一道雷光 硬生生在地上 劈出了一道裂缝 只要吊死鬼再往前走一步 就会瞬间魂飞魄散 吊死鬼转过身 下一秒就被严守一掐住脖子 提到了半空中 你是第几层的鬼 严守一冷声问 吊死鬼哆哆嗦嗦地答道 第第十二层 哄 一道掌心雷自严守一手心批出 吊死鬼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便瞬间魂飞魄散 如此干脆雷霆又霸道的手段 顿时将在场的重鬼给唬住了 斩杀吊死鬼 除了因为这家伙是个脚屎棍以外 更大的目的是 为了震住眼前这些乌合之众 果不其然 在见识到严守一的手段之后 一时间所有的鬼魂 都与严守一拉开距离 远远地看着他不敢吱声 而镜子事件 还在继续崩溃 解决掉了 那想要诬陷自己的脚屎棍 严守一冷声对重鬼说道 进鬼之前本就奄奄一息 你们心里清楚 他在临终之前 嘱托我带着你们离开镜子世界 有鬼魂小声说道 我不出去 出去就要被抓走吃掉 不出去 你们也是死路一条 严守一道 跟我出去 助我一臂之力 我便将顶层的那只老鬼 白石袭斩杀 到时候整栋平安大厦 就是你们的天下 众鬼们听了 莫名地激动兴奋起来 因为大家都是鬼 没了活人世界的条条框框约束 所以大家活得越来越像野兽 野兽的欲望 无非是强大的力量 吃不完的食物 还有更加庞大的地盘 严守一的话 顿时引爆了重鬼的欲望 他们一个个高震双臂 激动无比 愿意跟着我的 现在就跟我一块出去 出去之后听我命令 谁敢不从 刚才那只吊丝鬼 就是他的下场 重鬼竟无一人有意义 严守一率领着重鬼 从近来时的那面镜子 飞速逃出 龙飞城和罗宁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严守一钻出来 赶忙迎上去 而严守一 却推着二人往外走 闪开点 给腾个垫 话音才落 数十只鬼魂 便从镜子里钻出来 瞬间挤满了小小的女厕所 龙飞城好像被火烧了屁股似的 飞快地逃出女厕所 回头喊道 严哥 你这是捅了鬼窝啊 怎么一下子跑出来这么多鬼 罗宁也是 脸色有些发白 这么多鬼 我可对付不了 别怕 他们都是 我的小弟 严守一 黑黑一笑 小弟 龙飞城和罗宁回头看去 厕所里的鬼魂们 果然老实无比 没有一点混乱 没有丝毫想要杀人的意思 这让平安大厦的老业主 罗宁顿时有些费解 这还是他之前 认识的那些暴躁邻居吗 严守一思考了一阵 从胯包里 拿出了一把小旗子 旗子清一色是黄色黑边的 上头只写着一个令字 罗宁一眼 将之认了出来 这是龙虎山的令鬼旗 死 你怎么有这么多 每一面令鬼旗 都可以收容一只鬼魂 前提是 这只鬼魂 自愿被收容 令鬼旗乃是龙虎山的宝贝 就算是龙虎山的一些内门弟子 都未必拿得出来 而严守一一拿 就是一大把 妥妥的土豪爆发货啊 严守一笑了笑 龙虎山的道士 曾经有求于我爷爷 这些令鬼旗就是酬劳 这些年来一直没用的机会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 他拿着令鬼旗挥了挥 对着重鬼说道 来来来 不要挤不要抢 排好了对镜旗子里 一会儿我将你们安插在大厦各处 只要遇到人 你们就现身动手 明白吗 有鬼魂质疑道 那白石洗怎么办 你们能对付得了白石洗吗 严守一反问 那只鬼魂顿时闭嘴了 白石洗手下的那些杂碎 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拖住他们 白石洗由我来解决 严守一解释道 重鬼顿时明了 立刻排好了队 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令鬼旗当中 这个场景 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罗宁甚至忍不住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一边在旁边配音道 龙虎山的那些老家伙 要是知道 你把令鬼旗这么用 估计得怀疑人生了 寻常的倒是抓鬼 哪个不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而严守一道好 让那些鬼魂们排着队来领令鬼旗 这些鬼魂乖得就像幼儿园里的学生 真要让其他的抓鬼倒是见了 不得气地吐血啊 很快 这些鬼魂们就一一钻进了令鬼旗当中 严守一想了想 将令鬼旗转交给了罗宁 罗宁疑惑道 给我干什么 严守一道 这些鬼魂算是意外之喜 我还得上楼布置阵法 你就负责将他们安插到大厦的楼梯间 防止到时候白家的人从楼梯间溜走 为什么严守一不亲自去做 因为他还得去楼上布阵呢 而龙非诚的胆子那么小 就算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也未必敢一个人去放令鬼旗 所以 这个任务就只能交给罗宁了 罗宁不爽地撇了撇嘴 说道 其实我还想四十四层去看看我舅舅的尸体的 不过应该烧的啥也不剩了 那就帮你这个忙好了 严守一笑道 多谢了 哼 罗宁接过令鬼旗 严守一龙非诚 一起走回电梯 但他没再乘坐电梯了 而是从楼梯间往下走 每隔一层楼 就在角落藏一面令鬼旗 到时候 白家的人发觉不对 电梯走不了 就只能走楼梯间 而时不时就会有一只恶鬼钻出来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一想到到时候白家人的反应 罗宁心里就有些期待 只可惜 到时候他应该也要上顶楼 没机会欣赏白家人的表情了 罗宁忙活的功夫 严守一和龙非诚也没闲着 因为楼内鬼魂全都清空的缘故 他们没有再遇到什么意外 所以他们很顺利地 将事先计划好的阵法 一一步下 三个小时以后 三人都回到了地下车库的小仓库里头 见严守一安然回来 大家都松了口气 驴精问道 没出什么意外吧 意外倒是有 只不过不是坏事 严守一笑了笑 如今一切都准备完毕 只欠东风 白石洗今日过寿 除了白家的晚辈们以外 还有严守一一火人 他们可是给白石洗 准备了一份大礼 亲自送他老人家上西天 黄昏时刻 飞凤山 在这寸土寸金的城市里 飞凤山这一抹绿 屹立在霓虹灯之中 一条闪耀着金色灯光的浮道 如同一条盘龙 蜿蜒上山 而这条道路的尽头 正是白家的庄园 此时 白家庄园聚集了上百人 一辆辆白色的奔驰 停得整整齐齐 这些奔驰都经过精心的装潢 上面沾着白色的鲜花 中间是黑色的寿子 这个场面 令人看了不寒而栗 这究竟是在祝寿 还是在办丧事 身穿白色西装的白玉盛 缓缓从庄园里走出来 他的身边 并肩站着一名 留着寸头的中年男子 二人的身后 又跟着四名穿着诡异 戴着面具的怪人 这四个怪人 高矮胖瘦各不相同 不需要名字 也能将他们分得清清楚楚 舅舅 咱们这些人手 今晚应该够用了吧 白玉盛冷笑道 他身边的男子 名为方求 四象山掌门的亲儿子 之前严守一 就从柳金康口中 得知了此人的存在 但却从未见过面 如今 方求出现在白玉盛身边 倒也一点都不奇怪 方求双手抱着后脑勺 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随口答道 区区里家 也就比柳家厉 还那么一点罢了 何况咱们还有白石洗劳祖宗 今晚之事 万无一失 得到方求的答案 白玉盛笑意更盛 他缓缓举起手 那些站在奔驰车旁的人们 立刻安静下来 目不转睛地看着白玉盛 只听白玉盛喊道 各位 时辰已到 咱们这就启程出发 去给我太太太太太太太爷爷祝寿 所有人骑刷刷地上了车 一辆辆车 竟然有序地离开白家庄园 白玉盛和方求 也在下人的带领之下 坐上了一辆奔驰商务车 上车以后 白玉盛和方求点起了雪茄 旧着威士忌 神态十分放松 而车子的后排角落 早有人坐在那了 那人声音低沉 仔细听竟然还有几分颤抖 白先生 方先生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方求咧嘴一笑 头也不回 你是在质疑我们 不 不敢 那人立刻否认 白玉盛吸了一口雪茄 感觉到那浓烈的烟气 侵蚀自己的肺部 随后 他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这次你帮了我们白家 我们白家的好处 绝对少不了你的 那个严守一 我已经看他不爽很久了 今晚 我就要叫他有来无回 他若是死了 你可就是大功臣 我们白家一向不会忘了功臣 放心吧 李佩华 车子后排的阴影中 那人身体微微前倾 微弱的光线 总算照亮了他的脸 此人正是李家的二把手李佩华 正是他将白家 要在今日对李家动手的消息 传给严守一的 然而 他却出现在了白玉盛的车上 整个阴谋 瞬间浮出水面 李佩华满脸陪笑 低声下气地对白玉盛说道 白先生 严守一让我颜面尽失 我对他的恨 可丝毫不弱于您啊 实话说 我做梦都恨不得他死 白玉盛仰着头笑了起来 看来这个严守一 为人真不咋叠 无形中招惹了这么多敌人 方求英笑道 他破坏了我留在柳家的炼煞顶 这个仇我也要找他报 到时候抓住了那小子 我要用刀子 一刀一刀地 把他剔成白骨架子 李佩华 你要一起吗 李佩华一愣 连忙摇头 方先生说笑了 我哪有那个胆子 呸 你胆子小 我怎么觉得 你的胆子 是整个李家最大的呢 方求大笑起来 毕竟 整个李家 也就只有你敢出卖自己人了 哈哈哈哈 方求这话 说得李佩华羞愧难当 表面上好像是在夸他 实际上却是在损他 但如今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李佩华除了陪笑 哪敢多说什么 大笑过后 白玉胜眯起了眼睛 不知严守医此时在做什么 希望他与他的朋友们 多说说话 毕竟 这些话都会成为 他这辈子最后的遗言了 晚上六点 白家的车队 缓缓驶进平安大厦的 地下停车场 白玉胜带来的人 有条不紊地从车上 抬下一件又一件 给白石洗珠说的礼物 这些礼物被送进电梯 一路送到顶楼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躲在暗处的 严守医他们看在眼里 白家的人来了 白玉胜也在场 严守医沉声说道 忽然 一个柳家的指人沉声说道 那个就是方球 严守医精神未知一震 立刻看向白玉胜的身边 终于是见识到了 方球的庐山真面目 四项门的方球吗 严守医打量着方球 想从他的装扮模样上 看出他的实力强弱 而正当他打量之时 方球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朝着严守医等人的方向 看了一眼 严守医心头一震 赶忙收回目光 越是道横高深之人 五官六使就越是灵敏 像驴镜生那种老家伙 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是谁站在他的面前 方球能够觉察到自己的目光 严守医吃惊之余 也算对方球的实力有了认知 这个方球不简单 今晚的行动 除了白石洗 这只实力无限接近鬼王的存在以外 恐怕方球就是最大的威胁了 好在 方球只是往严守医他们的方向看了一眼 便回过了头 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 方球带来的那四个家伙也不简单 柳家人附身在指人身上 小声说道 当时方球杀到我们柳家祖宅 方球基本没出过手 全是那四个家伙干的坏事 我听方球似乎称呼他们为 痴妹王两 阿公眉头一皱 痴妹王两被称之为四小鬼 是传说中痴友手下的猛将 方球用这个称号 明明自己的手下 说明对这四个手下的实力 很有信心 龙飞城苦着脸说道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怎么觉得 咱们带来的人手不太够看啊 要不咱们这次 先放过白家人一马 之后再找机会 严守一拍了一下龙飞城的脑袋 则怪道 影响军心的话少说 这还没开始打呢 你就已经犯怂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吗 严守一安慰道 白家的高手是多 但咱们的高手也不少 柳金康老爷子 可是货真价实的鬼王 驴金长老 也是驴山派的顶梁柱 再说了 我和阿公罗宁 也不是吃素的 朱山造不服地说道 俺老朱也有几分实力 别把俺给忘了 老金本来也想掺和进来 但他仔细一想 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战斗力 于是就默默地闭上了嘴巴 龙飞成干笑两声 自己轻轻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嗨嗨 刚才是我脑子抽风了 乱说话 大家别放在心上 大家耸耸间 似乎本来也没人 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很快 白家的人全都上了楼 严守一等人 这才悄悄走出小仓库 驴金道 严守一 你有什么计划 先把他们车胎的气给放了 免得一会儿他们逃跑 严守一道 众人一愣 随后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于是驴山弟子立刻行动起来 白家开来的数十辆奔驰 没几分钟的功夫 车胎就全部没气了 这之后 严守一才宣布自己的计划 大家现在一起上楼 埋伏在四十五层之上 等到白家人给白石洗 诸售下楼去找李家之时 咱们再趁他们不备 先围攻白石洗 众人心里不免激动起来 他们这辈子 还未曾参与过 这么大型的斩首行动 更别提对方 还是一名即将成为鬼王的强大存在 就算是被忽悠过来的驴山弟子 也没有任何一人有怨言 他们都在期待着这一场战斗 我有一柄斩破刀 可叫天地倾覆 山河断流 阴阳逆乱 念动咒语 严守仪召唤出了漆黑的斩破刀 随后他将斩破刀高举过头顶 沉生说道 现在 所有人上楼 平安大厦的顶楼 一场惊悚的寿宴 即将拉开帷幕 与下方的结构不同 平安大厦的顶层 是一个大平层 只有两根粗壮的柱子支撑着 而那柱子上 雕刻着地狱十八形的模样 火把插在上头 散发着幽蓝色的光 在这顶层 竟然还有宽阔的阶梯 阶梯的最上方 数千串珠连挡住了视线 但依稀可以见到 珠连后有人影传动 阶梯的下场 白玉盛双手放在裤兜里 指挥着手下 将献给老祖宗的礼物 一件件搬出电梯 又把所有的礼物 一字排开 为的是更直观地展现出来 做完这一切 他又让所有人分成两列 守在左右两侧 颇有一种古时候 皇帝上潮食的阵势 白玉盛清了清嗓子 站在阶梯下方的正中央 大声喊道 小辈白玉盛 给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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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爷爷祝寿 祝太爷爷寿与天祈 阴福万载 白玉盛的手下们也纷纷跪拜 祝老祖宗授予天祈 阴福万载 祝老祖宗授予天祈 阴福万载 祝老祖宗授予天祈 阴福万载 在众人的庆贺声中 朱连里头钻出了两名 衣不蔽体的妖娆女鬼 女鬼煞白的脸上 带着诡异的笑容 缓缓地卷起了朱连 只见一名身高近三米的老头 侧卧在朱连后的罗汉床之上 老头虽然留着白胡子 身体瘦干干的 但却一点都没有老太隆中的模样 相反 他只是用一条白色的丝绸 卷在身体上 侧卧在几名妖娆女鬼的温柔箱中 他的面前 竟是穷江玉露 玉盘真修 这老头儿就是白石喜 道横接近鬼王级别的存在 白石喜一现身 就连白玉盛和方求 都低下头来 不敢直视他 更别提白玉盛带来的那些手下了 白石喜似乎根本就没将这些 来给自己祝寿的后辈们 放在眼里 他自顾自地戏弄着自己的玩物 白玉盛也不敢催促 只能死死地低着头 哪怕脖子早已经发酸了 许久 白石喜发出一声轻哼 都抬起头来吧 白家的众人抬起头来 只见白石喜已经端坐在罗汉床上 他的那些妖娆女鬼 坐在他的两侧 白玉盛笑着说道 太爷爷 老祖宗托我给您问个好 我很好 好的很 白石喜吃笑一声 仰着脑袋说道 这寿臣过多了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眼睛一闭一睁 又是一年的光景 也罢 正巧我快要突破 成为鬼王了 就看看 你们这回给我送了什么礼物 白玉盛连忙下令 让手下打开礼物 金银珠宝 铃罗绸缎 铃丹妙药 这些就不必多说了 其中好一些箱子打开以后 竟是摆放整齐的黑色葫芦 白石喜一眼扫过 对那些珍贵的宝贝视若无睹 反而是对这些黑色葫芦 很是在意 白玉盛拿起一个黑葫芦 打开木塞以后 数十道不完整的魂魄 便从中飘了出来 这些魂魄 全部是从活人身上勾走的 因为不完整 而没有自我意识 只是孤魂野鬼 如今连桃都不知道桃 傻呆呆地飘在半空中 白玉盛介绍道 太爷爷 这每一个黑葫芦里头 都有36道残魂 这回 我一共给您准备了20箱 每箱有10个黑葫芦 算下来 就是7200道残魂 7200道残魂 意味着有7200人 被白玉盛所害 这其中 本来甚至也有 陈大为的残魂 就算是方求 听说了这个庞大的数字 也不由得眉头一条 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7200道残魂 可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这么多残魂 全都为给了白石洗 这个老东西 真是抱天天物 方求又羡慕又嫉妒 白石洗 果然对这个礼物十分满意 他哈哈大笑 招了招手 身边的妖娄女鬼便上前 将礼物尽数收起来 收了礼物 白石洗心情大好 白玉盛趁机说道 太爷爷 之前与您商量的事 您觉得如何 白石洗没多考虑 不就是收拾一些无名之辈吗 我瞧见你也带了不少人手来 那我便答应你这个请求 说着 白石洗站了起来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正巧今日 是我大寿之日突破鬼王爷指日可待 便用你说的那什么鲁班传人的小命 助我突破鬼王之境 有白石洗的答复 白玉盛心情舒畅 他知道今晚之事 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于是白玉盛攻着腰说道 既然如此 我便带着大家先行退下了 届时 太爷爷您留住严守一一行人 我们自会献身 祝太爷爷您一臂之力 白石洗摆了摆手 不屑一顾道 即便你们不回来 他们也绝非是我的对手 太爷爷还是小心为上 严守一可是集结了柳家 鬼王柳靖康 还有驴山派大长老驴金 驴金康早已虚弱不堪 不足为惧 至于那驴金 我当年尚在人世之时 驴金还没出生呢 白石洗对自己无比自信 严禁于此 白玉盛也不敢多言 他转过身 挥了挥手 将所有人带了下去 与此同时 严守一等人 早已经在四十五楼以上埋伏好 听到白玉盛等人下楼的动静 严守一他们知道 时机到了 夕阳西下 阳光逐渐消失 黑暗接管了这片天地 同样也笼罩了 三方七向文如方中 驴山派山门里的墨竹林 林子彤已经在墨竹林外的茶亭 等候多时了 茶亭摆着的棋盘 都给他自己与自己对弈了十几局 就在林子彤无聊地快要发霉的时候 墨竹林内总算有了动静 只见身材如同小孩一般矮小的驴镜声 拄着拐杖 缓缓从墨竹林里走出来 林子彤看到驴镜声 立即站了起来 朝着他跑去 师父 您怎么早不闭关 晚不闭关 偏偏在这个时候闭关啊 驴镜声哈哈一笑 怎么了 师父闭关 还得向弟子申请不成 哎呀 弟子不是那个意思 林子彤着急地说道 我在这已经等了您一整天了 就是想问问您 想问为师 为什么要让你嫁给白玉胜 驴镜声已经说出了林子彤的心声 林子彤不由地一愣 您又算到了 驴镜声微微摇头 子彤 你的命为师还算不了 但你的问题已经写在脸上了 有吗 林子彤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脸 傻途儿 驴镜声无奈地摇摇头 自己走到了茶亭里头 林子彤赶忙追了上去 他皱着眉头说道 您明知道我等了他十年 此生非他不嫁 为何还要让我与白玉胜定婚约 您不知道那白玉胜是什么人 他就是一个人渣 畜生 若是嫁给他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别着急 驴镜声不紧不慢地说道 子彤啊 人各有命 爱情成可贵 但若是丢了性命 哪还有爱情可言 林子彤咬牙道 师父您说错了 此生若是不能和自己相爱之人在一起 那就是度日如年 不如趁早死了 早些投胎 下辈子再续前世姻缘 闻言 驴镜声不由地愣了愣 他自言自语道 或许当年大师兄也是这么想的 师父 都什么时候了 还提什么大师兄啊 林子彤苦着脸说道 您说 我不嫁给白玉胜 就会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驴镜声回过神来 缓缓答道 此事是真的 您怎么知道 您刚才不是还说 您算不出我的命吗 这并非是为失算的 而是 驴镜声顿了顿 说道 是当年我收你为徒后的第二天 收到的一封信上写的 信 什么信 林子彤着急道 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 您怎么能随便信一些 来历不明的信啊 师父 您年纪也不小了 别是犯糊涂了 驴镜声哭笑不得 怎么自己这位青传弟子 一着急起来 连师父也骂 他解释道 你有所不知 那封信中 预言了许多未来之事 为失起初也不相信 后来预言一一实现 才不得不相信的 而且 那封信在为失收你为徒 前一个月就寄出了 这说明 就连为失也被算计进去了 你说 为失能不信吗 驴镜声的话也不无道理 但林子彤 还是不愿意就此任命 那您将当年的信 拿出来给我看看 要是驴镜声拿不出信来 林子彤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谁曾想 驴镜声竟然直接从衣服里 掏出了一个信封 正是十年前所收到的信 林子彤愣了愣 没想到 师父竟将这封信随身携带 驴镜声直接将信 递给了林子彤 说道 信就在这儿 你自己看看 看完了 再与为失讨论嫁 或者不嫁也不迟 林子彤接过信封 连忙拆开 看到信指的第一瞬间 他就不由地疑论 这信指 怎么似曾相识 带着这样的疑问 他又阅读了信中的内容 看的内容越是多 林子彤的表情 就越是凝重 到最后 他的手不自觉的用力 已经将信指揉成了一团 驴镜声在一旁问道 看完了吗 弟子看完了 林子彤放下信指 正经微作 这封信 为师留了十年 十年来随身携带 就等着你 何时来质问为师 驴镜声边说边叹气 信里的预言一一实现 且都与你有关 为师也很好奇 写这封信的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子彤 你知道这封信 是谁写的吗 林子彤双眼出神 迟疑了近十秒钟 他才缓缓点头 我知道 严守一 龙飞城 阿公 罗宁 朱山造 老金 驴镜率领着黄海 周玉泉等一众驴山派弟子 以及柳家前来复仇 并且附身在指人身上的鬼魂们 所有人今日只有一个目的地 平安大厦顶层 他们的目的 也只有一个 攻克白家 今日斩了白石洗 就算是重创白家 在趁着白家元气大伤之时 彻底断了白家布阵的念头 叮 电梯门在顶层打开 严守一等人 缓缓走出电梯 审视着顶层的环境 那阶梯之上 白石洗依旧躲在株连之后 慵懒地倒在妖娆女鬼的怀中 他万分不屑地笑了笑 你们 就来了这么点人 话音才落 楼梯门被踹开 驴山弟子 以及柳家指人 一涌而出 严守一他们带来的 少说也有一百号人马 就算是黑色会打架 这么多人马也是大场面了 白石洗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出来受死 驴金喝道 白石洗依旧没有将众人放在眼里 他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见到白石洗这个反应 龙飞城忽然打了个寒战 他觉得不对劲 白石洗看到他们这么多人找上门 怎么一点都不意外 好像早就算计好了 知道他们会上门似的 龙飞城猛地警觉 对严守一沉声说道 严哥 不对劲啊 这老王八蛋 好像知道咱们会来 这会不会是陷阱啊 是陷阱 严守一冷静地答道 你早就知道了 龙飞城恶然道 是下之警官提醒了我 那李佩华不可信 我回去之后算过一挂 应该是李佩华出卖了李家 想要把我们坑死 龙飞城顿时着急起来 那咱们还送上门 这不是找死吗 可我又算了另一挂 今晚是重创白家最好的机会 之前我也不明白 现在我知道了 今晚我们若是不来 白石喜成功晋级为鬼王 到时候 凭咱们的本事 是不可能战胜白家了 严守一的眼神 前所未有的坚定 他知道 今晚的平安大厦有诈 甚至知道自己 正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 但他还是要来 为此 他在楼道中 设置了十分强大的阵法 只要他们能在 白玉盛他们赶回来之前 联手杀了白石喜 那么大局基本就定了 得到了严守一的回答 龙飞城忽然也释然了 他不害怕了 现在所有人一致队外 上百号人马 还对付不了一个白石喜吗 于是 龙飞城扛着RPG 直接走到队伍的最前方 古话说 老儿不死是为贼 你这个老王八蛋 死了也投胎 赖在阳间作威作福 祸害苍生 今天小爷 我就要替天行道 送你一个魂飞魄散 套餐吃吃 大家注意 人间大炮一击准备 发射 碰 纸壶的RPG 竟真的发射出了一枚炮弹 那炮弹浑身上下 包裹着阿公战蓝色的力量 静止飞向珠莲后的罗汉床 哄 正中目标 一阵爆炸的轰鸣声过后 所有人的眼睛 都紧紧地盯着阶梯上的方向 大家都在期待着 这声势浩大的攻击 能够给白石喜带去创伤 然而 烟尘散去 白石喜竟然毫发无损 不仅是他 就连包围着白石喜的珠莲 竟然都没有半点损坏的意思 龙飞城瞳孔一缩 回头看向阿公 阿公 你这个RPG行不行啊 是不是哪一步做错了呀 阿公叹了口气 这已经是我能做出伤害力最大的杂质了 众人的心顿时都提了起来 要是大家连白石喜的珠莲都打不破 今晚还谈什么斩杀白石喜 直接回家洗洗睡吧 白石喜果然也嘲讽起来 而等小辈 不知天高地厚 我白石喜死后百年 却依旧能在阳间潇洒 你们以为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 现在白家狗活于世的那些废物后代吗 哈哈哈哈 即便是在死人的世界 也依旧是谁的拳头打 谁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方才出言不逊的那小儿 放在过去 我可以是要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喝干你的血 吃光你的肉 但如今便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严守一面色一变 急忙扑向龙飞城 然而 那珠莲之后 猛然飞出一道鬼气 直接钻进了龙飞城体内 严守一没能保护得了龙飞城 龙飞城中了鬼气 顿时浑身一震 随后四肢抽搐地倒在地上 老金 快过来看看 小龙这是怎么了 严守一喝道 老金本以为 自己这个没有战斗力的 人物上倒顶层来 会成为累赘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众人将龙飞城拖到后方 老金检查了一番厚道 小龙只是中了鬼气 我能将鬼气逼出来 你们放心 得知龙飞城没事 严守一才松了口气 但若不是老金在场 龙飞城可就凶多吉少了 哎呀呀 这时 白石洗又开口了 受诚过多了 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今晚甚至无趣 但好在有你们闯进来 倒是增添了一点乐趣 我的小辈请求我 今晚务必要把你们全部杀光 尤其是一个叫做严守一的小子 现在 严守一 你在哪呢 站出来让我瞧瞧 既然是小辈特意点名 一会儿 我当然要把你留到最后 慢慢虐死 你现在若不站出来 一会儿我打开杀箭 一不小心 可以就把你给杀了 那多没意思 白石洗说话 是何等的嚣张放肆 但他的实力 让他有这么说话的资本 严守一上前几步 站了出来 我就是严守一 哦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人物呢 原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毛小子 白石洗轻蔑地笑出了声 躲在珠连后 随手一指 站在他身边的 一名妖娆的女鬼 突然从珠连后飞了出来 女鬼手持红色长剑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速度极快地杀向严守一 严守一面无表情 在女鬼即将杀到的前一秒 身体忽然消失在原地 女鬼见严守一消失 脸上顿时露出了惊慌之色 她的速度怎么如此之快 直接消失 又是什么法术 下一秒 严守一出现在女鬼的身后 她这一招 叫做纵地精光 乃是刚刚从张山通那 学到的招数 这一波声东击西 让女鬼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机会 她一手扣住女鬼的脖子 将女鬼从半空中拽了下来 二人落在了阶梯之上 女鬼回过神来 举剑刺向严守一 但严守一的速度更快 轻松一拍女鬼手腕 便躲过了长剑 举剑 转身 动作一气呵成 剑还在严守一的手上 而女鬼早已经人头落地 脑袋落地的女鬼 竟然还张着嘴巴 一一压压地叫唤 严守一默默地瞄准了 女鬼的眉心 将长剑刺入 前后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白石喜派来杀严守一的女鬼 便被她杀得魂飞魄散 这就是严守一的实力 见到这一幕 严守一带来的人马 纷纷发出兴奋的助威声 方才他们 确实被白石喜吓唬到了 但现在严守一 以雷霆手段 斩杀白石喜的手下 这算是替大家扳回了一局 士气重新高涨起来 你小子倒是 有点意思 白石喜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她当然看得出 严守一在鼓舞士气 但也看得出 严守一是有真本事的 严守一不仅有本事 还有谋略 知道此时该灭她的威风 长自己的士气 这让白石喜 这个活了数百年的老鬼 刮目相看 对比之下 自己那唯一能用的 小辈白玉胜 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如果能将严守一收入麾下 那该有多好 灭了女鬼 严守一转头 看向朱连的方向 随后 她一步步登上阶梯 孤身一人 朝着白石喜走去 白石喜 你们白家作恶多端 如今更是想要 布阵祸害容成百姓 我严守一眼里容不得你们 你若想杀我 就派出点有本事的手下 若你只有刚才那样的货色 我劝你还是尽早洗干净脖子 等着挨仔吧 严守一的嘲讽和挑衅 直接将气氛 烘托到极点 驴精这时 看向周围的驴山派弟子 还愣着干什么 都跟着严守一上去 众人反应过来 纷纷跟随严守一的脚步 登上长长的阶梯 柳敬康附身在指人的身体中 眼里满是仇恨 白家图我柳家 今日就先拿白石喜开刀 永不如轮回 上百号人 不断逼近白石喜的珠帘 而这一切 都是在严守一的带领之下 严守一一行上百人 浩浩荡荡地登上阶梯 围攻白石喜 眼下这幅场景 颇有一种六大派 围攻光明顶的感觉 但不同的是 严守一他们是正义的 而白石喜是个十足的恶人 面对众人的步步紧逼 白石喜近一点慌张之色都没有 恰恰相反 他始终表现得胜券在握 这个反应 让所有人都把戒备心提到了最高点 突然 一道人影 从白石喜的珠帘后杀出 吕金最先反应过来 直接拔出宝剑 闪身到严守一面前 枪 二者碰撞 发出尖锐的声响 众人此时才看清 这突然袭击的人 竟然是方求 方求没有走 这家伙的出现 既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白石喜如此淡定 显然还留有后手 看来这方求就是他的后手 驴精眯着眼盯着方求 冷笑道 方求 你的招朔 怎么和我们驴山派如此相像 方求也眯着眼睛 不愧是驴山派大长老 只是这一个照面的功夫 竟然都已经看出了些许端倪 但方求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冷笑道 驴精长老 久仰大名 不敢当 您就别谦虚了 我刚才那一件 再长也就您反应过来了 方求笑道 所以 今晚就劳驾您与我过过招 如何 说吧 方求突然抬腿一脚 尽管驴精已经用手搁挡 但巨大的力道 还是将驴精踹下阶梯 黄海等人面色一变 大长老 只见驴精在半空中稳住身体 稳稳地落在地上 我没事 方求回过头 笑着看着眼手一说道 我先杀了驴精 再来找你小子报仇 你小子 埋在炼煞顶周围的陷阱 可害我损失了不少手下呀 方求的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牵制住驴精 而驴精 已经是眼手一身边的顶级战力了 驴精一走 眼手一他们对付白石洗的胜率 顿时下降了不少 但这还没完 方求跳下台阶 与驴精过招之时 又出现了四道身影 正是那方求的手下 高矮胖瘦 各不相同的痴妹王两 痴妹王两戴着面具 面具上刻着各自的称号 他们缓缓从珠连后走出 嘴里发出阴险尖锐的笑声 大家小心 这四个家伙也不好惹 眼手一沉声提醒 突然 痴妹王两四人的脑袋 竟然180度地扭转 这若是活人 恐怕立刻就要扭断了脖子 当场去见阎王他老人家 但痴妹王两却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缓缓撩起后脑勺的头发 众人震惊地看到 痴妹王两的后脑勺上 竟然都长着一张扭曲的人脸 原来 这才是他们的正脸 哈哈哈哈 一嘻嘻嘻嘻嘻嘻 痴妹王两怪笑着 直接腾空而起 冲进人群 不好 这四个家伙 压根就不是活人 是方求练出来的鬼 黄海大喝道 驴山派的弟子已经算是身经百战了 然而 他们也未曾面对过如此厉害的对手 一时间痴妹王两杀进人群 鲜血飙飞 惨叫声不断 见势不妙 严守一立刻说道 阿公 罗宁 朱山造 我们四人一起去牵制痴妹王两 好 三人没有任何犹豫 各自寻找目标 严守一则是拦在了痴的面前 痴是一个如同小山一般的巨人 他的身体坚硬无比 杀进人群当中时 只是靠着四肢便所向屁拟 严守一担心其他人对付不了这家伙 所以才特意挑了个最难对付的 眼下 本该是所有人围攻白石洗的场面 因为方求与痴妹王两的到来 便成了一场大混战 严守一他们牵制了痴妹王两 其他的人没有了威胁 这时 一个指人走了出来 指人模样苍老 却是最有气势 他一边走 身上的杂纸便一片一片地褪去 就好像蛇褪皮一般 当所有的纸片褪去之时 指人的真身也展现了出来 柳家老祖 柳靖康 柳靖康身高五米 比三米高的白石洗 还要高出两米 所有人都给柳靖康让路 柳靖康站直了身体 随手将上衣撕裂 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符的恐怖肌肉 他的身后更是背着两柄战刀 柳靖康睁开眼睛 眼中便燃起了幽蓝色的鬼火 更可怕的是 他的周身也有鬼火围绕 这才是真正的鬼王 朱连后的白石洗 似乎也真正感受到了威胁 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透过朱连打亮着白石洗 这就是鬼王的气势吗 真有意思 白石洗笑道 柳靖康 没想到你还能苟活下来 不过看你的样子 就算恢复了一部分实力 距离你巅峰的时期 还是差得远吧 若是我大哥在此 你可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柳靖康拔出了双刀 冷声说道 老夫的确不是你大哥的对手 但对付你这个 还未成鬼王的家伙 还是绰绰有余的 笑话 你不惜活人魂魄 也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想要对付我 还差些火候 白石洗嘲讽道 柳靖康不再废话 直接挥一刀 斩向白石洗 刀光一闪而过 白石洗闪身躲避 这一刀 虽然没有砍中白石洗 但那一直保护着白石洗的珠连 却是应声而断 哗啦啦 一颗颗珠子落在地上 向着阶梯下方滚落而去 白石洗的真面目 总算是暴露在众人的面前 可就在众人打算 跟着柳靖康 一起围攻白石洗的时候 那滚落下来的珠子 竟然化作一只只恶鬼 这些恶鬼 虽然不是特别厉害 但胜在数量庞大 足足有数百之多 一时间 所有驴山派弟子 以及柳家的旨人们 全都被恶鬼给牵制住了 他们无法跟着柳靖康 一起围攻白石洗 只能收拾眼前这些凡人的恶鬼 事已至此 严守医总算是看明白了 白家的人 早就计算过自己的实力 如今白石洗的手下 正好压过严守医他们一头 倘若白玉胜他们再回来 恐怕今晚的他们 就要凶多吉少了 围经之计 只能尽快找到突破点 只要他们之中 有人能够尽快击败对手 那么原本胶着的战斗 就会出现逆转 就如同滚雪球一般 优势越来越大 而如果是白石洗的手下 先击败了他们的人 道理也同样适用 这是一场关乎 所有人生死的战斗 必须尽快找到突破点 严守医望向面前的吃 别人能够找到优势 他没有万分的把握 他能做的 就是尽快击败眼前的对手 然后去帮助其他人 于是他握紧了手中的斩破刀 那命来 一声爆喝 严守一举刀冲向吃 大战拉开序幕 所有人都找到了各自的对手 任何一场的输赢 都有可能影响到 整个战局最终的胜负 所以 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 吃在击退了三名驴山派弟子以后 被严守医拦住了去路 身为鬼怪 吃的感官要比普通人强大 他在看到严守医的一瞬间 就发觉了他和其他人的不同 不仅仅是实力上的差距 一 吃那诡异扭曲的脸 发出了一声怪异无比的叫声 随后便朝严守一扑来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躲过吃的冲击 顺势便一刀劈砍在吃的背上 普通人要是受这一刀 只怕得立刻送进医院的抢就是了 哪怕是厉害的鬼怪 也会受到斩破刀的克制 然而 当斩破刀斩在吃的背上时 想象中劈开肉绽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恰恰相反 斩破刀竟然没伤到吃分好 这怎么可能 严守一抽刀后退 定了定神 虽然他手里的斩破刀 不是真正的斩破刀 而是用燃斧取物召唤出来的斩破刀分身 但斩破刀天然对鬼怪 就有克制能力 召唤出来的斩破刀分身 不说削铁如泥 至少锋利程度和普通的刀刃是一样的 眼前这个吃 到底为何 连斩破刀的攻击都可以无视 吃转过身来 不懈地看了严守一眼 发出了一阵嘲笑声 随后 他一拳轰飞两名驴山派弟子 将这两名弟子掉落的宝剑捡了起来 在周围人惊恐的目光之下 吃竟然徒手将梁柄宝剑的剑柄捏碎 然后凝成了一块 梁柄宝剑在他的手中 变成了前后两端都是剑刃的双头剑 可即便如此 这柄武器再吃的手中也如同玩具一般 有了武器 吃发出了一阵兴奋的叫声 而后再次朝眼手一发起冲刺 斩破刀对他无效 那就试试别的招数 严守一没有钻牛脚尖 他将斩破刀插在脚边 手中迅速截起手印 脚鸡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截手 万万减刑 顺武者生 逆武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掌心雷 一连好几道如同银蛇的掌心雷 从严守一手中释放 这些雷电银蛇 以刁钻的角度 封死了吃的所有退路 吃的脸上 果然露出了惊慌失措之色 看来 他的确有些害怕掌心雷 可就在此时 一道黑影挡在吃的身前 竟是吃魅王两中的魅 魅的后背 竟然从衣服中 长出了一对翅膀 这对翅膀坚硬无比 甚至可以抵挡住 掌心雷的攻击 魅先是用翅膀 抵挡掌心雷 又将翅膀一扇 竟将剩余的掌心雷 引到了一旁的小鬼身上 小鬼们被电得嗷嗷直叫 当场魂飞魄散 魅刚刚保护了吃 下一秒就被一道 庞大的身影给掠走 严守仪定睛一看 乃是阿公骑着 那只纸扎的雄鹰 将魅给抓走了 严哥 魅交给我 你放心对付吃 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搅局了 阿公回头喊道 好 严守仪回过神 正要继续对吃出手 却不想吃尽不知何时 来到他的面前 双头剑快速地刺向 严守仪的胸口 即便严守仪反应迅速 却还是被双头剑刺伤了手臂 鲜血流淌而出 那血腥味让吃更加兴奋 严守仪没有去管自己的伤口 因为以他天煞失魁的身体 这伤口应该会很快自愈 但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他必须尽快寻找破局的关键 于是 严守仪直接扔出了一块樱幕 严鬼 出来助我一臂之力 无面鬼言鬼瞬间现身 化作一团鬼气 将吃包裹在里头 这团鬼气就如同带刺的龙卷风 不仅将吃给困住了 更是将他身上的黑袍 尽数划破 吃的真身 终于被严守一所看清 只见吃的身体 没有皮肤 没有肌肉 而像是在人身上 粘上一块块坚硬的石头 难怪连斩破刀 都无法伤他分毫 吃 古时候的吃 乃是山神之意 难怪方球会给这家伙起名叫吃 严守一逐渐明亮 这时 吃突然行动 强行从严鬼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严鬼献出真身 颇为无奈地说道 大哥 我不是他的对手 没关系 我已经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 严守一收了严鬼 迅速与吃拉开距离 吃以为严守一又要使用掌心雷 连忙追上去 对严守一穷追不舍 眨眼的功夫 两人已经来到阶梯前 吃化身为一只野兽 沿途不停地垂打 大理石铺成的阶梯 很快就被吃砸了大半 而一心只想闪躲的严守一 却没被伤害到分毫 越是追不上严守一 吃就越是愤怒 就在他如同大猩猩一般 垂打着自己的胸口 发泄愤怒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停下了脚步 不打算逃跑了 吃紧惕地看着严守一 我能感受得到 你的身体里 住着不仅一个魂魄 严守一冷声说道 吃迷茫地看着严守一 通过观察 严守一已经发现 方求似乎用了某种办法 将数十个人的魂魄 封印在一起 再用吃体表的那些岩石 将它们打造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被封印在吃体内的魂魄 既是吃的力量来源 也是吃的生命所在 他们渴望着救赎 却永远只能被困在 这具石头打造的人形监狱当中 打败吃的办法 也正是拯救这些被困的魂魄 呵 严守一嘀喝一声 上前一步 一脚踏地 一道巨大的阴阳八卦图 在严守一脚下展开 正在与驴精交手的方求 见状不由的大惊 这小子会骑门顿甲 驴精哈哈大笑 孤陋寡闻 瞧瞧你这一幅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严守一 岂是会骑门顿甲 这小子对骑门顿甲精通得很 上回西湖断流 就是他搞的 驴精表现出来的得意模样 全然忘记了 上回严守一 就是用骑门顿甲 来打他的脸的 那西湖的水 也是为他而断的 吃的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他急忙想要逃跑 但他逃 严守一也跟着 他始终走不出八卦阵的范围 严守一也不浪费时间 口中默念起了口诀 阴阳顺逆妙难穷 二致还归依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里 天地都在一掌中 困字 困功 入地天师 山崩地炼 哄 原先被吃杂坏的大理石 此时竟全部凌空漂浮了起来 而后如同磁铁一般 一块又一块地飞向吃 体型本就巨大的吃 被一块块大理石包裹 最后竟真的变成了一座小山 那些碎石 全都粘在他的身上 纵然他有一身蛮力 却根本无处使用 只有脑袋暴露在外头 无能狂怒地吼叫着 严守一见到吃被困住 直接抄起斩破刀 顺着石块 爬到了吃的脑袋上方 别着急 我这就打破这封印 还你们自由 他高举斩破刀 这一幕让方球不屑地笑了起来 之前就已经尝试过了 我的吃刀枪不入 这小子真不长记性 驴精正在与方球过招 趁机给了方球一脚 他心想 当初我也是这般看不起严守一 结果吃了大亏 只见严守一的斩破刀 迅速落下 披在吃的脑袋上 却仅仅只是砍了半厘米 这对吃而言 根本不痛不痒 然而 严守一却没有拔出斩破刀 而是迅速发动掌心雷 披在了斩破刀的刀身上 脚机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无者生 逆无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轻 急急如绿令 银色的雷光 在斩破刀上游走 顺着斩破刀 钻进了吃的脑袋里 吃顿时痛苦万分 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哀鸣 随后 银色的雷光 遍布吃的全身 将他身上的石块 勾勒出明显的形状 严守一一个后空翻 从吃的身上跳下来 同时撤掉了 奇门盾甲 对吃的束缚 获得自由的吃 并没有攻击严守一 而是痛苦地 锤打着地面 一拳 两拳 三拳 第三拳落地 那附着在吃身上的岩石 竟然出现了裂缝 吃更加着急了 他四处看了看 找到了正在和珠山造对战的两 一头狠狠地撞了过去 这一撞 撞得两七昏八速 而吃身上的禁锢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军裂 碰 最后 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 吃的身体 就如同蛋壳般碎裂开来 一道道魂魄 魄不及待地 从吃的身体中逃出来 伴随着魂魄的逃跑 吃的身体 也渐渐失去了力量 他跪在地上 最后轰然倒下 变成了一堆 没有任何力量的破石头 而那些逃出来的魂魄 万分感激地围绕在 严守医的身边 有些形成人形了 甚至还不忘 对严守医下跪磕头感谢 他们被方球所抓住 困在吃的体内 永世不得翻身 是严守医救了他们 磕头之后 这些魂魄 又将仇恨的目光 转向了方球 他们要报仇 不等严守医阻止 这些魂魄 就已经向方球飞去 方球是何等人物 能和驴精打得不相上下的存在 他怎么会害怕这些魂魄呢 严守医按道不好 这些魂魄刚刚获得自由 恐怕就要魂飞魄散了 然而 这些魂魄还没飞到方球的面前 却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 严守医回头一看 竟是台阶上方的白石洗 白石洗一张口 便是一道狂风 将所有的魂魄 全部吸进肚子里 他的身体 又长大了不少 隐隐要与柳靖康持平了 柳老祖宗 您撑得住吗 严守医不放心地喊道 柳靖康咧了咧嘴 我这老骨头 还撑得住 白石洗毕竟不是鬼王 尽管柳靖康这样回答 严守医始终还是觉得 必须尽快去帮柳靖康才行 柳靖康之前太过虚弱 就算有老金的帮忙 也不可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眼下解决到了痴 严守医便将目光 转移到了剩余的对手的身上 痴妹王两四只鬼怪 还剩下妹 王两三个 阿公在对付妹 罗宁在对付王 而朱山造对付的是梁 众人之中 严守医最不放心的 就是朱山造了 加上之前两被失控的吃重疮 所以严守医决定先挑软柿子捏 就杀那梁了 梁是一只身材无比瘦小的鬼怪 体型看起来像五六岁的孩子 但他可一点都不像 还是那样弱小 朱山造在对付梁的时候 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 多一些小伤口 不疼 但是起痒难耐 见严守医来帮忙 朱山造好心提醒道 老大 你要小心点 这家伙诡异得很 好像还会吐一些恶心的东西 吐恶心的东西 严守医心里疑惑的念头 一闪而过 那两边张开了嘴 吐出了一团绿色的黏液 这黏液 好像从弹弓里打出来的石头 静止飞向严守医 严守医面色一变 用最狼狈却最有效的驴打滚 躲到一旁 绿色的黏液 喷在了一名 驴山派弟子的身上 这名无辜的弟子 身上顿时冒起了黑烟 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腐蚀 严守医心生愧疚 但也来不及道歉 急忙让人将这名弟子 送到老金那去 而两的攻击 还没有结束 似乎是目睹了 严守医解决吃的场景 两对严守医 可谓是警惕到了极点 严守医还没有正式出招 两就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只见两的肚子 好似气球一样 飞速长大 最后 他竟从嘴里吐出了 一团团白色 如同蛛丝一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 迅速结成一张张大网 封住了严守医身边 所有的退路 甚至连猪山灶 都被隔在了外头 猪山灶见状 不由地喊道 卧槽 得亏是老大你啊 要是刚才两对 俺老猪用这一招 那俺老猪可就要凉凉了 严守医瞪了 猪山灶一眼 什么时候了 还嘴瓶呢 不知道帮忙吗 猪山灶黑黑一笑 用猪脑袋去撞猪网 然而 猪网不仅无比坚韧 竟还带有毒性 猪山灶脑袋上 直接被烫出了一道大巴 连毛都没剩几根了 凉土出的猪丝 直接将战场分割 刚刚战胜了 吃得严守医 不得不又单独面对凉 只见那身材矮小的凉 跃到了自己所结的猪网之上 四只好似蜘蛛一样张开 紧紧地抓住猪网 却又能在猪网上行动自如 而严守医 暂时还不敢触碰那些猪网 所以 反而动作受到限制 猪山灶在外头急得焦头烂额 脑袋上本来就没剩下几根毛了 如今又掉了不少 老大 你行不行啊 猪山灶关心地喊道 严守医盯着 口中答道 你去帮阿公 这家伙交给我来对付 好 猪山灶这个死没良心地 立刻屁颠屁颠地跑开了 不过阿公单独对付妹 的确有些吃力 有了猪山灶的帮忙以后 反而轻松了不少 二人合力 妹也被打得焦头烂额 隐隐落入下风 随时都有可能失手惨败 对严守医而言 她已经战胜了吃 接下来 只要再赢了眼前的梁 就可以将优势无限扩大 所以 速战速决 就是她的想法 梁似乎也知道严守医的打算 所以并不着急与严守医过招 反而是用猪网将她困在里头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严守医将心一横 举起斩破刀 向着蛛丝劈去 没想到 蛛丝不如吃的身体坚硬 却坚韧无比 斩破刀砍在蛛丝上 不仅没将蛛丝砍断 反而被弹了回来 严守医有点生气 手里的这把 到底还是假货 今晚一直没有发挥出 她真正的实力 有机会的话 还是回老家一趟 把真正的斩破刀给挖出来 也不至于受今天这档子气 两见到严守医束手无策 不由地发出怪笑声 仿佛在嘲讽严守医似的 这时候 还未开打 就已经倒下的龙飞城 终于在老金的救助之下 清醒了过来 他坐在后方 注意到严守医被蛛丝所困 立刻喊道 严哥 蛛丝怕火烧 用火烧他压的 严守医闻言 顿时灵光乍现 不得不说 小龙的脑子还是很机灵的 只不过大多数的时候 这家伙不把脑子用在正道上 火 严守医从小就爱王火 三十六天刚 中天大法王 炎帝猎鬼蟹 赐我为真皇 七总八元君 魏无驱火殃 真气便雷火 老君浮炎光 此乃天雷玉火绝 严守医的手中 雷光闪耀 雷光波及之处 却燃起了道道火焰 他随手一指 面前的蛛丝 便被这天雷火沾上 果不其然 那坚韧的蛛丝 遇到天雷火 根本坚持不了 大片大片的蛛丝 被烧化 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那梁也在珠网上 此时已经被天雷火所包围 退无可退 待在珠网上 早晚会被天雷火给烧死 要是跳下去 严守医已经拿着斩破刀 等着他了 横竖都是死 绝望的梁 决定拼死抵抗一次 只见他从珠网上跳下 将嘴巴张到极致 竟然吐出一张巨大的网 要将严守医包裹 奇怪的是 严守医不躲不闪 竟任凭珠网 将自己包裹 远处的珠山灶 面色一变 完了完了 这蛛丝可是有着腐蚀性的 老大这下也要凉凉了 凉也同样这么想 落地以后 严守医已经被包成了一个木乃衣 连呼吸的孔都没留下 为了以防万一 两毫不犹豫地 捡起地上散落的兵器 朝严守医的胸口刺去 然而 一柄尖刀 竟然先凉一步 从木乃衣中刺出 正中两的眉心 两不敢相信地睁大了眼睛 为什么这小子 被珠王裹成了木乃衣 却还能有反抗之力 只见那木乃衣 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毫发无损的严守医 从里头钻了出来 我差点都忘了自己是天煞失魁了 区区你这点的腐蚀 还赶不上我自愈的速度呢 严守医脸上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 斩破刀一抽 再一斩 直接将两的脑袋给削了下来 两千算万算 都算不到严守医的身体 竟然如此强大 而严守医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才如此轻松地解决了两 只不过 与赤和两的战斗 也一步步地将严守医的实力暴露了出来 解决掉两以后 严守医环顾四周的战斗 别看白石喜和方球 都和己方的人杀得不可开交 实际上战场上有无数道目光 都聚集在严守医的身上 仿佛大家都知道 今晚的唯一突破点就是严守医 奇门盾甲 掌心雷 天煞尸馈之身 严守医的招数 都被白石喜和方球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一会儿若是与他们对上了 严守医手上的底牌也所剩无几了 所以 严守医并没有因为短暂的胜利而自大 他定了定神 正要打算去帮阿公和珠珊造对付妹 突然 一道黑影跌落在严守医的面前 紧跟着 罗宁一脚踩在那道黑影的脑袋上 笑着对严守医说道 来 严守医 我送你一份大脸 严守医低头一看 被罗宁踩在脚下的 竟然是网 罗宁一见女流 竟然靠一己之力 打败了网 只见网的身上千疮百孔 仿佛是被无数野兽撕咬过一般 此时正奄奄一息地 被罗宁踩在脚底下 罗宁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 笑道 向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最新作品 小哪吒 罗宁的身后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这家伙同样戴着面具 看不清楚长相 但从他腐烂的脖子可以看得出来 这家伙必定是一个死人 而这个死人的身上 居然有三对手臂 每一个手臂上 都拿着一个奇怪的法器 看样子 罗宁已经将自己交给他的缝尸术 融会贯通 而且在大战之前 就先缝出了一个怪物当帮手了 看到网的惨状 严守医心里 对罗宁身后的这个家伙 有了初步的认识 不好惹 严守医上前收了网的性命 结束了这家伙的痛苦 干得不错 他夸奖道 和你的灵子铜比起来如何 罗宁问 严守医笑了笑 实力相差不多 但我还是更爱他 去你的 罗宁美好气地 白了严守医一眼 这货 还真当自己喜欢他了 看到罗宁这个反应 严守医心里暗暗发笑 看来顺着罗宁的意思 的确很有效果 嗯 这个方法可以多多使用 与此同时 平山监狱 油腻的严绸 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坐在铁窗前抽着烟 整个平山监狱 也就他能享受单人牢房 不被人打扰 不过在这之前 严守还收留过一个人同住 这个人叫薛凯 两个月前出狱了 此时他有些心不在焉 盯着窗外出神 九哥 我总感觉你今天有些不对劲 老是往窗外看 是不是想到过几天要出去了 心里有些忐忑啊 一名狱警站在牢房外 笑着与盐仇打招呼 盐仇回过神来 对着外头的狱警笑了笑 狱警安慰道 说起来 你也在这关了十来年了 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 就算是仇哥娘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适应 心情坦德是很正常的 这狱警哪知道神经妙算的盐仇 心里在想什么 盐仇丢掉了烟屁股 站起身来活动筋骨 摸了摸肚子上的坠肉 对狱警问道 我最近是不是太堕落了 哪有人蹲监狱 还能掌标的 狱警哈哈大笑 别人不行 仇哥您可不一样 再过一周 我就要出去了 儿子和儿媳 还在外头等着见我 我可得给他们的好印象 盐仇说完 俯下身子去 竟然开始在床上 做起了俯卧撑 狱警愣了愣 现在开始健身减肥 太迟了点吧 别人不行 我可不一样 盐仇费劲地说道 狱警饶有兴趣地 看着盐仇运动 一开始 盐仇趴在地上 费力地撑着身体 半天都做不了几个 正常的胖子 越到后头越是疲惫 分分钟就放弃了 但盐仇还真不一样 他似乎并非在运动 而是在适应 从一开始的费劲 到后来的逐渐掌握节奏 最后 他竟然撑着200多斤的身体 以1分钟50个俯卧撑的速度 持续锻炼 要知道 普通成年男子 1分钟能做35个俯卧撑 就不错了 更何况 盐仇身上 还带着上百斤的坠肉 这不科学啊 回过神来的预警 发现自己叼在嘴里的烟 都烧到头了 差点就要烫嘴了 他连忙丢掉烟头 万分惊讶地说道 九哥 您悠着点啊 刚开始锻炼 还是循序渐进一些为好 别为了见儿子伤了身体 可盐仇根本不听 别人的好心劝告 一口气又做了十分钟 最后 他闷哼一声 竟然直接将自己 从地上推了起来 站直了身体的盐仇 满身大汗 囚服都已经湿透了 他脱掉了衣服 擦干脸上身上的汗水 丢到了一旁 你看我瘦了没有 盐仇笑着问 预警傻傻地看着盐仇 他隐隐觉得 盐仇好像真的瘦了一些 可这 这不科学啊 哪有人坐几分钟俯卧撑 说瘦就能瘦的 但预警又想到 盐仇是普通人吗 发生在盐仇身上的一切 本来就不能用科学来解释 于是 预警连忙说道 丑哥 你把脏衣服给我吧 我去给你领一件干净的衣服 不必了 洗衣服也是一种锻炼 盐仇顿了顿 说道 不过 今晚我想出去散散步 预警面露为难之色 这 一次算财运的机会 盐仇竖竖起了一根手指 我马上就要走了 到时候你想算 可都找不着我了 放心吧 我只是想出去看看月亮 不会乱来的 本来监狱已经给了盐仇 极大的优待了 要是大晚上的 再让盐仇出去散步 着实有些不合规矩 但盐仇说的也没错 一方面他 马上就要出狱了 没有乱来的必要 另一方面 他出去以后 预警可就再也找不到人 给他算财运了 于是 这名小预警 一咬牙便答应了 他领着盐仇 摆到平日里 囚犯们活动的草坪上 盐仇双手父辈 仰头欣赏着月亮 他就这么站着 什么事也没做 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 预警见盐仇 没有别的意思 也放下心来 站在一旁抽烟 终于 颜仇欣赏完了月亮 和预警打招呼 回到了牢房里 并且按照约定 给预警算了一次财运 预警的一名远房亲戚 膝下无儿无女 而且大县将至 有着上百万的家产 不知留给谁 颜仇让这名预警 请两个月的假 找借口去陪陪老人家 等到感情到位了 遗产自然就是这名预警的了 预警得到答案后 欣喜若狂 一个劲地对颜仇道谢 但最后 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仇哥 今晚的月亮说圆也不圆 说亮也不亮 有什么可欣赏的 颜仇神秘一笑 今晚是我儿子人生中 比较关键的一天 我心里没底 不确定他能否撑过来 心里堵得慌 所以想出去看看月亮 原来如此 预警安慰道 说到儿子 我有个女儿 年纪应该和你的儿子差不多 颜仇道 我儿子已经有对象了 唉 年轻人多个朋友 不亏不亏 滚蛋 嗨嗨 丑哥 咱大侄子啥时候单身了 记得联系我啊 我闺女长得如花似玉 还是海归留学生 颜仇翻了白眼 无奈地摇摇头 看这名预警的长相 就猜得出 他女儿没多好看了 自己的儿子身上 姻缘还不少呢 轮也轮不到他 说起姻缘 颜仇又忍不住担心起来 颜首一的姻缘 本有三段 其中一段 已经被颜首一 亲手给斩断了 但就算如此 依旧还有两段姻缘等着他 颜仇知道 颜首一和林子彤两人 早已私定终身 但那个姑娘怎么办 颜首一能做出选择吗 可惜了 现在不是救世会 否则我这个当爹的 是不介意儿子 多取几个的 颜仇自言自语道 紧接着 他掐指一算 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师妹王两之中 就剩下一个妹了 看来那臭小子 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今晚白石洗 再劫难逃 林子彤那丫头 应该也差不多 要出发去平安大厦了 说起来 驴镜声 还是挺好用的一枚棋子 方才出去赏月 远远地瞧见了一只木鸟 薛凯也已经赶到平安大厦 差不多 也该我这个当爹的出场 户户独自了 平安大厦顶层 方求带来的四员猛将 痴妹王两 此时只剩下一个妹在苦苦之称 这对白石洗他们而言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妹在阿公和朱山造的围攻之下 已经显露出劣势 失败是早晚的事情 而严守一 他们已经腾出了手 要是再加入其中 妹分分钟就要被斩杀 感觉到事情不妙 妹忍不住心生退意 她本与阿公和朱山造打的正憨 却突然翅膀一震 撞破了顶层的玻璃 朝着远处飞去 在场的人当中 能飞得没几个 即便是阿公骑的指鹰 也只能在低空飞行 和妹这种长着翅膀的家伙 根本没法比 阿公 别让他给跑了啊 龙飞城大声喊道 这家伙刚刚恢复过来 没有什么战斗力 倒是在后方指挥起战斗来了 阿公无奈道 我追不了 恐怕要让妹给逃走了 朱山造在一旁也急得不行 只恨自己投错了胎 转生成了一头猪 而不是一只长翅膀的鸟 就在大家无计可施之时 严守一突然扔出了一只木鸟 木鸟不过巴掌大小 扑腾着灵巧的翅膀 从妹撞破的玻璃缺口中飞出 静止追向逃跑的妹 方球健壮不由地低声嘲笑道 妹再怎么弱 也不至于连一只木鸟都对付不了 这严守一的脑子里 难不成缺了根筋吗 驴精一剑刺向方球 心里冷笑 脑子里缺根筋的是这个方球自己吧 刚才被严守一的奇门顿甲打脸 这么快就不长记性了 虽然驴精也没有见识过 严守一这只木鸟的厉害 但他了解严守一的为人 严守一性格沉稳 没有十足的把握 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别看三元个头小 但飞行速度却一点都不慢 他很快就追上了妹 而妹回过头一看 发现追着自己的 竟然只是一只巴掌大的木鸟 不由地发出了不屑的笑声 就凭这小家伙 妹干脆停在半空中 转过身咧着嘴 等着三元靠近 就在三元飞到妹的面前时 身在平安大厦的严守一 默默地拿出三张道符 念起了口诀 北地之宫 急来云晴 历世使者 素质谈中 另寇急速 雷吼雷奔 天阴地黑 日月昏蒙 万魔拱手 扶到疾从 吞魔使鬼 减恶除胸 感为黑绿 压至桑童 收送黑玉 永结无穷 沉沉长夜 剑刃刀锋 金无解印 万鬼臣服 三张道符 化作三道金色丝线 跨过百米的距离 钻进木鸟三元的身体里 下一秒 三元浑身沐浴在金光之中 刹那间化作一只庞然大雾 金色巨鸟 什么 方球见到这一幕 震惊得差点连眼珠子都瞪出来 出现了 是鲁班传人的看家本领 木魁法天 阿公十分兴奋 因为他当初就是败在这一招手下的 如今再次看到 阿公忍不住欣赏 毕竟 这次挨揍的人不是他了 驴精眉头一皱 他发现这个方球表现得很奇怪 方球会的招数 和他们驴山派十分相似 但又不完全一样 而且 这家伙虽然倒横不浅 但他一系列的反应 却好像是个圈外人 能有这般倒横 不可能不知道鲁班传人的厉害 但方球却屡屡露出震惊之色 仿佛 这个方球就是个素成品 他除了有实力有倒横之外 什么都不懂 天空中 三元张开双翼 身体堪比汽车大小 而在此时的三元面前 魅才是那个小不点 看到三元突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魅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而三元已经张开了双翼 用爪子一把抓住了魅的脑袋 强行将魅往回转 魅当然不可能回到平安大厦去 他已经临阵脱逃 就算阎首义他们不杀他 方球也不会放过他的 但三元霸道无比 他的力爪死死地扣在魅的脑袋上 魅越挣扎 爪子就抓得越紧 最后 三元的爪子 甚至已经刺进了魅的脑袋里 眼看着距离平安大厦越来越近 魅也决定放手一搏 他的身后 竟然探出了一条尖尖的尾巴 这条尾巴是他的杀手锏 飞到紧要关头 绝对不会暴露 之前就因为他一直没有动用尾巴 出其不意地反杀了不少敌人 而如今 这条尾巴已经对准了三元 臭母娘 去死吧 就在魅打算偷袭三元之时 三元的身上 突然释放出强大的银色雷电 这是掌心雷 是严手一藏在三元体内的掌心雷符 三元随时可以使用 而刚才 三元早就看出了魅的小心思 这一刹那 掌心雷直接将魅给劈得精神恍惚 那条尾巴也直接瘫软下来 根本伤不了三元 剑魅的杀心这么重 三元的心也冷了下来 他一个转身 直接将血运的魅甩了出去 还没等魅反应过来 三元已经完成一个俯冲 如同一架战斗机般朝着魅撞来 当魅回过神来之时 三元已经杀到他的面前 扑刺 一道金光闪过 魅震惊地低下头 他的身体 已经被三元锋利的翅膀 一分为二 揪 三元发出一阵嘹亮的鸣叫声 同时发动了眼手 遗藏在他体内的第二道符 天雷御火符 天雷瞬间劈下 火焰将魅的身体包裹 魅本就是鬼怪 又被三元重创 此时根本扛不住天雷火的灼烧 他的身体化作两道火团 朝着地面坠落 远远看去就如同两颗天外陨石 只不过 还没等他落地 天雷火就已经将他的两截身体 烧成了灰烬 三元健壮 高兴地在天空中盘旋 仿佛在炫耀自己的战绩 三元 原来这么厉害的吗 龙飞城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他一直以为 三元就是个可爱的吉祥物而已 哪知道三元原来是 阎首一手里的大杀器 太可怕 太强大了 三元 回来吧 阎首一呼唤道 三元没有任何犹豫和留恋 听到呼唤以后 头也不回地飞向阎首一 如今 痴魅王两兜已经被解决 散落的珠连画作的小鬼 也有驴山派弟子和柳家的指人对付 腾出手来的阎首一他们 只有两个对手 方求 白石血 这场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方求 你的手下已经不剩几个了 你还想负于顽抗 驴精与方求各自持着宝剑 杀得你来我往 二人的招数虽然细节不太一样 但总体上竟没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 来自所谓的四象山的方求 竟也和驴精一样 擅长控轨之法 方求冷哼一声 一剑斩出 飞出的并非是剑气 而是五道张牙五爪的恶鬼冤魂 驴精也不惯着 扔出了五张道符 道符上的符咒 闪过一道金光 旋即化作五只恶鬼 将方求召唤出来的五只恶鬼 撕成了碎片 吞进肚子里 论道行 方求和驴精不相上下 但驴精好歹也是驴山派大长老 多年来积累的玩意儿和宝贝可不少 例如同样的招数 驴精召唤出来的恶鬼 就比方求的要厉害许多 刚刚从之前的战斗中 回过神来的严首一 迅速地观察了一番方求和驴精 方求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大家想要助驴精一臂之力 就必须先了解清楚方求的本事 否则贸然加入战斗 很大可能会打乱驴精的节奏 甚至成为帮道忙的脱油瓶 严首一 你说这方求到底是什么来头 怎么能和驴精老头打平手 罗宁双手插腰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严首一沉声道 你们不觉得 方求的招数 太像驴山派的招数了吗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明白了 之前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难道 这个方求本身就是驴山派的人 阿公皱着眉头分析道 龙飞城跌跌撞撞地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怒骂道 好啊 驴山派助纣为虐 自己交出了个方求 还要咱们一起帮着对付 别瞎说话 严首一摆了龙飞城一眼 龙飞城干咳两声 尴尬地说道 那严哥 你说这个方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严首一道 方求来自四象山 他的招数和驴山派 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这不代表 他就是驴山派的人 要知道 驴金长老 已经是驴山派的大长老了 他都只能和方求打平手 那教导方求的人又是谁 难道是驴山派掌门驴镜生 我看 就算是驴镜生 也没有本事 交出方求这个徒弟 众人只觉得 方求的身份和实力 简直就是个谜 怎么想都想不通 而严首一的心里 也隐隐有一些猜测 驴金一直怀疑 与白家合作的人是驴镜生 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而严首一 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表明 的确有一些人 在使用着驴山派的本领 暗中帮助白家 这个人 未必是驴镜生 而很有可能是方求 与他背后的人 方求的招数 和驴山派太像了 所以他和驴金才会觉得 有驴山派的人 在与白家合作 可到底 方求身后的人 又是谁 是曾经驴山派的 某位强者吗 这位强者既然还活着 为什么不留在驴山派 保护戎城百姓 反而培养了四项山 纵容方求 围获苍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 恐怕只能问方求本人了 这时 驴金抓住了机会 对方求展开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方求节节败退 显露出了明显的烈势 众人心中一喜 要是驴金打败了方求 那么接下来 只要所有人一起 围攻白石洗就行了 然而 方求却突然拿出了一只绣花鞋 咬破舌尖后 将金血喷在绣花鞋上 绣花鞋怨气大作 周围响起了 阵阵哀怨的哭声 方求阴生说道 驴金 你养的鬼可都不简单 但你可曾听过一种怨灵 叫做阴红娘 驴金面色大变 语气中更是带着暴怒之意 混账东西 你果然偷学了我们驴山派的招数 养阴红娘可是驴山派最大的禁忌 驴金在愤怒的同时 竟然将自己所养的所有鬼 一起释放了出来 各种各样的恶鬼 厉鬼 亡魂 足足有三十几只 全都保护在驴金的身边 可想而知 此时的驴金 究竟对这个阴红娘 有多么的忌惮 颜哥 什么是阴红娘 龙飞城疑惑道 看驴金长老的模样 这个阴红娘猛得很啊 严首一沉声说道 驴山派擅长控鬼之术 其中阴红娘就是 驴山派典籍中最凶的一种鬼 想要恋成这种鬼 条件十分苛刻 必须要亲自娶一名女子为妻 这名女子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施术者本人 然后施术者在大婚当日 将妻子杀死 为她穿上喜服化上红装 强烈的怨气 会让新娘变成婴红娘 婴红娘一旦成行 每日必须以活人进贡 每月更是要为一对同男同女 只要将婴红娘喂饱了 她就会对施术者言听计从 如生前一般深爱至极 可一旦喂不饱 就算是施术者本身 都会被婴红娘 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炼制婴红娘的手法 太过于残忍 有为人伦道德 为天道所不容 所以 驴山派就将此书列为了禁术 近百年来 都没有出现过婴红娘的传说了 没想到这个方球 竟然练出了一只婴红娘 听了严守医的解释 众人的心里紧张起来 驴经长老 是婴红娘的对手吗 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优势 会因为婴红娘而发生逆转吗 在众人的屏息注目之下 一双苍白的手 从方球的身后探了出来 那双手的手指无比纤细 指甲被涂成了血红色 苍白的手 轻轻地抚摸过方球的脸颊 最后才从她的身后 探出一个盖着红盖头的脑袋 相公 那女子轻轻呼唤 声音空灵冷清 令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婴红娘 穿着喜服 浑身上下 却散发着恐怖怨气的怨灵 真是意外之血 没想到今日 竟然能见识到婴红娘 正在柳靖康战斗的白石喜 突然发出了兴奋的声音 就连活了几百年的白石喜 都觉得婴红娘是个稀罕的东西 而此时方球本人 脸色也有些僵硬 她召唤出了婴红娘这个大杀气 就连她自己心里 都有些害怕 控制不了她 婴红娘轻轻问道 相公 你许久未曾看过奴家 奴家好生想你 方球打了个寒战 随后指向前方的驴巾 娘子 正是此人阻碍我们二人团聚 你替我杀了她 咱们二人就能掌相厮守 永世不分离 婴红娘立刻转头看向驴巾 虽然她盖着红盖头 但不知怎么的 众人依旧感觉到 有两道红光 在红盖头下闪烁着 一股恐怖的杀意 席卷而出 本以为胜券在握 却因为一个婴红娘的出现 让所有人的面色都凝重起来 尤其是在严首一的一番介绍之下 大家在看那穿着喜服的新娘时 都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感 就连驴巾本人 被婴红娘的杀意包裹着 脸色也十分难看 就是你 阻拦我与相公见面 婴红娘冷冷地盯着驴巾 声音越发地冷冽 光是听着 就仿佛刺骨的寒风 钻进了耳朵里 刺痛着耳膜 驴巾沉声说道 婴红娘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 你的敌人是方求 不是我们 但这些话 驴巾自己也知道 只是土废口舌 婴红娘本身就是怨灵 怨灵是没有神志的 只有执念 她对方求的爱就是执念 所以婴红娘会无条件地 听从方求的话 果不其然 婴红娘根本没有 打算回答驴巾的问题 她猛然发出一声尖叫 十根手指头一一爆裂 标出的鲜血 化作十条血线 朝着驴巾飞去 驴巾面色大变 急忙后退 而她养的那些鬼物 也都不畏生死地往前 想要替驴巾抵挡 然而之前还有几分 十例的鬼物 在婴红娘的面前 竟然不堪一击 它们的身体 在接触到血线的一瞬间 就被血线切得四分五裂 断口光滑如镜 眨眼的功夫 驴巾召唤出来的鬼物 就死伤大半 这个婴红娘 怎么这么厉害 龙飞成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在她的认知当中 驴巾已经是在场的人当中 十里的天花板了 但就算是驴巾 在婴红娘的面前 竟然也节节败退 表现得不堪一击 她忍不住说起丧气话来 完了完了 今天别说是白石洗了 咱们恐怕 要败在婴红娘的手下了 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时 严守一冷声说道 婴红娘的怨念之物 是方球手中的红色绣花鞋 只要咱们拿到绣花鞋 将之摧毁 婴红娘也会随之消失 阿公瞬间领悟了 严守一的意思 你是说 驴巾长老拖着婴红娘 咱们联手对付方球 罗宁点点头 没错 驴巾老头再怎么弱 拖着婴红娘一会儿也是可以的 咱们人多 方球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咱们的目标是 夺得绣花鞋 并不是击败方球 胜率很大 那还等什么 一起上吧 珠珊造孝道 大家团结在一起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这股力量 一扫之前 大家心里对婴红娘 生出的恐惧感 给了她们无尽的勇气 驴巾长老 严守一大喝一声 驴巾何等聪明 他立刻就知道 严守一他们想要做什么了 于是他一边将婴红娘引开 一边喊道 你们想做什么 就放手去做 我虽然老了 但还不至于死在婴红娘的手里 有驴巾这句话 严守一就放心了 他抽出斩破刀 大步向着方球冲去 小龙 冲锋枪锋走位 阿公 派你的指扎牵制方球 罗宁和我一起正面迎击方球 珠珊造在一旁搞偷袭 珠珊造一愣 老大 你也太了解我了 少废话 能不能办到 必须的 众人收到严守一的号令 立刻配合着行动起来 方球见几人朝他靠近 便知道他们的意图 立刻抱着绣花鞋后退 然而龙飞成抱着指扎的冲锋枪 对着方球身后一通扫射 突突突突 方球被干扰了动作 只能绕路前进 还没等他跑几步 阿公骑着指鸟拦住了他的去路 同时张开双臂 袖中竟又钻出了两条指扎的巨蟒 足足三只大家伙 就算是方球 也必须避其锋芒 一回头 严守一已经杀到 枪 方球的反应速度极快 立刻举剑格挡 严守一一招背挡 没有丝毫犹豫 蹲下身子给了方球一记扫堂腿 哪只方球 一脚狠狠地踩向地面 静硬生生将脚踩进大理石地面十几公分 整个人如同罗汉一般定在原地 严守一的扫堂腿 踢在方球的小腿上 并没有将方球撂倒 但好歹也给了方球的小腿一记重击 这一脚 就算没将方球踢废 也足够影响他后续的一些动作了 但方球只是闷哼一声 旋即脸上露出利色 被他看不起的严守一 却屡次打他的脸 现在正是交手 竟又吃了亏 这岂能人 方球立刻念起了咒语 手中捏着手印 一拳轰向严守一 他的拳头被黑气所包裹 隐约可以看到一个骷髅头的模样 很显然 要是中了方球这一拳 绝对不好受 可就在方球的拳头 即将落在严守一身上的前一秒 一只手扣住了方球的手腕 方球抬头一看 见到的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奇怪家伙 你找死 他二话不说 立刻挥出另一个拳头 可依旧被面具男给抓住了 你没有第三只手了吧 罗宁从面具男的身后探出脑袋来 对着方球微微一笑 方球一愣 旋即震惊地发现 眼前的面具男竟然有六条手臂 面具男正是罗宁用缝尸术练出来的小哪吒 小哪吒 揍他 罗宁命令道 小哪吒空出来的四条手臂 立刻挥舞起拳头 一拳接一拳地落在方球的胸口 他的拳速极快 说是狂风暴雨也不为过 方球顿时被打得节节败退 嘴里甚至喷出了鲜血 龙飞城远远地喊道 这个方球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吗 应该是之前驴金长老 消耗了他不少的力量 阿公谨慎地说道 方球挨了一顿打 后退了十几步总算是回过神来 他急忙喊了一声殷红娘的名字 正与驴金交手的殷红娘 没法抽身过来帮忙 却是挥手送出了一道血线 血线一会儿过 当场将小哪吒的六条手臂全部切断 方球的手上甚至还端着两条断了的手臂 罗宁面色一变 不好 要出事了 方球冷哼一声 丢掉那两条手臂 一脚踹开没有战斗力的小哪吒 然后飞身抓向罗宁脖子 现在的方球已经被彻底激怒 要是让他触碰到罗宁 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他就可以拧断罗宁的脖子 危机关头 在一旁伺机而动的珠山灶 总算有了机会 他一阵助跑 然后一跃而起 一头狠狠地撞在方球的腰部 施安老猪一撞 珠山灶大喊 龙飞城看着就觉得疼 眯着眼睛说道 老金 这一撞不得 把腰子给干沸啊 老金身表同情地点点头 就算殷红娘能复活 也享受不到做女人的快乐 方球被撞飞 落地以后 狼狈地滚了好几圈 他缓了口气 扶着腰爬起来 当场又吐了好几口血 模样可谓狼狈至极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小辈 狠话留着下地狱再说吧 不等方球放狠话 严守一竟不知 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纵地金光 严守一手持斩破刀 准备对方球 发动致命一击 但方球也不是擅茬 他立刻转过身 手中多出了一柄匕首 狠狠地刺进严守一的小腿 只是这一瞬间的疼痛 让斩破刀出现了偏差 没有杀掉方球 只是斩断了他一条手臂 可即便如此 也让方球疼得忍不住哀嚎 被斩断的手臂 飞出去好几米远 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相公 殷红娘见状暴怒 瞬间击退驴精 转而化作一道红光 席向严守一 阿公见识不妙 派出自己坐下的 纸鸟和纸蛇前去保护 但他们仅仅只是 阻挡了一瞬间罢了 殷红娘还是杀到了 严守一面前 严守一小心 驴精担心地大喊 严守一心里也怕极了 因为这个殷红娘 的确恐怖 她连忙使用金光皱 将自己的完全包裹起来 并且聚精会神地 盯着殷红娘 预判着她的攻击 只见殷红娘食指相交 竟将血线变成了一张大网 向着严守一盖来 严守一若是没能躲过 恐怕身体 直接会被切成碎块 就算她是天煞尸馈 也未必能重生 冷静 冷静 一定要冷静 血线编织的大网 还存在着缝隙 只要小心一些 说不定能从缝隙中穿过去 我命不该绝于此 我一定可以活下来的 这是一瞬间 严守一的脑海里 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甚至冒出了 林子彤的模样 她咬了咬牙 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跃而起 从血网中钻出 牛了个逼的 龙飞城忍不住大喊 不愧是我严格 众人看到严守一 竟然真的从血网中钻了出来 不由得都松了口气 严守一这家伙 总能给人惊喜 然而落地后的严守一 却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忽然 她的左臂七根滑落 老大 珠山造一愣 严守一叹了口气 刚才为了钻出血网 她不得不放弃一条手臂 虽然断了一条手臂 但天煞失魁的力量 应该能让自己的手臂又长出来 牺牲一条手臂 换得活命的机会 这已经是十分划算的买卖了 深知严守一底细的罗宁 并没有表现出担忧之色 她只是轻松地笑了笑 活下来就好 只不过 英红娘可不会那么轻易善罢甘休 你们 你们竟敢将我相公伤成这样 英红娘愤怒地吼道 我要将你们所有人全部杀死 死光光 吕金长老 赶紧把这疯婆娘拉走啊 龙飞城连忙喊道 咱们对付不了她 然而 驴金却是脸色一黑 喷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无力地坐在地上 龙飞城一愣 不是吧大爷 这个时候玩挂街 黄海和周玉泉 连忙前去搀扶驴金 只听驴金虚弱地说道 方求也不简单 这番战斗终究伤了我的元气 现在我也不是英红娘的对手 你们若是没有别的办法 还是先逃吧 都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 哪有逃跑的道理 别说是严守一了 就连龙飞城都觉得不甘心 但现在柳金康被白石熙所牵制 严守一又断了一条手臂 方求都还没死呢 在场的人们 谁有能力对付英红娘和方求 大家心里 忍不住生出一丝绝望 难道今天注定 还是要失败 方求分析了场上的局势 发现自己竟然依旧占据了上风 不由地笑了起来 可他很快又因为笑而牵动了内伤 马上喷出了一口鲜血 能把我逼到这个份上 你们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金若打得很痛快 便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逃跑 十秒钟之后 我与英红娘将会大开杀戒 谁还敢留在原地 就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方求的威胁 大家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倘若打不赢 现在逃跑 或许是个机会吧 别着急 谁说咱们一定要跑了 这时 严守医忽然出声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严守医 只见严守医默默地丢掉斩破刀 然后从怀里拿出了一只染血的绣花鞋 英红娘的绣花鞋 怎么会在严守医的手上 众人愕然地望着严守医手里的绣花鞋 就连方求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严哥 真有你的呀 龙飞城第一个反应过来 忍不住大喊 咱们顶多要杀方求 你把人老婆都抢过来了 什么叫杀人诛心 这就叫杀人诛心 一边待着去 严守医美好气地瞪了龙飞城一眼 什么时候了 还耍宝呢 刚才严守医发现 无法直接将方求斩杀 情急之下盯上了方求 藏在胸口衣服里的绣花鞋 于是 趁着方求因为断臂疼痛而分心的机会 将绣花鞋顺了过来 众人纷纷回过神来 发现严守医拿到了绣花鞋 大家统统松了口气 得到了绣花鞋 就等于控制了殷红娘 这是替所有人解决了心头大话啊 但心系的罗宁还是有所顾忌 虽然殷红娘对大家构不成威胁了 但断了一条手臂的方求 同样难以对付 尤其是在驴金倒下 严守医也丢了一条胳膊的情况之下 若是不想办法对付方求 大家依旧不能高兴得太早 此时方求终于回过神来 她喘着粗气 怨恨地盯着严守医 臭小子 把绣花鞋还给我 可能吗 严守医冷哼一声 殷红娘也用尖锐的声音 威胁着严守医 可此时的严守医又怎么会怕她 虽然仅剩一条手臂 这条手臂还握着绣花鞋 但严守医却对方求二人 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只见她上前一步 口中默念道绝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凤行 五雷正法 银白色的雷光 瞬间将严守医手中的绣花鞋笼罩 而飘在方求身边的殷红娘 同时也被雷光包裹 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方求知道殷红娘没有好下场 便挣扎着站了起来 犹豫过后 竟要跑向白石洗的方向 现在唯一能让她喘口气的 只有白石洗了 她和白石洗联手 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严守医却冲着方求大喊 方求 你要去哪里 你要放任自己的妻子不管吗 方求面色一变 回头狠狠地瞪了严守医一眼 闭嘴 可严守医脸上的笑容却更盛 还是说 你要做抛弃妻子的复兴汉 提到复兴汉三个字 殷红娘原本愿毒地 看着严守医的双眼 忽然转向了方求 被殷红娘盯着 方求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 严守医这小子 一旁的驴精 忽然间明白 严守医的企图了 他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和方求打了大半天 竟还不如严守医 动动嘴皮子来得有效果 龙飞城说得不错 严守医当真是杀人诛心啊 黄海和周玉泉一脸猛逼 怎么就杀人诛心了 严守医看着如此面善 不像是那种 会杀人诛心的阴险小人啊 驴精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你们都记好了 以后惹谁都别惹严守医 这小子看着面善 也只是看着而已 严守医拿着绣花鞋 似乎一点都不害怕殷红娘了 他走到殷红娘的身边 轻声对她说道 殷红娘 你这么爱方求 但方求爱你吗 她只不过是 拿你当一个利用的工具罢了 等你失去利用价值了 就随手将你抛弃 你不信 我上回在叶总会门口 碰到方求了 这家伙左拥右抱 还说自己没家事呢 哎 我也就随口这么一提 这毕竟是你们的家事 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千万不要啊 严守医的话 好像刀子似的 在殷红娘心头上搁着 殷红娘听着 怎么能不心痛呢 罗宁无语地说道 看不出来严守医的小嘴这么碎呢 龙飞城叹了口气 多亏了咱俩在上行一校当保安 闲着没事 就听宿管阿姨嚼舌根 严哥都跟他们学坏了 我还是头一回 见到有人 能把怨灵的执念给说动摇的 阿公无比佩服地说道 殷红娘的怨念极深 但那是对未完成的爱的怨念 严守医的话 动摇了殷红娘对方求 至死不渝的爱 这可是动了殷红娘的根基 于是 殷红娘冷冷地抬起头来 盯着方求 音声说道 她说的可是真的 方求连忙摇头 你怎么能听信一个外人的胡言乱语 你忘了吗 他们要杀我的 我只问你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殷红娘的声音越发地冷 当然不是了 方求焦急地解释道 你忘了咱们在一起的誓言了吗 我之所以杀了你 就是想要咱们二人能够永远地长相厮守 我怎么会背叛你呢 龙飞城见状 默默地在一旁喊了一声 方求老哥 上次白金汉宫那两妞儿真不错 下次咱们还去啊 方求怒道 滚你马的 老子何时去过白金汉宫 她急了 她急了 龙飞城喊道 你没做过亏心事 这么生气做什么 滚犊子 方求破口大骂 回过头来 本来还飘在严守一身边的殷红娘 居然已经顺移到了方求的面前 方求吓了一大跳 有龙飞城在一旁神助攻的拱火 殷红娘此时已经愤怒到极致 愤怒到失控 殷红娘伸出手 死死地掐住了方求的脖子 你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真的没有背叛你啊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看着方求的脸色逐渐变得铁青 众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在这个环境里 居然还可以看一场 灵异情感苦情大戏 果然女人生气起来 啥话都听不进去啊 方求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后居然会死在 自己一手练出来的殷红娘手里 她不甘心啊 可架不住严守一的杀人诛心啊 眼看着方求渐渐不再挣扎 慢慢断气 严守一默默地使用了一道天雷浴火绝 天雷火坟尽一切 直接将绣花鞋包裹 与之一起被包裹的 还有殷红娘和方求二人 严守一沉声说道 殷红娘 你们生前不能在一起 那就死后化作永恒吧 我这就超度你们 众人无语 这叫什么化 傻子才会同意吧 可令大家震惊的是 殷红娘居然真的点头同意了 她沐浴在天雷火之中 笑着说道 至少这样 我就可以和我的相公 永远在一起 长相厮守了 方求听了殷红娘的话 当场双眼一番 彻底断气 一位堪比驴精的强者 就这么死在了自己 练出来的殷红娘手中 殷红娘见状 默默地抱住了断气的方求 她是真的爱方求 所以哪怕是死 也要死在一块 严守一默默地 加大天雷火的力度 火焰覆盖了两人的全身 慢慢地将它们烧成灰烬 方求死了 殷红娘也死了 严守一手里的绣花鞋 最终化作一团灰烬 没想到 方求居然是以这种死法死去 驴精苦笑不已 人言可畏啊 其他人的心情 也是说不出的复杂 像方求这样的强者 最后居然是因为 严守一和龙飞城的 几句妖言给整死的 要是方求还有魂魄的话 恐怕能气得魂飞魄散吧 但不论怎么说 方求已死 驴山派弟子和柳家指人们 也对白石喜的小鬼们 展开了最后的绝杀 眼下 众人只有一个目标 白石喜 小妍 你这手臂的伤势感觉如何 方求和殷红娘死后 随心对一老金跑了过来 要替严守一检查伤口 严守一此时才松了口气 感觉到手臂断口处的疼痛 老金掀起严守一的衣服一看 发现伤口处已经愈合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条小手臂正在往外长 我感觉 我的手臂不出三天就能长回来 严守一说道 老金不由地说道 你这天煞尸葵的身体 确实有点厉害 罗宁却是眉头一皱 不对 按照以往你的能力 手臂第二天就能长好 难道你的自愈能力有所下降 严守一闻言 也是隐隐有些担心 他不会怀疑罗宁的能力 毕竟他是和尸体打交道的 自然更了解 但眼下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严守一让老金帮忙 在自己的手臂断口处 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随后看向阶梯的上方 那珠连后头 柳靖康和白石喜 还没奋出胜负 白石喜的确厉害 虽然柳靖康的实力大不如从前 但他好歹还是鬼王 而白石喜不是鬼王 依旧与柳靖康打得难舍难分 二人你来我往 双方交战的激烈程度 丝毫不比驴金和方求交手实弱 只不过 此时的白石喜 显然已经有些心急了 他虽然与柳靖康交手 却也一直关注着周围的情况 痴美王良死去的时候 白石喜内心毫无波澜 但方求和殷红娘死了 白石喜心里开始着急起来 这样下去 他今日真有可能交代在这里 该死的 白玉胜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 白石喜不知道 白玉胜他们本来只是洋装离开 可他们却遭遇了严守医的阵法 被牵制了好一阵子的时间 好不容易从阵法中逃出来 又遇到了严守医安排埋伏的鬼怪们 这些鬼怪对白家人的痛恨 那可丝毫不比严守医他们若多少 而且一出手就是拼命 白玉胜自以为掌控了一切 结果反而落入了严守医的圈套 反而将老祖宗推进了火坑当中 此时 他们还在与平安大厦的鬼怪们周旋呢 严守医也正是算到了这一点 才下定决心要来搏一把 因为只有今天 他们才有杀白石喜的机会 白石喜 你们白家所作所为 伤天害理 灭我柳家之仇 不共戴天 柳靖康咆哮一声 以压倒性的姿态 将白石喜按在地上胖揍 两人都是基米高的巨人 打起架来 可以用震天动队来形容了 平安大厦的顶层不停地颤抖 大家休息好了 就快去帮忙 严守医提醒道 大家纷纷重新握起武器 准备加入战斗 可在这个时候 柳靖康居然已经找到了 白石喜的漏洞 柳靖康看准机会 将捡起地上的两柄战刀 狠狠地刺入白石喜的胸口 啊 白石喜惨叫一声 连连后退 竟被柳靖康一路顶到墙上 哼 战刀如同钉子般 直接将白石喜定在了墙上 柳靖康也算是身经百战 松开了战刀后 一拳又一拳地打在白石喜的脸上 白石喜每挨一拳头 就从嘴里吐出一团烟气 烟气消散 他的身体也跟着变得虚弱起来 太爷爷加油 柳家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忍不住为柳靖康加油打气 其他的柳家人 也纷纷发出兴奋的呐喊 十个多年 他们总算又看到 老祖宗发威的模样了 见到柳靖康抱奏白石喜 每一名柳家人都感觉到了深深的自豪 严守医他们 也因为看到了柳靖康的绝对优势 而没有着急出手 一套组合拳下来 白石喜竟被打得奄奄一息 柳靖康抓住白石喜的头发 在他耳边冷声说道 小鬼毕竟是小鬼 就算老夫百年不吃活人魂魄 也不是你这种小鬼能够比你的 老夫今日便替天行道 斩了你这白家的老畜生 只见柳靖康拔出了一柄战刀 架在了白石喜的脖子上 众人激动地忍不住瞪大双眼 马上 白石喜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可就在柳靖康 要斩杀白石喜的前一秒 白玉胜一伙人 竟从楼梯间里闯了出来 看到顶层一片狼藉的模样 白玉胜面如死灰 他失算了 因为他的狂妄自大 中了严守医的圈套 害得方求和痴魅王俩全部死去 就连老祖宗白石喜 都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了 白玉胜慌忙拿出一张道符 默念咒语后 道符化作一道金光 飞向柳靖康 眼守医面色一变 拦住白玉胜 可大家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金光瞬间钻进柳靖康的身体里 柳靖康浑身一僵 竟短暂失去了意识 老祖宗 快戳手 白玉胜大喊 白石喜回过神来 用尽全部力气 抓住了柳靖康的肩膀 随后 竟张大了嘴巴 狠狠地咬住柳靖康的脖子 硬生生从他的脖子上 扯下一块肉 因为魂魄受损 柳靖康终于醒悟过来 但他根本来不及反抗 白石喜的第二口 又咬在他的脑门上 一口 吃掉半个脑袋 太爷爷 老祖宗 柳家的指人们 见到这一幕 全都不敢相信地尖叫起来 连续两次致命的攻击 让柳靖康再无反抗之力 恰恰相反 吃掉了柳靖康的白石喜 身体逐渐变得凝食起来 不仅恢复了之前的伤势 反而有些更上一层楼的趋势 柳靖康 我倒是要谢谢你 吃掉了你以后 我晋升鬼王 不过是轻而易举之势了 白石喜狂妄地大笑起来 柳靖康咬了咬牙 虚弱地说道 生是柳家的人 死是柳家的鬼 即便老夫死了 我柳家的人 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愚蠢 白石喜大笑道 今日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 活着离开 他们想要报仇血恨 那可要等到下辈子了 说吧 白石喜张开了血盆大口 直接将柳靖康 全部吞进肚子里 他的身体 也随之长大 足足有七米之高 脑袋 都已经顶到了天花板上 爽 哈哈哈哈 吃掉了柳靖康 白石喜还没有满足 他一招手 先前白玉胜送来的 那几箱残魂 全部飘了出来 汇入他的口中 白玉胜健壮 也露出兴奋之色 跪在地上大喊 恭喜太爷爷 晋升鬼王之恋 有您的存在 我们白家必将永垂不朽 没错 白石喜 已经要晋升鬼王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天逆转 让严守一等人 全部面如死灰 之前所有的努力 在这一刻 都变成了屠楼 柳靖康死了 白石喜晋升鬼王 就算是驴金鼎盛时期 都未必能杀得了 现在的白石喜 这一场战斗 怎么打 还能打吗 驴金那张大红脸上 也逐渐露出了绝望之色 唯有眼手一咬着牙 目光坚定 他算过了 今日是杀白石喜的唯一日子 就算现在身处绝境 也一定有翻盘的机会 一定有法子 可以杀了白石喜 他不认说 他不认命 曾经的鬼王柳靖康陨落了 柳家人全部悲痛欲绝 气不成声 数百年来 正是因为有柳靖康的庇护 他们才能够留在阳间 现在柳靖康魂飞破散 柳家 恐怕也要支离破碎 失去庇护的他们 或许就要去转世投胎了 一旦转世投胎 就会忘却前世记忆 大家恐怕再也不能成为一家人了 柳家人 依偎在阿公的怀中 哭成了泪人 阿公一阵心痛 他今日分明是来替柳家报仇的 结果柳靖康却死了 如今面对 晋升鬼王的白石喜 大家还有几分胜算 万一输了 恐怕大家都要魂飞破散 成为白石喜的腹中之物 连下辈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颜哥 阿公咬咬牙 对颜首一问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颜首一 驴精本是大家当中威望最高的 但他现在虚弱不堪 没有战斗能力 所以颜首一就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 龙飞城着急道 颜哥 你给这个招啊 是打还是跑 好歹之一声 大家都指望着你呢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颜首一缓缓开口 我若是要战 你们有人害怕吗 柳家的守卫刘勇 立刻说道 我不害怕 老祖宗对我们恩仲如山 就算是死 我也要替老祖宗报仇血恨 刘勇当初还与颜首一起过矛盾 但后来再见面的时候 双方早已经达成和解 他虽然不是真正的柳家人 但柳靖康一直把他当家人看待 这才让刘勇有这样的决心 其他的柳家人也纷纷出声 表示绝不后退 发誓要给柳靖康报仇 白时系很强 就算咱们所有人拼了命 也未必能赢 严首一沉声说道 即便是这样 你们也愿意吗 阿公看了一眼怀里的柳家人 毅然点头 其他人如何我不管 但我一定会战斗到最后 驴山派的弟子贺道 驴山派以降魔味道为己任 若是在这个时候退缩 岂不是让外人看笑话 对 我们绝对不会退缩 拼命就拼命 若是在这个时候 当缩头乌龟 当年我们就没必要入 驴山的门了 严先生 你说怎么打 我们都听你的 驴山派弟子各个意气奋发 竟然比之前还要斗志昂扬 明明 白时系是大家根本 无法战胜的存在 严首一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 他的身体被金光神咒所覆盖 眼中更是燃起了火焰 好 那咱们就打 严首一大喝一声 用紧剩的右手 拔起了地上的斩破刀 他举刀呐喊 所有人一起和白石洗拼了 拼了 众人悲愤交加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所有人无比的团结 可他们刚刚冲出去几步 白玉盛带来的人马 就将他们给拦了下来 白玉盛笑眯眯地说道 太爷爷 您刚刚晋升鬼王 就不劳烦您动手了 这帮家伙由我们替您收拾 白玉盛带来的人马也不简单 要是他们在插手 严首一一方的人 恐怕还得损失一半 严首一心里着急 但却没有半点退役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往前冲的时候 一便再起 楼梯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了 一只只如同野兽般的身影钻了出来 他们掠过了严首一等人 尽直扑向白玉盛的手下 这 这些家伙是什么来头 白玉盛面色一变 一时间没能看清楚来者是谁 但严首一看清楚了 这些突然出现的身影 竟然是一只只僵尸 严首一猛地回过神来 平安大厦44层 可是罗宁和终极的养尸之地啊 他回过头看向罗宁 只见罗宁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轻松地说道 我舅舅教过我 万事都要留一手 这些僵尸我早就养在平安大厦了 没想到今天倒是派上用场了 一旁的龙飞城兴奋道 罗宁姐姐 您这哪是留一手啊 这简直就是留一炮 那些僵尸不畏生死不惧疼痛 比鬼都要难对付得多 而白玉盛的手下 今日已经经历了被阵法所困 被鬼怪埋伏 本就心力憔悴 甚至有些都已经受伤 如今又遭遇僵尸 顿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严首一见状 赶紧让大家绕过白玉盛的手下 前去围攻白石喜 同时 严首一还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如果白石喜真的晋升鬼王了 白玉盛刚才完全是多此一举 他何必还要 让自己的手下白白送命 为何不直接让白石喜出手 除了严首一几个颇有实力 在身的人以外 白石喜杀其他人 应该与杀小鸡仔一样容易才是 这里头一定有猫腻 白石喜一定存在某个弱点 只要找到这个弱点 自己就可以打败白石喜 此时 众人已经杀上阶梯 将白石喜包围 白石喜巨大的身体 让所有人显得渺小不堪 可即便如此 也依旧没有人有退缩的意思 一群不知死活的垃圾 白石喜不屑一笑 冷声道 就凭你们 也敢挑战鬼王 柳家人与白石喜 已经不共戴天 所以第一个冲上前 几十个指人 跳到了白石喜的身上 有武器的就用武器 没武器的就用嘴巴咬 白石喜的模样 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似的 但他一点都不害怕 滚开 只听白石喜嘀喝一声 浑身一震 顿时震退大部分柳家人 少数一些厉害的柳家人 还挂在白石喜身上 但他们所寄身的杂质 也飞速破碎 刘勇爬到了白石喜的后背 手里提着一柄尖刀 狠狠地刺向白石喜的后脖子 但白石喜只是随意地伸出手 便徒手接住了尖刀 随后他微微用力 尖刀就被夺了过来 刘勇还不肯放弃 打算咬白石喜几口 白石喜也有些怒了 像拍蚊子似的拍向刘勇 啪 刘勇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力量 被白石喜一掌拍碎了魂魄 他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便已经魂飞魄散 刘勇 看到刘勇魂飞魄散 更加激发了柳家人的怒火 白石喜正要收拾剩下的白家人 驴山派弟子的法术 也已经准备好了 各种各样的道符 在他们的手中燃烧 各色的法术打在白石喜的身上 但他们的道衡 终究还是不够强 白石喜虽然吃痛 却并没有受伤 而等未曾见过鬼王 不知鬼王之强大 无必要 让尔等付诸代价 白石喜怒吼一声 身体忽然炸裂 化作一团黑雾 将众人笼罩 被黑雾侵蚀的驴山派弟子 当场发出阵阵凄惨的叫声 他们的皮肤迅速腐烂 嘴里不停地喷吐黑气 很快便无力地倒在地上 大家快捂住口鼻 往外跑 严守一一边救人 一边往里冲 这些黑雾 应该是白石喜的鬼气 侵染了活人的身体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 而他因为是天煞失魁的身体 所以才能无视这些黑气 令他意外的是 阿公和罗宁 竟然也像没事人似的往里冲 你们没事吗 严守一连忙问道 阿公指了指自己的面具 看来面具是一件法宝 能够隔绝鬼气的侵蚀 而罗宁则解释道 我自小与尸体一起长大 身上的尸气 比鬼王的鬼气还重 白石喜的鬼气 进不了我的身 严守一松了口气 这时 驴精忽然在外围喊道 严守一 白石喜用鬼气压制我们 却也同时削弱了 自己本体的力量 你们试着 能不能找到白石喜的本体 兴许还有一战之力 听到驴精的提醒 三人精神一震 或许 真的有机会 可鬼气覆盖范围很大 现在大家能见度不足五米 而且白石喜也不会傻傻地 站在原地 如何能找到他 罗宁问 现在只有我们三人能进入鬼气 要不要分头行动 阿公立刻摇头 不行 分头行动 就给了白石喜逐个击破的机会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阿公说得不错 严守一道 给我一点时间 我能找到白石喜 怎么找 罗宁问 严守一吹了声口哨 一阵狂风袭过 阿公和罗宁抬起头来 隐约看到 脑袋上有一道身影在盘旋 是三元 三元可不是普通的木鸟 他的眼神犀利 嗅觉灵敏 想要找到白石喜的本体 并不难 而且 三元严守一心意相通 相当于严守一 多了一双眼睛 很快 严守一就感应到了三元的意思 跟我走 三人摸着黑 在鬼气中前进 很快 他们就看到 前方有一跪在地上的黑影 是白石喜吗 可他为何要跪在地上 三人心里都万分不解 小心翼翼地靠近以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道黑影不仅是白石喜 他的表情还十分痛苦 这是怎么回事 阿公小声说道 白石喜的情况看起来不对劲 咱们不如趁他病要他命 严守一二话不说 直接用斩破刀 砍向白石喜的脑袋 此时不出手 更待何时 可千军一发之际 白石喜猛地转过身来 一头撞向严守一 严守一猝不及防 被白石喜撞倒在地 阿公和罗宁赶忙要出手 没想到白石喜的动作更快 他先是冲到阿公面前 一把扣住了阿公的脖子 将他拽到半空中 然后狠狠地砸向地面 阿公的身体 并不如严守一强壮 这一砸 险些将他砸得瘫痪过去 而罗宁只是一介女流 擅长的是控尸之术 本身更没有什么能力 白石喜落地之后 只是一脚就将他 踹出了诡气的范围 就连严守一都找不到 罗宁的踪迹了 三人的小队 在面对削弱后的白石喜 依旧毫无还手之力 严守一挣扎着站起来 努力安慰自己 告诉自己还有希望 他算得挂不会有错的 白石喜今日必死无疑 严守一臭小子 击退了阿公和罗宁以后 白石喜亮腔地 朝着严守一走来 你可真是令我意外 比起我那没用的后背白玉胜 你显得出息得多 白石喜冷声说道 我给你一个机会 臣服于我 今日便不杀你 严守一冷笑一声 你配吗 当年的鲁班传人 在天子面前都不愿低头 如今到了严守一这一带 又怎么可能像区区一个 鬼王低头 白石喜听后大怒 别不识台卷 严守一握紧了斩破刀 冷声说道 白石喜 你别以为我猜不到 你迟迟不杀我 是有别的原因吧 白石喜冷哼一声 你别想太多 我只是有几分稀才之心罢了 虽然你尽力掩饰 但你之前的模样 已经出卖了你 严守一笑道 让我猜猜 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 白石喜沉默不语 眼中杀意很浓 却始终没有下手 突然 白石喜发出一声惨叫 痛苦地跪在地上 抱着脑袋挣扎 她的身体 也一阵摇晃颤抖 好像不稳定的传输画面 甚至出现了重影 在这一刹那 严守一竟然在 白石喜的魂魄中 看到了一张道符 白石喜的体内 怎么会道符 而且看到符上 所化的符咒 竟是驴山派的 天鹰遗魂咒 此乃驴山派 倒是用于控鬼的道符 目的是 移除鬼物本身的意识 让鬼物变成 听凭使唤的傀儡 但现在的驴山派倒是 已经很少用这种道符了 他们更偏向于 与鬼物达成交易 或者合作 是谁这么有本事 竟然在白石喜 这个鬼王的体内 送上了一道天鹰遗魂咒 短暂的惊讶之后 严守一没忘了 自己的目的 他再次挥刀 砍向白石喜 这下白石喜的反应速度 迟了半拍 斩破刀落下 竟硬生生 砍进白石喜的半个脖子 但鬼王的身体 岂是那么容易对付他 严守一几次用力 依旧无法再深入半分 啊 白石喜痛苦地仰天长笑 一巴掌拍掉了斩破刀 将严守一扑倒在地 严守一大惊失色 以为白石喜要杀了自己 可没想到的是 白石喜竟然用哀求的声音说道 严守一 帮帮我 帮我取出遗魂咒 白石喜心里清楚 若是没了自己的意识 就算成为鬼王又如何 还不是他人的傀儡 严守一回过神来 不由地问道 这是谁给你下的咒 白石喜愤怒万分 白玉胜 竟是白玉胜 虎毒还不食子呢 白玉胜居然将歪主意 打到了自家的老祖宗身上 他给我送的那些残魂中 掺杂了一道天鹰遗魂咒 方才我为了活命 一口气将所有的残魂 都吸进了肚子里 没想到中了那小王八的招 白石喜愤怒无比地说道 严守一 你替我取走遗魂咒 我定不杀你 万万没有想到 前一秒 白石喜还想将严守一收入麾下 后一秒他竟然就哭着 求严守一出手帮忙 严守一不由地笑了 估摸着白家 压根就没想要让白石喜成为鬼王 否则 岂不是影响到正牌老祖宗的地位了 所以他们才派白玉胜下圈套 让白石喜就算成为鬼王 也只是一个白家的傀儡 却没想到 这个圈套反而成全了严守一 白玉胜啊 白玉胜 可真有你的啊 一手好牌 愣是让你打得稀烂 白玉胜会对自己的老祖宗 白石喜下黑手 这是严守一万万没料到的 但仔细一想 这事似乎又挺合理 像白家这种荣城土皇帝 自然是把权力看得极重 白家的老祖宗 怎么可能会让另一个鬼王出现呢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于是乎 白家的那位老祖宗 便暗中命令白玉胜 对白石喜下黑手 如此一来 只要用天鹰一魂咒 控制住了白石喜 白家就相当于有两个鬼王 却又不会影响 白家老祖宗本身的地位 妙啊 要不怎么说 恶人自有恶人收呢 看着眼前苦苦哀求 甚至不惜对自己下跪的白石喜 严守一心里乐开了花 白石喜作威作福惯了 也没料到自己对白家鬼王的影响 现在回过神来 已经太迟了 但他无论如何 也不想沦为傀儡啊 于是他对着严守一哀求道 严守一 我知道你是乳班传人 办法多得很 只要你愿意拿走一魂咒 我不仅不杀你 我还帮你 我帮你杀光白家的人 我还累积了无数财富 只要你点头 万贯家 才全都归你 此时白石喜着急万分 几乎要把自己的所有家底 塞给严守一了 因为在场的人之中 也只有严守一 有能力拿走一魂咒 正常人遇到白石喜 给出的种种好处 恐怕早就把持不住了 但严守一却不一样 面对白石喜的诱惑 严守一不为所动 他笑道 白石喜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白石喜一正 严守一接着说道 我怎么能确定 我替你拿走一魂咒以后 你不会对我出手 别与我谈什么信誉 咱们是仇人 毫无信任可言 白石喜一正心虚 他当然是没打算 真的兑现承诺 一旦严守一 替他拿走了一魂咒 他就会杀光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严守一和白玉胜 毕竟 白石喜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家伙 他根本连白家都不在乎 更不会在乎 和严守一的承诺 可即便心里这么想 表面上白石喜 还是不敢表现出来 他努力装出一副 可怜无害的模样 让自己看起来 更像一个无助无辜的小老头 打从一开始 咱们就没什么恩怨 我也不过是帮自己的家族 出出头罢了 严守一 咱们不是什么不公戴天的仇人 少说那些没用的话 如果我是你 这时候 多少也应该拿出一点好处 来表示一下自己的诚意 严守一笑道 他骂的 死小鬼 白石喜心里臭骂了严守一一顿 这小子是真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趁火打劫啊 严守一吃定了白石喜 所剩的时间不多 所以故意威胁白石喜 奈何白石喜也没有办法 只能严守一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于是 白石喜一张嘴 竟吐出了一个牛皮箱 这箱子 足足有18寸大小了 也不知白石喜 是怎么吞进肚子里的 白石喜打开箱子 里面竟全是一根 跟金灿灿的金条 在鬼气当中 这金条要多刺眼 有多刺眼 这些金条少说 价值200万 现在都归你了 白石喜双手 将金条奉上 严守一哈哈一笑 随后 一脚将牛皮箱踢翻 金条散落一地 随便拿出一根 都价值好几万 但严守一压根不在乎 他身上的宝贝 价值会比这堆金条低吗 昨晚严守一 给林若福展示的聘礼 随便拿出一样 也比这箱金条 珍贵数千倍 白石喜 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是乳班传人 不是丐帮乞丐 严守一将趁火打劫 四个字贯彻到了极致 若是不知前因后果的人 在一旁围观 只会觉得严守一 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不过严守一心里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打劫坏蛋也叫打劫吗 不 那叫劫富济贫啊 而且严守一并不是冲着金钱来的 他对金钱没有感觉 白石喜的脸上殷勤不定 他也意识到 严守一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不拿出点珍宝贝来 这小子真敢袖手旁观 这可是关乎到自己性命的事 白石喜也不敢继续糊弄了 于是他咬咬牙 又吐出了一个物件 这物件 乃是一柄红色的人皮与伞 这是严守一眼前一亮 此乃红神伞 白石喜连忙介绍到 传说红神乃是阴间 掌管阴源的神 这红神伞就是他的法宝 伞面是由人皮制成 伞骨是用象牙磨成的 伞杆取用金刚竹 伞饼用的是羊之暖玉 你看这伞饼 这红神伞坚不可摧 还有收魂之效 而且我隐隐觉得 红神伞还有别的能力 是我没发现的 说不定它真是一件神器 如果真按照白石喜介绍的那样 那这柄红神伞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以严守一的眼光来看 红神伞没有白石喜 说得那么夸张邪乎 但也必定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宝贝 这玩意儿 严守一自己是用不上的 但若是把红神伞 送给林子彤 则相当合适了 于是 严守一一把拿过红神伞 直接塞进了自己的胯包当中 这一幕可把白石喜给看呆了 这小小的胯包 是怎么塞下一把红神伞的 严守一白了白石喜一眼 我都没问你鸭是怎么把红神伞 吞进肚子里的呢 拿了红神伞 白石喜本以为严守一 就会出手帮忙了 她的心里 甚至都已经计划好了 一会儿该如何杀了严守一 抢回红神伞 不对 不仅要抢回红神伞 还要把她的胯包抢过来 白石喜正计划着 但严守一 却迟迟没有出手 四目相对 严守一两手一摊 这就没了 你好歹也是一介鬼王 该不会觉得自己的命 就只值着一把雨伞吧 你 白石喜听了 差点没气地 当场魂飞魄散 这小王八蛋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红神伞都给你了 你居然还不满足 白石喜不停地在心里安慰自己 要是现在杀了严守一 可就没人能救她了 于是她咬了咬牙 又从嘴巴里 吐出了不少之前珍藏的宝贝 每一件都是白石喜的命根子 平常自己都舍不得拿出来把玩呢 令严守一意外的是 白石喜的宝贝当中 居然还有一个药葫芦 这药葫芦不过巴掌大小 看起来黏黏黏黏的 中间绑了根红绳 乍一看 没什么特别的 但严守一的眼光 又岂是一般人能比拟的 她闻到了药葫芦里 散发出来的药香 这种药香 并非是单独的某种药的香气 而是其常年储藏丹药留下的气味 这是什么 严守一指着葫芦说道 白石喜解释道 这是东王葫芦 也是我多年前收藏的宝贝之一 任何丹药存放在这葫芦里头 不论存放多久 都会如同刚出炉那样保持药效 绝对不会有半点失效 好东西 我要了 严守一二话不说 直接收了东王葫芦 白石喜黑黑一笑 准备收回其他的宝贝 哪知严守一喝住了她 你做什么 白石喜一愣 我做什么 你拿我的宝贝做什么 这些是我的宝贝啊 严守一笑了笑 你该不会觉得你的命 只值一把破雨伞 一个破葫芦吧 白石喜双眼圆瞪 这小子 上辈子是强盗吗 这一手打劫 简直玩得如火纯青啊 我给你的 那是破雨伞破葫芦吗 那个个都是一等一的宝贝啊 人不要脸 也要有个限度啊 白石喜差点就绷不住了 但为了自己的命 她还是忍痛将宝贝全都拱手相送 反正 一会儿都会抢回来的 臭小子 你等着瞧 剥削了一通白石喜以后 严守一心满意足 她觉得 时候也差不多了 她悠悠开口道 你这一魂咒啊 白石喜一阵激动 你什么时候替我拿走 不好意思 我不会啊 严守一笑道 白石喜一愣 不会 什么意思 严守一双手一摊 从始至终 我有说过 我知道如何取走天鹰一魂咒吗 没说过吧 白石喜的脑子 还是没转过来 傻傻地看着严守一 只是你一厢情愿 以为我会罢了 但这天鹰一魂咒 是驴山派的绝技 你真以为鲁班传人是万能的 不好意思 很不巧 我们鲁班传人 的确会很多驴山派的法术 但偏偏这天鹰一魂咒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 你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看在你送我这么多宝贝的份上 你有什么遗言尽管说 我替你记下来 到时候刻在你的墓碑上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此时严守一怕是要笑出声了 他哪知道怎么解一魂咒啊 他从未说过自己会解一魂咒 但不知道为什么 白石喜偏偏就觉得他会 而且还把宝贝全都送出来了 现在白石喜听完这番话 怕是要气得魂飞魄散 你 你不会 果然 哪怕是活了几百年的白石喜 一时间都无法接受严守一的话 他呆呆地看着严守一 不停地重复着话语 就好像是在努力说服自己 相信现实似的 对不住了 我真不会 严守一笑了笑 而后 捡起地上的斩破刀 一刀刺进了白石喜的胸膛 或许是因为白石喜 逐渐对自己的身体 失去控制的缘故 之前斩破刀砍白石喜的脖子 都没彻底砍断 但现在斩破刀 却可以轻松贯穿白石喜的胸膛 严守一知道 胜利在望了 白石喜浑身一震 他不敢相信地 看着贯穿了 自己胸膛的斩破刀 终于 他醒悟了过来 眼里 喷发出了无尽的怒火 你不会 你不会 你还敢向我索要那么多宝贝 你不会 你还装得高深莫测 你不会 曹你妈的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白石喜甚至想要抓着 严守一骂他三天三夜 但眼下 他只能把千言万语 化作了四字真言 这四字真言中 有着道不敬的怨恨 严守一冷哼一声 将斩破刀抽出 随后一个转身 砍掉了白石喜的脑袋 这一次 轻松无阻 身手分离 哪怕是鬼王 被斩断了脑袋 也没有复活的可能了 尤其是斩破刀 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刀 白石喜的脑袋滚落在地 勉强还保留着一丝意识 他的嘴皮子不停地动着 严守一读唇语 都能明白 他还在问候自己的家人 但那又如何呢 白石喜注定要死了 就算他诅咒自己 一千遍一万遍 也没有任何意义 而他 严守一 真正地夺得了今晚的胜利 严守一一脚踩在 白石喜的脑袋上 冷声说道 白石喜 好歹你也送给我不少宝贝 这样吧 你就乖乖地上那边等着 等我把白玉胜 还有你们白家的老祖宗 都送过去 到时候 你再找他们报仇 白石喜看了严守一一眼 随后五官蹊跷里 开始飘出惊破 这回 这老贼是真的气得魂飞魄散了 看着白石喜的脑袋 和身体 一点点化作惊破 严守一 也终于松了口气 白石喜总算死了 剩下的白玉胜 根本不足为惧 环顾四周 如浓雾一般的鬼气 也逐渐开始消散 严守一在周围找了一圈 找到了倒在地上 断了手脚骨头 暂时昏迷的阿公 他背着阿公 又找到了满身是血的罗宁 罗宁尚有意识 但也伤得不轻 说话都没有力气 严守一只能将二人 暂时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安置下来 随后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缓缓走出鬼气 以大家的能力 收拾白玉胜他们 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今晚的战斗结束了 白家应该元气大伤 自己的计划也算成功了 这样想着 严守一终于走出了鬼气的范围 然而 外头鸦雀无声 眼前的一幕 令严守一呆立在原地 和他想象中的情况不同 驴山派的弟子 全部放下了武器 双手抱头地跪在地上 柳家的指人 更是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驴经瘫坐在地上 脸上满是愤怒和无奈 龙飞成 老金他们 刻意地将头偏到一旁 似乎无言面对严守一 这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严守一抬头看去 只见平安大厦的顶层 不知何时 居然出现了一顶阴森森的轿子 轿子的四周 是台关的指人 那顶轿子 严守一曾经见过 就在上行一笑 白家鬼王出巡时 所乘坐的轿子 严守一看到那轿子 脑海里顿时闪过一道霹雳 原来是 鬼王来了呀 难怪 大家都已经放弃抵抗 束手就擒了 严守一心里一阵苦笑 好不容易收拾了一个白石洗 没想到白玉盛真正留的后手 竟然是白家的正牌老祖宗 要是一开始就知道 白玉盛能将白家老祖宗请过来 恐怕今晚严守一 就不会带着大家杀过来了 这根本就是一场打不赢的战斗 轿子前头 白玉盛那白色的西装上 染了不少鲜血 他自己也受了不少伤 但白玉盛不觉得痛 脸上反而带着笑意 严守一 我不得不说 你真是一个大麻烦 白玉盛冷笑着说道 这明明是我的圈套 可你却硬是 把我们号成了这副模样 严守一收起了斩破刀 他拍了拍裤子 坐在阶梯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白玉盛 和他身后的轿子 他笑道 放过他们 心仇就恨 咱俩好好算算就行了 白玉盛笑着摇摇头 你还是太天真了 事情都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 今天谁还能活着走出平安大厦 看到白玉盛 这副沾沾自喜的模样 严守一心里就觉得不爽 所以他决定告诉白玉盛 一个重磅消息 只见严守一尝出一口气 悠悠地说道 可惜啊 白石喜看不到我现在的模样 他可是恨透我了 白玉盛文言 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玄机他猛地回过神来 为什么严守一走出来了 白石喜呢 严守一走出来了 那白石喜呢 驴金等人也回过神来 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一个可怕的猜想 在白玉盛脑中闪过 他咬牙道 你把我太爷爷怎么了 严守一哈哈大笑 还能怎么了 我和你太爷爷二人只能活一个 现在我活着 他自然是魂飞魄散了 此言一出 白玉盛面色骤变 虽然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想 但得到严守一的回答以后 白玉盛还是忍不住感到耻辱 自己处心积虑设的圈套 不仅没能把严守一碗死 反而让自己损失惨重 先前在楼道里 被阵法所困 被鬼怪埋伏也就算了 那些损失的手下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之后再培养 但是白石喜可是新晋的鬼王啊 一个活生生的鬼王 对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白石喜之事 不仅白玉盛一人盯着 白家上下都盯着呢 包括此时此刻 坐在轿子里的白家老祖宗 白玉盛也是好不容易 才争取到这个机会 如果事情办好了 成为下一任家主 简直一如反掌 可他把事情搞砸了不说 损失了手下不说 方求和痴妹王良死了 都无所谓 但白石喜不能死啊 白石喜一死 白家直接损失一员大将 老祖宗不可能不生气 老祖宗一生气 白玉盛忍不住感到胆战心惊 他先是装作难过的模样 嚎啕大哭了几声 随后话悲痛为力量 对严守一致问道 严守一 你怎么敢 我怎么不敢 你要杀我 白石喜要杀我 难道还不允许我反抗啊 这是什么道理 严守一坐在阶梯上 伸手进胯包里摸了摸 摸出了一包香烟 这包香烟 还是龙非城 暂时存在严守一这儿的呢 他点了烟 笑眯眯着脸 驴山派弟子们 忍不住感慨 严守一的勇气 在面对鬼王压阵的绝境之下 竟然还有闲情抽烟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这个不孝子孙 竟然想要控制自己的祖宗 现在白石喜死了 你又假惺惺的装难过 白玉胜 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 好在白石喜觉悟高 宁愿把所有宝贝送给我 然后自杀 也不愿意变成你的傀儡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今晚我还真有可能死在白石喜的手里呢 谢谢啊 严守一的一通话 把白玉胜气的嘴都歪了 他全身发抖 没想到自己的精心计划 全被严守一打乱 而且还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此时此刻 白玉胜对严守一的恨意 直接到达了极致 他恨不得立刻冲上去 和严守一拼个你死我活 但理智告诉白玉胜 就算严守一受伤 他也不是严守一的对手 所以白玉胜克制住了 就在白玉胜打算再说点什么的时候 他身后那顶轿子里 居然传出了声音 你说 白石喜将他的宝贝全给了你 这声音无比浑厚 仿佛一口千年老中发出的声音 可想而知 轿子里坐着的是什么样的人物 严守一从这声音中 没听到半点情绪 说明这白家老祖宗 根本不在乎白石喜的死活 否则 怎么说也是亲人 好歹也要稍微难过一点点 但这白家老祖宗 竟然问起了宝贝的事情 这让严守一瞬间 好像抓住了什么 于是他笑着答道 是啊 什么人皮雨伞了 什么小破葫芦了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 全都塞给了我 人皮雨伞是红神伞 小破葫芦是东王葫芦 这些宝贝到了严守一的嘴里 都变成了他不是特别想要的垃圾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白家老祖宗一听说 红神伞和东王葫芦都在严守一的手里 就立刻相信严守一之前说的话了 这些可都是白石喜珍藏的宝贝 平日里都舍不得拿出来 给别人看一眼的 如果白石喜没将这些宝贝 送给严守一 严守一又怎么会知道呢 白家老祖一阵沉默 须须说道 将那些宝贝留下 我姑且饶你一命 只要你答应 不再与我们白家作对 此言一出 白玉胜顿时不答应了 为了杀严守一 他费尽了心思 还损失了那么多手下 最后还把自己的亲太太太太太太太爷爷 给搭进去 要是老祖宗将严守一给放了 那么从头到尾 他白玉胜岂不就是个跳梁小丑 小丑竟是他自己啊 所以 白玉胜立刻反对道 老祖宗 您可千万别放走了严守一 他对我们威胁极大 绝对不会老实的 可话刚说出口 白玉胜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果不其然 轿子里的白家老祖冷哼一声 紧接着 一名抬轿的纸人便走上前 狠狠地扇了白玉胜一个耳光 纸人冷声说道 这是老祖宗的意思 白玉胜被这一耳光打得脑袋有点发懵 他立刻跪在地上 老老实实地说道 老祖宗 我不是要反对您的决定 只是这严守一他实在 指人又是一耳光 打得无比响亮 白玉胜不敢再说话了 在白家 白家老祖就是天 没人可以忤逆白家老祖的意思 看着这一幕 严守一莫名地觉得 很爽 狗咬狗可不爽吗 而且聪明的他隐隐发现了一些细节 如果是红神伞和东王葫芦 似乎远远不能让白家老祖这么做 但白家老祖如此在意 甚至不惜打白玉胜的脸 这说明 白石洗的身上 有白家老祖十分在意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呢 严守一句细想也没有用 因为这玩意儿 再不在他身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白家老祖以为这玩意儿在他身上 就如同白石洗一厢情愿地认为 严守一有本事 取出遗魂咒一样 有意思 白家人都一个尿性 于是 严守一心里有了想法 他吸了一口烟 淡淡地说道 用身外之物换我的命 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有个条件 轿子里的白家老祖沉声道 你说 让你的手下 给白玉胜长嘴一百下 要求刺刺响亮 长长到肉 严守一冷笑道 我就是看白玉胜不爽 你们若是让我爽了 这些宝贝你全部拿走 我也发誓 绝对不会再与你们白家为难 白玉胜怒道 严守一 你不要得寸进尺 然而 报应却来得很快 白家老祖 只是稍微思考了一下 便答应了下来 好 抬轿的八个指人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走向白玉胜 白玉胜惊恐地后退 慢着 你们要做什么 老祖宗 您可千万不要相信 严守一啊 可指人哪会管那么多 四个指人架着白玉胜的手脚 四个指人轮番 三白玉胜巴掌 啪 啊 啪 啊 啪 啊 巴掌声当真无比响亮 指人的每一记巴掌 力道都一模一样 如果换个活人来打 还有可能打累了呢 白玉胜惨叫连连 原本还算白嫩的脸蛋 瞬间红肿 成了猪头三 严守一就这么淡淡地笑着 看着热闹 当四个指人 打到五十个巴掌的时候 白玉胜嘴里的牙 都飞了好几颗 当他们打到八十个巴掌的时候 白玉胜已经昏迷过去好几次了 可很快 他又被剧痛给打醒 终于 一百个巴掌打完 指人刚撒手 白玉胜就瘫倒在地 像条死狗似的 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白家老祖此时问道 你满意了吗 严守一 满意 特别满意 严守一丢掉烟头 站起身来 拍了拍自己的裤子 他从胯包里翻找了一阵 拿出了一张字画 这张字画 也是刚才白石洗给他的宝贝 白家老祖 认识这玩意儿吗 严守一问 白家老祖道 是白石洗的东西 嗯啊 严守一点点头 随后竟然凭空放了一把火 将这字画给烧了 白家老祖声音中带着疑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你想要白石洗的宝贝 而我偏偏就不给你 你越想要 我就越不给你 严守一冷声道 鲁班叫源自民间 以百姓为源 又怎么可能会弃百姓而不顾 白家老祖 刚才只是我逗你玩的 我不仅要和你作对 我还要作对到底 就算你是鬼王 就算你有本事杀了我 哪怕我还剩最后一口气 还有最后一道魂魄 都不会让你如意 这一番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一振 驴精忍不住感慨道 严守一上如此 我们岂能低头 丢人 丢人 驴山派弟子们 纷纷都严守一 投来崇拜的目光 但这目光 大多数时候 是看死人用的 严守一 彻底惹怒了白家老祖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今日必死无疑 白玉盛有气无力地说道 老祖宗 这个严守一 不知死活 死不足惜 您刚才 就不应该听他的鬼话 要说最惨的 还是白玉盛啊 严守一想要逗 白家老祖宗玩 却拿他白玉盛当出气筒 平白挨了一顿揍 还要被严守一笑话 简直是奇耻大如 轿子里的白家老祖 沉默了许久 终于 略带着怒意的声音传出来 严守一 你找死 碰 整个轿子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 朝严守一扑面而来 严守一刚刚站起 竟就被那强大的力量 压得丹西跪在地上 动弹不得 这就是白家老祖的实力 真正的鬼王 竟然如此恐怖 严守一心中万分惊骇 同时也再一次感受到了 死亡的危险 仿佛只要白家老祖愿意 他的生死 不过只在一瞬之间罢了 偌大的平安大厦 此时此刻 竟鸦雀无声 若真可闻 因为 严守一在孤身一人 面对白家的人马之时 竟然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 反而还故意调戏了白家的老祖宗 但是这股胆识和魄力 在场就没几个人能拥有 更别提严守一宁死 也不让白家老祖舒坦 只是 严守一这么做的后果 显而易见 白家老祖发怒 恐怖的气势扑面来 严守一被震得单膝跪地 却还在苦苦支撑 黄毛小儿 乘真一时的威风 你还真以为 你算个人物了 先前不想与你计较 你倒蹬鼻子上脸 就算你是鲁班传人又如何 我白沐玉 好歹也是活了数百年的鬼王 岂是你能戏弄的 虽说杀鲁班传人 乃悬门之大计 但我今日 就杀你又如何 谁能拦我 白家的老祖宗白沐玉 此时是彻底被激怒了 他活了这么多年 养尊处优 万人之上 白家的后代都对他唯命是从 他何时被像今日这样戏耍过 丢脸是小 丢威严是大 严手一单膝跪在地上 却在不停地挣扎着 他站不起来 干脆就举起手 对着白沐玉 竖了根终指 放肆 白沐玉怒吓一声 突然从轿子里头 射出三根关钉 关钉瞬间贯穿 严手一的的两条腿 和紧剩的一条胳膊 严手一闷哼一声 回过神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被钉在了墙上 无法动弹 鲜血从伤口中流淌而出 剧烈的疼痛感 让严手一疼得几乎要失去意识 这是怎么回事 自己不是天煞狮魁吗 天煞狮魁 应该能够自愈伤口才是 而且 疼痛感也会减轻不少 然而这一次 严手一却感受到了 许久未曾体会过的痛苦 这熟悉的痛苦 严手一低头一看 大腿上的伤口并没有自愈 鲜血像是打开了水龙头似的 流个不停 没几秒钟 严手一便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有些模糊 老金 这什么情况啊 龙非诚紧张到 严哥不是变成僵尸了吗 他连断掉的手都可以长回来 怎么现在大腿上 钉两根钉子就扛不住了 老金也是一脸困惑 我也搞不清楚啊 帕木丁的不是吸血鬼吗 小颜他是僵尸 照理说不应该会这样 在场的人当中 只有一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就是罗宁 曾经罗宁就告诉过严手一 天煞尸魁 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肉身 但他存在着一个弱点 这个弱点 就是梧桐木 任何东西 都无法阻止 天煞尸魁的自愈能力 除了梧桐木 他也没有想到 白木玉竟然会直接看穿 严手一的身体 动用梧桐木来对付他 面对梧桐木制成的武器 严手一的天煞尸魁之身 就和普通人的身体 没什么区别了 受伤了一样会流血 只要梧桐木还留在他的体内 他就无法立刻自愈 换句话而言 倘若放任不管 现在的严手一会 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而且 若是梧桐木 定入严手一的心脏 那么严手一会 当场毙命 罗宁想要将这一切 告诉严手一 但奈何他自己也身受重伤 连说话都费劲 更别提把消息 传递给几十米外的严手一了 严手一被定在墙上 似乎想到了什么 忍着痛看向罗宁 看清楚罗宁的表情以后 严手一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就是我的弱点 他此时算是知道 为何自己觉得 距离死亡如此之近了 但严手一的眼中 没有恐惧 更没有后悔 今日就算他死 也绝对不会让白沐浴如意 白沐浴从始至终都没有出轿子 他冷冷地说道 而等萧萧 就在这看着吧 看着严手一慢慢地流血而死 看看与我白沐浴作对 是什么下场 众人悲愤交加 但奈何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 大家只能盯着严手一 盼望着奇迹的发生 突然 一道身影撞破玻璃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严手一 他一跃而起 迅速地拔掉严手一身上的关钉 然后扛起严手一往外跑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 白沐浴只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严手一 倘若你今日跑了 如今在场的 所有人都要替你去死 刚刚获救的严手一 亦是顿时清醒了不少 他抓住救了自己的人的手 咬牙道 薛凯 放我下来 此人正是薛凯 严手一不用看他的脸也知道 此时此刻 也就只有薛凯会来救自己了 薛凯停下脚步 他们二人距离窗户 仅是半步之遥 你活下来 还可以替他们报仇 薛凯沉声说道 他们若是死了 我一辈子都要活在愧疚当中 那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严手一答道 薛凯咬咬牙 默默地将严手一放下来 拔出梧桐木棺丁以后 严手一的伤口 渐渐地开始愈合 但愈合的速度明显 要慢了许多 此时严手一浑身是血 身上有三个血淋淋的大窟窿 脸色苍白无比 大家都担心 他会突然倒下 然后再也醒不过来了 罗宁更是着急 这家伙 为什么就是不肯走 他凭什么有勇气 为了大家而牺牲 老金抿着嘴 道 小颜是个值得令人尊敬的家伙 面对困境 从不退缩 面对死亡 毫不畏惧 面对威胁 绝不让步 他拥有着 让所有人都觉得 遥不可及的完美品格 严手一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体 沉声说道 我留下来 你放他们走 又想耍我 白沐浴冷笑一声 严手一笑道 薛凯就站在我旁边 若是你敢动我的朋友们一根毫毛 他立刻可以杀了我 顺便把白石洗给我的宝贝 全都毁了 你若不信 大可以试一试 他吃定了白石洗的宝贝当中 有白沐浴十分看重的东西 这东西 事关重大 所以才敢借此威胁 果不其然 白沐浴再一次屈服了 他冷冷下令道 放人 不能放 不能放啊 白沐盛倒在地上 不停地摇头 但白家的人 显然只听白沐浴一人的 所有人立刻被释放 龙飞城站起来喊道 颜哥 我不走 咱们兄弟俩刀山一起上 火海一起闯 就算是死 也要死在一起 严手一笑了笑 滚 我倒是希望你能陪我在黄泉路上做个伴 但阿公和罗宁怎么办 他们就拜托你了 你和老金 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带出去 阿公和罗宁 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 所以 龙飞城和老金 必须带他们出去 龙飞城咬咬牙 眼里竟然流出了泪水 他冲到阿公身边 将阿公扛起来 老金也背起了罗宁 龙飞城抹了把眼泪 道 颜哥 我先把他们送出去 回来 要是你死了 我就拿冲锋枪 把他们全都吐吐了 老金咬了咬牙 小颜 一定要活下来 颜手一笑着摆了摆手 罗宁在老金的背上 回过头看着颜手一 眼神无比复杂 驴山派的弟子们 纷纷向颜手一鞠躬 然后从楼梯撤退 柳家的纸人们 更是嚎啕大哭 给颜手一下跪 最后才 一一不舍地离开 驴精远远地望着颜手一 低声说道 此番回去 我要集结 驴山派全体弟子 还把道门中那些老朋友 全都喊过来 不杀白沐浴 我驴精是不为人 颜手一带来的人 一一退去 留下了一地的血和泪 慢慢地 平安大厦的顶层 只剩下白家的人 还有颜手一与白沐浴 三元变成了原形 落在了颜手一的肩头 他似乎打算 与颜手一共生死 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 白沐浴说道 颜手一拍了拍 身边薛凯的肩膀 然后朝白沐浴的轿子走去 薛凯欲言又止 伸出手 想要拉住颜手一 却又放弃了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颜手一缓缓走到轿子前 他将胯包里 白石洗给他的所有东西 全都倒了出来 各种宝贝堆成一座小山 红神伞与东王葫芦也在其中 有你要的东西吗 颜手一虚弱地问 轿子里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 那只手张开了手掌心 一股无形地犀利出现 红神伞最先飘了起来 却被扔到了一边 之后是东王葫芦 也被当作垃圾给扔掉了 宝贝一件一件地飘起来 又一件一件被扔掉 最终那只手选定了一本古籍 古籍残破不堪 甚至看得到其中有不少的残液 不知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岁月侵蚀 这是所有宝贝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但这就是白木玉的目标 白木玉将那古籍吸到手中 缩回轿子里翻越了一阵 他说道 我已经拿到了我要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颜手一问 你问的太多了 我都要死了 想知道一些秘密也不过分吧 白木玉笑了笑 你倒挺有自知之明的 但我不准备告诉你 你杀了白石洗 总得付出一些代价 就让你在困惑中死去吧 扑刺 先前攻击过颜手一的关钉 突然从颜手一身后袭击 瞬间洞穿了他的左胸 尖锐的关钉 甚至从他的胸膛刺处 颜手一闷哼一声 倒在地上 薛凯见了 默默地低下头来 他知道颜手一是天煞失魁 他也知道 颜手一将自己的心脏换了个位置 也就是说 倘若白木玉现在离开 或许颜手一还有活命的机会 只要心脏不被冻穿 一切就还有可能 然而 令薛凯感到震惊和绝望的是 轿子里 白木玉居然缓缓地掀起了轿帘 探出了头来 那苍老的脑袋上 两颗眼睛注视着颜手一 随后 白木玉动了动手指头 第二根关钉刺穿了颜手一的丹田 别以为我不知道 天煞失魁的心脏不在胸口 白木玉阴冷地笑道 我有着大把的时间 可以一处一处的是 只有看到你真正死了 我才能彻底安心 活了数百年的老妖怪 又怎么会不知道 斩草除根的道理 白木玉小心谨慎 势必要看着颜手一魂飞破散 才如愿 薛凯越发感到心寒与绝望 什么叫做身处绝境 此时此刻颜手一所面对的 就是绝境 他已经筋疲力尽 使出了浑身解数 奈何对方是一名 货真价实的强大的鬼王 而且 白木玉非常清楚 颜手一的弱点 他控制着梧桐木座的关钉 好像是一个拿着针的裁缝似的 把颜手一的身体当作不快 不停地用梧桐关钉穿刺 没了天煞施魁的自愈能力 每一次的痛苦 都是那样的真切 说这是人间酷刑也不为过 但颜手一愣是忍着剧痛 一声不吭 他不会像白木玉低头 就算是死 也不会吭一声 薛凯在一旁看着 看着颜手一的身体 多出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窟窿 他忽然替颜丑感到难过 哪个父亲 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 承受这样的痛苦 住手 薛凯怒喝道 白木玉 你可知道 颜手一的父亲是谁 你今日杀了颜手一 七天之后 颜手一父亲出狱 他必然会来寻仇 到时候 就算十个你家在一块 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白木玉闻言 抬起头来 对着薛凯冷笑一声 我活了数百年 自然知道招惹鲁班传人的后果是什么 但今日 我既然敢对颜手一动手 就不怕报复 你以为 我身边就没有其他人了 薛凯瞳孔一缩 强如白木玉这种鬼王 竟还不是孤身一人 也就是说 炼煞转身大阵 白木玉并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他身后的强者是谁 这名强者究竟有多厉害 能够让鬼王臣服 心甘情愿地替他办事 白木玉回答了薛凯的威胁以后 目光又落在颜手一身上 此时的颜手一已经奄奄一息 他的眼里全都是血 鲜血模糊了他的视线 白木玉嘖嘖地摇着脑袋 说道 你小子的命可真硬 这样了都还没死 我方才没有直接离开 看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不过现在 我似乎知道 你把你的心藏在哪了 一根关钉飘了起来 悬在颜手一的脑袋上 随后 关钉缓缓竖起 尖锐的异端 慢慢地对准了颜手一的天书学 充当颜手一的新的扶桑墓 正是藏在天书学 不得不说 白木玉的眼光十分毒辣 很快就找到了这里 颜手一伸出手 想要抵抗 白木玉用细血的眼神看着他 控制着关钉 慢慢地 一点点地往下刺 关钉刺穿了颜手一 挡在面前的手掌 压着他的手掌 不断接近着他的天书学 薛凯咬咬牙 此时他要再不出手 颜手一就真的要死了 可他刚刚跑出末两步 一道距离扑面来 直接将他打飞出去数十米 一头撞碎了玻璃 好在薛凯抓住了机会 在最后一刻 抓住了窗户的边缘 才没有直接从楼上掉下去 但也失去了 就颜手一的最佳时机 颜手一 下辈子 还是少管闲事吧 白木玉冷笑一声 猛地用力 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身影 从电梯里冲了出来 停手 关钉已经刺破了 颜手一的皮肤 距离天书学 只有分毫之差 但白木玉还是停下来了 那道身影 看到倒在地上的 颜手一的惨状 不由得捂住了嘴巴 他立刻跑到 颜手一的身边 跪坐下去 怒道 你是不是傻 颜手一费力地聚焦 勉强通过身形 辨认出了来者 正是林子通 他皱了皱眉头 你来做什么 你快走 我要不来 你今天就要死在这儿了 林子通万分生气 他一把握住关钉 把他从颜手一的身体里 拔出来 你快走 你快走 颜手一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能不停地重复着 催促着林子通离开 白木玉发现 来者是林子通 脸色和眼神 都有了些许的变化 他竟然没有第一时间 阻拦林子通 而是默默地看着 你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什么事也不愿意告诉我 我喜欢你 是生死相随的喜欢 我不是需要你保护的金丝雀 比起被你保护 我更愿意和你并肩战斗 我现在就带你走 谁敢拦我我就杀谁 林子通不由分说地扛起颜手一 拖着他残破的身躯 就要离开 可他刚刚站起来 白家的手下 就齐刷刷地拦住了他的去路 滚开 林子通脸上带着怒意 一声低贺 身后竟钻出了好几道鬼影 这些鬼影 毫不犹豫地解决了 拦在他面前的白家人 林子通从未如此杀法果断过 但涉及到颜手一 他不会有任何犹豫 正如他刚才所说的 谁拦着他 他就杀谁 一瞬间 白家就倒下了五六个手下 全都是伸手异处 死得不能再死的那种 我们走 我带你去老金那 还有罗宁 他也可以帮你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死的 又往前没几步 林子通和颜手一 再次遭到阻拦 可这一次拦着他们的 竟然是白沐浴 白沐浴首次走出轿子 以真身见人 白沐浴的模样十分苍老 身体纤细得好像树枝 他更像是动画片里的怪物 而不像是现实里 可能出现的人 他身着白袍 说难听点 就像在衣服架子 颜手一 你可带不走 他淡淡地说道 滚开 林子通二话不说 将手里的关钉刺向白沐浴 可白沐浴只是一挥手 面前出现的屏障 就让林子通 无法靠近半分 颜手一依靠着林子通 勉强站着 但他却第一次低下了头 白沐浴 放他走 白沐浴 忍不住多看了颜手一一眼 这个连死都不怕的小子 此时却为了林子通 而向他低头求情 看样子 颜手一是真的很爱林子通 只不过 真心在白沐浴的眼中 一文不值 没等白沐浴回答 筋疲力尽的颜手一 忽然闭上了眼睛 昏迷过去 林子通心里着急 连续呼唤了好几声 他的名字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颜手一的意识一片混沌 根本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这让林子通 更加心切地要带颜手一走 让开 林子通冷声说道 今日我们白家损失惨重 颜手一与我做了交易 我放走了所有人 代价就是留下他的命 你若是带走了他 就是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白沐浴道 如果你们不遵守约定 我也不遵守了 先前放走的那些人 我会一个个找上门 全部杀光 文言 林子通也陷入了 进退两难之地 薛凯费力地 从窗户边上爬上来 看到林子通的出现 也不由得一愣 师父说 只有这个女人 能救颜手一 薛凯自言自语道 可他凭什么 他有什么本事 让白沐浴买账 林子通 留下颜手一 我可以当作没见过你 白沐浴淡淡地说道 林子通沉默着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旋即他将手中的关钉 转过来对准了自己的脖子 白沐浴面色一变 你做什么 林子通昂着脑袋说道 我也与你做个交易 用我的命 换言手一的命 你以为你是谁 我谁也不是 但有人不想我死 林子通大声道 你不答应 我这就死在你面前 白沐浴愤怒地看着林子通 他没想到 自己堂堂鬼王 今日却被羞辱 欺骗 甚至威胁好几次 可奈何 白沐浴谁都敢杀 唯独不敢杀林子通 换言之 林子通若是死了 白沐浴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白沐浴深吸了几口气 眼中的怒意逐渐消退 他恢复平静 冷冷地说道 用你的命 换言手一的命 我同意了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放言手一一条生路 你跟着我回白家 七天之后 嫁给白玉胜 林子通想都没想 立刻答应了下来 好 一言为定 白沐浴没想到林子通 答应得这么爽快 但说出去的话 如同泼出去的水 白沐浴一把年纪了 最看重的就是脸面 他不会反悔 于是白沐浴看向薛凯 你 把言手一带走 薛凯捂着伤 一瘸一拐地走向林子通 将言手一 从林子通的手里接过来 他小声地对林子通问 你的决定 是你的决定吗 林子通看了薛凯一眼 然后默然地摇摇头 薛凯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都是言仇的安排 林子通不是真心 要嫁给白玉胜的 这不过是缓兵之计 为的就是从白沐浴手中 换的言手一的性命 但至于为何白沐浴不敢杀林子通 薛凯怎么也想不明白 林子通将言手一交给薛凯 低声说道 等他醒过来 记得告诉他 我在等他 薛凯正中地点点头 言手一和白家的恩怨 还没有结束 等到言手一醒过来 才是真正了断的时候 林子通深深地看了昏迷的言手一一眼 随后轻轻地亲吻了他的嘴唇 不知言手一能否感受到 来自于林子通的温度 但在这一吻之后 林子通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薛凯扛着言手一 飞快地离开了平安大厦顶层 林子通也转过身 对白沐浴说道 我说话算数 白沐浴的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林子通 你的决定在我看来很没道理 除非你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什么 很重要吗 林子通含着脸说道 重点是 你们如愿以偿了 这倒也是 白沐浴流露出了一丝笑意 丑哥 这么迟了 怎么还不睡啊 平山监狱 负责巡夜的狱警 路过严筹的牢房时 发现严筹竟然还没睡 严筹没有回答 而是掐着手指头 似乎在算着什么 不一会儿 他面露笑意 答道 算了点东西 狱警来了兴趣 丑哥又给哪位大人物算命呢 不是什么大人物 就是我儿子而已 严筹提起严手一 脸上满是骄傲 狱警笑道 就是上回来探监的那位 废话 我就这一个儿子 别的没有了 当年倒是想要多创造几个小人 奈何孩子他妈管的严 孩子他妈死后 我就被关在这儿了 更没机会了 严筹开玩笑道 哈哈哈哈 狱警被逗得哈哈笑道 又问道 你给你儿子算出什么来了 他这小子 媳妇被别人给抢了 啊 狱警一愣 笑容僵硬在脸上 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严筹一起笑了 好在严筹紧跟着说道 不过 七天之后 我这个当爹的出狱 可就要替我儿子找回厂子了 什么意思 抢亲呢 抢亲 说了你也不懂 睡觉睡觉 严筹似乎很安心 不与狱警废话 倒头就睡 狱警一脸猛逼 完全无法理解严筹说的话的意思 从平安大厦逃出来的一群人们 最后在地下车库的小仓库里碰面 大家回到仓库里 有的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有的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有的惊魂未定 还没有从刚才被白沐浴支配的恐惧中逃出来 仓库里有各种声音 却唯独没有说话声 所有人都在沉默着 忽然 龙飞城和老金一起走了进来 他们将阿公与罗宁放在地上 招呼了几个人过来照顾他们 随后 二人竟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驴金连忙拦住了他们 你们上哪儿去 龙飞城直接绕过了驴金 道 还能上哪儿去 严格还在顶层 他一个人面对鬼王 我怎么能丢下他一个人 老金也说道 我虽然没什么战斗力 但万一严守一还活着呢 或许我还可以救他一命 驴金听后一阵沉默 二人又要走 驴金直接伸手抓住了他们 你们这个时候上去 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严守一可是用性命换来我们的安全 如果现在又上去送死 严守一就白死了 你放手 龙飞城大声吼道 我和你们不一样 严格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不需要对他负责 但他是我的兄弟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他们脸上控制不住地露出悲痛之色 恰恰因为他们和严守一没有关系 但严守一却还是愿意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 他们才会感到悲痛 可悲伤难过又能怎么样呢 白沐浴那么强大 大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驴金没有说话 只是拽着二人 凭他们的本事 根本无法逃脱驴金的束缚 老金还好 因为年纪大了 稍微能控制一些 而龙飞城则是不停地挣扎 朝着电梯的方向又蹦又跳的 一边蹦还一边哭 他是我兄弟 他是我的兄弟啊 大家都控制不住地 跟着龙飞城流泪 就连罗宁也一样 朱山灶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好不容易傍上了一位老大 结果他说死就死了 以后我该何去何从啊 仓库里哭声一片 悲伤的情绪在众人之间蔓延 这时 薛凯抱着严守一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龙飞城第一个看到他们 他先是一愣 随后狂喜 严格回来了 众人立刻抬起头看去 发现薛凯这个陌生人抱着严守一 都不由地围了上去 他还活着吗 吕金紧张地问 薛凯的脸色不太好看 他将严守一轻轻放下以后 说道 严严一息了 老金连忙说道 只要还活着就行 哪怕他还剩一口气 我老金都会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说着 老金开始替严守一检查伤势 他伤得很重 身上千疮百孔 很多主动脉都被破坏了 若是普通人 早就已经凉透了 好在梧桐军丁被取出以后 严守一的自愈能力 发挥了一些作用 虽然没有让他的伤口直接痊愈 但好歹保住了他的性命 老金一阵检查过后 松了口气 他没事 能活下来 众人闻言 顿时松了口气 龙飞城一边擦眼泪一边笑 鼻涕都流到嘴巴了 但他浑然不自知 还伸手去与薛凯握手 兄弟 谢谢你啊 你既然能从鬼王手里抢人 一定是特别了不起的强者吧 众人又将目光投向薛凯 白沐玉已经那么强了 眼前这名年轻人 还能从他的手里抢人 他又是什么来头 只见薛凯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说道 严守一不是我救的 是林子彤救的 林子彤 大嫂 龙飞城一愣 赶紧问道 大嫂什么时候到平安大厦来了 她怎么救了严格 现在她人呢 薛凯答道 她用自己的性命 换了严守一的命 现在 她已经跟着白沐玉他们回白家了 这龙飞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和薛凯一样 大家不明白 为什么白沐玉会同意 用严守一的命换林子彤 眼下的结果 完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薛凯说道 我觉得剩下的事情 得等严守一醒来 再好好讨论 眼下咱们最要紧的是 送严守一去疗伤 驴金点点头 她说得不错 今天并非是最终的决战 我们必须尽快养好伤 再与白沐玉打一场 经过今晚的战斗 哪怕是与白家没有过节的驴山派弟子 也已经对白家恨之入骨 因为他们见识到了白石洗的邪恶 见识到了白家的邪恶 作为荣城的本地门派 他们怎么能容忍白家继续危害百姓 尤其是严守一的牺牲 更加激发了大家对白家的恨意 今日一战 只是开端 不灭白家 事不罢休 一天之后 严守一在床榻上醒来 碰是她的唯一感觉 浑身上下说不出的痛 好像被人把所有的骨头敲碎 把所有的经脉挑断 把人扔进火堆里烧一样 奈何她连叫都叫不出来 嗓子里干得冒烟 眨了几次眼睛以后 似乎旁边终于有人察觉到 她醒过来了 于是 甘甜的泉水被送进严守一的口中 严守一好似酒缝干露 猛喝了好几口 接着 她又喘着粗气 缓了许酒 终于 她的视线渐渐清晰了 喂给她水喝的人是老金 老金的身后 还站着神色兴奋的龙飞城 她往左边看去 是被包成了木乃伊的阿公 往右边看去 是正在喝中药的罗宁 颜哥 你总算醒了 龙飞城激动到 严守一虚弱地问道 我这是在哪 在我的小屋 老金答道 大家都伤得很重 我正在给大家疗伤呢 严守一缓了一会儿 又问道 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个问题 换来二人的沉默 这样的沉默 让严守一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她皱着眉头努力回忆 忍着疼痛 终于想起了一些东西 子童 子童呢 记忆中 林子童出现在了平安大厦顶层 她要带自己离开 而自己现在确实活了下来 也离开了平安大厦 林子童为何不在 她不是应该守在自己床边的吗 龙飞城低着头 压着嗓子说道 颜哥 你别激动 别动到了伤口 那个 大嫂用她的命换了你的命 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嫂死了 而是大嫂答应白沐浴 跟她回去 到时候要嫁给白玉胜 白沐浴答应了 才放你回来 老金在一旁也十分紧张 他生怕严守一一激动 牵动到伤口 可严守一听完 反应却异常的安静 他二目无神 盯着天花板看 龙飞城戳了戳老金 小声问道 老金 颜哥这反应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啊 显然不正常啊 老金皱着眉头说道 咱们得赶紧开导开导她 否则肯定别出病来 二人正要开导严守一 却隐约间听到 严守一在自言自语 凑近了一听 只听严守一在说 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严守一救了所有人 但却唯独没能保护好林子彤 反而要让林子彤替她赎命 这让严守一如何能够接受 他心里内疚万分 无比难受 只觉得自己一个罪人 龙飞城健壮 心里也不是滋味 这时 文迅赶来的薛凯 跑进屋子里 他清楚 一旦严守一知道 林子彤要嫁给白玉胜 一定会万分愧疚 说不定还会产生心魔 所以 他要第一时间出现在这里 将真相告诉严守一 严守一 薛凯边走边喊道 你别着急愧疚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 林子彤答应嫁给白玉胜 不过是缓兵之计 他叮嘱过我 等你醒来 一定要告诉你 他会等你 只要你没死 一切就还有机会 林子彤与白玉胜的婚礼 在六天后举行 你小子必须尽快恢复过来 别让林子彤白等了 你还没想明白吗 林子彤在等你 等你去抢亲 抢亲啊 他在等我 等我抢亲 听到薛凯说的话以后 严守一逐渐恢复了理智 他的眼里 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光 我明白了 六日之后 我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飞凤山 我会抢回子彤 更会把白玉胜给我的 加倍奉还 加倍奉还 在老金的帮助之下 严守一的伤势开始恢复 普通人若是伤到他这个地步 当天晚上就抗不过去了 但这并不代表 严守一就好过了 梧桐木对严守一造成的影响很大 哪怕关钉的碎片被取出来了 伤口的恢复速度也大不如从前 可即便他的自愈能力下降了 也还是要比隔壁病床的阿公罗宁他们好上不少 他的伤口依旧在恢复 第三天的时候 严守一断掉的手臂就已经完全长好 第四天时 他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外伤了 不过他的内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依旧需要卧床 配合着老金治疗 在第五天之时 严守一基本恢复了行动能力 可以下床活动了 阿公和罗宁羡慕不已 阿公身体里骨头不知断了多少根 就算有老金的帮助 最少也需要卧床15天 而罗宁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治愈 只能慢慢地靠老金开的中药进行调理 所以 当他们还躺在床上 翻个身都疼得呲牙咧嘴时 看到严守一已经能出门拥抱阳光 别提有多羡慕了 只不过 二人也注意到 这五天来 严守一从未露出一丝笑容 大多时候 严守一都望着窗外发呆 放空自己的思想 仿佛这样能够加速她的伤势恢复似的 大家也不敢打扰严守一 尽管他们从未讨论过 但都知道严守一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林子彤 这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如今还身在危险当中 若不是为了恢复伤势 恐怕这几日 严守一根本没法合眼睡觉 她时常望着窗外出神 背影里透着一股愧疚和失魂 虽然现在一切都还有希望 但正如严守一刚醒来时所说的一样 她救了所有人 却还需要自己心爱的女人来救 或许这一次的事情 让严守一深深地认识到了 自己还不够强大 她恢复得怎么样了 第五天夜里 驴精带着黄海与周玉泉 来探望严守一 老精叹了口气 指了指坐在角落床上的严守一 道 身体上的伤好痣 心里的伤难痣 龙飞成也说道 自打我认识严格以来 她就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一股自信 似乎天塌下来 她都有十足的信心 扛着 但这一次 严格好像没什么斗志了 她这是遇到心魔了 驴精叹了口气 修道之人 修身养性 若是遇到迈不过去的心魔 最终就会像 驴精的那位大师兄同京城一样 因为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 无法与世界达成和解 渐渐地走上了绝路 最后了断自己的生命 不过还好 严守一并没有走到那一步 她还有机会 驴精站在门外 咳嗽了两声 并没有吸引到 严守一的注意 于是她无奈地说道 严守一 我有些白家的消息 你要听吗 严守一果然转过头来 她的脸色还有几分苍白 却麻烈地下了床 前去迎接驴精 驴精长老 您什么时候来的 驴精满脸黑线 我早就来了 只是你心不在焉 根本没注意到 严守一略微有些尴尬 老精道 后院的药原子外头 有泡茶的地方 你们去那聊吧 好 二人往后院走 中途遇到了 沉默寡言的薛凯 严守一想了想 把薛凯也叫上了 之前她不太信任薛凯 觉得自己不需要 薛凯这个影子 但这次也多亏了 薛凯出手 所以严守一对薛凯 也有了初步的信任 药原子外头 有一个大理石园桌 边上摆着四张椅子 三人落座以后 严守一着急地问 驴精长老 您带来什么消息了 稍安勿躁 我慢慢告诉你 驴精自己捋了驴头绪 道 必须要肯定的是 六天前 咱们杀了白石洗 对白家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白石洗 好歹也是新晋的鬼王 白沐浴 本来就将白石洗 纳入计划当中 但白石洗魂飞魄散了 白沐浴的计划 也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我派了不少弟子监视白家 发现这几天 白家将散落在外的人马 全都喊回了飞凤山 再也没有人出来过 兴许是我们 对他们的打击太大 让白家不敢再那么猖狂了 至今为止 白家都没传出什么消息 想来炼煞转生大阵的事情 也因此而搁置了 咱们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 柳靖康也没有白白牺牲 但同时 有个不好的消息 白家私下发出了一些邀请函 邀请一些和白家 颇有渊渊的宾客 去飞凤山参加婚礼 这个婚礼 就是白玉胜与林子彤的 时间就在明晚 地点就在飞凤山 白家祖宅 驴精顿了顿 说道 严守医 严守医毫不犹豫地点头 他的生命里 不能没有林子彤 就算明晚的飞凤山 是刀山火海 他都要去闯一闯 驴精沉声道 你放心 上回你救了我们大家 这回 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明晚我们 陪你一起去 就算是死 也要把林子彤带回来 对此 严守医在思考片刻以后 摇头拒绝了 驴精着急道 你别只想着一个人逞英雄 飞凤山现在就是龙坛虎靴 你一个人去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严守医打算解释的时候 黄海忽然小跑着闯了进来 大长老 大事不好了 驴精眉头一皱 什么事情着急忙慌的 黄海道 出事了 西湖李家出事了 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一伙不知来历的家伙 突然闯入西湖李家的祖宅 将李家的老祖宗们屠戮殆尽 就连李家的老祖宗也没放过 什么 三人都震惊到吴以夫家 甚至直接站了起来 白家的人分明都已经撤回到飞凤山了 他们还有什么帮手 去偷袭西湖李家 还有 西湖李家的老祖宗和柳靖康不一样 他不仅是鬼王 而且还是全盛时期的鬼王 比白沐浴都不差多少的存在 可李家老祖宗也没能保护住李家 动手的人到底是谁 连鬼王都杀的了 还有什么消息 你速速说清楚 驴精着急道 黄海又道 杀入李家的人 用法宝将他们的金破全都收走了 严守医立即反应过来 他们怕我们再去阻挠碍事 所以干脆收走了李家祖宗的金破 打算去别的地方再造一个阵眼 炼煞转升大阵需要三个阵眼 其中上行异校和平安大厦已经满足了要求 最后一个阵眼原本是古灵柳家 因为严守医的原因柳家的阵眼被破坏 白家人也不是蠢货 知道不能直接用西湖李家当阵眼 但别的地方的煞气又严重不足 所以 他们就将李家老鬼全部杀光 收集他们的金破 再到别的地方释放出来 这样就能制造出一个神不知鬼不觉 煞气又足够浓郁的阵眼 黄海最后又抛出了一个惊天消息 大长老 根据我们在场的弟子回报 杀入李家的那群人 用的乃是我们驴山派的法术 驴精瞳孔一缩 怎么可能 驴山派大部分力量 都在驴精的掌控之下了 除非掌门驴靖升 私下又培养了一群弟子 但就算是驴精也觉得这不现实 驴靖升 驴精怒上心头 逐渐失去了理智 他恶狠狠地说道 一定是驴靖升干的 除了他 还有谁能杀得了李家的老祖宗 我这就去找他问个清楚 驴精一直怀疑 驴靖升暗中与白家合作 如今更是仿佛得到了证据 非要去新世问罪问个明白 可他刚走出几步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一身道袍 身材矮小 鹤发童颜的小老头 正是驴山派掌门驴靖升 驴靖升一来 就连老金和龙飞城 都跟在了他的身后 这可是荣城真正的大人物 一等一的强者 师弟 稍安勿躁 驴靖升甩了甩手里的浮沉 安抚道 可驴精却对驴靖升吹胡子瞪眼 驴靖升 我认你很久了 西湖里家的老鬼 是不是你带人杀的 你为什么要帮助白家作孽 难道林子彤也是 你亲手送给白家的 我告诉你 今日你若是解释不清楚 我就和你拼了 沉默了许久的驴靖升 总算是出山了 他的出现 或许能解开大家心中的诸多疑惑 相比于驴精的愤怒 驴靖升这个小老头 就显得淡定多了 他平静地说道 师弟 你先坐下来 老子不坐 驴精偏偏要与驴靖升对着干 严守医注意到 驴靖升这次 没有喊驴精为大长老 而是喊他师弟 这种不寻常的称呼 意味着驴靖升要说的事 似乎并非是公事 于是严守医拦着驴精 将他按到座位上 驴精长老 您冷静冷静 驴掌门既然已经来了 那自然是打算解释清楚 别看驴精脾气火爆 但因为他很欣赏 严守医的原因 所以他反而会听严守医的话 驴精深吸了一口气 拍了一下桌子 指着驴靖升说道 你知道那晚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吗 你知道大家付出了多少代价吗 你倒好 对上行一校和平安大厦 只封不杀 对古林柳家坐视不理 最可恶的是 你还亲手把自己的清传弟子 嫁给白家 那群人间恶鬼 要知道 林子童与白玉盛之间的婚约 正是驴靖升定的 面对驴精的种种指责 驴靖升只是微微叹气 不知全貌 不予评价 师弟 你太过心急了 他坐在了石桌旁 将浮尘放在面前 摆放清楚 随后说道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 也是有诸多原因的 而子童嫁给白玉盛 也并非是我的决定 而是某位神秘人的决定 这位神秘人 从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插手子童的生活 我一开始也不想理会 但正是靠着那位神秘人的预言 才让子童躲过好几次灾祸 六天前 指引子童去平安大厦的 也是那预言 最后让子童嫁给白玉盛 同样也是预言的指引 驴精冷哼一声 你说了半天 什么狗屁预言 什么神秘人 他们是否存在都不确定 你有什么证据 老夫没有证据 唯一的证据就在子童的手中 他也是看完了预言 才毅然决然地前去平安大厦 否则我这个当师傅的 又怎么可能让他去冒险 驴靖生说道 眼手依在一旁听着 隐隐听出了一些大概 他皱着眉头问道 驴掌门 您的意思是 子童是根据预言去救我的 没错 那预言还有什么内容 预言的最后一条 只有子童自己知道 就连老夫也不清楚 眼手依一阵沉默 似乎现在了解一切的 只有林子童一个人 可奈何林子童在白家的手上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驴靖生说道 眼手依 你只要遵从 你的本心形式便是 多谢驴掌门指点 眼手依似懂非懂 陷入沉思当中 而驴精在听了 驴靖生的一番解释以后 却并不买账 他冷声说道 你说的那些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就问你 上行一笑是怎么回事 平安大厦又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有没有勾结白家 今晚偷袭李家祖宅的 是不是你 驴靖生默默地摇了摇头 你还不承认 驴精怒道 放眼整个戎城 除了你还有谁 能杀得了李家老祖 更何况 今晚偷袭李家的那伙人 用的是我们驴山派的法术 师爹 这正是我专程过来找你的原因 驴靖生忽然严肃起来 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谨 就连驴精都被驴靖生的脸色给震住了 一时间不再说话 只听驴靖生说道 师爹 在驴山派 你我二人已经是最强的存在了 但咱们是活人 我问你 有没有已经死去的人 比我们还要厉害 驴精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 但他还是回答道 比我们厉害的人有不少 师祖 师父 大师兄 说到这儿 驴精忽然间顿住了 多年的感情 让驴精从驴靖生的眼中 读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信息 你是说 大师兄他 驴靖生闭着眼睛点点头 他没死 他还活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驴精不停地摇头 师兄他分明已经死了 而且已经死去这么多年了 就连师父都说他死了 他 自言自语了半天 驴精始终不愿意相信驴靖生的话 他不停地找理由证明 铜金城已经死了 可他说出的理由却又显得那么不令人信服 驴靖生打断了驴靖的自言自语 当年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大师兄的死 只找到了一具与他十分相似 却被野狼啃食干净的遗骸 最后就连他的魂魄 咱们都没能寻到一心半点 当年我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但如今细细想来 却觉得处处都是疑点 我在发现蛛丝马迹之后 与你一样不敢相信 所以 我并没有着急告诉你 而是暗中调查 后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 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秘密 这些秘密都指向了一个刚刚创立不久 却与我们驴山派颇有渊渊的小门派 四象山 四象山在鹿城一带 是民间教派 民生不显 他们弟子使用的法术 都隐有咱们驴山派的影子 我过去以为 四象山有可能与咱们同东同园 后来才知道 不仅仅是同东同园那么简单 整个四象山 有可能就是同师兄暗中创立的 听到这儿 别说是驴精了 就连眼手一都感到震惊无比 他知道同金城 那个驴山派千年一遇的天才 因为无法忍受心爱的女人离世 最终选择跳崖自杀 但没想到 他竟然死而复生 创立了四象山 那个方求 很有可能就是同金城叫出来的 严守一越发觉得 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 变得合理起来 驴镜生从未勾结过白家 只是按照有关于林子彤的预言 做了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 才被驴精所怀疑 真正勾结白家的 是四象山 驴镜生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出了他的目的 我之所以留着上行一笑与平安大厦 一是因为这两地的鬼魂确实老实 很少出来危害百姓 这第二 也是想以白家要部的 炼煞转生大阵 引诱同师兄献身 提起了炼煞转生大阵 驴精又是想到了什么 他破天荒地捂住了嘴巴 吃惊到无以复加 炼煞转生大阵 炼煞转生大阵 驴精失声喊道 我之前一直想不通 为何白家 要不这么一个阵法 他们到底要复活谁 要转生谁 要让谁成仙 现在终于明白了 是大师兄 是大师兄想要布阵 他想要复活素一柔 一瞬间 驴精道出了真相 所有人的思绪 也豁然开朗 变得清晰起来 白家背后的势力 是四象山 白沐浴背后的依仗 是铜金城 一切的因果 在这一刻浮出水面 就连薛凯 也不由得尝出一口气 原来是这样 等等 这时候 严守一忽然说道 驴掌门 如果您说的都是真的话 那这件事 与子童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白沐浴 不敢杀林子童 为什么林子童的命 对他们而言 似乎很重要 为什么他们 一定要林子童 嫁给白玉胜 驴静生拍了拍 严守一的肩膀 陈生说道 如果你知道 炼煞转生大阵的 布阵方法 相信你就能想明白了 素一柔的肉身 已经腐烂 他如果要起死回生 必然需要一个活人当祭品 用他的肉身 当作复活的载体 事实上 要娶子童的 也不是白玉胜 而是童师兄 严守一沉着脸 冷声问 那为何一定是子童 炼煞转生大阵 并非是普通的阵法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 起死回生带来的力量 而子童是子微命格 童师兄兴许早就 盯上子童了 驴静生答道 龙飞城咬了咬牙 在一旁不乐意道 我说你们驴山派教 本事不教做人的是不是 怎么培养出 童金城这么一个人渣 竟然要拿别人老婆的命 换自己老婆的命 臭不要脸 驴静生无奈地说道 童师兄堕入魔道 早已经不是我们 驴山派的童师兄了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还是说说 明日如何把子童救回来吧 驴静生带来的消息 可谓是一记重磅炸药 众人在震惊之余 也终于将整件事情的 前因后果给弄明白了 严守一联想到 自己两个月前来到荣城 其实自打 他到上行一校当保安的时候 就已经卷入 童金城的阴谋当中了 冥冥之中 似乎早有注定 严守一和林子同志的鸳鸯 在这件事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驴静生说道 明日白家举办婚礼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就是他们打算发动 恋煞转生大阵的日子 而他们邀请到飞凤山的宾客 就是白家暗中选中 要让他们 避免被恋煞转生大阵吞噬的人 这些人中有富豪有权贵 唯独没有普通的老百姓 可以说 整个荣城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物 明日都会聚集在飞凤山 严守一 你想好如何去营救子童了吗 众人纷纷望向严守一 经历了平安大厦一战以后 大家都对严守一心服口服 而且似乎是为了补偿 上次大家弃严守一而去的愧疚 这一回 就算是刀伤火海 大家也要陪着严守一一起闯 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只要严守一开口 然而 严守一在深思熟虑以后 还是给了驴静生同样的答案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驴静指着严守一怒道 臭小子 我看你是逞英雄逞习惯了 真当每次你都能命大 上回有林子彤救你 这回还有谁 别以为你们鲁班传人就天下无敌了 我们驴山派也不是吃素的 只要你一句话 刀伤火海 我们都跟着你闯 驴静生也说道 严守一 林子彤不仅是你的爱人 也是老夫的徒弟 这些事 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扛着 龙飞城在一旁干着急 现在大家都愿意帮助严守一 怎么严守一愣是不领情呢 别的不说 但是严静生 这个驴山派掌门 实力堪比鬼王 有他帮忙 对抗白沐浴 也不在话下 偏偏严守一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了倔脾气 众人不理解严守一 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严守一却想得很明白 他说道 驴掌门 驴金长老 并非是我想要逞英雄 只是这次的事情 也不仅仅关乎 子彤一个人的性命 子彤是我爱的人 我拼了命也会救他 但如果大家都去救他了 谁去救龙城的百姓呢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我们所有人都去救子彤 但却全部失败了 届时就没有人能阻止 炼煞转升大阵 到时候 整个龙城的百姓 都要被铜金城所利用 所以我希望 我去救子彤 你们缤分三路 想办法破坏上行一笑 平安大厦 以及白家最新制造出来的 未知阵眼 只有这样 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即便我和子彤死在了白家 他们的阴谋也不会得逞 严守一在说话之时 语气平静 似乎说的不是什么天下大事 但听的人 却领会到了严守一的心境 驴镜升沉默良久 最终对严守一抱拳 佩服万分地说道 鲁班传人 不愧是民间教派 我们这些所谓的民门大派 口口声声说着心系苍生 却远不如你的觉悟高 实在惭愧 驴镜也跟着对严守一抱拳行礼 时至如今 严守一还能跳出室外 理智地看待这件事 这要拥有多大的取舍 多强的心性 薛凯也自叹不如 他发现了 自己虽然在监狱中 跟着严守一的父亲苦休五年 但却还是远远不如严守一 可是 龙飞城忽然说道 严哥 我们去破坏阵眼 你一个人去白家 知身附会 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白沐浴可不会 再放过你第二次了 面对龙飞城提出的关键问题 严守一淡定地说道 本来我对此事 毫无头绪 但好在驴掌门 给我带来了一些信息 让我弄明白了 其实我可以找一位帮手出山 只要他老人家出山了 就算只有我与他二人 也可以硬闯飞凤山 严守一口中所说的这个人 仿佛神秘至极 听他的口气 那似乎是一名比驴镜声 还要强大的存在 大家好奇不已 急性子的驴精 最先忍不住问 你说的人是谁 是龙虎山天师府的道士 还是茅山派的先生 龙虎山和茅山这两个派系 在外头驴声响亮 所以驴精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他们 严守一道 这个人 你们肯定也听说过 他就住在三方七巷的 一警方108号 驴镜声微微一愣 与驴精对视一眼 从他们的表情来看 显然是知道 那住着一名神秘的老鬼 而且这名老鬼 与他们的大师兄铜金城 还颇有渊源 当初正是铜金城 与老鬼约定协议 老鬼不出门闹事 大家也当作他不存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 老鬼一直安静无比 驴镜声和驴精 差点都要把他给忘了 驴精问道 你小子认识那只老鬼 那老鬼是什么来头 你确定 他会愿意出手帮你 你们口中的老鬼 真名张山通 乃是龙虎山的道士 他老人家年轻时 曾与我爷爷一起游历天下 上次我误打误撞 见到了他老人家 还认他做了干爷爷 干爷爷要是知道我有难 肯定会愿意出手帮忙的 更何况这件事 还牵扯到了铜金城 严守一没说出口的是 张山通对铜金城很不爽 当初说好了 按照协定办事 结果铜金城转身就不认账了 还悄悄地用那些怨孤做威胁 害得张山通在老宅一待 就是十几年 要是让张山通知道 自己要去找铜金城麻烦 张山通肯定一万个愿意 不把铜金城打出屎来 他是不罢休的 驴镜声露出笑容 严小友不愧是鲁班传人 没想到闹了半天 都是自家人 如果你跟爷爷愿意出手帮忙 兴许还真有一战之力 驴镜道 那咱们就按照严守一说的办 龙飞城想了想说道 你们怎么定的我不管 反正明天我只跟着严格 珠山造嘲讽道 小龙啊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以你的实力 跟不跟着二位驴山派的大师 其实影响不大 你 龙飞城一阵心塞 一旁的薛凯淡淡地说道 我的任务是保护严守一 其他的事情 我没有义务去做 所以明天我也跟着他 要是阿公和罗宁 还有战斗力的话 恐怕也会选择跟着严守一 但他们现在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躺在床上吃瓜看戏了 于是乎 明天的抢亲队伍 人数一下子扩充了不少 从原先的严守一 孤身一人 变成了四人小队 有你们 足够了 严守一看着龙飞城 和薛凯二人 心满意足 这六天来 头一回露出笑容 他笑着说 白家 也不是什么真正了不起的家族 过去的这些年里 我跟着爷爷 走过很长的路 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遇到生死危险 也不知多少次了 区区白家 连前十都排不进 他们不过是我离开爷爷以后 第一次面对的真正敌人 似乎被严守一的话给鼓舞 龙飞城握紧拳头高声喊道 明天咱们保证 把大嫂抢回来 薛凯还没有完全融入大家 所以 动作神态都有些拘束 老金笑话龙飞城道 要不要我给你整件伴郎服 烘托一下气氛 也不是不可以 龙飞城开始不正经起来 咱们明天最好有多帅穿多帅 实力咱们先不提 但气场必须得拿出来 你可拉倒吧 没想到 一向正经的严守一 忽然对老金说道 老金 我觉得小龙的想法不错 或许明天我们都应该穿得正实一点 老金一愣 不是吧 你也这么想 严守一笑着点点头 是啊 毕竟明天我们可是去抢亲的 吕静生他们走了以后 严守一也换了衣服 重新背上胯包 罗宁疑惑道 你要去哪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伤是没完全恢复 不过我今晚不是去打架的 是去找人的 所以没有关系 严守一答道 严守一走出小屋 与其他人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在路边等了一会儿 没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奔驰麦巴赫轿车 停在严守一面前 严守一坐上车后 略带歉意地说道 不好意思了 让你专程跑一趟 开车的不是别人 正是严守一来荣承不久 认识的女孩张盈盈 当初张盈盈的父亲张国栋 因为造桥之事烦恼 是严守一出手解决的 也是那次 她才结识了驴山派的黄海 严守一对张盈盈的出印象很不好 尽管后来张盈盈知道 严守一的不凡以后 极力地讨好 但严守一却没怎么搭理过她了 这次让张盈盈来 也就是让她充当一下司机而已 没别的意思 张盈盈笑道 严大哥有什么事 我当然第一时间帮忙了 毕竟你也帮了我父亲不少忙 倒是这张盈盈 有了不小的改变 说话没之前傲娇了 语气也变得温柔礼貌了不少 严守一笑了笑 咱们去三方七巷一警方 这个时间点去三方七巷 张盈盈一边开车 一边疑惑到 现在警区已经闭源了 应该不会让咱们进去了吧 放心 我能进得去 要翻墙吗 我在那儿有一栋房子 他们总不可能不让我回家吧 严守一无奈道 张盈盈听后 立刻就闭嘴了 她满脸尴尬 后悔刚才就不应该多嘴问 当初她刚认识严守一的时候 一口一个土包子香巴佬地喊她 还觉得严守一是穷鬼 结果 人家居然在三方七巷里有一栋房子 这可不是有钱就能买的地方 张盈盈心里暗暗觉得 严守一还是很有背景的 虽然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机会了 但哪怕是给严守一当司机 她也乐意来帮忙 好歹拉近点关系 让严守一欠自己一点点人情 张盈盈实相地不再说话了 乖乖地在前头开车 严守一坐在后排 看着窗外的风景 从老金的药园子 到三方七巷 正式市交到市中心的路 窗外的风景 也从荒芜变成了繁华 哪怕是凌晨 荣城的马路上 也从不缺努力生活的人 看着这些人们 严守一心里更加坚定 要保护荣城百姓的决心 她绝不会让白家得逞 不会让同京城得逞 忽然 严守一发现 后排座位上放着一盒茅台 她疑惑道 这茅台 是你爸打算送人的吗 张盈盈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答道 哦 那是别人送我爸的礼物 这一瓶好像价值二十几万呢 不过 我爸不喜欢喝酒 就留在车上了 严守一拿起来打量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酒能给我吗 一会儿我要见一位长辈 两手空空的 好像不太好 张盈盈立刻答道 你喜欢尽管拿去 我爸还嫌这就太廉价 配不上你呢 严守一笑道 二十万的酒已经很不错了 我也不白拿你们的 不如帮你爸算算财运吧 张盈盈想了想 迟疑了一下 说道 严大哥 你能算姻缘吗 啊 我爸说了 今后赚钱是其次 家庭美满幸福最重要 所以 要是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算算姻缘 算算自己的真命天子 什么时候会出现 张盈盈不好意思地说道 原来如此啊 算姻缘也可以 你等我一会儿 严守一伸出手 抓住了张盈盈的一根头发 揪了下来 张盈盈觉得脑袋一疼 发现是严守一在把头发以后 也没说什么 严守一将张盈盈的头发 缠绕在手指上 问了她的生辰八字 默默地算了一会儿 巧了 你和你的真命天子 就在明天相见 真的吗 嗯 不过她的家境不是特别好 父母都是农民 她好不容易才走出大山 从大学毕业 现在在一家咖啡馆兼职 你和她明天正是在咖啡馆相见的 张盈盈吃惊道 没错 我和我的闺蜜 已经约好了明天下午去喝咖啡 你不介意她的家境吗 严守一问 张盈盈连忙摇头 当然不介意了 我追求的是幸福 不是金钱 更何况 还是在认识了严大哥 你这样的人以后 我就更加坚信 能力比金钱更重要了 严守一 哈哈一笑 事实上 张盈盈的真命天子 现在虽然穷 但和张盈盈凑在一块以后 会帮助张国栋 把生意做大做强 不过这些话 严守一并没有说出来 她担心自己说太多以后 张盈盈的爱情就变味了 现在这样 就挺好 于是 严守一就用算姻缘 换得了一瓶价值20万的 珍贵茅台 半个小时以后 车子开到了三方七巷外 严守一走下车 张盈盈问道 严大哥 我陪你一起进去吧 还是不必了 严守一说道 我那房子闹鬼 而且闹很多鬼 怕你接受不了 张盈盈 她本来还想着 能多跟着严守一走几步 就算帮她提携也好 结果听说严守一的房子闹鬼 张盈盈顿时怂了 于是她强颜欢笑道 那我就在这外头等你 回头再送你去来的地方 严守一想了想 点头道 也行 她倒不是 想要张盈盈陪她 主要是因为 大晚上的不好打车 而且她兜里也没钱 于是告别了张盈盈走 严守一走进三方七巷 向保安亮明身份以后 畅通无阻地走进景区 又过了一会儿 她走到了一警方108号晚 门上的大锁 还是上回她亲手锁的呢 之后就一直没人动过 开了锁 推门而入 哪怕是大晚上 院子里也隐隐有 孩童玩闹的声音 严守一走进院子 便看到那几个调皮的院姑 在院子里踢皮球 如果他们的脸不是煞白的 眼睛不是同龄大小的 没有长出尖尖的獠牙的话 这个画面还是挺美好的 其中一名院姑 看到严守一来了 便坏笑着 鬼鬼祟祟地来到严守一身边 趁着严守一不注意 这家伙竟然跳起来 要打严守一的装部 原来上次恶作剧的 就是你啊 早就盯着这个院姑的严守一 一把就抓住了小屁孩的手 把他提了起来 上次龙飞城 就是被这小家伙 连打了好几拳 回去以后 尿尿都分叉 龙飞城好几次发誓 一定要找回场子 抓到那个无良的院姑 然后也谈他小弟弟 院姑显然没想到 严守一竟然能看到他们 而且一点都不害怕 等他们反应过来 便立刻嚎啕大哭 好像是严守一 欺负了他们似的 严守一无奈道 都别哭了 装什么可怜呢 刚才看你们踢球踢的 不是挺开心的吗 院姑疯狂挣扎 严守一突然松手 这小家伙 直接摔在地上 摔得有点猛 严守一也不管他们 静止走向池塘上的小桥 要想见到张山通 就必须拿起 自己爷爷制作的鱼竿才行 于是走到小桥上的严守一 一把握住了鱼竿 等他回过神来 张山通果然已经 坐在他的身边 手里提着鱼竿 无聊地打哈欠 干爷爷 严守一打招呼道 嗯 张山通吓了一跳 差点摔到池塘里去 他怒道 你小子大半夜的不睡觉 上我这来干什么 刚才老头子 我要是一口气没喘上来 就隔屁了 你知道吗 严守一信信道 我以为干爷爷道横通天 知道我来了呢 狮子还要打盹的时候呢 张山通狡辩道 严守一嘿嘿一笑 干爷爷 我给你带了点好东西 他拿出了 从张盈盈那儿换到的茅台酒 笑着送给了张山通 张山通果然好着一口 隔着包装 好像就已经闻见酒香了 他眯着眼睛吸着鼻子 对严守一竖起大拇指 小子懂事 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喝过酒了 更别提是这样好酒 见张山通这么开心 严守一也跟着乐 两人拆开包装 用茅台送的小酒杯 买上了美酒 张山通着急不已 也管不了严守一了 自己一杯酒直接灌下 舒坦 严守一赶紧给张山通买上 来 咱爷孙俩走一个 张山通举着杯子笑道 严守一赶紧与张山通碰杯 然后一口闷了 这大半夜的 你小子拿着美酒过来找我 总觉着 你有什么目的啊 张山通笑道 趁着你干爷爷我开心 有什么请求尽管说 既然张山通都主动开口了 严守一也不卖关子 他用最直白的话语 大概地说了一下 自己所面临的那些人和事 其中重点在于 恋煞转生大阵的存在 自己的女人林子童身处险境 还有那童金城的假死 听了严守一说的话 就连老鬼张山通 也不仅嘖嘖称奇 他娘的 这个童金城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连我的孙媳妇也敢抢 张山通指着天大骂 当初老夫 就看出他心术不正 早知道就应该顺手 把他给宰了 结果自己被困在这不说 孙子还被人给欺负 可恶 可恶 所以 干爷爷 我今晚来就是想 把您给弄出去 明天去抢亲的时候 就指着您帮忙震场子了 严守一说道 震 必须得震啊 张山通道 你干爷爷 不仅要震场子 还要帮你抢新娘 把那什么白家的鬼王 打得屁滚尿流 让他们知道 我张山通的孙子 不是好惹的 不得不说 像严守一的爷爷 和张山通这个年代的人们 骨子里都有一股韧劲 他们可以弯下腰面 朝黄土背朝天 哪怕嚼树跟喝水沟里的 谁也不在乎 但要是有人欺负他们了 他们敢立马翻脸 就算对方是老天爷 也一样要骂得 对方狗血淋头 张山通拍了拍 严守一的肩膀 你干爷爷 我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亲人了 就剩你一根毒苗 我不护着你护着谁 严守一嘴角抽了抽 有时候听张山通说话 他总有一种 爷爷被张山通给绿了的感觉 不过严守一很确定 自己和爷爷有血缘关系 张山通之所以这么说话 还是因为 他和自己的爷爷关系好 把严守一 当做自己的亲孙子看待了 请到了张山通 明天抢亲之事 严守一就有更大的把握了 不过 怎么破解困住张山通的禁止 就成了问题 能把张山通困住的禁止 可不是普通人能解开的 就算是严守一 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他问道 干爷爷 关于佟金城封印您的禁止 您有什么想法吗 张山通撇了撇嘴 气愤地说道 佟金城利用那几只 怨孤当阵眼 只要他们还在这儿 我就走不了 唯一破阵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几个消失 让怨孤们消失 严守一忍不住 往一旁的空地上看去 那几个小屁孩虽然长相恐怖 但动作还是很天真的 和活着的小孩没什么区别 要是刚才那只怨孤 要捶严守一裤裆的时候 严守一还有那么一瞬间 能提起灭了他们的兴趣 但现在 看到他们天真活泼的样子 严守一可就下不去手了 张山通叹了口气 说道 本来我也不想搭理那几个熊孩子的 当初没顺手 解决了他们 主要是因为我也没有想要离开 这间老宅的意思 我闯荡了大半辈子 死都死得孤苦伶仃 死后只想在这小小的老宅里待着 后来渐渐地 有这几个熊孩子陪着 多多少少也生出了点感情来 就更不想出手了 说到底 张山通还是一个心善之人 要是换作薛凯 恐怕这阵法一天都困不住他 严守一完全能够理解 张山通的想法 他当然也不会对这些怨孤出手 可总得想办法将张山通带出去吧 他低头思考了一阵 忽然说道 干爷爷 只要让这些怨孤消失就行了是吧 没错 你有办法 您说 如果我让他们全都去投胎转世了 禁止是不是就失效了 严守一问道 张山通愣了愣 随后道 你的思路没错 这样既能让我重获自由 也不用伤他们的性命 只不过 只不过 怨孤的怨气很重 要是能轻易去转世投胎 他们从一开始 就不会变成怨孤了 没能成功出生的他们 对女人的怨气很重 几乎不想再待在肚子里憋着了 要想说服他们 可没那么简单 让我去试试吧 严守一说道 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虽然张山通 对此不抱什么希望 却还是道 你乐意 就去和他们沟通沟通 不过千万要注意 他们的脾气可不太好 随后 张山通便自顾自地道起美酒 打算开怀畅饮一下 怨孤脾气不好 严守一早有领会 他起身走向那个小屁孩 看他们玩得开心 顺手便截住了皮球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喂 把球还给我们 那名最捣蛋的怨孤 冲着严守一喊道 否则我们 把你打得满头是包 其他的怨孤也纷纷附和 有点还露出小虎牙 吓唬严守一 严守一连鬼王都宰过 岂会害怕这几只矛头小鬼 他们吓唬人的伎俩 在严守一的眼里 简直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 就好像一只小奶狗 冲着百兽之王叫唤 严守一拿着皮球 随意地拍了两下 问道 你们在这玩多久了 就只玩皮球吗 关你屁事 我就问问 我们在这十几年了 就只有皮球玩 也没有别的玩具 其他的怨孤答道 嘖嘖嘖 好可怜啊 严守一摇头惋惜道 我看别人家的小朋友 能玩玩具枪 可以养小宠物 还有自己的手机 可以玩游戏呢 你们咋这么苦呢 是不是因为你们太调皮 爸妈不要你们啊 几个怨孤顿时愣住了 委屈巴巴地低下头 眼里开始蓄泪水 同时还有一点点的愤怒 看他们的模样 严守一心里顿时有些愧疚 自己说话的确有些重了 但为了让这些小鬼投胎 他也只能出此下策 之前那个最有调皮捣蛋的小鬼 忽然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有这小鬼带头 别的小鬼就好像 被启动了隐藏开关似的 一个跟着一个哭个不停 从没有和小孩相处过的 严守一顿时有点慌了 怎么说哭就哭啊 这件熊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太弱了吧 还是自己的话太伤人了 严守一手忙脚乱 赶紧安慰他们 你们没错 你们没错 是你们的爸爸妈妈错了 他们不应该抛弃你们 哎 怎么还哭啊 是我错了还不行吗 这皮球也太久了 回头我给你们买新的 我还给你们买糖吃 买衣服穿 见严守一这副模样 正在一旁喝酒的张山通 忍不住笑了 这群熊孩子什么脾气 他是最了解的了 要是真能说得动 还轮得到严守一来啊 最捣蛋的小鬼哭着说道 大哥哥欺负我们 嗨嗨嗨 是我错了 你们要怎么样才能不哭啊 严守一焦头烂额 你办吧 我们骑你玩 嗯 严守一突然觉得奇怪 这熊孩子的目的性 未免也太强了吧 仔细一看 发现他们表面上在哭 实际上 嘴一脚居然还藏着一丝笑意 靠 人小鬼大啊 哭得那么伤心 居然是装的 严守一顿时 有几分生气 你们别装哭了 亲情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见自己的假扮 被严守一戳穿 几个熊孩子 也不觉得害臊 反而嘲笑严守一 你什么都不懂 还对我们说三道四呢 我们就是被父母抛弃的 从来没有体会过亲情 怎么不能开玩笑了 傻子 呆子 我们不和你玩 见到严守一碰一鼻子灰 张山通一点都不意外 他深知这些怨辜的脾气 不信任亲情 不愿意投胎 哪怕孤苦伶仃的狗 活在世上 当一只没人要的怨孤 也不愿意去面对 对此 张山通也很无奈 大家都是苦命人 谁又能帮得了谁呢 他也不奢望严守一 能把这群怨孤给劝走 不过事实又何妨 我们才不和你玩呢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 别假惺惺的装同情了 就是就是 你又没有被你妈妈抛弃 你没资格说我们 我们偏不投胎 就跟着爷爷 谁也不能把我们赶走 哼 怨孤们笑话着严守一 抢过他手里的皮球 打算到另一边去玩耍 然而 严守一忽然一巴掌 拍在皮球上 这可把小鬼们吓一跳 你干什么 想要以大欺小吗 小心我们去爷爷那儿 告你的状 小鬼威胁道 严守一低着头 手按在皮球上不动 沉生说道 你们的父母把你们抛弃了 是他们的不对 但天底下没有哪个父母 会愿意抛弃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 有自己的痛苦 我知道你们难过 可也不能全怪他们 小鬼们发现 严守一的情绪不太对劲 一时间不敢和严守一斗嘴 都傻傻地看着他 有的父母 自己还是孩子 只是因为一时欢愉 酿成大错 但他们 也有他们的人生 只能忍痛 选择牺牲你们 你们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可他们没有 错的不是亲情 你们不应该因为一些不美好的过去 就不愿意面对美好的未来 不愿意接受下一段人生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你们应该自己去体会一次 你们未曾体会过母爱 还可以指责母亲的不对 可我连母亲的面都没见过 母亲却为了我付出了一切 她同样抛弃了我 离我而去 可我连指责她的机会和理由都没有 我多想再见她一次 想看看她的模样 听听她的声音 体验一下母亲的怀抱 说着 严守一的肩膀 忍不住颤抖起来 或许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 也有可能是独自承担了太多 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发泄一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在母亲面前 严守一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她喉咙哽咽 两腮生疼 只是挤出了两滴眼泪 就赶紧抹去了 你们还有自己未来要去面对 不要停止不前 干爷爷也有自己的事要去处理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坦然地去转世投胎 真正地享受一次当孩子的感觉 几个怨孤站在原地 兴许是被严守一的话所打动 久久不能言语 那个最熊的孩子 忽然弱弱地说道 要是我的新爸爸妈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不会的 孩子是老天爷赐给父母们最珍贵的礼物 他们会像保护自己的性命一样爱护你 严守一笑着答道 另一个怨孤问 他们会给我糖吃吗 会哄我睡觉 给我讲故事吗 别人欺负我的时候 他们会站出来帮忙吗 严守一道 那是当然的 他们愿意把一切最好的给你 几个怨孤听了严守一的话 心里隐隐有了些许动摇 我 我有点 想要爸爸妈妈了 其中一个孩子没能憋住 一边掉眼泪 一边说道 这一回 孩子是动了真感情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其他的孩子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孩子终究是孩子 他们渴望被保护 渴望被爱护 严守一感同身受的一番话 仿佛点燃了他们内心的一把火 这时 张山通忽然放下酒瓶子 走到几个孩子的面前 你们想要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张山通问道 几个孩子面露不舍之色 可我们也舍不得爷爷您 爷爷终究是爷爷 不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张山通叹了口气 如果你们愿意去寻找自己的父母 我可以给你们网声帖 送你们去转世投胎 几个小鬼脸上挂着鼻涕 难过地做出了决定 他们想要自己的爸爸妈妈 张山通不由得感慨 这群熊孩子 居然真让严守一给说动了 说动了也好 他毕竟不是这些孩子的亲爷爷 没办法永远保护他们 虽然心里同样舍不得 但张山通更希望看到孩子们 去寻找自己更美好的人生 于是 张山通给孩子们 一一写了网声帖 有了网声帖 他们去到地府的时候 阴差们就不敢刁难他们了 兴许碰到一些老熟人 还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给他们安排一些 不错的家庭投胎 孩子们 去了就不要回头 不要后悔 咱们有缘自会再相见的 张山通与孩子们 一一拥抱告别 严守一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看着张山通 将孩子们一个个送走 或许适了了心结 孩子们拿了网声帖 与张山通告别之后 身体变化作星光消散 不一会儿 那些闹腾的孩子们 就全都消失了 老宅安静了下来 唉 平常被这群熊孩子闹腾惯了 突然间安静下来 还真有些不习惯 张山通笑道 他心里当然也会有不舍 但活了这么多年 他早就把一切看淡了 断 舍 离 一切皆是定数 早晚都会到来 严守一滴声说道 干爷爷 为了帮我 我把他们都送走了 您不觉得生气吗 有什么可生气的 难道真要让他们 永远留在这老宅里 陪我这个老头 你能说得动他们 我挺意外的 这样挺好 他们都会拥有 自己的幸福人生了 张山通淡淡地答道 那您呢 我什么 没了他们 您会觉得孤单吗 严守一问 张山通笑道 孤单个屁 你干爷爷我逃离满天下 孽缘也留下不少 偌大的华夏 还愁没地方去吗 这次能出山也好 先去帮你撑撑场 完事了我自个儿 再到处逛逛 处理一下生前一些 没了的心愿 见张山通早就有了 安排和计划 严守一心里 就不那么愧疚了 他拿出了一块樱幕 说道 干爷爷 那要不先委屈您老人家 进这里头休息休息 张山通瞧了一眼 差点没跟严守一急眼 你干爷爷 我是什么人 生前好歹也是 龙虎山的道士 还需要 钻你这块坡木头 严守一憨憨一笑 那要是白天有阳光怎么办 那老夫就晒晒日光月 到底是有实力在身的鬼 说话都比较硬气 既然张山通都这么说了 严守一当然不会抢球 他收起樱幕 问张山通 需不需要收拾什么东西 张山通截然一身 没什么可收拾的 居然还比 严守一先一步走出老宅 时隔多年 重新出山 张山通显得很是兴奋 严守一道 干爷爷 我带您去见见我的朋友们 车就在外头等着呢 带着张山通 严守一走出一警方 张山通是道横高深的老鬼 是不用脚走路的 而是双手腹背飘着走 不得不说 倒是死了以后 哪怕成了鬼 也先里先气的 看张山通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仙人呢 当然 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张山通 张山通的道横有多深 他跟着严守一 沿着三方七向的主干道 往外走 沿途所到之处 路灯不由自主地忽明忽暗 这是标准的恐怖电影里头 最吓人的鬼要出现时的预兆 没想到现实里 竟然还有这回事 按照严守一的理解 是因为张山通太强大了 他的鬼气甚至影响到了周围的磁场 可见张山通有多厉害 多年没出来 外头的变化真大 张山通感慨道 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还停留在十来年前 严守一点点头 现在路变宽了 灯变亮了 路上的车变多了 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方式都变了 说着 二人来到停车场 慢慢走到了张盈盈的麦巴赫外头 张盈盈本来坐在车上玩手机呢 结果张山通一靠近 他的手机直接失灵了 一抬头 看到严守一站在窗外 吓得张盈盈差点叫出声来 他心有余计低下了车 严大哥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刚才吓到我了 不好意思 没有提前联系你 没关系 你的事情办完了吗 现在我送你回去 好 张盈盈看不到张山通的存在 只觉得周围的温度 忽然间低了许多 张山通跟着严守一上车以后 笑着说道 老夫又发现了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严守一小声地问 现在的小妞儿 腿变长了 脸变白了 下巴变尖了 鼻子变挺了 重点是 他们穿的裙子越来越短了 严守一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山通 没想到在老宅里 那个高深莫测的钓鱼手 出来以后 居然是这个德性 他算明白 当年为什么奶奶 不会选择张山通了 毕竟这老头的本质 还是一个猥琐的老色批啊 张山通望着张盈盈 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严守一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前排的张盈盈 脸色古怪地说道 奇怪 车子怎么发动不了了 中控屏幕也不管用了 而且我明明没有开空调 怎么会这么冷啊 严守一知道 是张山通影响到了车子 于是他又对张山通说 干爷爷 您把法力道横收一收 否则车子都开不了了 张山通嫌弃道 怎么现在的车子这么不禁用 都怪干爷爷 您道横太高了 这话受用 把张山通哄高兴了 这家伙果然收敛了不少 让张盈盈好歹发动了车子 平稳地上路了 为了不吓到张盈盈 一路上严守一 没怎么与张山通说话 倒是张山通看着窗外 没见过的风景 时不时感慨点评一下 三人平安无事地 回到老金的药园 下了车后 严守一感谢了张盈盈几句 张盈盈开开心心地走了 张盈盈前脚才走 龙非诚忽然领着一个 面向儒雅的中年男子 朝严守一走过来 严守一疑惑道 这位是 柳明志老爷子听说 咱们要定做西装 特意派了一名老师傅过来 给咱们量身高尺寸 今晚回去加班加点地做衣服呢 龙非诚笑道 没想到自己随口一说 大家还都放在心上了 严守一先是愕然 随后欣然点头同意 明天他可是要去抢亲的 不穿正式一点 怎么行呢 于是 老师傅拿着随身携带的皮尺 给严守一凉起了尺寸 张山通在一旁瞧着 忍不住说道 你们现在的衣服 和咱们当年区别也不小啊 严守一笑道 西装其实我也穿不习惯 倒是当年跟着爷爷去燕京的时候 有一家叫凤一轩的店做的衣服 蛮舒服的 正在给严守一凉尺寸的老师傅 听到严守一说的话 不由得一愣 先生 您穿过燕京凤一轩做的衣服 严守一点点头 是啊 凤一轩做的衣服质地柔软 穿着舒服 一不显旧 二不容易脏 可惜当时年纪小 现在长大了 衣服就穿不了了 老师傅文言 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随后对严守一的态度 也越发尊敬 没想到 还能在荣城 遇到您这样的大人物 我 我怎么就成大人物了 严守一不解 张山通在一旁笑道 你爷爷真是没把你叫明白 那凤一轩当年 可是只得皇上做衣服的地儿 多少权贵求他们 他们都不给做呢 那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衣服 你小时候能穿着 可不得是大人物吗 虽然张山通被困了许多年 但他也那些年 也不是白活的 尤其是当年 严守一的爷爷闯荡江湖 严守一爷爷知道的事情 他张山通 就没有不了解的 严守一这才领会过来 原来当年 自己竟然穿了一件龙袍在身上 难怪这名老师傅 会如此惊讶了 老师傅感慨道 凤一轩当年 可是只得皇上做衣服的 现在虽然没有皇上了 但他们 也只得有权有势的人做 先生您能穿他们的衣服 必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在下能给您做衣服 真是三生的荣幸 严守一谦虚地笑了笑 龙飞城忍不住说道 严哥 你那件衣服还在吗 你不穿的话 借我穿穿呗 行啊 回头我就拿给你 不过 那是我五岁时穿的衣服 你现在穿的话恐怕够呛 龙飞城 被严守一这一番调戏 龙飞城小小地郁闷了一下 而严守一 为了缓解龙飞城的郁闷 便说道 凤一轩的老板欠我爷爷几个人情 你要是想穿他们的衣服 下回有空 咱俩去燕京的时候 再让他们给咱们做一套 也不是不行 真的 龙飞城惊喜不已 我一件 你一件 还得给臭丫头弄一件 严守一摆着手指头算道 老师傅越听越觉得离谱 眼前这个年轻人 未免太有地位了一些吧 其他人能让凤一轩做一件衣服 就够炫耀三辈子的了 这位先生 竟然能让凤一轩做好几件衣服 还打算送人 就离谱 一想到自己做的衣服 能够穿在严守一的身上 老师傅就无比兴奋激动 几乎将给严守一的衣服 当作艺术品来制作 势必要使出自己浑身的绝活 所以他量尺寸的时候 也格外认真惊喜 最后量好了尺寸 老师傅又马不停蹄地走了 他允诺严守一 明天下午 衣服一定会准时送到 严守一也莫名地有些期待起来 明天他可是 要去闯飞凤山 在众目睽睽之下抢亲的人 穿得帅一点 也算不辜负林子彤的等待了 臭丫头 明天见 飞凤山 白家 偌大的庄园 平日里清静无比 今晚却热闹非凡 白家的下人们 正忙里忙外地张灯结彩 下人们不知道谁要成婚了 只是麻木地忙活着 但他们也有感觉 似乎明天办的不是什么喜事 别看到处挂着红灯笼 墙上贴满了喜字 但白家人的脸上 都没有多少喜悦之色 反而是大事来临前的紧张 一处偏僻的小院里 几个侍女 捧着新娘的喜福走进来 他们很好奇 究竟是谁要与白家人成婚了 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 守卫燕名身份以后 他们才得以 走进屋内 一睹新娘的真容 月光之下 那女孩坐在窗前 柳眉青醋 眼神担忧 曼妙的背影 有着无限的遐想 柔顺的秀发 犹如瀑布银河一般 光是看到这背影 就让几名侍女发乐 听到动静 那女孩转过身来 几名侍女看到她的真容 更是忍不住男男 真好看 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好看 仿佛是古时候 倾国倾城的王妃 如果后人能再评出 华夏第五个美人的话 恐怕这位女子 便要名列其中 而且还要 排在杨贵妃貂蝉之上 也只有这么美丽的女人 才可以嫁给白家的少爷吧 又或者说 白家的少爷 甚至有些配不上她 侍女也只敢心里想想 根本不敢说出来 生怕惹祸上身 笑 小姐 这是您的喜佛 侍女小声地说道 她们手里捧着的 有头上戴的缝冠 遮脸用的红盖头 上身穿的红卷衫 外套套的绣花红袍 天关锁 霞佩 子孙戴 定手营 红裙 红裤 红段绣花鞋 一样不少 林子彤只是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她心里叹气 这些东西 本应该是严手艺给她准备的 但她并没有失望 只是静静地等 她知道 严手艺一定会来救她的 侍女见林子彤没反应 只能说道 小姐 明日时间仓促 恐怕来不及换衣服化妆 所以 您今晚就必须准备齐全 林子彤压根就没打算嫁人 所以更不可能穿这些了 她摇了摇头 不劳你们麻烦了 把东西放下 你们走吧 这可让侍女们为难了 她们的任务 就是要把新娘子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要是就这么走了 万一上头怪罪下来 于是 她们都站在原地不肯走 还苦口婆心地劝说林子彤 林子彤知道 这些侍女只是办事的 所以一开始 没有对她们白脸色 可渐渐地她也有些不耐烦了 于是沉下脸来 瞪着她们 韩生说道 我让你们走 听不懂吗 她到底还是个女强人 又出生在大家族 气势上这一点 从来不输于人 所以 几个侍女看到 如此美丽的林子彤 突然翻脸 吓得花容失色 甚至不敢与她对视 原来美女生起气来 也这么吓人 出去 林子彤喝道 侍女赶紧放下东西 退出了房间 谁曾想 她们刚走出门 便撞到了白家的少爷 白玉胜 白玉胜的伤势 还没有痊愈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全缠着绷带 模样要多残有多残 侍女们连忙 与白玉胜打招呼 白玉胜问道 她把你们赶出来了 侍女们委屈地答道 是啊 这位小姐也不知道 要嫁给谁 好像满脸的不情愿 白玉胜脸一黑 嫁给我 啊 侍女们愣住了 看白玉胜这副模样 怎么也不像是要结婚的样子 哪有新郎官缠着绷带 主着拐杖结婚呢 所以 他们本能地认为 新郎不是白玉胜 他们反应过来后 连忙向白玉胜道歉 吓得腿都软了 跪在地上不停发抖 白玉胜也不是好脾气 拿起拐杖 狠狠地打了侍女几下 然后用仅剩能用的一条腿 将他们踹走 滚 侍女们连滚带爬地逃跑了 他骂的 白玉胜低骂一声 不爽地走进林子彤的房间 明天就要成婚了 他刚刚能下床 就马不停蹄地过来 准备给林子彤一个下马威 我说了 东西放下 你们走 白玉胜才走进屋里 就听到林子彤不耐烦的声音 他冷笑一声 夫人 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 林子彤立刻转过身来 盯着白玉胜这个不速之客 是你 你来做什么 瞧你这话说的 明天咱俩就要成婚了 我这个当新郎的 过来看看新娘还不行吗 白玉胜放肆大笑 你以为我真的会嫁给你 林子彤不屑一笑 像白玉胜这种败类 十个他都比不上 盐手一一跟脚趾头 林子彤对他简直厌恶到极点 哪怕和他稍微靠近一点 都觉得空气被污染了 白玉胜脸色一沉 冷声说道 事已至此 你该不会还认为 盐手一能来救你吧 你忘了上回 他在我们白家老祖宗面前的模样了吗 他当时的模样 就好像一条丧家之犬 哪怕我再借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来找我们白家的不痛快 听着白玉胜对盐手一的评价 林子彤心里好笑 这种感觉 就好像一只老鼠 在对大象评头论足 老鼠嫌弃大象动作缓慢 却不知道 大象一脚 就能将老鼠踩死 炼煞转身大阵即将落成 我们白家就是荣成唯一的王 你若是识相一点 乖乖顺从我 今后林家也能沾沾光 白玉胜靠近林子彤 应笑着说道 盐手一有什么好的 他就算再厉害 也不过孤身一人而已 那象我 我的身后 可是飞凤山白家啊 说着说着 白玉胜竟然伸出手 想要触碰林子彤的脸 就在这一刹那 林子彤的眼中迸发出了杀意 他一把抓住了白玉胜的手 一个狠狠的肘肌 直接将白玉胜的手骨打断 他的小臂 九十度弯折 模样吓人无比 啊 白玉胜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他的伤势本来就没好清楚 现在手臂 还被林子彤给打骨折了 明日还怎么出席婚礼 林子彤好像被激怒的小野猫 他不退反镜 步步紧逼白玉胜 白玉胜 你以为你是谁 眼手一这三个字 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都觉得恶心 实相的就滚出去 要是你再敢留在这里 提他的名字 我会杀了你 这话不是开玩笑的 林子彤从未如此厌恶过一个男人 更从未如此想杀一个人 白玉胜举着那扭曲的胳膊 对林子彤怒吼咆哮 不知死活的贱女人 现在大局已定 你就是我白玉胜的妻子 明日成婚之后 恋煞转身大阵落成 我就请老祖宗出山 将眼手一抓回来 我要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叮铃铃 白玉胜喊完话 惊讶地发现 林子彤居然站在原地 摇动着手腕上的招魂铃 他低头一看 自己的影子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巨大的阴影 那阴影将他笼罩 压迫感让他窒息 他僵硬地转过头去 只见自己的身后 有着一团巨大的黑影 那黑影看不清楚面容 只有一张血红的嘴巴 列着诡异的弧度 正冲着白玉胜音笑 你 你是什么东西 白玉胜下的摊坐在地上 林子彤的子彤散发着一光 他冷声对那团黑影说道 杀了他 遵命 我的主人 黑影笑着 口吐人言 随后缓缓地张开了血盆大口 白玉胜下的屁滚尿流 手脚并用地往外爬 谁曾想 黑影竟然长出了几条手臂 直接抓着白玉胜 将他拖到黑影的面前 强大的力量 根本不容白玉胜反抗 我错了 绕我一命 求求你放过我 白玉胜的心理防线 在这恐怖的黑影面前 彻底崩溃瓦解 但黑影根本不听白玉胜的 白玉胜又回头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 别杀我 一切好商量 大不了我把你还给严手艺 林子彤的脸上 没有半点怜悯 他心里清楚 白玉胜是什么货色 所以 杀他之心 未曾动摇 黑影一点点靠近 白玉胜也越发绝望 只见那黑影张开了血盆大口 缓缓地将白玉胜的脑袋包围 然后 咔嚓一声 白玉胜不再交换了 黑影一仰头 鲜血飞溅到墙上 溅在林子彤的喜福上 美味 黑影哈哈大笑 将白玉胜的身体也丢进嘴里 开心地咀嚼起来 房间里 骨头碎裂的声音 显得无比诡异 林子彤冷眼看着这一切 已经无暇考虑 杀了白玉胜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 他无比愤怒 白玉胜消失了 留下的 唯有满地的血迹 林子彤猛然惊醒过来 他杀了白玉胜 怎么杀的 他立刻望向面前那陌生的黑影 这黑影散发着狂躁 嗜血与仇恨的邪恶气息 他吃掉了白玉胜 似乎并不知足 嘴里时不时发出动静 好像在回味着白玉胜的味道 林子彤根本不认识这团黑影 刚才他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之下 身体里好像有某种力量 挣脱了禁锢 之后 这团黑影就出现了 他警惕地看着黑影 主人 您还想杀谁 黑影发出低沉的声音 林子彤质问道 你是谁 您不认识我了 黑影笑了笑 也对 上一次我们见面 还是在 黑影的话戛然而止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只是一瞬间 他就钻入林子彤的手心里 消失不见 林子彤赶紧查看自己的手心 生怕这团黑影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 只见他的掌心处 有一个奇怪的黑色符号 隐约有些像一个骷髅头 还没来得及多想 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 白沐浴缓缓走进房间 他看了一眼满墙的鲜血 皱了皱眉头 林子彤暗道不好 自己冲动之下 杀了白玉胜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愤怒的白沐浴 该不会直接杀了自己吧 却见白沐浴格外平静 你杀了白玉胜 林子彤咬了咬牙 扛住了白沐浴 散发出来的强大压迫力 他不卑不亢地打道 杀了 不仅杀了 还连尸体都没留下 白沐浴并没有表现出愤怒 唯一表现出来的是困惑 林子彤是怎么杀了白玉胜的 怎么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林子彤冷声说道 我杀了他 你要如何对付我 杀了就杀了 我白沐浴的后代千千万 不差他这一个废物 白沐浴对白玉胜的死格外冷漠 就算是小孩丢掉了一件不喜欢的玩具 多少都会心疼一下 可白沐浴在谈论一个后代的死时 竟然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 像他这样活了数百年的老鬼 早就对血缘关系看得很轻了 在他的眼中 那些后代不过是巩固他地位的工具罢了 是工具总会用坏的 坏了就应该扔了 林子彤更加不明白了 如果白沐浴要自己嫁给白玉胜 为何白玉胜的死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白沐浴飘在半空中 呼吸着带着血腥味的空气 林子彤忽然想起 既然白沐浴是飘着的 那刚才的脚步声是谁的 只见门外走进来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男子走进房间以后开始打量林子彤 林子彤也同样打量着他 不知为何 林子彤隐约觉得自己好像在哪见过他 你觉得 严守一明天会来救你吗 男子问道 林子彤保持沉默 随后男子笑了起来 来就来吧 他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子 改变不了任何事 尤其是我的事 白沐浴望向男子 为了帮你布阵成婚 我白家也牺牲了太多 明日之后 希望你能兑现你的承诺 我同京城说话 一向一诺千金 男子指着桌上的喜服 对林子彤说道 这喜服是我亲自挑选的 明天 我想看到你穿着他的模样 林子彤怒道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可以选择不听 明天我来见你之时 若你没穿这身喜服 我的人会杀掉林若府 你 没想到 为了逼自己就范 眼前的男子 竟早就盯上了他父亲 林子彤可以为了眼手 一付出生命 却也无法看着自己的父亲 无辜被杀 于是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妥协之意 男子健壮 轻声安慰道 今晚早些休息 我希望我再见到他时 他能看起来不那么疲惫 你说话的时候 好像神经病 林子彤瞪着男子 白沐浴在一旁哈哈大笑 男子无所谓的耸耸肩 现在不理解 明天也会明白的 男子和白沐浴离开了 很快又有侍者过来 替林子彤打扫卫生 侍者看到满屋子的血迹 也都吓得不清 打扫的时候 还止不住瑟瑟发抖 林子彤回到窗台边 脑子里诸多疑惑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童京城 这个名字 好像在哪听说过 突然 林子彤回想起来 童京城不正是那个驴山派 千年一遇的天才吗 他不是师父的师兄 自己的师伯吗 最重要的是 童京城分明已经死了 林子彤感到不敢相信 但他发觉 那个男人的模样 正是师父房中 童京城画像的模样 一模一样 难道和白家合作的人 就是他 旋即 林子彤又想起了 刚才的那团邪恶的黑影 他抠了抠手新的印记 甚至呼唤了几声 但黑影却迟迟没有回应 今晚发生的奇怪的事情 令林子彤百思不得其解 渐渐的他也放弃了思考 脑子里只有严守医的影子 他发觉 童京城的存在以后 不由得有些担心明天的事情 大傻子肯定会来的 但他能斗得过驴山派 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吗 第二天 一早 严守医醒来之时 昨晚定做的西装 也已经送到了 他洗漱过后 换上了西装 由于是定制的 加上那名老师傅亲自出手 耗费了毕生所学 所以 这套西装穿在严守医的身上 无比合身 而且对他的动作 没有丝毫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这套西装 让严守医整个人 看起来和之前的气质 完全不同 过去 他像是一个刚进程的香巴佬 土里土气 甚至有些傻 有点憨 但现在穿着西装的他 看起来无比精神 哪怕头发有些凌乱 也依旧像是一位王子 就连罗宁见了 也忍不住说道 看不出来严守医的底子这么好 真是便宜了林子彤了 除了严守医这位主角 抢亲团 还有另外两位成员 龙飞成和薛凯 这两位也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西装 穿上以后也精神不少 三人站在一块 简直就是一个男模队 惹得老精灵居家的老大妈直流口水 郁闷自己为何不是富婆 否则一定能够获得许多不一样的快乐 龙飞成感慨道 严哥 你这套西装 虽然已经十分完美了 但和我的比起来 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具体差在哪吗 主要是因为 我比你摔那么一丢丢 你也千万不要气馁 我看得出你是前力骨 加油 一旁的罗宁一阵无语 龙飞成这个人最大优点 就是自信 薛凯低声在严守医耳边问道 我要替你杀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吗 严守医赶紧拦着薛凯 你想什么呢 小龙是我的好兄弟 薛凯叹气道 好吧 我承认是我想杀他 严守医一阵汗言 这么说来 要是放任龙飞成这么自信下去 是有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 孙贼 你还真别说 看到你穿成这样 你干爷爷 我也想弄一套西装了 飘在一旁的张山通 打趣地说道 严守医问 您老打算什么时候现身 现在 只见张山通摇身一变 竟突然地现出身形 不仅现身 张山通还给自己 变了一套白色的格子西装 于是乎 严守医的身边 突然就多出了一个 穿着西装 手持拐杖 甚至还戴着墨镜 留着白胡子的帅老头 卧槽 龙飞成吓得跳了起来 随后大喊道 大胆 何方妖念 竟然再次撒眼 不知道这里是你龙爷爷的地盘吗 张山通直接举起拐杖 捅到了龙飞成的嗓子眼 小崽子 说话放尊重点 你爹妈没教过你 什么叫做尊老挨幽吗 龙飞成瞪大了双眼 赶紧把拐杖从嘴里拔出来 怒道 我又没有爹妈 张山通一愣 难不成你是和那孙猴子一样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严守一向大家介绍了张山通的身份 大家才知道 这个嘴欠的贱老头 居然就是昨晚严守一口中的干爷爷 传说中的龙虎山道士 薛凯老金等人对长辈还有一丝尊敬 但龙飞成这伙可就不一样了 这伙向来知分好坏 不分长幼 抨击起张山通来 那是毫不留情 当然 张山通也从不惯着 每次把龙飞成骂得跳脚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 他们二人倒是挺像的 看到龙飞成与张山通吵架的模样 严守一忍不住笑了 难怪当年爷爷和干爷爷 能够成为好朋友 他现在和龙飞成 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多年之后 我会变成爷爷那样 小龙会变成张山通那样 但吵架归吵架 严守一的伴郎团 也算初步成型了 尤其是有张山通 这个西装老头的出现 似乎整个团队的逼格 都抬高了不少 只可惜 阿公还卧床不起 否则这伴郎团 肯定也有他的一席之位 等等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龙飞成忽然说道 咱们都穿成这样了 是不是也应该 整个车队什么的 否则就这么干巴巴的 去飞凤山 又显得很没排面了 小龙说的有道理 不过你能想到的 我早就想到了 老金笑道 我昨天就打电话 给刘老爷子了 严守一问 那刘老爷子怎么说 他老人家 当然愿意帮忙了 可车队呢 我怎么没看着呢 龙飞成左顾右盼 在天上呢 老金 你少梦我了 我又不傻 龙飞成还笑话老金呢 没想到脑袋上 忽然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 众人抬头一看 竟是柳家专门派出了 五架直升机飞了过来 最夸张的是 这直升机的前头 还贴着鲜花 一眼瞧出 他们是来送喜事的 严守一目瞪口呆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他一向是喜欢低调的 这一次实属高调 不仅高调 简直是骚啊 张山通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笑道 你是去抢亲 又不是去抢银行 不应该高调吗 你觉得 正在等你的那姑娘 希望你偷偷摸摸地去 还是希望你大张旗鼓地去 严守一一想 顿时觉得张山通说的有道理 平常他可以低调 但今天这事 偏偏不能低调 五架直升机 缓缓降落在空地上 开飞机的飞行员下了飞机 便跑来与严守一打招呼 严先生 咱们待会儿要飞去哪儿 去飞凤山 好的 那咱们要去做什么呢 去抢亲 好的 那 嗯 您刚才说 我们要去做什么 龙飞城跳起来 在飞行员耳边大喊 去抢亲啊 飞行员的脸色无比精彩 不由地 对严守一竖起大拇指 这些有钱人玩的 和咱们就是不太一样 开直升机去抢亲 那要是抢不成 是不是要拿机枪 突突突了啊 不过他们的直升机 都是民用直升机 根本没有搭载 任何攻击武器 这时 老金心生一计 对严守一说道 现在伴郎团也有了 接近的飞机也有了 还差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严守一道 抢亲这事我没经验 老金你快说说 老金白了他一眼 你瞅着 我像有经验的人吗 我说的东西 是礼物 送给白家的礼物 薛凯怒道 我们为什么 还要给白家送脸 你不懂 咱不仅要送脸 还要送他们一件大脸 老金笑道 村头有一座钟楼 那儿有一口百年老钟 一会儿 咱们去把那口老钟拆下来 给白家送去 龙飞城哈哈大笑 真不愧是你啊 老金 咱这是 要给白家老祖送终 我正是这个意思 老金黑黑地笑了起来 张山通 十分认同老金的想法 觉得这家伙 真踏娘的是个人才 于是大家说干就干 去村口的钟楼 借走了老钟 最后还塞进了直升机里 就此 万事俱备 告别了大家 严守一坐上了直升机 今日 大家分头行动 其他人会尽力处理掉三个阵眼 而他则是全力救出林子彤 不成功 变成人 严哥 我这是头一回坐飞机 没想到还坐了个直升机 嘿 龙飞城坐在严守一对面 掏出手机兴奋地说道 来 咱们合影一张 严守一很少拍照片 但难得今天穿得这么帅 也就配合龙飞城一下 龙飞城凹了好几个造型 拍了一些充满了土豪气息的照片 然后美滋滋地给陆彩威发了过去 严守一忽然想到了什么 问龙飞城 今天是几月几号 十二月三号啊 怎么了 龙飞城忙着撩妹 随口答道 十二月三号 严守一愣了愣 等等 今天是我爸出狱的日子 这几天 他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了林子彤身上 居然把自己的老爹给忘了 没想到抢亲的日子 和父亲出狱的日子 居然撞在了同一天 双喜临门 可现在严守一已经坐上了直升机 恐怕也来不及去接父亲出狱了 他更不可能开着直升机去接父亲 那样搞不好 父亲会被误以为是黑帮老大 又被抓回去 他只能叹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老爸 这次对不住了 儿子我只能先去把媳妇抢回来 再去找您了 与此同时 平山监狱 大门口 十几个狱警 簇拥着一名中年男子 走出了监狱 这名男子身材精壮 穿着一件朴素的衣服 头发看起来有特意剃过 一对剑眉下 眼睛炯炯有神 他就是严守一的父亲严绸 来送严绸的狱警们 见到他这个模样 都有些不可思议 明明半个月前 严绸还是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可自打严绸见过严守一 开始健身以来 他的肥肉 简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短短半个月 他就从两百多斤 瘦到了一百四十斤的完美身材 此时的严绸 看起来 已经不是一个油腻的大胖子了 而是一位十分注重保养的 匹帅大叔 要是拉开衣服看 能看到六块腹肌的那种 这种是放在普通人身上 显得不可思议 但发生在严绸的身上 旁人只有羡慕的份 丑哥 今天你刑满释放了 怎么你儿子没来接你啊 有玉锦好奇地问 严绸拎了拎行李 笑着说道 今天我儿子结婚 估计忙着摆席呢 大家听说严绸的儿子结婚 立刻争先恐后地 给严绸送红包 什么祝福语都说烂了 严绸也来者不拒 收了厚厚的一打钱 毕竟他这两年 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可不只是这点钱 一阵寒暄以后 又有玉锦问 丑哥 那没有其他人来接你吗 你儿子的婚礼在哪个酒店 不如我开车送你吧 不必了 我还是有几位老朋友的 严绸往外看去 只见马路边上 站着二十几个 穿着奇怪的家伙 有穿着道袍的道士 有穿着袈裟的高僧 有背着古琴的瞎子 总而言之 这二十几人 就没有一个 看起来像正常人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什么剧组 在附近拍戏呢 但深知严绸不简单的 玉锦们 看到了那些 穿着奇装一服的人们 却根本不敢放肆 别人可能是假冒的 但丑哥的朋友 一定是有真本事的 只是 这几位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些位 都是丑哥您的朋友 玉锦们眼角抽搐 总感觉这伙人不太好惹 尤其是那个 穿着袈裟的和尚 别的和尚穿袈裟 都是正儿八经的穿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得到高僧 这位道好 穿一半露一半 把胸口浓密的胸毛 都露出来了 那肌肉如同铜胶铁柱 说话的时候 胸大鸡还一抖一抖的 这摆明的 就是一名武僧 当年西天取经的唐三藏 要是他这种画风 恐怕孙悟空 都要被他一拳打出屎来 那个道士 也奇怪 穿着的道袍破破烂烂 整个人看起来拉里拉遢 有点技工的模样 身边还牵着一条 老掉牙的土黄狗 最重要的是 这道士和那武僧 看起来好像是好朋友 两人一起 蹲在马路边抽烟 还会对着路过的女孩 吹口哨 妥妥的流氓啊 还有那背着古琴的瞎子 他的古琴琴弦 断得根本没剩几根 就算是在街头卖椅 怕是也谈不出 什么东西来了 不过和道士武僧相比 这位瞎子显得正常许多 至少这家伙 只是静静地站着 并没有蹲在路边抽烟 忽然 瞎子踹了武僧一脚 武僧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瞎子一屁股 坐在了背上 操 武僧口吐芬芳 他仿佛背着一座山式的 竟被瞎子死死地 压在身下 他浑身的肌肉隆起 十分吃力地维持着蹲姿 脚下的石板路 竟然隐隐出现了裂痕 道士在一旁哈哈大笑 妙计突驴 邹瞎子的屁股味道如何 却见那邹瞎子 将骨琴放在腿上 而后直接从自己脑袋上 拔了几根头发 绑在琴上 变成了琴弦 苍老的手抚过琴弦 发出似乎来自于 千年前的音律 其余的人 本来乱糟糟的 但听到这琴声 突然被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注视着眼筹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经西府河西 供此灯烛光 邹瞎子开口 随着琴声 唱了起来 少壮能几时 并发各以仓 仿旧伴为鬼 惊呼热忠肠 声音婉转悲凉 感慨时光异逝 故有离别难重逢 其余人也不由自主地 随着邹瞎子的琴声 跟着那婉转悠扬的旋律 一起唱了起来 言之二十载 崇尚君子唐 西别君未婚 而女呼成行 怡然竟负直 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 屈而裸酒浆 夜雨捡春酒 心吹见黄梁 主称慧面男 一举累时伤 时伤亦不醉 赶此故意尝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唱到情深之处 邹瞎子的墨镜底下 竟然流出了两行泪 倒是也是 忍不住低头 揉了揉泛红的眼睛 只有五僧一人 苦苦在邹瞎子的屁股底下支撑着 一首唱罢 严瞅以为 气氛已经烘托到位了 正要上前与诸位好兄弟 好姐妹们打招呼 却没想到 邹瞎子竟然还没完 曲调一遍 又唱了起来 江汉曾为客 相逢美醉还 浮云一别后 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 消疏病一般 何音不归去 怀上有秋山 这回应该差不多了吧 严瞅告别狱警们 走向众人 来到邹瞎子面前 他刚刚露出笑容 敞开怀抱 邹瞎子猛地又唱了起来 故人将海别 几度隔山穿 乍剑翻一梦 香悲各问年 孤灯寒赵雨 失竹暗浮烟 更有名昭恨 离悲西贡传 严瞅的笑容 僵硬在脸上 那个 邹瞎子 把酒驻东风 够了 严瞅打断道 邹瞎子 老子出来了 邹瞎子愣了愣 扶了扶墨镜 有点不好意思地 问身边的道士 老子他娘的看不见 狗倒是也不提醒 老子一声 狗倒是在旁边 笑得嘴都歪了 感情这邹瞎子 是因为看不见 不知道严瞅已经走出来了 所以还在唱得不停呢 屁股底下的妙计武僧怒道 曹你娘的 严瞅已经出来了 还不把屁股挪开 邹瞎子不紧不慢地站起来 妙计武僧气得半死 刚爬起来就抡圆了拳头 要揍邹瞎子 结果邹瞎子 直接往狗道士身后躲 同时大喊道 妖兽了 少林寺的武僧 当街殴打残疾人了 众人一阵目瞪口呆 这还是传说中 杀人不眨眼的 情鬼邹老鬼吗 也忒无耻 不要脸了点吧 妙计武僧 好歹忍住了怒意 没当街殴打邹瞎子 但却撂下狠话 晚上睡觉 多穿两条裤子 否则明早醒来 你会发现 你的菊花里塞满了菊花 严仇无奈地 看着这三个火宝 十几年不见了 这些家伙风范不减当年 反而还更生一筹了 一名穿着华美衣服 戴着一顶英式贵族帽 还戴着白手套的中年贵妇 竟然对严仇 比划出了一个 标准的抱拳动作 声音硬朗地说道 恭喜大哥出狱 恭喜严大哥出狱 其余人也高兴地喊道 严仇一眼扫过众人 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兄弟姐妹们 这十来年让诸位好等 今日重逢 我也是喜不自禁 只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 要去处理 狗倒是好奇道 什么事能比得上洗澡重要啊 我三个月前就预约了一个场子 咱们兄弟先去洗个龙虎浴 找个小妹爱按摩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一本正经地说道 阿弥陀佛 狗倒是言之有理 邹瞎子问道 残疾人给打折不 中年贵妇对着三人直白眼 严仇笑了笑 今日是我儿子大喜之日 纳尼 狗倒是大吃一惊 众人惊讶道 颜大哥 您这就太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侄儿结婚这种大事 竟然不提前通知我们一声 是啊 好歹我们也准备点红包礼物什么的 否则当长辈的多没面子 说起来 咱们也好久没见到手艺了 颜大哥让咱们不要去骚扰他 结果这一别就是十几年 他恐怕都不记得 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了吧 众人惊讶之余 还有些感慨 正如邹瞎子刚才所唱的那句 西别军未婚 而女呼成行一样了 颜丑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这才缓缓说道 说来惭愧 这事情还有些复杂 我那不成妻的儿子 被人掳走了老婆 今日必要办婚礼 不过我儿子肯定会前去抢亲 到时候把老婆抢回来了 直接就地成亲 所以我才说 今日是那臭小子大婚之日 狗倒是忍不住叫嚣起来 岂有此理 竟然还有不开眼的东西 敢抢咱们侄儿的老婆 今日我还真是屁股上开刀 开了眼啊 妙记武僧冷笑道 这群人真是光着屁股打老虎 不要命还不要脸 邹瞎子笑道 那咱们还能忍吗 走走走 大家一起去帮手一抢亲 在那群王八蛋的地盘上 纱布擦屁股 给他们露一手 一旁的美贵妇无奈地说道 你们几人从哪学得 这么粗俗的些后语 三人给给给地笑了起来 话粗里不粗 自己的侄儿被欺负了 他们这些长辈 当然要帮忙出头了 其他人也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兄弟们的情意还是不变的 眼瞅看在眼里 暖在心上 他说道 那咱们 这就出发去飞凤山 等事情解决了 我与大家好好喝一杯 好 大家一阵慷慨激昂 好像下一秒 就要召唤出飞舰 飞去飞凤山似的 然后狗道士却掏出了一枚钢瓣 说道 去飞凤山坐几路公交车啊 众人 美贵妇叹了口气 说道 我打电话 让我的车队过来接大家 狗道士信信地把钢瓣放回口袋里 今日的飞凤山 可谓是宾客云集 整个戎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基本都到场了 从早晨六点开始 上百名迎宾的侍者 就在白家庄园外迎接宾客 飞鸿集团董事长 赠送青铜九尊一对 青山王家 赠送寿山石赏狐一个 青福商会会长 赠送康熙化 窦彩英系图盘一个 宾客们不仅来 还要大张旗鼓地来 来实现送礼 若是礼物不达标 甚至会被白家的人拒之门外 饶事如此 依旧有数百人 进入了白家庄园 让庄园内热热闹闹的 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林若甫坐在那 虽然穿着西装 胸口还带着花 脸上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他是昨晚被带到这儿来的 作为新娘的父亲 自然是婚礼的主角之一 只不过 他丝毫没有该有的喜悦 反而满脸的担忧 身后有几个白家的手下 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林若甫知道自己女儿 被白家人给软禁了 奈何他这个做父亲的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想求助于驴山派 想找驴靖生帮忙 但白家人直接断了 他与外界的联系 如今 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 严守医的身上 这个年轻人 曾经在他的面前发过誓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会保护好林子彤 现在林子彤即将嫁人 那个年轻人在哪 他会来吗 这时 一对中年夫妻朝林若甫走来 他们二人对周围的环境 很是放松 来往的白家手下 也对他们无比尊敬 这对父亲 就是白家的现任家主 与家主夫人 白敖广 方琼 白敖广人如其名 脸上带着浓浓的奥义 只不过他身边的妻子方琼 看起来竟然比他的架子 还要大几分 方琼正是方琼的姐姐 所谓的四项门千金 实际上 方琼是童金城的养女 童金城将她培养成心腹 嫁给白敖广以后 间接通过她控制了白家 偌大的白家 就算是白沐浴说话也不作数 只有童金城开口才管用 此时 白敖广与方琼 来到林若甫的面前 假装亲热地说道 亲家不必紧张 这婚姻大事 一生可能就只有一次 我们一定会给你女儿 扮得风风光光 漂漂亮亮的 林若甫咽了一口口水 道 我只想见见我女儿 她在哪 方琼冷笑道 新娘子自然在新娘该在的地方 待会儿拜堂成亲的时候 你自然就能看到了 林若甫眼中有着深深的恐惧 尽管在外头 她是叱咤风云的商会会长 但她心里明白 在白家这群人的面前 她只是一个凡人 她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所以她只能哀求道 不管你们想做什么 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瞧你说的这话 从此以后 你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女儿了 白敖广音笑着说道 听着白敖广与方琼 这些阴阳怪气的话 让林若甫本就担忧的心 越发地沉重 此时二人就好像两只笑面虎 虽然嘴上答应 但被地里早已经亮出獠牙 对林子彤摩拳擦掌 作为父亲 林若甫不知 从哪儿爆发出了勇气 她突然抱起 将白敖广扑倒在地 骑在她身上 掐着她的脖子怒吼道 把我女儿放了 否则我就与你同归于尽 这动静吸引到了周边的宾客 他们根本不知道 林若甫就是今日新娘子的父亲 只是诧异她 为什么要对主人家动手 白敖广躺在地上 却一点都不惊慌紧张 反而笑道 林若甫 知足吧你 你女儿即将要嫁给一位大人物 这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浅 我白家那么多女孩 却还没一个是满足要求的呢 方琼走上前 一把扣住了林若甫的脖子 她一见女流 力量却大的出奇 直接将林若甫提了起来 狠狠地摔在地上 林若甫 给脸要知道要脸 你现在之所以还耐活着 全靠你女儿听话懂事 但若是 你还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们在大喜当日 让你血溅三尺了 林若甫倒在地上 脸上只有愤怒和自责 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连保护自己的女儿都办不到 严守一 你到底在哪 你小子不是承诺过 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女儿吗 你倒是出现啊 突然 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由远而近 林若甫不由地抬起头 往天上看去 只见远处 五架直升机 正快速地朝白家的庄园逼近 从白敖广和方琼愕然的表情 可以看得出 他们并不知道 那直升机上的人是谁 不知怎么的 林若甫忽然觉得 直升机上的人会是严守一 他抱着一丝期待 双眼紧紧地盯着直升机 直升机上 飞行员皱着眉头说道 严先生 严守一往下看了一眼 白家庄园虽然宽敞 但此时到处都是宾客 让他们让路 恐怕不现实 不用降落 你们找个地方悬停就好了 好 直升机减慢了速度 逐渐悬停在了 庄园的上空二十米处 众人还在好奇 是什么人这么大排场 竟然开着直升机过来之时 直升机上突然扔下来了一样东西 动 那东西黑乎乎地 坠落在地上 震起了一阵烟尘 吓得宾客们纷纷失色 闪避逃窜 那是什么东西 炸弹吗 白家这是招惹到谁了呀 大喜的日子过来闹事 我好像看到了 那玩意儿是一口钟啊 等烟尘散去 大家才看到 从直升机上扔下来的 竟然是一口大钟 什么人敢在白家 大喜的日子上送钟 这不是摆明了 打白家的脸吗 直升机上来的 难不成是白家的仇人 飞行员喊道 严先生 宣定到位了 现在你们要怎么下去 很简单 跳下去 啊 龙飞城立刻抓住了一旁 所有可以抓住的东西 强颜欢笑道 严哥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我龙飞城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 唯独恐高啊 薛凯冷声说道 现在不跳 一会儿上来可就迟了 张山通笑道 放心吧 我带你们下去 龙飞城疯狂摇头 脑袋都快摇成波浪鼓了 我那个 突然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要不你们先去抢 我解决后就过来 我先下去等你们 还没等飞行员反应过来 严守一忽然跳出了机舱 他并没有背降落伞啊 下方的人们 看到直升机上 突然跳出了一个人 也吓得不轻 本以为会血溅三尺 却没想到 那人砰的一声落地 却是安然无恙 从二十米的高空跳下 严守一只是觉得 双腿有些发麻 他站直了身体 整理了一下略微凌乱的领带 紧接着 张山通带着薛凯雨下的 都快尿裤子的龙飞城 也稳稳地落地了 抢青男团 全员落地到齐 飞行员看得目瞪口呆 但很快就回过神来 指挥着直升机撤离 龙飞城本来怕得要死 但落地之后 发现自己居然安然无恙 他立刻冷笑起来 白沐浴 白玉盛 出来迎接你们四个爷爷 一旁的薛凯目瞪口呆 怎么龙飞城这货 立刻就装起来了 刚才不好耸的 快要尿裤子吗 严守一走到谷中旁 拍了拍钟身 笑着对众人说道 大家不要紧张惊慌 我们只是单纯地 过来送个礼而已 众人嘴角一阵抽搐 送礼 送钟 找茬儿就直说嘛 在看到严守一出现的那一刻 林若府长舒了一口气 不管今日结果如何 至少严守一是真心爱着林子彤的 他这个做父亲的 也算没有做错选择 将女儿托付给了一个 值得依靠的男人 只不过 白家如此强大 仅凭严守一他们四人 真的能抢走林子彤吗 龙飞城一眼扫过周围的人 大家都还没回过神来 他大步走向一名迎宾的侍者 抓着对方的衣领 将他拽到老钟的旁边 我刚才听到你们有唱脸 来来来 给小爷我也唱一个 就说 鲁班传人严守一 送上老钟一口 祝白沐浴老爷子 早日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迎宾侍者听了 脸都下白了 今天是白家大喜的日子 他要是真敢这么喊 下场一定会很惨 但龙飞城在欺负人这方面 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抬脚就踹了侍者的屁股 少他妈装无辜 白家上上下下 有几个屁股是干净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 是他娘的无辜的 赶紧给小爷喊 不喊一会儿 给你为了解药 吊挂在直升机上 迎宾侍者 哪里扛得住龙飞城的嘴炮 狂轰乱炸 当下就怂了 只听他哆哆嗦嗦地喊道 鲁班传人 喊大声点 没吃饭啊 龙飞城又踹了他一脚 迎宾侍者 只能扯着嗓子大喊 鲁班传人严守一 送上老钟一口 祝白沐浴老爷子 早日 龙飞城瞪着侍者 眼中威胁之意 别提有多明显了 侍者咽了咽口水 接着喊道 祝白沐浴老爷子 早日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别的不提 这迎宾侍者的嗓门 倒是够大的 有点当年皇宫里的 太监的模样 那声音在白家庄园上空回荡 鱼音绕梁 久久才平息起来 周围的宾客 一个个脸色古怪 他们有的 不知道白沐浴是谁 有的惊讶于严守一 他们敢砸白家的场子 行了 你滚一边去 把你们家管事的叫来 利用了这名迎宾侍者以后 龙飞城一脚 就把他踢开了 闹事 自然是要找郑主闹 这时 白敖广与方琼 快步走了过来 他们脸色别提有多难看了 你就是严守一 白敖广沉声道 没想到 你还真有胆子找上门来 严守一看了他们二人一眼 没见过 不认识 倒是一旁的薛凯 因为提前收集了一些 白家的资料 所以一眼就认出他们二人来 他小声在严守一耳边提醒道 他们就是现任白家家主 与家主夫人 白敖广与方琼 这个方琼 就是四项门的千金 文言 严守一眯起眼睛 白敖广倒没什么 这个方琼 才是核心人物 严守一冷声说道 我来的目的很明确 把林子彤还给我 否则别怪我们大闹白家 方琼冷笑道 就凭你们四人 笑话 上回在平安大厦 还是我们老祖宗 放了你一条生路 如今又自投罗网 找死不成 虽只有四人 也能叫你们 白家天翻地覆 严守一上前一步 抬脚踏地 哄 一张巨大的八卦阵 自严守一为中心 迅速展开 八卦阵之大 直接囊括白家的整个院子 比起浪费口舌 严守一知道 做一点实在的事 要更有作用 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 口中喝倒 阴阳顺逆妙难穷 二致还归一九宫 若能了达阴阳里 天地都在一掌中 困字 昆宫 入地天师 山崩地炼 哄 整座飞凤山 都是一阵地动山摇 兵客们纷纷色变 赶紧找旁边的东西扶着 白敖广连忙看向身边的方琼 似乎在寻求他的帮助 果然 这白敖广就是个没什么用的傀儡 只见方琼冷哼一声 正打算出手对付阎首一 他的面前 大地猛地崩裂 一道纵横数十米的地缝 将方琼拦截在了阎首一的对面 地缝足足有三米之宽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地缝中崩塌的石块 竟在老中的底下堆积 好像春笋一般 将老中顶到了十几米的半空中 这一手奇门遁甲 就连方琼都不由地感到震惊 老婆 你快出手啊 好好收拾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白敖广催促道 方琼的脸上仿佛附上了一层寒霜 这小子的奇门遁甲 已经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什么 白敖广一阵吃惊 在他眼里 自己的老婆已经是很厉害的角色了 结果竟然不是阎首一的对手 方琼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的 方琼又说道 其实作为弟弟的方琼 要比方琼还厉害一些 所以方琼本能地以为自己不如阎首一 殊不知 那日方琼其实是死在他自己召唤出来的 殷红娘手上的 只不过这些事 方琼无从得知 毕竟目睹方琼之死的人 那天都被解决了 包括白石洗 看着那被顶到天上去的老钟 薛凯忽然朝着老钟攀爬 他的身体灵活得好像猴子 几秒钟就爬到了十几米高的山头 然后 他一拳轰在老钟之上 咚 声音震耳欲聋 咚咚咚 又是三声钟响 搅得整个白家不得安宁 白沐玉 出来 龙飞城大声喝道 方琼脸色一阵变幻 最终对白敖广说道 快去请老祖宗 白敖广此时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急忙跌跌撞撞地 跑向后院的宗族祠堂 白沐玉平日 是不会直接出现在庄园内的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宗族祠堂 只有在特殊的时间才出来活动 看到白敖广跑走 严守一直到白沐玉也快来了 他们这抢亲的队伍 已经先声夺人 把气势拿捏到位了 这时 严守一注意到了 站在人群后方角落 被白家手下控制住的林若甫 他眼神一沉 立马意识到 白家人将林若甫抓来 就是当人质要挟林子彤的 既然来了 那自然要将所有人平安无事地带走 干爷爷 麻烦您了 严守一指了指林若甫 张山通早就手痒了 他对严守一点点头 随后直接越过严守一先前制造出来的地方 跳到了对面 身体如同鬼魅般 绕过白家的层层围捕 轻松来到林若甫的面前 亲家 张山通问道 林若甫愣了愣 赶紧点头 你好你好 我是严守一的干爷爷 初次见面 也没给你带什么礼物 在这种环境之下 张山通居然寒暄客套起来了 看守林若甫的那几个白家手下 都忍不了了 他们忽然凑到张山通的面前 身体前倾 本来普通的人脸 一瞬间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鬼脸 对着张山通 呲牙咧嘴吓唬他 好像要将他给吃了似的 小鬼们心里偷笑 臭老头 没想到吧 我们是鬼 别把这老头 吓得直接隔屁了 谁知 张山通竟然一点都不怕他们 这个穿着西装 看起来还有些绅士的老头 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随后 他也身体前倾 原本和蔼可亲的脸 瞬间露出了青面獠牙的真面目 可别忘了 张山通也是鬼 还是一只超级厉害的老鬼 那几只被安排看守林若府的小鬼 顿时被吓得屁滚尿流 直接吓得双腿瘫软 坐在了地上 差点就魂飞魄散了 你 你你你 你也是鬼 那些小鬼哆哆嗦嗦地问道 张山通又恢复了原样 笑着说道 你什么你 知不知道对老人要用敬语 来 跟着你爷爷念 你也是鬼 小鬼们咽了咽口水 你 你也是鬼 没 想 到 吧 张山通哈哈一笑 张嘴冲着几只小鬼吹了口气 几只小鬼就好像薄薄的纸片似的 被吹到了方琼面前的地方当中 看样子是被张山通强行送到地府去了 见到这一幕 方琼眼中甚至闪过了一丝惊恐 这个老头又是什么来头 看他的实力 恐怕不在白沐浴之下 处理掉了那几只不开眼的小鬼 张山通对林若甫说道 亲家 来来来 我带你回去 林若甫刚才也看到了张山通的恐怖模样 犹犹豫豫地将手伸了出来 张山通抓着林若甫 直接一个纵的金光 林若甫只是眼前一晃 在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安然无恙地到了严守医的身边 林叔叔 您放心吧 有我们在 这里很安全 严守医安慰道 今日就算豁出性命 我也会把子童安然无恙地带回来的 林若甫终于松了口气 守医 叔叔果然没有看错你 林若甫的话音才落 一阵阴风便从白家的后院吹来 这股阴风吹的人忍不住打哆嗦 从心里感受到一股发寒的恐惧感 严守医脸色一正 他知道 白沐浴要出来了 时隔七天 当初那个令他毫无反抗之力的家伙 马上就要重新面对 但严守医心里 没有半点恐惧 短短七天时间 已经足够让严守医调整好状态 杀不死我的 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老祖宗 严守医那小子 带着人过来闹事了 白敖广跌跌撞撞地 跑进后院的宗族祠堂 对着白沐浴的林卫大呼小叫 此时此刻 祠堂内还有另外一人 正是驴山派千年一遇的天才铜金城 一阵阴风刮来 白沐浴自林卫中飘出 他脸色难看到 我就不应该放过那小子 当时要不是林子彤以性命相逼 以白沐浴的形式风格 必定要斩草除根的 外面的情况如何 白沐浴问 白敖广连忙答道 方琼说他也未必是严守医的对手 而且严守医还带了一名 不弱于您的老鬼过来 很是厉害 凭咱们的那群手下 未必拦得住他们 该死 白沐浴看向铜金城 铜金城还在蒲团上打坐 显得不慌不忙 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的位置 算了一下时辰 而后说道 你出去拦着他们 能杀则杀 不用留情 时候差不多了 我这就去启动炼煞转升大阵 一旦大阵成功 一切尘埃落定 严守医也做不了什么 魏宝计划万无一失 铜金城又派出了不少四项门弟子 去镇守三个阵眼 还把最强的白沐浴留在身边 他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他的计划 白沐浴冷哼一声 放心 这次没有人能替严守医求情了 他化作一道阴风 气势汹汹地朝前院飞去 而铜金城则是慢慢起身 换上了新郎的衣服 胸前还抱着一大朵红花 转过身来 林子彤已经披着红盖头 被侍女们带到祠堂来了 及时已到 铜金城淡淡地说道 林子彤笑道 虽然我披着红盖头 但我却能感受到你们的紧张 严守医来了吧 铜金城冷声说道 他来与不来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你不信他 我信他 林子彤说道 我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他也一样 铜金城望着林子彤 眉头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林子彤和素亦柔 实在是太像了 两个女人一样的要强 一样的感性 这也是为什么 铜金城选择林子彤的原因之一 他们俩唯一的不同 是林子彤敢于把爱说出口 而素亦柔 只把喜欢深深地藏进心里 直到死的时候 也没说出口 那没说出口的爱就成了铜金城心中的伤 无数年来的夙愿 但今天夙愿也要了 铜金城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只要能让素亦柔复活 他愿意付出一切 哪怕背负世间所有罪恶毒的骂名 哪怕未来的墓碑要被万人唾弃 严守医 前院一阵阴风吹来 天昏地暗 飞沙走石 宾客们纷纷色变 互相搀扶着 找地方躲避 白沐浴现身了 他的真身已经有十米之高 一张脸比窗户还要大 那放大了数倍的五官 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严守医眼神一宁 似乎白沐浴比七天前更强了 而他自己却没有什么长进 甚至还是带伤钱来的 七天前我放你一马 你依旧不知道长进 又来我白家送死 老夫今日杀你 看看还有谁能拦得住 暴怒的白沐浴 没有打算给严守医 任何时间和机会 现在这个时候 与严守医废话 就是纯属脑子有问题了 所以白沐浴一出手 就是雷霆手段 他化作一道鬼龙卷风 卷起地上的砂石 直接扑向严守医他们 张山通见状 赶紧出去迎战 可没想到 白沐浴竟然早有预谋 刹那间绕过了张山通 直奔后方的严守医 不好 这老贼铁了心要杀我们 严守医面色一变 急忙带着大家后退 他和薛凯 一人保护着林若甫 一人保护着龙飞城 朝着白沐浴的反方向逃跑 但白沐浴速度极快 眨眼的功夫 就追到他们的身后 直接吞噬了薛凯与龙飞城 薛凯 小龙 严守医暗道不好 眼下他恐怕 也难以幸免 只能先将林若甫给送走 于是他当即从胯包中 取出木鸟三元 瞬间发动了木魁法天的绝技 三元化作一只巨鸟 驮着林若甫便往外飞 然而强大的白沐浴化作的龙卷风 却死死地拽着三元 任凭三元怎么扇动翅膀 都无法逃脱分毫 眼手一见状 毅然转过身 主动冲进了龙卷风之中 臭小子 进湖来 张山通忍不住臭骂 却见龙卷风当中 猛然闪过一道雷光 这道雷光 张山通倒是熟悉 此乃他龙虎山的神术 五雷正法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凤行 哄 龙卷风中 雷光闪闪 银色的电蛇 几乎将龙卷风给笼罩 白沐浴有些狼狈地 从龙卷风中钻出来 回头怨毒地看了一眼 随后放肆大笑起来 臭小子 死在老夫手里 你也不亏 白沐浴本就是强大的鬼王 眼手一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所以他冲进龙卷风内 无异于找死 张山通和林若福的脸色 都有些难看 目不转睛地盯着龙卷风看 只见那龙卷风 缓缓平息下来 被卷上天空的砂石 也悉数落地 但令人惊讶的是 龙卷风里 并没有眼手一他们的身影 怎么回事 白沐浴面色一变 他分明将眼手一他们 困在里头了 林若福也拉长了脖子 寻找起来 手一 手一 这不可能 白沐浴飞到龙卷风 刚才所在的位置 瞪大了眼睛寻找 颜手一他们三个大活人 不可能说消失就消失 很快 白沐浴在尘土之中 找到了一些碎纸片 拿着那碎纸片 白沐浴从上头 闻到了颜手一的气息 仅仅只是一瞬间 他就明白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扎指人的绝技 金蝉脱鞘 白沐浴感到一阵耻辱 刚才自己大费周章 抓进龙卷风里的三个人 竟然全都是指人替身 自己不过杀了三个指人 却在外头猖狂高兴 简直丢人 丢到姥姥家了 旋即 白沐浴有种不祥的预感 如果这三个是指人 那真正的颜手一 他们会去哪 当然是后院祠堂了 可恶 白沐浴愤怒地咆哮起来 早就知道真相的张山通 捧着肚子哈哈大笑 呆子 杀了三个指人还沾沾自喜 亏你还活了几百年 我要是你啊 当场就得羞愤自尽了 白沐浴根本没心思 和张山通吵 立刻又要返回后院的 宗族祠堂 然而这一次 张山通却拿出了 真正的实力 拦在了白沐浴的面前 他收起笑容 微微低着头 淡淡地说道 玩归玩 闹归闹 现在也该半点正事了 我干孙子的事 他自己解决 我这个做干爷爷的 任务就是拦住你 白沐浴 白沐浴眯起眼睛 恨恨地说道 你应该不是鬼王吧 你有什么本事拦住我 呵呵 张山通轻笑一声 身上忽然开始 闪过嘶嘶电舌 就凭我生前 是龙虎山天师府的道士 嘿嘿嘿 沙雕白沐浴 以为咱们真的不要命了吗 严哥 你这一手金蝉脱鞘 玩得太溜了 白家的后院 严守一三人的真身 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钻了出来 金蝉脱鞘这一招 乃是严守一提前 让阿公准备的 此乃杂止人的绝技 如今正好用来细耍白沐浴 要是他们真的硬着头皮 从正面闯入 白沐浴和其他的白家人 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拦 等他们杀到后院 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严守一提醒道 别高兴得太早了 白沐浴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更可怕的敌人还在后头呢 你说铜金城 龙飞城想了想说道 铜金城有什么好怕的 说到底 他也是个大活人 活人再可怕 能比鬼可怕 只怪我手上没有枪 要不然直接吐吐了他 听龙飞城这么说 严守一和薛凯 竟然觉得有点道理 活人再厉害 也怕吃子弹吧 要是真能一枪崩了铜金城 事情倒是好办许多了 白家的后院 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但不代表一点防御力量都没有 三人刚走没几步 前方就出现了一对 巡逻的四项门弟子 没等严守一说话 薛凯便如同一道影子似的 轻松地潜伏到那对弟子的身边 随后从袖中抽出了两把匕首 一阵寒芒闪过 四项门弟子齐刷刷地倒在地上 全都被割破了喉咙 连喊都喊不出声 见到这一幕 严守一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父亲安排薛凯当他的影子 薛凯也认定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杀起人来 真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杀人不是严守一的形式风格 但是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和龙飞城一起上前去 将尸体拖到隐蔽的角落藏了起来 以免被发现 龙飞城说道 大嫂会被藏在哪呢 万一咱们找不到她怎么办 放心 我能找到她 还记得严守一送给林子彤的目标 那里头有严守一的气息 气息就如同GPS定位系统一样准确 于是严守一吹了一声口哨 盘旋在半空中的三元 立刻给予了严守一回应 三元对气息十分敏感 很快就找到了林子彤所在的位置 并且将消息传给了严守一 跟我走 严守一沉声说道 白家宗族祠堂 一根根红蜡烛上 燃着冷冷的烛光 童金城身穿洗服 将手中的红布递给了林子彤 他拿着一段 林子彤要拿着另一段 这叫喜结莲礼 拿上了这条红布 接下来就要拜天地了 林子彤咬了咬牙 没伸手接下 童金城沉默了一阵 说道 你在拖延时间吗 林子彤不答 童金城冷声道 严守一不会来的 即便他来了 也不过给这祠堂里 多添一具尸体罢了 见林子彤始终不给回应 童金城对着一旁的手下 使了个眼色 两名壮汉立刻上前 压着林子彤 准备让他与童金城拜堂 放开我 林子彤剧烈反抗起来 别看他只是一介女流 但力气可丝毫不小 两个壮汉竟然有些压不住他 童金城的脸色 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他举起了手 只见他的手腕上 带着与林子彤手上 十分类似的招魂灵 招魂灵乃是 驴山派独有的法宝 只要带着他 就可以更轻松地控制鬼物 三声铃铛响 两团黑影上了 两名壮汉的身 壮汉的脸色猛然发青 眼里只有眼白 看起来要比之前凶悍得多 更吓人的是 他们的脚后跟也垫了起来 这是明显的鬼上身的细节 被鬼上身以后 两名壮汉的力气 便大了数倍 林子彤再也反抗不了 与此同时 童金城招呼了一声 在一旁的乐师们 奏起了奇怪的喜乐 这喜乐的音调空灵悠长 没有婚礼时的欢快与喜乐 有的却是淡淡的悲凉 再一听 这哪是什么喜乐 分明是丧乐 一阵阴风吹过 所有红布变成了白布 红蜡烛也变成了白蜡烛 那祠堂上方 白色的喜字 显得格外刺眼 一时间 白家的宗族祠堂 显得无比诡异 此乃名昏 一败天地 林子彤使劲挣扎 奈何根本不是那两名壮汉的对手 被强硬压下了头 童金城的脸上 渐渐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与此同时 作为炼煞转身大阵的三个阵眼上空 忽然间乌云密布 那些被封印在阵眼处的妖魔鬼怪 好像提前预知了地震到来的蛇虫鼠� 变得惶恐不安 四处乱窜 二百高堂 哄 天空中下起了暴雨 狂风肆虐着大地 上行一笑的学生们 仿佛也感觉到了不祥的到来 纷纷回到宿舍里 担忧地望着窗外 平安大厦里 鬼怪们哭嚎着 发着风势的互相攻击 驴山派掌门驴静声 此时就站在平安大厦的楼顶 他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 脸色阴沉地说道 快动手 童金城已经发动了炼煞转身大阵 夫妻对拜 童金城转过身 面对着林子彤 脸上尽是温柔 一揉 你再等等 我们马上就要相见了 林子彤使尽了所有力量 他不想弯下腰 不想败这最后一半 奈何两名壮汉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他的腰一点点低弯曲 头一点点低低下 可就在这时 枪 一柄黑色的长刀 忽然从门外飞来 如同箭矢一般 定在了林子彤与童金城之间 从盖头的缝隙中 林子彤看清了长刀的模样 他的脸上瞬间露出喜色 这是斩破刀 眼手衣来了 臭丫头 我来了 熟悉的声音响起 林子彤的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直接瘫坐在地上 刚才对抗两个被鬼上身的壮汉 他差点被把自己的脊梁骨给撑断 如今如释重负的他 一时间提不起力气了 童金城眼神一冷 望向门外 他的计划 分明就差最后一步了 这个时候 他不允许任何人来搅局 只见祠堂的门外 严守一 龙飞城 薛凯三人 已经将外头的四项门弟子 全部放倒 严守一整理了一下领带 与童金城对视 一旁的龙飞城愣了愣 言个 这家伙好像不是白玉胜 咱们该不会找错地方了吧 他的确不是白玉胜 他是童金城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严守一虽然不知道 白玉胜已经死了 但眼前这个男人 显然不是白玉胜 从他的眼中 严守一可以看到许多沧桑 那种眼神 他在父亲和爷爷的眼里都见过 童金城也是一个苦命人 这一点他的遭遇 和严守一的父亲爷爷很像 所以 严守一一眼就断定 他是童金城 你们三个 谁是严守一 童金城盯着三人问道 龙飞城站了出来 我 碰 龙飞城话还没说完 忽然感觉腹部遭到重击 随后整个人疼得跪在了地上 童金城望着龙飞城说道 气血不顺 渗水不足 你怎么会是严守一 他很怀疑 分明严守一在大家的描述当中 都是一名非凡少年 如今见到面 竟如此不堪 像个普通人似的 龙飞城咬着牙说道 你妈的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小爷我不是严守一 我是严守一的好兄弟 龙飞城 童金城有点无语 你不是你站出来做什么 严守一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示意他靠后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 可不是龙飞城能应付得了的 我是严守一 严守一上前一步 挺胸抬头 不卑不亢 童金城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这才是他认为 鲁般传人该有的样子 童金城走到林子彤的身边 随手取掉了林子彤的红盖头 林子彤得以见到严守一 心里无比激动 大傻子 臭丫头 别害怕 我来了 严守一安慰道 林子彤点点头 眼里竟然真的没有一丝害怕 见状 童金城叹了口气 他心里也有不忍 但奈何 不牺牲林子彤 他的素一柔就回不来 只听童金城说道 严守一 林子彤 我对不起你们二人 等复活了一柔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补偿你们的 你这说的是什么鬼话 严守一怒道 放了子彤 不行 童金城手中忽然出现一柄匕首 在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情况之下 童金城的匕首 瞬间划过林子彤的喉咙 林子彤瞪大了双眼 严守一的瞳孔 也缩小成了针眼般大小 随后他瞪圆了双眼 眼角几乎都要撕裂 臭丫头 严守一不顾一切地 飞扑到林子彤的身边 薛凯为了保护严守一 也立刻跟了上去 但罪魁祸首童金城 竟然没有阻拦严守一的意思 而是默默地退到一旁 臭丫头 臭丫头 严守一怀抱着林子彤 看着他脖子里不停流淌出的鲜血 双手不停地颤抖 心都快要碎了 林子彤也十分难受 美丽的脸上渐渐失去了血色 大大 傻 他用尽了力量 都无法完整地喊出严守一的名字 可他还有一肚子的话 想与严守一说 他想说他多么地爱严守一 他和严守一讨论婚礼的地点 想讨论孩子的名字 想说说以后要一起去的地方 要看的风景 那些话足够说一辈子 甚至一辈子也说不够 说不完 但奈何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令所有人都感到猝不及防 严守一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的眼角流下泪水 如梗在喉 只能紧紧地抱着林子彤 他最多还有30秒的生命 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早早说了吧 不要留遗憾 童金城在一旁同情地说道 严守一想不通 为什么罪魁祸首童金城 可以用童情的语气 对他说出这些话 明明从他手里 抢走林子彤的人 就是童金城 为了自己爱的人 就可以肆意夺走别人的生命吗 薛凯已经提起匕首 准备对童金城出手了 慢着 严守一忽然拦着薛凯 他冷声说道 最后30秒 我要陪着子彤走完 30秒过后 我会亲自找童金城算账 童金城 我要亲手宰了你 薛凯咬咬牙 收回了匕首 而童金城 则完全没有将 严守一的话放在心上 严守一低下头 紧紧地抱着林子彤 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 他亏欠了林子彤太多 他让他等太久了 臭丫头 我对不起你 不能保护你 我 林子彤挣扎着摇了摇头 张着嘴巴 似乎想要说什么 可嘴里吐出的全是鲜血 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曾经 严守一害怕听到林子彤的声音 害怕听到他喊自己大傻子 而躲着他 如今 他只是想再听到他喊一次自己大傻子 却再也没了机会 30秒的时间 太短太短 林子彤最终倒在了严守一的怀里 身体渐渐冰冷了下来 臭丫头 严守一 忍不住仰天长笑 残酷的生活 从他身边夺走一个又一个亲人 但严守一从未抱怨过 可这一次 他无法接受 他无法接受林子彤的死 一只手 缓缓地搭在了严守一的肩膀上 严守一抬头看去 竟是同金城站在他的身后 林子彤最后说的话 是让你活下去 他说了 活下去 你走吧 我今天不杀你 也算是完成了林子彤的遗愿 严守一咬了咬牙 慢慢地将林子彤的尸体放在地上 你凭什么 可以如此无视别人的生命 别人的痛苦 分明是你杀了臭丫头 却还要装作大发善心的说不杀我 童金城 你好歹也是驴山派的弟子 当年入门之前 没学过什么叫做李毅连池吗 今日 不是你不放过我 是我不会放过你 去死 严守一突然抱起 一拳打在童金城的脸上 巨大的力道 直接将童金城轰飞十几米 一头撞在祠堂的柱子上 每等童金城反应过来 严守一已经拔出斩破刀 使用纵地金光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刀刺穿了他的胸口 将他钉在了柱子上 我杀了你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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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守一的拳头 一个又一个地落在 童金城的脸上 仿佛要借着这些力量 发泄掉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而童金城 从头到尾 竟然一丝反抗之意都没有 他只是淡然地看着严守一 没有痛苦 更没有惨叫 严守一足足打了童金城十分钟 将童金城打得看不出人样 龙飞城小心翼翼地拦着严守一 严哥 我想你已经杀了 童金城了 他没死 严守一推开龙飞城 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童金城 没想到 本来已经血肉模糊的童金城 身上的伤口竟然飞速愈合 不一会儿 他的伤势已经痊愈 恢复过来的童金城 淡淡地说道 为了补偿对你的伤害 我可以让你再打十分钟 但十分钟之后 若你还不走 我也只能杀了你 龙飞城目瞪口呆地看着童金城 咦 你难不成也是 天煞失魁吗 童金城随手将斩破刀 从胸口拔了出来 说道 我一直在等一柔 不能等他回来了 我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耻目老人 所以我主动把自己变成了天煞失魁 这样就可以永远地等着他了 童金城是天煞失魁的事情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难怪他在面对 严守一杀人般的攻击之时 还能做到那般的镇定 看着毫发无损的童金城 严守一不甘地握紧双拳 他没能保护好林子彤 如今更是伤不了 童金城半分 这是他自大出生以来 遇到最大的挫折 然而正当此时 林子彤的尸体忽然有了动静 本旧阴沉的天空 忽然落下一道黑色的天雷 正披在白家的宗族祠堂屋顶上 原本坚固的屋顶 直接被披出了一个大窟窿 如果躺在林子彤的位置 正好可以透过窟窿 看到乌云密布的天空 只见天空上沉甸甸的乌云 开始旋转起来 一个巨大的漩涡 以林子彤的位置为中心 渐渐成型 乌云中雷声震震 仿佛龙吟虎啸 荣城的百姓远远地看着 都觉得胆战心惊 这分明是末世一般的景象 同京城看着这一切 平静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炼煞转身大阵 开始了 炼煞转身大阵 需要三个煞气急中的地方做阵眼 由敏江贯穿连接 最后则需要一个祭品当载体 大阵以祭品被杀为启动的钥匙 紧接着会优先炼化三个阵眼里的鬼怪 最后则会夺走全部荣城百姓的性命 最后 肃义柔复活 夺走林子彤的身体 成就他半仙的存在 末日的征兆将整个荣城笼罩其中 一队车队正在前往飞凤山的路上 邹瞎子抱着古琴 皱了皱眉头 狗倒是 外面发生什么了 狗倒是趴在窗户上往外看 头也不回地说道 好像是炼煞转身大阵 什么 邹瞎子吓了一跳 荣城有人摆炼煞转身大阵 那咱们还上什么飞凤山啊 赶紧逃命吧 要不一会儿 大家都得死 妙计武僧双手合十 淡淡地说道 阿弥陀佛 现在跑也来不及了 邹瞎子一阵无语 说好 大家一起过来接大哥出狱的 怎么直接就把小命给搭上了 另一辆车上 中年美妇人对身边的严仇问道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知道 这不正往山上赶吗 严仇淡定地说道 这可是炼煞转身大阵 万一没能阻止美妇人 丝毫没有掩饰心理的担心 严仇笑了笑 怕什么 我儿子在山上呢 我相信他的本事 一会儿天就晴了 咱们只等着喝喜酒就行了 听严仇这么说 美妇人才勉强放下心来 以他的车队速度 再有十来分钟 也就抵达目的地了 林子彤的尸体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徐徐飘上半空 严手一想要跳起来抓着他 不让他飞走 但同京城同样出手 阻止了严手一 滚开 严手一怒喝道 同京城说道 大阵已经开启 没人能阻止这一切 我说滚开 你他妈没听见吗 严手一一脚踢向同京城 同京城却根本没有将严手一放在眼里 甚至不屑于用手去格挡 然而 当严手一的角处碰到同京城的胸口的那一刹那 严手一的身上 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煞气 这煞气令同京城一瞬间失神 卸下了所有的防御 直接被严手一踹出了白家的宗族祠堂 怎么回事 落地后的同京城不敢相信地看着严手一 刚才那股煞气也太重了一些 自打素一柔死后 同京城也算是杀人如麻了 可就算他杀了上百人 身上的煞气也不足严手一的十分之一 严手一到底杀了多少人 一千人 一万人 十万人 可他明明才不到二十岁啊 就算从娘胎里算起 每天杀一人也杀不到一万人 严手一身上的煞气 足够让同京城也感到心惊 甩开了同京城以后 严手一一跃而起 跳到了房顶上 可林子彤还在不停地向上升 仿佛最后要被吸入天上的漩涡当中 三月 严手一大喝一声 从屋顶上直接往下跳 就 一道黑影掠过 三元赫然现身 直接在这严手一冲上云霄 有三元驮着 严手一很轻松地来到林子彤的尸体旁 他伸手握住了林子彤冰冷的手 臭丫头 我不会让你走的 他死死地拽着林子彤 因为失去 所以才懂得珍惜 这一次 即便是死 也绝对不放手 站在地上的薛凯 猛然间发现 严手一的身上 竟然隐隐有黑气生腾 那是什么 煞气 薛凯暗道不好 在监狱里的时候 他曾经听自己的师父 也就是严手一的父亲 严仇提起过 严手一的前世 是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将军 在战争年代 他仅凭一人之力 斩杀了十万敌军 是真正可以被称之为 天神下凡的杀神 所以 严手一前世积累了恐怖的煞气 以至于他转世投胎以后 成为了鲁班传人 并且要遭受鲁班传人 每隔三代必死的诅咒 严仇还说过 由于前世的将军太过于强大 哪怕转世投胎 都无法磨灭他的意识 所以 将军的意识 一直沉睡在严手一的灵魂深处 倘若严手一受到极大的刺激 那个沉睡的将军 很有可能苏醒过来 一旦将军苏醒 煞气泄露 严手一很有可能会扛不住将军的力量 直接变成将军觉醒的垫脚石 到那个时候 严手一就不复存在了 有的只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杀神将军 这对天下来说 都是一场浩劫 而如今从薛凯的视角看来 因为林子彤的死 严手一已经在失控的边缘 换句话来说 他体内的那位将军 也已经处在苏醒的边缘 龙飞城 薛凯急忙喊道 你是严手一的好兄弟 你快喊他下来 现在 薛凯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龙飞城的身上 如果龙飞城的话管用 或许还能让严手一冷静下来 然而龙飞城却冷哼一声 现在喊严哥下来 那我还是不是他兄弟了 紧接着 龙飞城居然对着天空中的严手一大喊 严哥 兄弟我知道你愤怒 心里有气 就要释放出来 不要把自己给憋坏了 薛凯听了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来 恋煞转身大阵一旦开启 就算是铜金城自己 也阻止不了 所以 当他看到林子彤升空的时候 已经放弃了一切抵抗 只打算静静地等待着素一柔的归来 而如今 他看到严手一随着林子彤一起升空 心里不知怎么的 居然隐隐有些担心起来 更为担心的人是薛凯 他看到严手一身上 仿佛被挣扎了无数个小孔似的 越来越多的黑色煞气 正在往外貌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严手一整个人 已经被黑气所笼罩 此时龙飞城才感觉到不对劲 他小心翼翼地问薛凯 那啥 凯哥 我怎么觉得 严哥现在有点不对劲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他喊回来啊 薛凯闭上眼睛 十分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还有脸说呢 刚才要不是你神助攻 恐怕严手一体内的将军 还不会这么快苏醒 若是将军苏醒了 自己该怎么办 趁着这个时候 先杀了严手一吗 薛凯心里万分纠结 因为严仇曾经说过 要是遇到严手一失控 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否则 天下将会再次掀起腥风血雨 可薛凯也不完全是一个杀人机器 尤其是这几日 跟在严手一的身边 见到了太多过去没见过的情感 一向冷血的他 下不去手 天空中 严手一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 他的眼里只有林子彤 亏欠 内疚 痛苦 无数种复杂的情感 几乎要将他的神智吞噬 他的耳边 似乎响起了号角声 战鼓声 千军万马的海沙声 还有 你是本将军的后世吗 如此凌弱的身体 如此脆弱的意志 如此可笑的情感 放手吧 让本将军接手你的身体 你所有的不干 所有的仇恨 本将军都能替你完成 那声音浑厚威武 不怒自威 那声音来自于自己的意识深处 让严手一分不清 这是自己的想法 还是有人在他耳边低语 但他也不知为何 怎么也不想放弃 放弃了 就什么都没了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努力地看着林子彤 奈何意识却越来越模糊 仿佛有人在强行占领他的身体 他苦苦支撑着 也不知到底能撑多久 突然 林子彤的左手手心处 那骷髅头图案的印记 忽然闪过一道光芒 随后 覆盖着严手一的煞气 竟然全都被吸入那印记当中 严手一的意识一阵恍惚 好像听到了那位将军的震惊和愤怒 很快 他清醒过来 惊讶地发现自己被黑色的煞气所笼罩 煞气 难道是爷爷所说的 我的前世 严手一一个机灵 瞬间清醒 他忍不住一阵后怕 要是刚才自己没守住 恐怕就真要让前世的将军醒过来 彻底接管自己的身体了 他很快又发现 自己身上的煞气 居然都被林子彤手心的印记所吸收 如果林子彤已经死了 他手心的印记 又怎么会有反应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严手一 忍不住握住了林子彤的手 在这一瞬间 他的耳边响起了陌生的声音 你好啊 主人的男宠 男宠 严手一愣住了 什么叫男宠啊 不等他说话 那声音又道 你的煞气很美味 正好给我补充力量 余下的那些 我可以用来修复主人的伤势 等等 你说 你可以让子彤的伤势痊愈 严手一震惊道 当然了 主人只是断气了而已 又不是魂飞魄散 自然有复活的可能了 那声音轻松道 按照这奇怪的声音的理解 只要不是魂飞魄散 都不算真正的死去 或者说 林子彤刚断气 魂魄还没有离体 就还有一线生机 这就好比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 医生还会用电击除颤移 来尝试着 让病人恢复心跳一样 想通了这一点 严手一似乎也看到了希望 他急忙恳求那声音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如果我的煞气 能够让你复活子彤的话 就尽管吸取好了 这可是你说的 我没有要挟你 我说的 你快一点 好 那声音听起来不紧不慢 根本就不着急 但严手一着急啊 谁知下一秒 强大的吸力 就从林子彤的手心处传来 只是一瞬间 他身上的所有煞气 都被吸得一干二净 还有没有 严手一犹豫了一下 我试着能不能再挤一挤 沉默了几秒钟 严手一遗憾到 一滴都不剩了 你说话 好像有些怪怪的 却又说不出怪在哪 那声音迟疑了一下 随后说道 不过这些不重要 刚才你提供的煞气 完全够用了 我只是还想从你身上 再吸一点罢了 严手一听了 差点就骂人了 分明能救人了 却还想着趁火打劫一番 臭丫头的身体里 住着一个坏人啊 那声音不再对 严手一对话 似乎是要专心复活林子彤了 几秒钟之后 林子彤手心的印记 忽然迸发出了 一阵紫色的光芒 这些光芒 化作了一团紫色的花朵 缓缓将林子彤包裹起来 严手一见状 也不得不松开手 他的眼里 燃起了希望的火 那是 什么 地上的铜金城 感到事情不妙 这一幕 显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也不是炼煞转生 大阵该有的画面 不 不能出意外 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年 不能让那小子毁了 终于 铜金城也露出了 惊慌失措的表情 此时他的模样 与几分钟前 严手一的样子 竟然极为相像 仿佛 现在是严手一 要亲手杀了他的爱人似的 就在铜金城 打算出手 阻止严手一的时候 一只手 忽然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铜金城立刻转过头去 想要赶走这个时候 前来掺和的人 谁知这一回头 竟然发现 在自己的身后 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了二十几个人 而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的 那个中年男子 与严手一长得十分相像 他的身后 还站着一个牵着狗的道士 一个光着半个膀子的武僧 一个背着古琴的瞎子 一瞬间 铜金城便猜出他们的身份 同时脸色 也前所未有的难看 把手搭在铜金城肩膀上的男子 虽然看起来并不凶悍 但却给铜金城一股 极度危险的感觉 要知道 铜金城可是被誉为 驴山派千年难得一遇的 天才的人物 而且他早已不是什么年轻人 而是比驴晋生那种 活了一百多年的老妖怪 还要老的家伙 身后这名男子 看起来也不过四十来岁而已 论辈分 恐怕可以给铜金城当孙子了 可就是这样的男子 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让铜金城不得不警惕 乖乖站在这看着 等事情解决完了 我再找你慢慢算账 严酬微笑着对铜金城说道 铜金城脸上露出一丝怒意 恋煞转身大阵 可是事关他爱的人的生死 为此他筹备了不知多少年 眼看事情就要成了 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 就算严酬给铜金城 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他也必须出手 然而 铜金城刚刚抬起手 狗倒是立刻就将他的手拍下去了 让你别动 听不懂吗 我 闭嘴 此时 薛凯也发现了严酬一行人 他连忙跑过来 对严酬单膝下跪 师父 起来吧 现在情况如何了 严酬随口问道 薛凯答道 林子彤被铜金城所杀 炼煞转身大阵已经发动 手艺跟着林子彤的身体 飞到半空中 险些煞气失控 但不知怎么的 他身上的煞气 忽然又消失了 紧接着 林子彤身上 爆发出紫色光芒 似乎又有一变 听了薛凯的话 严酬似乎并没有感到吃惊 只是随意地点点头 师父 薛凯低着头说道 弟子保护手艺不周 还请师父责罚 不用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严酬说道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他自己就好 在严酬与薛凯交谈的时候 严酬身边的 那群狐朋狗友 也开始打量着天上的严手一 指指点点地交流起来 天上那位 就是咱们的大侄子严手一 有可 想当年间这小子的时候 他还光着屁股满村跑呢 没想到眨眼的功夫 就长这么大了 阿弥陀佛 大侄子看起来极有慧根 当年应该跟着小僧 我学佛法才是 可惜被鲁班诅咒给误了呀 你俩别光讨论 倒是给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呀 欺负我看不见是不是 狗道是 妙计五僧 邹瞎子三人 你一言我一语 把场面吵得乱糟糟的 还是美夫人白了他们一眼 你们少说几句不行吗 手一现在好像遇到困难了 咱们这么多叔叔阿姨在这儿 还怕解决不了大侄子的困难 狗道是哈哈大笑 严筹此时微笑着说道 他自己的事情 自己能解决 咱们只需要在这静静地看着 别让别人打扰他就好 话中的别人 自然指的是佟金城 佟金城此时心里已经急坏了 一方面 严守一似乎找到破解恋煞转生大阵的办法了 一方面 他又被严筹他们所牵制 要是再这么干等下去 自己数十年的努力 可就全白费了 于是 佟金城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悄悄地摇了一下招魂灵 之前分布在祠堂周围的十几名壮汉 在同一时间被鬼上身 他们全都瞪着眼睛 垫着脚后跟 恶狠狠地朝颜绸他们扑来 发现状况的狗道是 脸色一沉 让你别动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佟金城趁机挣脱颜绸的束缚 脚下出现一团黑气 竟拖着他往天上的颜手衣和林子彤飞去 谁去收拾一下那家伙 狗道是说完 冷哼一声 手中的浮沉轻轻一甩 直接将面前的壮汉扫飞出去 壮汉落地 他们体内的恶鬼也被打了出来 甚至没来得及惨叫 就魂飞魄散了 妙计武僧更干脆 手里的法杖舞得密不透风 几个呼吸的功夫 便将所有壮汉放倒在地 皆是打断了手脚肋骨 就没一个人是完好无损的 而那些控制着壮汉的恶鬼 也全都被妙计给超度了 物理超度 邹瞎子抱着古琴 慌乱之中 不知面该朝着何方 又发生什么事了呀 谁他娘的 告诉老子一声啊 轻松收拾了同京城的手下 狗道士和妙计武僧 连忙抬头看向空中 那同京城 已经杀到严守一身边了 严守一也觉察到了 同京城的存在 急忙下令 让三元与同京城周旋 可没想到 同京城压根没打算 和严守一动手 而是静止 扑向包裹着 林子彤的紫色花朵 严守一眼神一宁 他不会再让林子彤受到伤害 于是他站了起来 直接从三元的背上 跳了出去 义无反顾地扑向同京城 滚开 同京城抬脚踢向严守一 严守一硬生生 接了同京城一脚 却也抓住了他的小腿 顺着往上爬 离子彤远一点 严守一恶狠狠地说道 此时的他 就好像一块牛皮糖 怎么甩都甩不掉 同京城怒不可遏 直接带着严守一狠狠地 撞向地面 哄 二人撞入地面 仿佛陨石一般 直接将地面撞出了一个深坑 严守一遭受重创 嘴里止不住的流血 倒在深坑的底部 就算他是天煞狮魁 短时间内也难以恢复 同京城狼狈地爬出了深坑 居高临下地看着严守一 发出了一阵嘲笑 哈哈哈哈 你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子 你也配拦我 身负重伤的严守一 死死地盯着同京城 他挤出了一丝冷笑 说道 什么狗屁千年一遇的天才 你也不过如此 你什么意思 同京城脸色一沉 他正要发怒 却忽然感觉身体一阵虚弱 低头一看 同京城脸色大变 他的小腹处 在刚才与严守一的混战当中 竟然被一根梧桐木制成的 关钉所贯穿 而他却根本没有察觉到 梧桐木对天煞诗魁的身体 可是能够造成真正伤害的 即便同京城比严守一道行 身几十倍 在梧桐木面前 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严守一身吸了几口气 亮亮呛呛地爬了起来 他笑道 上回平安大厦一战 我才知道我自己的弱点 为了提醒自己 我将那梧桐木关钉随身携带 却没想到 倒是成为了克制你的武器 童京城脸色难看无比 他咬着牙匠小腹的 梧桐木关钉拔了出来 丢到远处 扑刺 谁曾想 一根关钉才被拔出来 第二根关钉 已经刺穿了他的胸口 严守一正握着另一端 上一回 我没能保护好臭丫头 但这一回 我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再让你碰他 严守一大声吼道 哄 天上的雷云再次作响 大家惊讶地发现 那包裹着林子桐尸体的紫花 正在缓缓绽放 滚开 童京城一把推开严守一 也不顾身上的伤 甚至没打算拔出胸口的关钉 此时此刻 他只想去阻止林子桐复生 完成炼煞转生大阵 与严守一一样 童京城也抱着不成功 变成人的决心 林子桐死 则肃亦柔生 林子桐生 则肃亦柔死 这对严守一和童京城而言 都是为自己的爱人 争夺活命的机会 他们会拼尽一切 赌上所有 一柔 你等我 我一定会 让你回来 童京城拖着残坡的身躯 流着一路的鲜血 一瘸一拐地靠近林子桐 严守一 也同样追在后头 他的情况 要比童京城好一些 所以很快就追到了童京城 一个飞扑 将童京城扑倒在地 严守一手中 还有第三根关钉 他不知道 童京城的心在哪 所以只能盲目地攻击 童京城咬咬牙 拔出了胸口的关钉 直接刺向 严守一的天书穴 你不知道我的弱点在哪 我却知道你的 来 有胆子就赌一把 看看你是死 还是我亡 童京城歇斯底里的吼叫道 赌就赌 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我都经历过了 还怕死吗 严守一也陷入了疯狂 哪怕他豁出性命 也要拖住童京城 直到灵子铜复活 扑刺 严守一的关钉 瞬间洞穿了 童京城的右胸 而童京城的关钉 却距离严守一的天书穴 分毫之差 童京城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望着这一幕 他的关钉 竟被躲在一旁 伺机而动的龙飞城 给接住了 那个从始至中 都没有被童京城 放在眼里的不起眼的家伙 只见龙飞城死死地抓住关钉 双手甚至已经被割出了鲜血 可他愣是没有放手 他咬牙道 严哥 我这个做兄弟的 绝对不会在关键时刻离你而去 严守一看了一眼龙飞城 虽不言语 却已经说了万千 随后 他将目光移到了童京城的脸上 他看到了童京城眼中的不甘 惶恐和绝望 严守一明白 自己赌对了 童京城将心脏换到了左胸 于是 严守一发狠 用尽了所有力量 将关钉狠狠地推进了 童京城的体内 童京城再也承受不住 剧烈的疼痛 失声惨叫起来 啊 他的惨叫声中 痛苦只是其一 更多的是 无尽的悔恨 数十年的计划 只在今日付诸一句 心爱的女人 已经在他的怀里死过一次了 这是第二次 这种心痛 严守一能够理解 但不代表他会同情 严守一也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一个翻身倒在童京城的身边 看着天空中 那渐渐绽放的紫色花朵 严守一露出了一丝笑容 虚弱地说道 童京城 你应该明白 你我都是一类人 你愿意为了他放弃一切 而我也如你一样 半空中 沉甸甸的雷云之中 银蛇篡动 雷云的漩涡之下 紫色的花静静地绽放 严守一和童京城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朵花 严守一赌对了 童京城其实很强 强大到连白沐玉 都不是他的对手 但即便他再强 也是活人 只要是活人 就怕死 之所以严守一能杀得了童京城 也有诸多巧合 比如 童京城将自己的心腹 都派出去 镇守三个镇眼了 白沐玉又被张山通托住 他的身边一个可用的人都没有 比如 童京城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林子彤的身上 以至于会分心 无法认真对付严守一 再比如 他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 被严守一用关钉重创 导致实力大打折扣 但真正的原因 是童京城 低估了严守一的决心 低估了严守一 对林子彤的爱 此时 童京城被冻穿了心脏 此时已经奄奄一息 他的嘴里不停地冒出鲜血 但他的双眼 却始终没有离开天空中的那朵花 严守一倒在童京城的身边 虚弱地笑道 咱们是一类人 似乎是已经看不到希望 童京城居然也笑了 是啊 我们是一类人 童京城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计划 会败在严守一的手中 他不由地问道 严守一 如果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什么意思 倘若 林子彤死了 你会为他放弃一切 甚至不惜伤害别人的生命 让他复活吗 严守一陷入沉默 童京城又笑了 善与恶指一线之格 为了一个人 放弃一座城 这就叫恶 为了一座城 放弃一个人 这就叫善吗 童京城问的问题很深刻 甚至可以归入哲学的范畴 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哲学 就是因为千百年来 都没有人能把那些道理说明白 所有人自混沌中来 到混沌中去 即便活着 脑海里也一片混沌 世间的那些道理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不停地在变化 善与恶的界限 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严守一 既然你说咱俩很像 那么我很好奇 如果换作是你 你是选择当一个善人 还是选择做一个恶人 童京城问 严守一迟疑了一下 反问 我可以不回答吗 我快死了 童京城苦笑着说道 复活一柔无望 我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不打算挣扎了 这一次是你赢了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 你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 严守一转过头 看着脸色越来越苍白的童京城 他最终点点头 压低了声音 小声地告诉了童京城 他的答案 童京城听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 随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龙飞城坐在一旁 满手都是鲜血 又看到童京城忽然大笑 他顿时被吓了一跳 忍不住踹了童京城一脚 你笑个屁啊 吓老子一跳 童京城也不在乎 对他而言 最痛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正如严守一刚才所说 经历过最痛苦的事情以后 人也就无所畏惧了 得到了答案 童京城似乎也释怀了 他望着半空中 徐徐绽放的花朵 由衷地对严守一说道 一揉死了 你的林子彤回来了 我祝福你们 能够白头偕老 永结童心 见你吉言 严守一接受了这份祝福 童京城彻底放松下来 双眼望着天空 手脚逐渐冰凉 在弥留之际 童京城自言自语道 真好啊 真羡慕他们 他和素一柔 也经历了许多波澜壮阔 可他们最终 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如今复活 素一柔无望 童京城反而忠心地希望 严守一和林子彤 能够走到最后 只是那一幕 童京城无法看到了 龙飞城爬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凑到童京城身边 他叹了叹鼻息 又试了一下脉搏 最后在童京城耳边 喊了几声他的名字 最后 龙飞城才松了口气 这家伙总算死了 严守一也侧头 看了一眼童京城 他只轻声说了一句 保重 童京城好像死了 薛凯站在严筹的身边 小声地提醒道 严筹叹了口气 他好歹是驴山派 千年一遇的天才 就这么死了 有些可惜 美夫人疑惑道 他可是欺负了你的儿子 还杀了你的儿媳妇 这种人死了 你还觉得可惜 我和童京城 在某些方面的观点是一致的 只可惜 他选中的人是我的儿媳妇 这才让我们变成了敌人 严筹说完 回过头去 只见又有一群人 涌入白家后院 乃是驴山派一行人 驴靖生 驴京 童九化 黄海 周玉泉等人 全都在场 看样子 因为林子彤即将复活 导致炼煞转生大阵无法继续 所以 驴靖生他们 也就赶过来了 驴靖生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对严筹对视一眼 已然发现了严筹的不凡 驴靖生直接上前问道 你可是严守医的父亲 严筹抱拳弯腰 晚辈严筹 驴靖生也回礼 随后着急地问道 如今是什么状况 严筹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一告知 驴靖生等人听后 也是唏嘘不已 他们也不知道 林子彤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至少如今 林子彤的命算是保住了 严筹说道 驴靖生刚刚断气 如果驴掌门还有心的话 可以替他将魂收回来 这话倒是提醒了驴靖生 他连忙对驴靖生说道 二长老 这事情就交给你吧 实际上 驴靖生正是驴靖生捡回来的锅 所以给他惯性为驴 同时 驴靖生也是驴靖生最满意的一名弟子 两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胜过父子 之前驴靖生甚至一度怀疑 驴靖生暗中出卖驴山派 与驴靖生联系 但后来经过他的判断 驴靖化并不知情 如今驴靖化来到驴靖城的尸体旁 看着那多年未见的师父 驴靖化心中五味沉杂 他没有责怪严守医 只是默默地收了驴靖城的魂 然后将驴靖城的尸体抱了起来 找了个安全的地方放着 驴靖生和严筹 远远地看着 忽然 驴靖生对严筹问 严先生 当年那封信 可是你记得 严筹笑了笑 什么信 你就别装不知道了 驴靖生沉声道 那封信中的种种抉择 咋一看 似乎都是为了子童好 但如今看来 却是处处为了严守一铺路 除了你这个当父亲的 还有谁会为他做这一切 被驴靖生说破 严筹也不着急 也不生气 他轻声说道 现在看来 我做的这一切 也未对林子童造成什么伤害 终归是好的 驴靖生眉头一皱 与其中带着一丝怒意 不挂算命 我们驴山派 不如你们鲁般传人 但即便你们拥有这种本事 也不该如此捉弄他人的人生 严筹 你已经犯了大忌 我只是做了一个 父亲该做的事情而已 严筹不为所动 况且 只要是我儿子喜欢的 我绝对不会伤害 哼 不会伤害 林子童已经死过一次了 如果你算错了怎么办 如果你遇到 比你更有本事的人怎么办 现实并不是下棋 一不错便是生死大事 稍有差池 也是满盘皆输 你确定你把握得住 驴竞生不论如何 也比严筹多活几十年 所以他的问题十分尖锐 即便是严筹 也无法正面回答 见气氛有些尴尬 一旁的美妇人出来打圆场 驴掌门关心弟子 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管怎么说 现在林子童也没事 古语有云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兴许这是一件好事呢 驴竞生也不想彻底 和严筹撕破脸皮 所以有人给他台阶下 他也就顺着下了 不再提及此事 童九华 带着童京城的魂魄回来了 他对着驴竞生点头示意 驴竞生则说道 回去之后 先将童师兄的魂魄 镇压在门派祠堂 派人日夜看守 七天之后 再将他换出 我有事要问他 是 掌门 童九华默默地退走了 而另一边 严筹慢慢地走向严手一 严手一还躺在地上 一边让伤势恢复 一边观察半空中的那朵子花 忽然 严筹的脸挡住了严手一的视线 把严手一吓了一跳 严筹笑着踢了严手一一脚 你亲爹出狱 也不知道去迎接一下 看着自己父亲的脸 严手一愣住了 爸 您 您怎么 臭小子 有了媳妇忘了亲爹 严筹一把将严手一拽了起来 道 不管你在哪 你爹我都会找到你 严手一左看看又看看 还是有点猛逼 您什么时候来的 还有 您怎么瘦了 严筹摸了摸自己的寸头 道 出狱了 也该换个新面貌 所以前些日子稍微减减肥 至于什么时候来的 也就在子童变成花的时候吧 那刚才那些 您都看见了 嗯 看见了 那您为什么不出手帮忙啊 严手一忍不住吐槽道 我差一点就死了 连一个铜金城都对付不了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我儿子 严筹冷笑道 今天要是你死在他手里 死就死了吧 你爹我还年轻 大不了再生一个 严手一 听听 这是亲爹会说的话吗 严家对孩子的教育十分传统 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 虽然严筹和严百祥 从未打过严手一 但却不影响他们对严手一严格 从小到大 能让严手一自己做的事 他们就没惯着他过 能自己走路 就不会抱着他 能自己填饱肚子 就别指望别人 只要不会死 怎么样都行 所以 即便严手一刚才的处境十分危险 严筹也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哪怕严手一还剩两口气 他也要等着严手一再吐出一口 才会救人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 才将严手一 培养成如此独立的性格 严筹拍了拍严手一的肩膀 说道 你尽快恢复一下吧 严手一点点头 直接在废墟当中盘膝而坐 通过打坐的方式 放松自己的身体 同时也加速伤势的恢复 此时 天空上的灵子铜 地面上的严手一 似乎在遥乡呼应 三元扇动着翅膀 落在了严筹的尖头 用小脑袋蹭了蹭严筹 显得很是亲密想念 严筹也高兴地 抚摸着三元的脑袋 三元 好久不见啊 三元叽叽喳喳地叫着 好像有许多话 要对严筹说 严筹漠然不语 静静地听着 慢慢地 天上的紫花彻底绽放了 林子彤就处在紫花的中心 被巨大的花瓣拖着 花瓣犹如温床 治愈着她的伤势 原本苍白的脸色 渐渐恢复了血色 脖子上那触目惊心的伤口 也快速愈合 甚至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随后 在紫花的托举之下 林子彤缓缓落在地上 落地之后 紫花凋零 天空中的雷云漩涡 也随之消失 林子彤没有死 恋煞转生大阵 也就成不了了 三个阵眼瞬间崩溃 李静生面色一变 不好 恋煞转生大阵关闭 上行一笑与平安大厦的阵煞阵 也会失效 届时鬼怪蜂拥而出 必定会影响荣城老百姓 李静立刻道 我这就通知弟子们 前去围剿鬼怪 驴山派来的一大票人 眨眼的功夫 就基本走光了 就连李静也跟着走了 只剩下李静生一人 他毕竟是林子彤的师父 没看到林子彤安全 他也不愿意离开 终于 林子彤周身的光芒消散 他脏兮兮的脸上 弯弯的睫毛颤了颤 我 死了吗 林子彤睁开眼睛 茫然地看着周围 李静生连忙上前 徒儿 你感觉如何 师父 林子彤和其聪明 他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没有死 他连忙问道 师父 发生了什么 练煞转身大震如何了 没事了 都没事了 见到林子彤平安无事 驴静生也放下心来 随后他指了指 颜手一的方向 林子彤的目光 忽略了包括颜绸在内的 所有人 见到颜手一在废墟中打坐 他毫不犹豫地 向着颜手一飞奔而去 颜绸见状 默默地从背后 踹了颜手一一脚 颜手一吓得睁开眼来 下一秒便被林子彤 直接扑倒在地 两人紧紧相拥 愣是在废墟中翻了好几圈 身上的衣服 沾满了尘土 戴得停下来 两人又望着对方的脸 对方的眼睛 虽一句话没说 但却将自己的情感 传达给了对方 然后 两人都笑了 颜手一紧紧地抱着林子彤 将脸埋进对方的秀发 狠狠地嗅着她的味道 臭丫头 林子彤也紧紧贴着颜手一的脸 脸上有着无穷无尽的幸福 我还活着 你差一点就死了 我也不知我为什么没死 那些都不重要了 嗯 也对 不过要是没有发生那一切 我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听你亲口说你爱我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你为我流泪 林子彤用俏皮的话语 却是说出了对颜手一的小嫌弃 颜手一生气地说道 你可是没看到 我为了你与童京城拼命的模样 是啊 没看到 所以不做数 林子彤笑道 我还是要听你亲口说 颜手一本想把自己 为林子彤的付出说清楚 把刚才自己拼命的样子 全描述给林子彤听 但她突然似乎开了窍 话到了嘴边 硬是憋了回去 只是抱着林子彤 轻轻地说了一声 我爱你 这三个字 胜过千言万语 林子彤似乎也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 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微微侧头 在颜手一的脸上亲了一口 谁知道 这一亲可亲出了事 颜手一前所未有的主动 抱着林子彤 就是一顿很亲 这可吓到了一旁的龙飞城 乖乖 我还是头一回 见颜哥这么主动 龙飞城对颜手一 竖起了大拇指 看样子 我快要当叔叔了 颜愁愣了愣 怎么自己这个 要当爷爷的人都没说话 你一个当叔叔的 已经开始感慨了 面对颜手一的强烈攻势 还是林子彤没忍住败下阵来 她小心地推开颜手一 低着头红着脸说道 还有人看着呢 啊 是我太激动了 颜手一醒悟过来 也跟着一起不好意思 颜愁乐呵道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场的都是过来人了 谁还没有年轻气盛 干柴烈火的时候啊 今天时间很充足 你们可以继续 把我们当瞎子就行了 不远处的邹瞎子 用胳膊肘撞了撞狗道士 狗道士 大哥刚才是不是喊我了 没呢 狗道士嬉皮笑脸地说道 那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听着总觉得 有些少儿不宜 你说这话倒是提醒我了 狗道士看向妙计五僧 突驴 你不是出家人吗 怎么看得那么起劲啊 妙计五僧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关你他妈屁事 狗道士 突驴 你这么会骂人 你家佛祖知道吗 关他屁事 另一头 严守一和林子彤 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 严守一说道 童京城已经死了 他的计划全都失败了 具体发生的事 我回头慢慢告诉你 那个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这位是我爸 他今天刚出狱 林子彤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见长辈 他连忙整理自己的头发 对严筹鞠躬 严叔叔好 我是林子彤 严守一的女朋友 你好你好 严守笑得合不拢嘴 眼里的欣赏 和喜欢藏都藏不住 养了这么多年的猪 总算拱了颗白菜回来 严守在身上摸索了一下 随后皱着眉头说道 我来得匆忙 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见面礼 那个谁 狗道士 你们仨宝贝多 一人拿一样 送给我未来的儿媳妇 三人一愣 你这个公共劲儿媳妇 怎么要我们三个哪里屋 严守怒道 咱们当年结拜的时候 怎么对天发誓的 你们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们的 可是你现在一无所有啊 所以才要你们拿礼物啊 有问题吗 三人 更何况 你们也是守一的长辈 见面给礼物 有什么不对吗 明明很合理啊 严守笑着说道 三人对视一眼 叹了口气 知道今天是逃不过了 他们只恨自己 还没有结婚生子 否则肯定要反过来 狠狠地敲诈严守一比 三人走上前 先与严守一打了一声招呼 严守一其实对三人 还有些陌生 但记忆中 似乎又有他们几人的身影 尤其是对狗道士 牵着的那条老黄狗 老黄狗 见到严守一 很是兴奋 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 在严守一身上嗅个不停 尾巴摇得像螺旋桨 大侄子 还记得我们不 狗道士最先搭话 我姓狗 你小时候喊我狗叔叔 当年在陈家村的时候 我给你削了一柄桃木剑 你拿了那柄剑 砍光了村子周围的杂草 那叫一个寸草不生啊 有狗道士的提醒 严守一瞬间想了起来 那柄桃木剑 到现在还被严守一 收藏在胯包里头呢 我记得您 狗叔叔 还有妙记叔 邹叔叔 严守一一口气 把所有人的称呼都喊出来了 三人顿时眉开眼笑 严守提醒道 麻烈的 送礼物 知道了知道了 这不就拿出来了吗 三人笑道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宝贝 最先送宝贝的人是妙记武僧 他倒是大方 直接把自己脖子上 带着的一大串佛珠拿了下来 施法以后 佛珠竟然变成了一小串念珠 正好在林子彤的手腕上缠三圈 此乃我亲自练成的十八戒六尘珠 每一颗念珠内 都藏有一道强大的佛印 若你遇到危难 扔出佛珠 即可保你平安 林子彤十分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怎么好意思收前辈的礼物 严守笑道 拿着就是 这是我这个当公公的 送点媳妇的礼物 严守一也劝道 你收下吧 这也是叔叔们的一片心意 林子彤收下了礼物 又对妙记一鞠躬 连声说谢谢 邹瞎子走上前 从破破烂烂的衣服里头 竟拿出了一只金簪子 金簪配美人 这根簪子 老瞎子 我本是打算送给未来的妻子的 但我听丫头你的声音 就知道 你是个心地善良 倾国倾城的女孩 所以这金簪 非你莫属了 此簪名为小凤金簪 乃是当年唐玄宗 送给杨贵妃的定情信物 你带着此簪 可让蚊虫不得近身 百携不敢靠近 万毒无法入体 总而言之 好处许多 需要你慢慢体会 既然已经收了妙计的礼物了 其他人的礼物 林子彤也不需要客气 他大方帝收下礼物 对邹瞎子鞠躬 谢谢邹叔说 这金簪我很喜欢 轮到我了轮到我了 狗倒是兴奋地走过来 手里攥着一个小玩意儿 神秘兮兮地来到 严守医和林子彤的面前 看他那神秘的模样 就连严仇也好奇 他到底会送个什么礼物 谁知狗倒是摊开手掌以后 林子彤的翘脸 瞬间红得不行 严守医也慌忙将狗倒是 手里的东西抢过来 塞进口袋里 怎么了 不满意吗 狗倒是纳闷道 按理说你们 也到那个年纪了吧 这就不老狗叔叔操心了 严守医干咳两声道 我俩有约定 未成婚之前绝对不会 那啥的 狗倒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是你们没打算要孩子 办事之前一定要多加注意 他们送的东西都是 滑而不实的 论实用 还是我的礼物最实用 一旁的邹瞎子问道 秃驴 狗倒是送了什么礼物 妙计答道 泡泡糖而已 这狗倒是头一回见晚辈 就送这么个东西 严稠气地笑出了声 差点没一脚踹过去了 严守医也推不好意思 但他也知道 老爸这群狐朋狗友的情况 所以并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和狗倒是他们几个 更亲切了 不过狗倒是也没真 就这么糊弄过去 只见他不知从哪 掏出了一把红色的油纸伞 此乃 那个 蝎王母曾经用过的雨伞 是我花了大价钱 才从别人那里买到的 具体的用法 我也不太清楚 但它肯定是个宝贝 你拿着吧 不用感谢我 林子彤接过油纸伞 连声道谢 但严守医忽然感觉有点奇怪 这把油纸伞 怎么如此眼熟 这不是白石喜的宝贝吗 之前被白沐浴 给抢走的红神伞啊 严守医不好意思问 邹瞎子插嘴道 狗倒是 你也推却得了 这把伞 分明是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路边捡的 怎么就成了你花大价钱买的了 狗倒是面色一变 死瞎子 你别乱说啊 你一瞎子 怎么看到 我捡伞啊 邹瞎子这个人也很奇怪 他平常好像是真的瞎了 什么也看不见 但在关键时刻 他又好像看得见似的 两人争吵之时 一道黑影忽然从天而降 坠落在严守医的面前 前一秒还在吵架的狗倒是 瞬间反应过来 不知从哪掏出了一张道符 直接将那团黑影给收了 严守医在最后一刻才看清楚 那团从天而降的黑影 竟然是白沐浴 紧接着 张山通飞了过来 他无视了在场的所有人 只对严守医说道 甘孙子 你还活着 想不应该已经没什么事了 白沐浴我替你解决了 现在我有点累 你拿块樱幕 让我进去休息休息 等我休息好了 再与你说细节 张山通打败了白沐浴 但似乎自己也消耗了不少的力量 急需休息 严守医赶紧拿出樱幕 张山通二话不说 直接钻了进去 这一切从头到尾 也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而已 就连严丑也有点猛逼 刚才那位是 严守医干咳两声 那是张山通前辈 他是爷爷当年的好朋友 我机缘巧合之下与他认识 就认了他做干爷爷 张山通 严丑回忆了一下 似乎记得这个名字 只不过张山通现在去休息了 严丑也没办法和张山通打招呼 这个插曲一闪而过 严丑又把其他的人全都叫了过来 向严守依依介绍 儿子 这里头的叔叔阿姨们 很多你都见过 甚至你满月的时候 他们还抱过你 严丑介绍道 只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应该也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里一共22个叔叔阿姨 17个叔叔 5个阿姨 严守依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对着这些长辈们行礼 见过叔叔阿姨们 他们俩心里都很清楚 奈何严丑走得这么近的人 身份定然不一般 看看周围的环境 一片狼藉 但严丑带来的这些人 却没一个人在乎 显然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狗倒是乐呵呵地说道 我们这些人都因你爹为首 江湖人称 我们为玄山十三太保 一旁的龙飞城愣了愣 十三太保 怎么有23个人 扩充了吗 狗倒是笑道 还能这样 龙飞城感觉自己的脑洞 有点跟不上这群叔叔阿姨 严丑没在这种小事上解释太多 向严守依介绍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介绍之时 严丑只提到了他们的名字 但关于这些人的身份 却只字不提 像狗倒是 妙纪武僧这样的人 明显出身于名门正派 介绍起来应该很简单 但严丑偏偏不提 他介绍的方式和角度比较不一样 只说 他们和严守依何时见过面 或者为严守依做过什么事 例如 一名叫做郑昭帝的美贵妇 当年虽然没有钱来参加严守依的满月酒 但却派人给严守依送了一块护心锁 那块护心锁 严守依自小贴身佩戴 感情很深 但是后来在一次危机当中 护心锁保住了严守依一条命 但本身也碎裂了 没法再佩戴 得知护心锁是 这位郑阿姨送的 严守依立刻郑重地向郑昭帝道谢 郑昭帝慈祥地摸了摸严守依的额头 恍惚间 严守依甚至觉得 郑昭帝是他的母亲 类似郑昭帝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大家或多或少 都给严守依提供了一些帮助 又或者像狗道士那样 在严守依二时的记忆中 留下了一点身影 但自打严筹入狱以后 这些人就没有再出现了 并非他们不想来看望严守依 而是严筹不想让他们 太过于护着严守依 过去严守依和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走后 他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严筹一个亲人了 可现在他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 这些叔叔阿姨们 一直都挂念着他 也曾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和保护 一时间 严守依感觉心里暖暖的 他渴望了许久的家庭 变得垂首可得 在这些叔叔阿姨的面前 林子彤也表现得大方得体 懂事乖巧 和严守依一起叫人 记住对方的名字和身份 严筹道 这些叔叔阿姨 你要好好记住 他们是我出生入死的伙伴 今后你若遇到什么困难 随时可以找他们帮忙 这天底下 还没有他们平不了的事 正常人听严筹这么说 多多少少会自迁一下 但玄山十三太宝并没有自迁 只是笑着看着严守依 他们是真有本事 全都介绍完了以后 严守依说道 爸 我也交了不少好朋友 严筹笑道 我都认识 这位是龙飞城 人送外号 龙城浪里小白龙 对吗 龙飞城本来还有些拘谨 听严筹这么称呼自己 他当场就笑开了花 可 那些都是道上的兄弟开玩笑的 严叔叔别当真 我没别的身份 就是严哥的好兄弟 狗倒是说道 这小子的性格 和我倒是蛮像的 要不你考虑收他为图 严筹问 龙飞城眼睛一亮 但狗倒是却说道 我当年可发过似的 绝对不收图 闻言 龙飞城有点尴尬 但严筹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声地说道 狗倒是不收图 你可以去找他养的那条狗 问问看 龙飞城哈哈一笑 没太放在心上 一条老黄狗 还能说人话不成 该收拾的人也收拾了 该介绍的人也介绍了 严守一想了想 对严筹说道 爸 我们别在这儿干站着了 我找个地方 让大家休息休息 顺便摆桌宴席 给您接风洗尘 也算庆祝 庆祝我们打败了铜金城吧 严筹打了个哈欠 什么地方比得上这儿好啊 这不就有县城的酒席吗 严守一一愣 这里 是啊 而且子童都穿上喜服了 你们俩干脆也把婚礼一起办了吧 这下 严守一和林子童彻底傻了眼 这就要 结婚了吗 这也太突然了吧 严守一望向林子童 会不会有点太仓促了 你觉得 谁知道 林子童竟然握着严守一的手 我倒觉得 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的家人都在 我的家人也都在 要是今天不结婚 只不定你下回又跑到哪去拯救世界 丢下我跑没眼了 你真这么觉得 严守一吃惊到 林子童点点头 不是你说的吗 一辈子太短 你只争朝夕 听了这话 严守一彻底没了顾虑 虽然仓促了一些 他根本没来得及做任何的准备 但这世界上 有什么事 是做好一切准备才会到来的 既然来了 就好好把握住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单膝下跪 真诚地看着林子童的眼睛 臭丫头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看着眼前的榆木脑袋 总算是开了一回窍 林子童笑得像朵花 大傻子 我愿意 一拜天地 飞凤山 白家庄园 本应是为同京城所举办的婚礼 此时却已经换了主人 在那小小的角落 众人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台子 上头摆着两把太师椅 严酬和林若甫 坐在太师椅上 林若甫浑身地不自在 一个多小时以前 他还被白家的人抓来做人质 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但现在 白家的坏人 似乎全都被制服了 就连那些小喽啰 也都收拾东西 逃出白家 偌大的白家 却一个白家人都没有 只留下了十几桌酒席 和正准备要上的韭菜 亲家 放轻松一点 严酬见林若甫有些不自然 便出声安慰道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孩子的婚礼 心里也有些紧张 但转念一想 这这场婚礼之后 两个孩子就要成为一个家庭了 这对我们做父母的而言 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 孩子终归要长大 我们也总会老去的 手一和子童两个孩子 之所以决定结婚 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经历了生离死别后的慎重决定 我这个当爹的 可以向您保证 严手一一定会一辈子疼爱林子童 她要是敢乱来 我第一个打断了她的腿 另外 既然咱们已经是亲家了 今后我会保你立成林家一路畅通 顺顺利利 还有亲家您的安全 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开眼的家伙 再赶来找您的麻烦了 听到严仇说了这么多 林若甫也感受到了 来自于严家的诚意 看着面前重新戴上红盖头的女儿 林若甫欣慰地笑了起来 我也是看着手艺长大的 知道她的为人 将子童交给她 我很放心 那不就得了 严仇笑道 世界这么大 能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真的很不容易 是 不容易啊 两人收回目光 似乎都颇有感触 事实上 严仇和林若甫都早早地失去了妻子 如今看到孩子们成婚 心里的那股情感 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孩子她娘 要是你能来参加这场婚礼 该有多好 二拜高堂 身穿喜服的严手一和林子童 转向严仇和林若甫二人 恭恭敬敬地弯腰礼拜 两位长辈开心地笑了 而在下场的酒席里 浑身打着石膏的阿公 还有点猛逼 小罗 今天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啊 不是说来讨伐白家吗 怎么突然就变成婚礼了 阿公和罗宁他们 本来还在老金的小屋休养 还在担心严手一他们的安全呢 结果忽然来了一伙人 说是邀请他们去参加婚礼 然后就带着所有人来了飞凤山 本来阿公还以为是严手一他们失败了 白家人想要把大家拉到飞凤山 来斩草除根 结果还真是严手一和林子童的婚礼 罗宁酸溜溜地说道 他们俩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怎么说结婚就结婚 龙飞城手里端着酒 笑哈哈地说道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总之现在坏人都被消灭了 咱们只要负责庆祝和祝福就好了 不过要说猛逼 其实在场的人当中 最猛逼的还要数夏之和陆采薇 他们俩压根不知道 严手一他们上白家决战的事情 本来一个在警局里工作 一个在宿舍里打亡者 忽然就来了一伙人 让他们换衣服准备当伴娘 一脸猛逼地到了现场以后 还真就当起伴娘来了 其中夏之感触颇深 想到两个月前 他还把严手一当作女票女娼的坏人 给抓起来了 结果现在居然来参加这小子的婚礼了 夫妻对拜 在狗道士的住持之下 严手一和林子彤面相对方 缓缓鞠躬 与此同时 邹瞎子谈起了古情 那把破破烂烂的古情 竟然真能弹出悦耳动人的喜乐 还真是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送入洞房 狗倒是开心地喊道 按照传统的婚礼 此时新娘子应该到洞房里等着 等到新郎关进完酒以后 就可以回房仙盖头了 但现在早就没了那么多居属 严手一一把拉住林子彤 轻轻地掀起了她的红盖头 红盖头之下 林子彤如同一朵美丽的花 娇艳欲滴 严手一也没完全将盖头掀开 而是自己把头凑了进去 小声对林子彤说道 臭丫头 现在你还有后悔的机会 要是晚上进了洞房 可能就不能反悔了 林子彤听了 忍不住撅着嘴 十几年来我就等着这一天呢 该怕进洞房的人是你不是我 严手一一愣 乖乖 还是臭丫头够主动啊 这回轮到她不好意思了 她赶紧把脑袋缩回来 老实芭蕉地 让伴娘夏枝和陆采薇 把林子彤接走 转过身来 严手一端起酒杯 对下方的宾客们说道 感谢大家参加我和子彤的婚礼 这一杯我敬大家 大家热热闹闹的 闹着要严手一下来敬酒 虽然严手一很想早点去找林子彤 但在场的人不少都帮了她很多忙 所以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 于是严手一端着酒杯 和严仇林若府一起下去敬酒 他们喝的酒 是严仇玄山十三太保中 一个号称酒仙的兄弟运来的 尝一口如泉水般甘甜 回味时才能感受到 那浓烈的酒意 说她是穷江玉露也不为过 结果这一来二去 大家竟从白天喝到了晚上 等到严手一回过神来的时候 她已经被大家推进了洞房 洞房设置在白家的某处客院 经过大家的布置 看起来十分温馨 严仇在外头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把严手一惊的酒也醒了几分 她定了定神 往床边看去 只见床前摆着一张四方桌 桌上盖着红布 上头摆着果盘 果盘前是一壶美酒 两个酒杯 还有端坐在哪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林子彤 不好意思 大家太热情了 我来得有些迟了 严手一尴尬地说道 林子彤心里也是小鹿乱撞 不自然地道 要不你先去洗个澡 马上就要成为小夫妻的两人 还没有彻底接受关系的变化 所以在今晚这个特殊的时期 气氛有些微妙 严手一觉得自己 还是去洗一洗比较好 她走了两步 又回头问道 要不要先喝了交杯酒 也好 于是严手一走了过去 给林子彤倒了酒 两人拿着酒杯 手臂绕过对方 一杯酒下肚 两人体内的一些情绪 似乎被调动了起来 感受着对方近在咫尺的体温 双方似乎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严手一放下酒杯 轻轻地搂住林子彤的小男腰 林子彤也伸出了手 勾住了严手一的脖子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严手一的新娘了 我是不是该改口 不再喊你丑丫头了 老婆 老婆听起来太老了 我还是喜欢以前的叫法 林子彤笑着说道 严手一委屈道 可是我不想当大傻子啊 可你本身就很傻呀 空气忽然间凝住了 严手一不再作答 而是鼓起勇气 缓缓撩起林子彤的红盖头 林子彤似乎也知道 即将要发生什么 呼吸变得紧促起来 脸上也浮现出了两朵红霞 聊起盖头 严手一望着眼前的美人 望得出神 林子彤娇羞地低下头 你好美 那你还傻站着做什么 林子彤低着头问 那我应该 严手一伸手进口袋 摸索了一下 找出了狗倒是给他的泡泡糖 谁想到林子彤直接将泡泡糖抢过来 扔进垃圾桶里了 严手一也彻底领会了林子彤的意思 于是他借着酒气 直接抱起林子彤 走向那温暖的床 三生食上住良缘 恩爱夫妻彩线千 春色无边花富贵 情郎窃异两缠绵 飞凤山头 飞夜降临 万类俱敬 严筹和林若福两位长辈 刚刚送走了亲友 难得安静下来 才有闲情偷偷地抽一口烟 从山头往下看 容成的万家灯火 尽收眼底 今天也是严筹出狱的第一天 他十几年来 都未曾欣赏过这样的美景 亲家 以后子彤就交给你们了 林若福笑道 严筹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你尽管放心 谁知林若福叹了口气 放心是放心 我也相信你们 但有关于子彤的一些情况 我还是要与你说清楚 严筹吸了一口烟 闷在肺里许久才吐出 你是说 有关于子彤命中死结之事 林若福一愣 你知道此事 子彤是紫薇之命 哪怕是昆仑山上的道士 都不敢随意给他算命 但我鲁班传人行走江湖 见得怪事多了去了 所以 万事都有应对的法子 子彤之命 我早就已经算过了 且找到了破解之法 文言 林若福大喜 女儿的死结 困扰了林若福许多年了 就连驴山派掌门驴静生 都没有什么办法 今日 却听严筹说有破解之法 无疑是让林若福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亲家有什么办法 林若福连忙问 严筹脸上露出一丝决绝之意 我这办法 恐怕要让他们小两口吃点苦头了 但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就算吃再多苦 只有子彤能活下来 一切才有机会 你说的对 林若福似乎也察觉到了严筹的无奈 他只能点头 他们俩刚刚成婚 但现在的苦是为了日后的甜 亲家你说吧 需要我怎么做 严筹没有隐瞒 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缓缓道出 林若福听着 从一开始的震惊 到后来的接受 他的眼中有着万千的纠结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严筹说完以后 林若福深吸一口气 明白了 我会配合的 咱们这也是为了他们俩好 严筹说完 将烟头丢在地上 用脚踩面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亲家早些休息 我先走了 林若福点点头 你先去吧 我在这儿静一静 嗯 谈话过后 二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 严筹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 林若福找了个十吨坐下 肩上好像也扛了万吨重 从飞凤山头走下 严筹寻了个偏僻的角落 他将双手合拢 用嘴巴朝手心吹气 发出类似不鼓鸟的叫声 不一会儿 山林中走出了三名男子 如果严守一在场的话 他便能认出来 这三名男子 是玄山十三太保之中的人 不过当时介绍 严筹连他们的大名都没说 只喊他们做阿笑 三龙 腊里头 此时 三人不似之前那样光明磊落 而是换上了夜行衣 走路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垫着脚尖弯着腰 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大哥 阿笑抱拳道 今日可是手一大喜的日子 您不和大家庆祝 怎么让我们深更半夜到这来见你 严筹笑着掏出烟盒 给三人分烟 一边说道 喊你们过来 是有一件事 想拜托你们 三人拿了烟 毫不犹豫地说道 大哥尽管吩咐 严筹拿出打火机 一手捂着风 点燃了嘴里叼着的香烟 而后说道 我就直说了 同京城 虽然把我儿子欺负得够呛 但他的很多理念 和我是一致的 况且 他也是驴山派千年一遇的天才 就这么死了 太可惜了一些 三人想了想 大哥 是想将同京城收入麾下 正是 可同京城已经死了 他的魂魄未散 复活他还是很容易的 严筹谈了谭炎辉 说道 要是让驴山派处理他 恐怕没什么好结果 所以今晚我希望你们能去驴山派 祠堂一趟 将镇压在那的同京城魂魄 带回来给我 三人领会严筹的意思 没有再多问 只是对严守一抱拳 然后转身准备出发 慢着 严筹忽然喊住他们 驴山派驴静生 不是什么好惹的主 你们不要小瞧他了 到时候去了驴山派 尽量避免和驴静生 直接接触 必要的时候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明白 夜深 驴山派三方七向中的 门派祠堂里 二长老同九化 辞别了驴静生 将所有人都支出了祠堂 他看着那被锁链 和道夫所镇压的灵位 心中不适滋味 他现在想一个人 和自己的师父 好好待一会儿 驴静生可是驴山派千年一遇的天才 驴静生如今的掌门之位 本该属于驴静生 对于驴九化而言 驴静生不仅是师父 更是父亲 他对驴静生感情有多深 如今被伤的就有多痛 师父 从小您就教育我 要济世为怀 要心系苍生 可您 却为了儿女私情 想要用荣城百姓的性命做牺牲 您糊涂了呀 驴九化对着驴静生的灵位 吐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怪罪驴静生 为何把交给他的道理 一一违背 这动摇了驴九化这些年的信念 今晚严首一和林子彤的婚礼 驴九化便没有出席 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颜面 面对林子彤 糊涂 糊涂啊 为了解除心中的烦闷 驴九化拿出了一壶酒 一杯倒给驴精成 剩下的咕嘟咕嘟 全都倒进自己嘴里了 没一会儿 驴九化就醉醺醺地倒在蒲团上 虽然不省人事 但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林卫前的烛光一阵摇曳 然后回归平静 驴九化的身后出现了三道人影 正是阿笑 三龙 那里头三人 他们见驴九化已经醉了 心里也放下了些许戒备 看到驴精成的林卫就在眼前 更是一阵欣喜 本以为这一趟来驴山派会是龙坛虎穴 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 少废话了 快点拿了林卫离开这里 忘了大哥说的话了吗 哎呀 知道了 别叽叽歪歪的 那里头跑上前 一手抓住林卫 刚要收进怀里 却忽然感觉到身后一凉 你们好大的胆子 刚闯我驴山派词堂 你们要拿我师父的魂魄做什么 原本已经醉倒的铜酒化 此时竟然清醒了过来 并且捡起了浮尘 出现在那里头的身后 那里头按道不好 一把抓起令牌 扔给了阿笑 三龙说道 阿笑 你先走 我和那里头 与这家伙周旋 阿笑牢记自己的任务 所以也顾不上兄弟 直接抱着灵位 冲出祠堂 眨眼的功夫 就离开了三方七下 铜酒化体内还有酒精 战斗有些战不稳 想追也是无能为力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师父的魂魄被抢走 怒不可遏 只能将怒气发泄在三龙和腊里头的身上 谁知 三龙和腊里头也没想跑 他们二人虽然蒙着脸 铜酒化却能感受得到 他们正应笑着看着自己 这一夜 驴山派二长老铜酒化身死祠堂 铜金城的魂魄不知所踪 等到驴镜生和驴镜赶到现场 只看到一片狼藉的祠堂 与铜酒化冰冷的尸体 是谁干的 驴镜愤怒至极 大声质问着今晚巡逻的弟子 但弟子纷纷表示 压根没看到有外人闯入门派 驴镜生望着铜酒化的尸体 久久不能言语 驴镜忍不住道 师兄 难道你不说点什么 做点什么吗 最终 沉默良久的驴镜生 只是叹了口气 低着眼眉 仿佛一瞬间 苍老了几十岁 天命所趋 我等只是蝼蚁 你这是什么意思 驴镜生犹豫再三 才对驴镜说道 师弟 你一直想要我这掌门之位 今日我便将掌门之位传给你 神 什么 驴镜完全不明白 驴镜生为什么这么做 他之前是怀疑驴镜生 但现在真相大白 驴镜早就打算安心跟着驴镜生打理门派了 可现在驴镜生突然要退出 这是闹得哪门子情况 只听驴镜生说道 从今往后 我便不再是驴山派中人 我所做的一切都与驴山派无关 你好好打理驴山派 不要辜负了祖师爷们的期望 师兄 我不明白 不明白的好 不要明白 驴镜生意已决 丢下了掌门令牌 脱掉了身上的长袍 卸下了脑袋上的道帽 只穿着一身素衣 大步离开了驴山派 所有的弟子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没人敢去阻拦 这一夜之间 二长老生死 掌门弃门怕不顾 就连驴镜自己都完全无法接受 更别提那些弟子们了 可大家虽然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驴镜生为什么离开驴山派 但恍惚之中 大家都有一种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仿佛 有什么关乎天下的大事 即将要发生了 昨夜的后半夜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而早晨时 又放晴了 昏床之上 眼手衣缓缓醒来 他看了一眼怀里那可爱的人 忽然有点心虚 昨晚没弄疼他吧 被子里的温暖 让眼手衣有点不舍得出来 但外头的阳光表示的时候 也不早了 于是 眼手衣小心翼翼 想要把手从林子彤的脑袋底下抽出来 却没想到 因此惊扰了林子彤 林子彤的小眉头皱了皱 眼睛露出一条缝 看清楚眼手衣以后 直接抱住眼手衣的手臂 压在了身下 你别走 让我再睡一会儿 昨天好累啊 眼手衣咽了口唾沫 昨天他喝的有些多了 现在脑袋还疼着呢 所以 其实对昨晚的很多记忆 都有些模糊 此时稍微清醒一些了 感受到压着自己手臂的柔软 他情不自禁地有了些反应 这种反应 把林子彤给惊醒了 林子彤红着脸 在眼手衣手臂上咬了一口 你又不老实了 眼手衣也颇不好意思 连忙捂着被子说道 我先起床洗漱 你把衣服穿一下吧 林子彤美好气地瞪了眼手衣一眼 你说的这些话 像急了那种负心汉 眼手衣迟疑了一下 难道我替你穿衣服 快滚 眼手衣赶紧逃去洗手间了 看着眼手衣那落荒而逃的背影 林子彤不禁露出一抹笑容 从今往后 他们就是夫妻了 同患难 共生死的夫妻 成为眼手衣的新娘 是林子彤从小到大的梦想 在昨晚总算是实现了 她裹着被子 在床边摸索了一阵 找到了昨天陆彩薇 送来的干净衣服 似乎是察觉到 眼手衣快要回来了 林子彤也赶紧穿上衣服 她比眼手衣要主动大方一些 但好歹也是黄花大闺女 大部分时候还是害羞的 等到穿着一条大裤衩的眼手衣回来时 林子彤已经穿好衣服 正打算从床上起来 谁知道林子彤刚站起来 就一阵腿软倒下 眼手衣连忙伸手搀扶着她 你怎么了 眼手衣紧张到 是不是还有伤美好 林子彤白了眼手衣一眼 还不都是你 昨天干的好事 眼手衣 我只是 有些腿酸 一会儿就好了 你也赶紧穿衣服 我们还得给公公奉茶呢 按照传统习俗 新娘子第二天 需要给公公婆婆奉茶 林子彤当然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所以生怕耽误了时间 眼手衣笑道 你不要太紧张 我爸的性格 你还不了解吗 只要咱俩过得好 奉不奉茶都无所谓的 你爸怎么做是你爸的事 他不在乎 不代表我能不做呀 林子彤敲了一下眼手衣的脑袋 也就是我讨喜 换做是别人 还能有这个待遇吗 眼手衣哈哈大笑 是是是 你是大家都喜欢的臭丫头 哼 赶紧换衣服吧 林子彤小小的傲娇了一下 然后催促眼手衣快换衣服 昨天的西装 早就在战斗中破破烂烂的了 如今屋子里放着的 是郑昭弟阿姨 临时给眼手衣买的新衣服 相比于昨天的西装 今天的新衣服就要稍微休闲一些了 眼手衣看了一眼掉牌 随口问林子彤 这是什么牌子 怎么叫阿尼玛 听起来有点像在骂人 林子彤看了一眼 解释道 你看错了 是阿玛尼 好歹是个奢侈品牌呢 哦 面料确实不错 但感觉也不值那个价啊 郑昭弟阿姨看起来很不一样 她的眼光不会错的 你快穿上吧 眼手衣换上衣服 果然看起来精神帅气了不少 比昨天的西装还要养眼 二人不得不佩服郑昭弟的审美 同时也好奇她究竟是什么身份 类似狗道士 妙记武僧他们 虽然眼仇没有具体介绍他们的来历 但至少可以看得出 他们是道士和尚 郑昭弟的穿着打扮 在他们玄山十三太宝里头 算是最正常的一个了 也正因为如此 眼手衣和林子彤 才完全看不出她的身份来历 二人换好衣服 在房间里抛好茶 端着出去寻找眼仇 昨天 白家的人全都被扫地出门了 所以 此时偌大的庄园里 基本看不到什么人影 就算有 也是驴山派留下来处理后世的一些弟子 而二十几个玄山十三太宝 昨晚宴席结束以后 也走了大半 在庄园里盲目地走了一会儿 眼手衣总算看到了个熟人 乃是坐在树底下发呆的邹瞎子 邹瞎子身边 狗倒是养的那条土黄狗 无聊地趴着 看到眼手衣来了 土黄狗开心地摇起尾巴 邹叔叔 眼手衣喊道 邹瞎子吓了一跳 茫然地看向四周 谁喊我呀 眼手衣来到邹瞎子面前 说道 是我 手衣 我带着子彤 正要去给我爸奉茶呢 哦 原来是你们啊 邹瞎子笑道 你们小夫妻 昨晚闹得动静挺大的 我整晚都没睡好 林子彤顿时满脸通红 他觉得声音也不大 应该是邹瞎子的听力 比普通人好吧 眼手衣也不好意思 连忙转移话题 您知道我爸在哪儿吗 他 他就在前头的正厅 他一大早就起来了 说是要处理一些事情 狗道士和妙计秃驴也在哪儿 走瞎子 指路道 眼手衣连忙答谢 然后带着林子彤往正厅去 白家的庄园 在昨天的战斗中 损坏了不少 路上随处可见倒塌的围墙 荣城的百姓们可不知道 昨天大家都命悬一线 差一点就死了 二人来到正厅外 远远地就看到正厅里站着不少人 什么情况 眼手衣疑惑道 我爸他人脉关系这么广吗 昨天刚送走一批叔叔阿姨 今天又来了不少 然而 当眼手衣靠近以后 才看清楚 正厅里头 竟然都是西湖李家的人 西湖现任家主李佩宗 也就是李琴儿的父亲 此时正满脸怒容地站在那 但他并不是对着眼仇发火 而是跪在地上的李佩华 聪明的林子彤 瞬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李佩华出卖了李家 还与白家沆瀣一气 把李家的老祖宗都害死了 还可以说他也是间接参与 恋煞转生大阵的凶手之一 咱爸今天一大早把他喊过来 这是要秋后算账啊 严守医看了一眼林子彤 你喊咱爸 喊得很顺口吗 我已经练了好多年了 林子彤骄傲地说道 严守医道 上次杀了白石洗 从平安大厦里出来 我都没来得及去找李佩华算账 今日正好他也在场 那就心仇旧恨一起算了 正厅里头 站满了人 他们大部分是李家人 此时全都愤怒憎恨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李佩华 李佩宗站在一旁 眼里满是无奈 那可是他的亲弟弟啊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李佩华一直寄予李佩宗的家主之位 但自己的本事又不够 只能想一些歪点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佩华被白玉盛所收买 白玉盛让李佩华想办法 将严守医往他们的陷阱里 作为回报 白家的人会杀光李家的那些老祖宗 并且扶持李佩华上位 李佩华鬼迷心窍 加上脑子也不咋地 立刻就同意了 再之后 就是李佩华假意找上严守医 告诉严守医白家要对李家出手的假消息 然后假装要与严守医 联手除掉白家 只不过严守医早就看出李佩华有问题 回头就给自己算了一挂 明知平安大厦是一个大坑 但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才没有直接戳穿李佩华 李佩华的想法很简单 他无所谓家族能否延续 更不在乎子孙后代 只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 所以他不顾老祖宗的性命 也要和白家合作 昨晚驴镜生带人救下了李家的人 挽回了一些李家祖宗的魂魄 李佩宗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今天一大早 严守就派人找到了西湖李家 要求他们交出李佩华 否则就对李家不客气 于是或 李佩宗便带着李家人 还有李佩华 全都来到了这里 简单地介绍以后 李佩宗才知道严守的身份 同时 李佩宗也不是傻子 看着架势 就知道严守不简单 所以他很快就向严守屈服 答应将李佩华交给严守 任凭他处置 此时严守一和林子彤走进大厅 见到他俩出现 大厅里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李家的人都见过严守一 知道西湖的水是他断的 他们的大小姐李琴儿 也是因为他才被扫地出门的 他们也知道林子彤 这位林小姐 虽然不是出生在鬼王世家 但她背后的历程林家 在建州省地位斐然 而林子彤 又是出了名的女强人 李家人不可能不认识 如今这两人凑一对 倒也般配 甚至比严守一和李琴儿都要般配 所有人都这么想 严守一牵着林子彤的手 无视了其他人 直接走到严绸的面前 严子彤微微欠身 将茶水放在桌子上 轻手轻脚地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热茶 然后敬给严绸 爸 您请喝茶 严绸对这个儿媳妇 别提有多满意了 本来严肃的他 脸上都要开出朵花来了 他笑着接了茶 轻轻地抿了一口 对林子彤点点头 你们来得也正是时候 坐下吧 一旁果然有两个空位 看来就是为他们留的 严守一带着林子彤入座 左手边就是狗道士 他刚刚坐下 狗道士就笑嘻嘻地说道 大侄子 你爸要替你找场子了 严守一尴尬地说道 我爸不是说过 不插手我的事吗 你爸也说过 他管的不是你的事 是鲁班传人的事情 天底下就没有人 能欺负鲁班传人 狗道士说道 嗨嗨 这时 严守咳嗽了一声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吸引过来 他眼神森冷 盯得跪在下方的李佩华 浑身发了 李佩华有些扛不住了 忍不住望向一旁的李佩宗 大哥 我所做的事情 最多也是咱们李家的家事 为什么要让一个外人来管我 李佩宗听了直摇头 自己这个没用的弟弟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吗 严守一的父亲 你人家找你 不是因为你害了李家 而是因为你害了他儿子 见李佩宗不答话 李佩华又说道 什么严守一言筹 什么鲁班传人 不就是一些会点把戏的下酒流小角色吗 你继续说 我听着呢 严筹喝着儿媳妇给倒的茶 似乎心情不错 所以不急着找李佩华的麻烦 李佩华竟还真的不知死活 爬了起来 瞪了一眼严筹 你们这帮鲁班传人 就是一群死木匠 想找麻烦找别人去 老子不陪你们闹了 这下 严筹盖上了茶杯的盖子 他淡淡地说道 走 你走得了吗 话音才落 李佩华突然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他疼痛难忍 满地大滚 慌忙之下脱下了鞋子 只见脚底不知何时 竟然长了一颗瘤子 那瘤子此时好像气球一般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上面的血管清晰可见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炸裂开来 不仅如此 李佩华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他妻子打来的 忍痛接起电话 妻子哭着告诉他 他们的大儿子 昨天晚上饮酒过度 死在了家里 李佩华听后 如遭雷击 颤抖着手挂断了电话 忍不住望向堂上坐着的严筹 严筹淡淡地说道 你儿子作恶多端 按照我当年入狱时候的法律 他连蹲大牢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得送去刑场 算到现在也多活了几年 现在报应来了 你就认了吧 听了严筹这话 李佩华当即明白 这一切都是严筹所做的 他震惊 愤怒 同时又感到恐惧 鲁班传人 说难听点 就是一群会点法术的木匠 但他们 却可以轻易掌控别人的生死 根本就不是李佩华能惹得起的 狗倒是低声说道 你爸做事 想来雷厉风行 而且恩怨分明 该杀的人 他一刻都不会手软 我不知道 你们俩能否接受这样的他 严守依默然不答 林子童则说道 接不接受 他都是我的公公 脚下掌留 痛失爱子 之前还十分嚣张的李佩华 此时直接扛不住这样的压力 对着严筹磕头道歉 严先生 我也是一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 如今醒悟虽然太迟 但还请给我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机会 严筹笑了笑 你想要机会 我给你机会 你说说看 如何将功不过 与之前慈祥互短的严筹不一样 如今的严筹 独坐高堂 气势逼人 就连李佩宗长这种年身居高位的人 都忍不住想要低头 李佩华几乎要趴在地上了 他赶忙说道 我把我所有的财产 都上交给您 我可以给您当牛做马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谁知言仇不屑一笑 你那点资产 丢在路边我都不会看一眼 当牛做马 你亲哥或许还可以给我踢鞋 至于你 你连给我踢鞋都不配 看样子 你什么也做不了 咱们还是来谈一谈 你引诱我儿子 去平安大厦的事情吧 外人都以为鲁班传人一穷二百 实际上 他们只是没钱 除了钱 什么都有 然而 现实中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 钱 只是最肤浅的数字罢了 没有任何意义 上回严守一 在林若甫面前提亲时 随手拿出来的礼物 都是绝世珍宝 鲁班传人的财力 可见一斑 所以 李佩华这种人 在严仇的眼中 一文不值 如今李佩华 已经深知严仇的厉害 他心惊胆寒 心都悬在了嗓子眼 可他本就不是什么厉害的人物 哪有本事将功补过呀 机会我给你了 你要把握住 严仇淡淡地说道 一旁的李佩宗 心里除了无奈 还是无奈 不说李佩华的确犯下了滔天大罪 就算是李家自己处置 他也难逃一死 李佩宗就算用心帮忙 也不敢在严仇面前放肆 万一祸水东营怎么办 还是让李佩华自己一个人承担好了 别牵连到他们李家才是 李佩华浑身发抖 不敢直视严仇的眼睛 他颤抖着声音说道 您 您想怎么办 杀了你就太便宜你了 严仇说道 既然你没有可以将功补过的东西 那就乖乖听我的吧 我要你放弃一切财产 和李家撇清关系 和你的妻儿 亲人断绝来往 做三十年乞丐 不得离开荣城半步 不得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既然李佩华如此向往荣华富贵 那么严仇便剥夺他拥有财富的机会 这对于过惯了有钱人生活的李佩华而言 无疑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严仇说着 身体前倾将压迫感提升到了极致 以后我虽然会离开荣城 但我的眼睛会始终盯着你 倘若你违背了你的承诺 我会派人来取你性命 我劝你 不要心存侥幸 我鲁般传人 虽然敌人多 但朋友更多 李佩华几乎是趴在地上的 如同动物对百兽之王的沉浮 他犹豫再三 最终答应道 我知道了 重复给我听 我会放弃一切财产 断绝和妻儿亲人的来往 从此离开李家 在荣城当乞丐 绝不离开荣城半步 也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帮助 只安心 做一个乞丐 说完这些 李佩华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直接晕了过去 严仇满意的汉手 放松地靠在椅背上 李佩宗 让你的人把他带出去 随便找个角落扔了吧 严仇道 李佩宗深吸一口气 对身边的李家心腹使了个眼色 当即便走出几个李家人 将李佩华给拖走 严守依目睹着这一幕 并没有说什么 别看严仇心狠 那李佩华为了荣华富贵 拿自己老祖宗的性命 和李家的前程来换 那才叫真正的心狠 换作是严守依自己处理 应该也不会让李佩华 有什么好果子吃 李佩华被拖走以后 李佩宗站了出来 对严仇深深一鞠躬 严先生 对于李佩华所做的一切 我再次向您和守依道歉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想我们就先离开这里吧 李佩华也是个聪明人 他不想与虎作伴 然而严仇却轻声说道 李佩华的事情解决了 现在该算算 我严家与你们李家的账了 李佩宗面色一变 我们两家有什么账可算的 当年我爹替我儿子立了婚约 要我儿子娶你们李家的千金小姐 这门婚事你还记得 可那时是您儿子自己退了婚约 那是我儿子聪明 严仇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儿子找上你们李家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对他冷嘲热讽的 你们分明就是想违背承诺 把我儿子扫地出门 还好我儿子聪明 提前修了李琴 否则岂不是成了你们李家欺负的对象了 严仇今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当初欺负严首一的人 一一教训一遍 李佩宗沉声道 我早已经将李琴儿赶出李家 严首一如今也已经成婚 你还想怎么样 难不成让我把那个女人找回来 让严首一奈切不成 关于这件事 严仇看了一眼严首一 说道 那且是不可能的 你们李家的千金还配不上我儿子 我只提一点要求 只要你答应 之前的一切既往不救 什么要求 李佩宗有预感 严仇的要求不会太简单 甚至有可能动到李家的根基 但今日的严仇实在太过强势 让李佩宗根本没有与他讨价还价的资格 只听严仇轻描淡写地吐出了两个字 西湖 李佩宗面色一变 你要我们李家的西湖 这 在场的李家人也无不色变 愤怒二字都写在脸上了 西湖对荣臣而言几乎是地标区域了 他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 还是身份的象征 更是李家的立足之本 李家正是坐拥西湖的风水 才得以有如此佳业 要让李家放弃西湖 简直比杀了他们父母还要难受 这不可能 李佩宗断然拒绝道 他是一家之主 就算严仇再强势 在这个问题上 李佩宗也必须要抗争一下 否则 李家就没人再支持他了 严仇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 他说道 你们李家已经没了鬼王老祖宗 不再是鬼王世家 有的只是一堆没用的钱 就算你们现在坐拥西湖 就能保证日后能守得住 没有鬼王的庇护 西湖只会给你们招来灭顶之灾 当初我儿子都有一脚踩断西湖水的本事 你觉得如果我出手 能让西湖断流几年 你们确定要与我争西湖 严仇的话 如同利剑一般刺进李家的人 李家鬼王已经死了 他们直接沦落为二流家族 而西湖是全戎城风水最好的地方 日后必定有其他势力眼红 李家真的守不住 尤其是在严仇的威胁之下 更令李佩宗感到害怕 这时已经有李家人扛不住压力 对李佩宗劝说道 家主要不咱们还是离开吧 对啊西湖给了就给了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或许咱们李家的命述也就到此为止了 要怪也只能怪该死的李佩华 将西湖让给严先生 我们还能寻得庇护 过一过安稳日子 家主我们让了吧 面对大家的劝说 李佩宗也终于松了口 他的腰杆再也挺不直了 弓着身子好像一只虾 西湖我就让给你们了 严先生还请您高抬贵手 这偌大的西湖不再是李家所有 也意味着李家传承了数百年的财富 在这里画上了一个句号 或许李家老祖宗死了以后 他们还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他们再也不是过去 荣成三大鬼王世家那个级别了 这一切只是因为李家瞧不起严首一 拒绝了他与李琴儿的婚事 但即便李佩宗迫于压力交出了西湖 李家人对他和严绸也没有什么怨言 毕竟严绸给人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 就连他们这个荣成地头蛇 曾经的鬼王家族 在严绸的面前都忍不住要低头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李佩宗叹了口气 默默地带着李家人撤了出去 原本人几人的大厅 很快就变得空荡荡的 只有严绸 狗道士 严首一和林子同四人 狗道士笑呵呵地说道 西湖乃是荣成最值钱的地皮 他是集荣成气韵之所在 李家独享了这么久 如今终于要挪屁股了 不论是属于柳家的古岭 还是属于白家的飞凤山 都处在荣成的市郊 而西湖则是处在荣成的市中心 寸土寸金都无法形容它的价值 西湖于荣成而言 就好比燕京的紫禁城 魔都的城隍庙 长安的大唐不叶城 我儿子送上门来 李家还不要 是他们自己把握不住机会 严绸笑了笑 又看向林子同 不过这一切也是命中注定 让我们严家娶到了一个 更好的儿媳妇 面对严绸的夸奖 林子同颇为不好意思 他挽着严手艺的手臂 对严绸问道 爸 您要西湖有什么用处吗 严绸形式 表面上雷厉风行 但实际上步步为营 每一个选择 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所以严子同不幸 严绸今日从李家要来西湖 仅仅只是为了惩罚李家那么简单 严绸满脸欣赏之色 他说道 纵观整个建州省 除了武夷山脉 就属这荣承西湖最好 我这个当公公的 昨天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 所以今日便把李家找来 要了这荣承西湖 送给你们小两口 就当是新婚的祝福了 此言一出 严手一和林子同目瞪口呆 那可是荣承西湖啊 您费了这么大的周章 不是为了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只是为了给我们送个新婚礼物 严手一不得不承认 论装逼 他老爸比他牛逼多了 狗倒是也感慨道 大哥 你这是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 牛逼到家了呀 严酬不在意地摆摆手 也就是过去十来年 我都在监狱里待着 若是当年没进监狱 送的可能就不是荣承西湖 而是武夷山脉了 荣承西湖虽然厉害 但终归只是一片湖罢了 而武夷山脉 可是一整条山脉啊 武夷山脉 坐落在建州省西北部 是建州省与江西省的天然分界线 那人节地灵 才人辈出 风水极佳 而大家丝毫不怀疑 严酬能将武夷山脉搞到手 严守医说道 爸 咱这样会不会太高调了 高调吗 严酬摇摇头 普通人根本不会知道 荣承西湖过去 竟是李家的 普通人连李家的存在都不会知道 所以我们拥有西湖 对普通百姓而言是没有影响的 也谈不上高调 若论高调 天师府拥有龙虎山 古派拥有一整条湘江 那才叫高调 他们能拥有一座山 一条江 咱们凭什么就不能拥有一座湖 听严酬这么说 严守医心里才接受 没错 他们这类人的世界 和普通人的世界 虽然有交集 但却也有着巨大的鸿沟 普通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 这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鬼的存在 而对严守医他们而言 鬼只是生活里最普通 最不起眼的一部分罢了 严酬又说道 这西湖 不仅仅是送给你们小两口 也是送给亲家的 所以 未来西湖名义上有你们林家掌管 但我昨晚已经与亲家商量好了 会在西湖上 专门给你们盖一栋房子 未来不管你们去哪 总归是有个家了 到底是当爹的 筹完了对象 马不停蹄的 就把房子给安排上了 下一步 是不是该安排抱孙子了 严守医忍不住 看了一眼林子彤的肚子 昨晚林子彤太过主动 严守医实在也没招架得住 他也不确定自己 会不会一炮中吧 万一真中了 一年之后 他可就要当爹了 林子彤似乎看出了严守医在想什么 美好气地打了他一拳 严守医干咳两声 赶紧停止 胡思乱想 狗倒是一边扎嘴 一边拍了拍严守医的肩膀 说道 一个李家就换一个西湖 大侄子 还有什么人欺负过你 现在你爸给你撑腰 有的话赶紧说出来 说不定还能捞到不少好处呢 严守医哭笑不得 没有什么人了 有也被我当场解决完了 狗倒是颇遗憾 你再仔细想想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严守医文言 微微皱眉 从严守一系列的动作 还有狗倒是的话语中 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他赶忙问严守 爸 您打算离开荣城吗 此言一出 严守微微收起笑容 又捧着茶杯喝了一口茶 才说道 这十来年里 我一直在监狱里待着 愧对于你和爷爷 也错过了许多风景 如今好不容易出来了 又看着你娶妻结婚 对于荣城 也没什么留恋的 所以过几天 我打算离开荣城 和狗倒是他们一起到处走走 严守医当然支持父亲的这个想法 但他还是关心道 那您打算去哪 自然是先回陈家村看一看 去你爷爷的墓前磕几个头 再之后 走到哪算哪吧 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联络 不像以前了 要不 我和子彤陪您一起回去吧 正巧也让爷爷见见子彤 严守医握着林子彤的手说道 带着严守医和林子彤 一块回陈家村 严守低着头思考了一阵 这事儿还得看子彤自己的想法 他说道 林子彤眨了眨眼睛 挽着严守医的手臂说道 我当然是大傻子去哪 我就跟着去哪了 而且陈家村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也想去看一看 也给爷爷上炷香 让他老人家看看孙媳妇 如此善解人意 温柔懂事的林子彤 直接将在场的所有男性 全都征服了 就连狗倒是 都恨不得立马生个儿子 然后逼着儿子 找一个和林子彤一样的媳妇 严守是越看林子彤 越觉得喜欢 同时也庆幸李家人 当初看不起严守医 事实上 根据严守所算 严守医这辈子 有三段情缘 这三段情缘中 有两段分别是林子彤和李琴儿 但严守医与李琴儿的这段情缘 被严守医亲手给斩了 就算两人今后还会相见 但也绝对不可能在一起了 至于最后一段情缘 严守心里清楚明白 却也不想提醒 一切还要看严守医自己怎么做 好吧 既然子彤也同意了 咱爷俩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严守说道 这几天 大家先在荣城处理一下事情 等事情处理完了 就一起启程出发 回陈家村看看 严守顿了顿 又说道 对了 臭小子 这次回陈家村 你记得将斩破刀真身 给带出来吧 严守医不由得一愣 为什么 至今为止 严守医每次使用的斩破刀 都不过是用燃斧取物借来的假身而已 尽管是假身 斩破刀的威力 依旧很强大了 真正的斩破刀 就藏在陈家村的某个角落 因为斩破刀身上的煞气 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爷爷很早年 便将斩破刀镇压在陈家村 并且提醒严守医 若非自己足够强大 不要尝试着取出斩破刀 以免被斩破刀上的煞气所侵蚀 严守医一直将爷爷的教会记在心里 这些年从未动过斩破刀的念头 严守沉生说道 你和子彤身上都有着一些秘密 相信你们自己也知道一二 提起各自的秘密 二人的脸色都严肃起来 严守医清楚 自己的体内有上辈子那位将军的意识 将军的煞气很重 稍有不慎就会爆发出来 而后自己就会被将军的意识给夺射 昨天杀了铜京城以后 严守医就险些失控 最后还是多亏了林子彤体内的奇怪家伙 才得以控制住 说到这里 林子彤忍不住问道 我还没来得及问 昨天我死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严守医解释道 昨天炼煞转生大阵启动以后 我杀了铜京城 又驾着三元去许你的尸体 结果你的尸体里传出另一个人的声音 他说可以通过吞噬煞气来复活你 接着 你就复活了 这事情现在想来 严守医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转念一想 自己的体内也有另一个意识 林子彤体内住着别人 也不奇怪了 狗倒是对两人竖起了大拇指 你俩还真是绝配 严守问道 子彤 对于你体内的另一个意识 你了解多少 林子彤默默地伸出了左手 指着掌心的印记 说道 前天晚上 这个印记突然出现 接着就化作了一团鬼影 不仅和我对话 还直接生吞了白玉胜 但那之后 他就回到印记里 任凭我怎么呼唤他 他都没有反应了 严守医打量着林子彤手心的印记 忽然觉得 这印记有些眼熟 仿佛是在哪儿见过似的 但他一时半会儿 怎么也想不起来 严守和狗倒是 对这印记也没有什么头绪 他们只能说道 目前来看 你体内的意识 对你并没有恶意 否则昨天他就直接出手夺射了 所以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此事 林子彤也只能点头 尽管心中还有诸多疑惑 严守又说道 话说回刚才 首一 其实之前爷爷不让你碰斩破刀 是担心斩破刀的煞气太重 会让你失控 但现在 我相信 你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定力 来抵御斩破刀的煞气了 等你拿到斩破刀真身 实力必将更上一层楼 哪怕再遇到白木玉这样的角色 也能够一个人应付 我这个当霸的 就不用操心了 听闻斩破刀 对自己的帮助这么大 严守一心动了 上次 他就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险些失去了林子彤 所以现在的严守一 对力量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望 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才能够保护好林子彤 另外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严筹突然严肃起来 压着声音说道 我们离开荣城之前 你得去见一个人 谁啊 林子彤好奇问 严守一犹豫了一下 叹了口气 说道 是李琴儿吗 新婚第二天 就提起前妻 多多少少有些不合适 所以严守一十分尴尬 但严守一又不得不去见李琴儿 因为事关他自己的性命 当初严筹拜托陈大为 给严守一算一挂 算到的正是李家的李琴儿 所以严守一的爷爷 才带着严守一去李家提亲 后来几经周折 严守一也李琴儿没有擦出火花 还闹得很僵 又在上一次林子彤公司的楼下 两人兵士前嫌 严守一也最终觉悟 原来李琴儿真的是那个 能帮助自己应对死结的人 所以 离开荣城之前 他必须去见一次李琴儿 严守一问林子彤 我若是去见他 你会吃醋生气吗 谁知林子彤笑道 大傻子 咱俩都是夫妻了 他对我还有威胁吗 再说了 你要是敢一情别恋 不用我出手 咱爸都会收拾你的 严守文言拍着胸口说道 没错 子彤尽管放心 要是臭小子赶出轨 我直接打断他的腿 可严守一是天煞失魁 那就等他长好了再打断 打断了又长好 长好了继续打断 谢谢爸爸 客气 看着自己老爸和自己媳妇 一唱一和地威胁自己 严守一整个人都不好了 从此以后 家庭地位又下降了不少 正在大家开着玩笑 气氛逐渐轻松起来的时候 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大厅 此人乃是驴山派的黄海 黄海走进来 脸色有些苍白 他先是对严筹他们打招呼 最后静止来到林子彤的面前 悲痛地说道 子彤师妹 抱歉在今日打扰你 但我有个不好的消息 必须传达给你 看黄海的脸色 林子彤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赶忙问道 怎么了 二长老童九化 昨晚在山门祠堂遇刺 死在了祠堂里头 童金城师伯的灵位和魂魄 也都被抢了 什么 严守依和林子彤 惊得忍不住站了起来 对于童九化 严守依也仅只有一面之缘 便是在那西湖雅居头一回 见驴静生时 虽然只见过一次 但童九化的儒雅气质 还是给严守依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可这个大活人 仅一夜之间就命丧黄泉 严守依当然接受不了 林子彤就更难以接受了 他虽然是驴静生的弟子 但也受过好几次童九化的指点 对童九化还是有些感情的 严守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他心里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却还是装作惊讶的样子 是谁干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海叹气道 我们至今也没有查出任何头绪 行凶者很小心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我们只能判断出来者大概有三人 其余的一概不知 他们的目标是 铜金城的魂魄 林子彤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铜金城背后还有别的势力 严守依问 旅掌门怎么说 黄海摇了摇头 掌门凌晨看望了二长老的尸体以后 似乎失了心智 直接将掌门之位让给了大长老 而后退出门派 不知去了哪 我们派出的弟子找到现在 也没有找到他老人家的踪迹 严守依 这 这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驴镜生的反应也令人摸不着头脑 严守依根本猜不透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唯独严仇 他皱了皱眉头 他知道 铜酒化是怎么一回事 但驴镜生的反应 却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老头很不简单 严守在心里留了个心眼 黄海说道 抱歉 在你们新婚第二天 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林子彤连忙摇头 师兄不必自责 我是驴山派的一份子 师门出事 怎么能做事不管 消息我已经带到了 现在山门内还算稳定 师妹也无需担心 黄海苦着脸说道 我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严守依起身说道 我和子彤一起送送你吧 严守点点头 去吧 二人送着悲伤的黄海 一起走出正厅 严守看着二人的背影 开始沉思起来 一旁的狗倒是叹了口气 随后道 咱们的那些计划 未来还会死很多无辜的人 你确定要继续下去吗 严守沉声道 计划开始了 就没有回头路 可走了 同久化之死 我会负责的 但在那之前 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计划 否则只会酿出更坏的结果 将黄海送走 严守依和林子彤的情绪 也变得有些低落 新婚的快乐 还没有享受多久 就听到了同久化死亡的噩耗 这当然不是 两人希望看到的 不过死者为大 同久化的死 不是寻常的小事 两人不得不警惕 所以 送走黄海以后 两人没有着急回正厅 而是在白家的前院里的 喷泉旁坐了下来 林子彤有些发愁 大傻子 同京城的魂魄 被劫走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用脚指头想也知道 同久化是在反抗和保护 同京城魂魄之时被杀害的 所以 凶手的目的性很强 就是要带走同京城 只是不知道 劫走同京城魂魄的人 是同京城的同伙 还是敌人 又或者是更强大的第三方 严守依安慰道 就算同京城能复活 他在融成多年的心血 也已经被咱们毁掉了 短期内不可能再找咱们的麻烦 等他再有本事找上咱们的时候 我保证 我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你 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闻言 林子彤稍微放心一点 他将脸贴在严守依的胸口 说道 师傅似乎知道些什么 但他却不辞而别 甚至没有与我打一声招呼 这也很不正常 的确如此 严守依沉声说道 旅掌门的反应太反常了 给我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仿佛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似的 这回轮到林子彤反过来安慰严守依了 不管怎么样 只要咱们在一起 就没什么可怕的 你说的对 严守依拍了拍林子彤的后背 两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对了 严守依说道 你和你体内的那个家伙 有沟通过吗 不管怎么说 得知林子彤体内 还有另一个意识的存在 严守依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林子彤道 只有一次 当时我被白玉盛激怒了 我身体里的鬼影就突然出现 直接生吞了白玉盛 之后 他还喊我做主人 可后来我与他就没任何交流了 不管我怎么呼唤他 他都没有反应 严守依摸着下巴分析道 看样子 他只有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点倒是和我体内的那道意识 有些类似 不过 既然他喊你做主人 想必应该不会伤害你 甚至会保护你 也不知道 他是男还是女 林子彤小声嘀咕道 如果是个女孩也就罢了 如果是男的 林子彤完全接受不了 就在这时 林子彤的手忽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紧接着在喷泉里 用手指头沾了一点水 在地上写出一个女字 你怎么了 严守依紧张道 林子彤有点猛 好像是我体内的意识控制了我的手 她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严守依也觉得惊奇 这么说 你体内的意识是女的了 也许她会骗人呢 林子彤道 严守依哭笑不得 应该没有骗人的必要 不管怎么说 她都救过你的性命 之后我们再尝试尝试 能否再与她沟通吧 在林子彤复活之前 严守依与她体内的意识短暂地交流 那意识似乎很需要吞噬煞气 按照严守依的理解 林子彤体内的意识 应该十分虚弱 需要吞噬煞气来恢复实力 在吞噬足够多的煞气之前 想必她会尽量减少露面的机会 来保存力量 二人又聊了一些昨天发生的事情 严守依将林子彤死后 到复生期间里的事 全都告诉了她 听完后 林子彤除了后怕 同时也感觉到了温暖 自己的死 竟然给严守依带来了那么大的打击 甚至让她不惜与同京城拼命 哪个女孩不希望 有个爱自己爱到发疯的男人呢 所以林子彤更加觉得 和严守依结婚 不是什么冲动的选择 两人正溺外着呢 忽然见到正厅里头 严筹正陪着一人往外走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美贵妇郑昭帝 郑昭帝穿着打扮十分时尚 戴着一顶大大的英式遮阳帽 双手戴着白手套 提着一款奢侈品包包 别看郑昭帝虽然上了年纪 但却风韵犹存 身材不仅没有走形 还增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 是个男人都会为她疯狂 林子彤忍不住夸奖道 要是我妈还活着 或许和郑阿姨有些像 不过郑阿姨的气质 当真是无与伦比 不知道我到了她那个年纪 能不能像她一样 严守依笑道 臭丫头 胡思乱想什么呢 是人都会老的吗 林子彤嘟着嘴说道 我也不可能永远年轻漂亮 感觉再说下去 两人的新婚第一吵就要开始了 所以严守依赶紧打住 不敢再在这个话题上延伸下去 那个什么 你看 我爸和郑阿姨 好像还挺搭的 为了转移话题 严守依只能出卖自己老爸 林子彤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她偷笑道 其实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只不过一直不敢说 我感觉郑阿姨对咱爸有意思 啊 严守依一愣 其实她只是想要转移话题而已 根本没有察觉到 郑阿姨对自己老爸的意思 但被林子彤这么一说 严守依忽然就察觉到了 郑阿姨走路的时候 身子会不由自主地 往老爸的方向靠 说话的时候 总是微微低着头 不好意思直接看老爸 最关键的是 每当老爸看郑阿姨的时候 郑阿姨都会忍不住撩头发 这些都是关键性证据啊 严守依自言自语道 我该不会要有后妈了吧 林子彤笑道 这样也挺好的 郑阿姨那么漂亮 就算是小鲜肉 也要排着队追她呢 而且咱爸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苦 要是有个女人在身边帮衬 你也能省不少心 自打今早开始 林子彤说话和思考的方式 似乎都已经彻彻底底地 站在了严守依这边 就连商量给严绸半个二婚 都是如此的自然 严守依干咳两声 我是没意见 但还得看我爸自己的意思 不远处 严绸和郑昭帝一起往外走 郑昭帝的脚步比严绸慢半步 似乎在刻意拖延 只不过严绸根本没注意到这些 他的脚步可没有任何迟疑 郑昭帝无奈地只能跟上 我这次回湘江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了 郑昭帝在严绸身后说道 严绸头也不回 轻松道 之后我也会很忙 不过总归是有机会到湘江去的 郑昭帝文言威喜 什么时候 现在说不准 大概十年之内吧 郑昭帝低声道 再等个十年 我就真成老太婆了 什么 严绸转过头来 疑惑地问 郑昭帝赶紧摇头 没什么 到了他这个年纪 早就没了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憧憬 想要亲口说出爱与喜欢 所要承担的压力 可比年轻人大得多 尤其是现在 他与严绸还能保持着相对要好的关系 万一说出口遭到拒绝的话 或许现在的关系都会吃不了了 所以 郑昭帝理智地选择了沉默 严绸看了郑昭帝一眼 随即转过身去 将外头的车招呼进来 车来了 你快上车吧 别耽误了飞机 严绸提醒道 郑昭帝叹了口气 点头坐上车 严绸还十分绅士地替他关门 车内的郑昭帝抬起头来 与严绸四目相对 见严绸微笑着 对他挥挥告别 郑昭帝也只能抿着嘴 挤出一丝笑容 随着车子一起远去 看着车子渐行渐远 严绸忍不住扬起头来 长出一口气 他乃会不知道 郑昭帝对他的心意 只不过是 他还惦记着严绸一的母亲 不想为了满足郑昭帝 而给他一个虚假的爱情罢了 所以 当断则断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爸 严绸一和林子彤 突然跳了出来 把严绸吓了一跳 严绸赶紧收拾心情 装作一副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你俩 把黄道长送走了 嗯 黄道长早就走了 我和子彤刚才一直坐在旁边 看到您送郑阿姨走了 严绸一说道 严绸咳嗽两声 郑阿姨走得着急 我也忘了 让你们来给他打声招呼了 林子彤嬉笑道 爸 我觉得郑阿姨也不是特别在乎我们 她在乎的就只有您一个 你说什么 严绸一道 我和子彤刚才商量过了 要是郑阿姨来当后妈 我们俩都没有意见 所以 您要是也有想法 现在去追还来得及 严绸看着严绸一二人 张大了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沉默了的有五六秒 严绸终于反应过来 没好气地说道 我对你妈情深四海 怎么可能再娶别的女人 此事休要再提 否则别怪我翻脸 说完 严绸就气呼呼地走了 严绸一和林子彤都有点猛 只是再婚而已 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 而且 严绸一的母亲 也死去快二十年了 也该走出来了才对啊 严绸一摸了摸鼻子 说道 臭丫头 你也别放在心上 我爸这个反应 其实是好事 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 林子彤不解 我随我爸 我爸对我妈如此一往情深 说明 我也是个痴情的人 严绸一笑道 所以你大可对我放心 林子彤哭笑不得 称怪地抱着严绸一亲了一口 婚礼后的几天 大家的忙碌 也逐渐消停了下来 白家的人 也小心翼翼地回来了 围在庄园外 鬼鬼祟祟的 想要回家 却又不敢招惹里头的严绸等人 事实上 严绸一在白家庄园 也十分不习惯 正所谓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更喜欢上行一校的保安宿舍 尤其是这几个晚上 没听到龙飞城在耳边吹牛 严绸一都有些不习惯了 不过留在白家庄园 也是一方面的需要 毕竟婚礼来时的宾客 总要有落脚的地方吧 所以 这几天 倒不是严绸一他们想要赖在这 而是严绸 还需要在这处理事情接待客人 等到将客人都送走以后 严绸一立刻就待不住了 他和严绸打了声招呼 就和林子彤一块下山 返回市区了 林子彤这几天 也没去上学 还玩了个闪婚 好多不知情况的人都着急死了 所以 林子彤将严绸一送到上行一校门口以后 也开着车忙自己的事去了 腻歪了好几天 回到上行一校的严绸一 头一回感觉到身边没人 又有些不习惯了 唉 人都是剑骨头 严绸一不由得感慨道 他走进上行一校 这儿还是和之前一样 似乎并没有受到 恋煞转生大阵的影响 学生们根本不知道 他们险些就要成为 恋煞转生大阵的祭品了 驴山派的善后工作做得不错 如今 整个上行一校 都察觉不到多少煞气了 想必之前盘踞在这儿的鬼物 都被解决得差不多了 就算有幸存下来的 也不敢在这儿待着 而是去寻找新的鬼窝去了 经此一战 荣城的势力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大洗牌 三个鬼王世家全部落幕 心里感慨着 严首一刚走进学校 就被一个受不拉几的保安给拦下来了 站住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通行证呢 拿出来 严首一一抬头 拦着他的保安 不正是大飞吗 他指了指自己的脸 问道 你不认识我了 大飞狐一地打量了严首一一番 随后惊呼道 大哥 听说大哥回来了 大飞身边的其他保安 也赶紧围了过来 大哥 这些天你去哪了 怎么说消失就消失啊 就是就是 前天小龙回来了 也不说 你上哪儿去了 搞得神神秘秘的 大哥没穿保安制服 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您这身衣服哪买的呀 看起来很贵的样子 严首一身上穿的是郑昭帝送的名牌衣服 和之前他穿的土里土气的保安制服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 所以大飞刚才一眼 还没认出严首一来 以为是附近其他大学的富二代 来上行一校把妹来了呢 严首一笑了笑 解释道 我抽空去结了个婚 帮了个富婆 这次回来可能是来辞职的 众人愣住了 抽空 结婚 还帮富婆 这是什么情况啊 大飞不敢相信道 大哥 就您这身份 还需要帮富婆 哪个富婆啊 他的小弟也喊道 就是啊 大哥是怎么认识富婆的 有什么门道没有 我有个朋友说 他也不想努力了 面对众人的疑惑 严首一笑而不答 虽然大家在一起公事了一段时间 但今后 可能大家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所以 没必要的解释 就不解释了 大飞见严首一似乎不打算说 便转移话提道 大哥 昨天学校发生了一件事 您可能还不知道吧 什么事 严首一心里一跳 该不会是学校里 又有鬼怪作祟吧 炼煞转生大阵 破坏了学校的化煞阵 总归会有鬼怪逃出来 为非作歹的 驴山派弟子 不可能全都抓到 所以 要是让严首一遇到了 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却听大飞说的是另一回事 咱们学校刚上任没多久的校长 突然失踪了 失踪了 是啊 而且最新的通知是昨天才发出来的 校长上一次出现 还是三天前 我听小道消息说 警察在中校长的家里 发现了许多张人皮面具 其中一张人皮面具的模样 和中校长长得一模一样 有人说 中校长是化皮鬼 来咱们学校 就是为了挑选好看皮囊带走的 大飞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那神态和语气 不去说鬼故事 真的可惜了 尽管他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还是 不怎么相信这些传言 说完他就笑了 不过 我才是中校长 扛不住大哥您给的压力 偷偷跑路了 哈哈哈哈 但严守一却笑不出来 中校长和罗宁的师父 同名同姓 还长得一样 本来就是一件怪事 但罗宁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 严守一也只能将他暂时忽视 可现在中校长莫名地消失 家里还有诸多人皮面具 而且他失踪的时间点 正和同京城被截 同九化被杀的日子吻合 难不成 这一切都是中校长所为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严守一认为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毕竟上行一校是恋煞转生大阵的三个阵眼之一 同京城派一个心腹过来假扮校长 实则看守阵眼 也不是不可能 此事 被严守一记在心里 准备回去再与林子彤讨论讨论 你们知道小龙在哪吗 严守一问 大飞笑道 要么在保安宿舍睡觉 要么就是在女生宿舍楼下追妹子 严守一听了 也觉得有道理 龙非诚生平 也就这两个爱好了 于是 他先去了保安宿舍一趟 看到宿舍里没人 就到陆采薇的宿舍楼下 果然看到了 坐在宿舍楼下长椅上 无聊地刷手机的龙非诚 严守一走上前 拍了拍龙非诚的肩膀 干啥呢 龙非诚惊讶地抬起头来 严哥 你怎么回来了 再不回来 难道赖在飞凤山生孩子吗 严守一说道 过几天 我们打算回老家一趟 所以今天过来处理一些事情 替辞职什么的 龙非诚听后 脸上露出失落之色 你和嫂子都修成正果了 我和采薇八字还没一片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打搅你们了 而且我师父说 跟着你肯定能享受龙华富贵 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捞着 你要是回老家了 我可就要孤家寡人留在龙城了 看着龙非诚失落的样子 严守一也一阵不忍 他这些日子 虽然教了龙非诚一些小法术 但有关于鲁班书中的内容 却一样都没教 倒不是他吝啬小气 只是不想龙非诚 也受到鲁班的诅咒 子童也说了 采薇的等级太高了 而且他的鱼塘很大 你只是其中一条鱼 咱们还是不要自作多情了 好女孩有很多 你总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的 严守一顿了顿 又说道 况且采薇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你半只脚 已经迈进了悬门的圈子 最终你们二人 也很难走到一块 倒不如这次 你也跟着我一起回陈家村 兴许还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找到你的命中注定呢 听严守一这么说 龙非诚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他说道 我的要求也不高 对方不要比陆采薇丑就行 严守一心里叹了口气 那你这要求还蛮高的 陆采薇不管怎么说 也是上行一笑的小笑话 宅男心中的女神好吧 但看到龙非诚 重新恢复成眉心眉肺的模样 严守一也没有什么愧疚感了 至于荣华富贵 那是陈大为算的 不是他算的 所以严守一不需要对此负责 将来 没准真能让龙非诚 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呢 但那都是后话了 于是 二人说干就干 先是一起找学校的人士不辞职 然后回宿舍收拾了东西 最后卷着席子 就走出了校门 回首看向上行一笑 那颇具艺术气息的校门 二人也是一阵唏嘘 遥想三个月前 他们刚来到上行一笑的时候 还是两个愣头青 短短三个月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严格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龙非诚忽然问道 严守一答道 什么问题 咱们辞职了 清空了宿舍 接下来几天睡哪 严守一 短暂的沉默以后 严守一答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实在不行找你大嫂 让他给咱们在酒店开个房 没想到 三个月后 严守一和龙非诚居然 又过上了居屋定所的日子 龙非诚又问 那咱这会儿要去哪 现在几点了 严守一问 十一点半 龙非诚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咱们要去吃午饭对吧 差不多 严守一笑了笑 带着龙非诚坐上了公交车 目的地是林子彤的公司 门口的包子铺 严守一要去见一个人 一个关乎他性命生死的人 在离开荣城之前 有一个人严守一非见不可 那就是 差点取代林子彤 成为他的新娘的李琴 天注定 他们今生有一段姻缘 却被严守一 强行给斩断了 如今想要找到李琴 其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严守一 甚至没有用算命的本领作弊 光靠猜 就能猜得到李琴儿在哪 当初严守一 在林子彤的公司楼下 遇到李琴儿时 看他的模样 应该是到附近 去找工作的 李琴儿好歹也在豪门中 生活了十几年 他其他本事没有 但对钱肯定十分敏感 眼界也比普通人高 所以自力根深的他 很有可能会选择金融行业 结合两点来看 如今的李琴儿 应该已经在那周边的公司入职 而为了省吃减用 大概率他会选择到包子铺 吃一点简单的粗粮 严守一觉得 在饭点去包子铺 遇见李琴儿的概率会很大 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所以 在打劫了龙飞城口袋里的 两个刚辈以后 他们就坐着 公交车到了包子铺 龙飞城还以为 严守一要带他来吃什么好吃的呢 结果到了地点一看 顿时大失所望 站在包子铺门口 龙飞城苦着脸说道 严哥 你前几天刚结婚 今天就带兄弟来吃这个啊 合适吗 严守一笑了笑 我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会让你觉得 这家包子铺特别合适 什么话 这顿饭你请 我身上没钱 龙飞城 他想了想自己口袋里的钱 又看了看眼前的包子铺 默默地说道 我觉得吃包子也挺好的 一口丝甜 严守一哈哈一笑 带着龙飞城往里走 龙飞城跟在后头吐槽道 严哥 不是我说你 你好歹嫁入豪门了 出门之前 就不知道跟嫂子要点钱吗 再不计 你像咱妈要点啊 我这是没霸 我要是有霸 肯定心安理得的 当个啃老族 能把孤儿的身份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全世界除了龙飞城 估计找不到第二个了 严守一丝毫不怀疑 龙飞城会当啃老族的事情 但是开口找林子彤要钱这事 他是做不出来的 主要是因为 鲁班传人的三缺五弊 严守一刻意 不想让自己身上有钱 他什么时候要是有钱了 那肯定是要倒霉了 所以 严守在从李家手里要来西湖以后 也没有直接给严守一 而是交给林若福 让林家贷管 名义上 西湖是林家的资产 严守一只是能享受到西湖的房子 气韵和风水罢了 说白了 还是没钱 即便是中午 这物美价廉的包子铺生意 还是很不错 附近公司的小职员们 工作了一早上 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 三三两两地站着桌子 一边吃包子 一边闲聊 龙飞城买了两笼包子 外加两瓶豆奶 热气腾腾地放上桌 不由得食指大动 严哥 趁热吃啊 我饿了 可不管你了 龙飞城说完 一手一个大包子 往嘴里送 严守一只是喝着豆奶 目光在店内寻找李琴儿的身影 不一会儿 还真有一道酷似李琴儿的身影 走进包子铺 与上次见面相比 此时的李琴儿 显得要有条理多了 穿着的职业装整整齐齐 付钱的时候大大方方 虽然坐在这种烟火器 十足的包子铺内 他也保持气质 却不失烟火器 看样子 李琴儿融入得很好 上次严守一见到李琴儿 他还不知道 如何用普通的化妆品打扮自己 吃个包子 都要吃出英式下午茶的高贵感呢 只见李琴儿点了一龙包子以后 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即便是吃饭的时候 他也没闲着 时刻关注着手机上的工作信息 并没有注意到严守一和龙飞城 正当严守一打算 上去打招呼的时候 一道人影 抢先坐在了李琴儿的对面 李琴儿吓了一跳 抬头看了一眼 顿时眉头一皱 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只有三十几岁 但看起来得有四十来岁了 秃顶不说 还满脸痘痘 痘痘上 甚至还有没清理掉的白色粘液 看起来恶心至极 油腻两个字 用来形容这个男人 都算是侮辱油腻二字了 看着这样的男人坐在面前 就算是饿了三天三夜 也会没食欲吃饭的 所以 李琴儿无奈地 放下了到嘴边的包子 说道 组长 有事吗 此人是李琴儿工作里的组长 名为杨洁 李琴儿虽然入职不久 但早就对这个杨洁的荣誉 了如指掌了 这家伙当年娶了个老婆 在老婆怀孕期间出轨 被发现以后 用孩子威胁妻子 等妻子生下孩子以后 又将妻子与孩子无情抛弃 可以说是渣男中的渣男 后来杨洁吃了官司 赔了妻子不少钱 但她并没有因此学乖 反而在工作中更加放肆 随意调戏女下属 李琴儿长得漂亮 又出身豪门 气质和普通的女人完全不同 当然成为了杨洁的目标 这些日子 杨洁没少调戏李琴儿 好在在公司里 还有一些前辈 会暗中帮助保护一下她 但现在在公司外头 可就没人能帮她了 杨洁露出丑陋的笑容 对李琴儿阴阳怪气地说道 琴儿啊 你看看你 最近工作太辛苦 都瘦了 现在又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 对你的皮肤多不好啊 李琴儿撇过头去 说道 不劳组长担心了 我吃这个挺好的 别吃这个了 组长带你去吃法式大餐去 杨洁笑道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琴儿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普通的女孩 哪有你这样的气质啊 我觉得不是法式大餐 根本就配不上你 李琴儿几乎要把厌恶两个字 写在脸上了 我想吃什么法式大餐 请组长多把心思花在工作上 我是为了咱们的工作着想啊 杨洁认真道 你现在可是我们组里业绩最好的 作为组长 自然要关心一下组员的生活 组员生活要是不好 岂不是影响到工作 影响到公司 我看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都有黑眼圈了 正好我家买了一张新床 要不 今晚你去我家 试试我家的床软不软 如果说之前杨洁只是猥琐的话 现在他就是明目张胆地骚扰了 李琴儿当即面色一沉 放下手机 冷声说道 杨洁 杨洁 你信不信我可以告你职场性骚扰 告啊 你尽管去告 杨洁无所谓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警察根本就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而且 咱们部门的经理是我的舅舅 你就算告到他那儿去 你觉得他是帮你还是帮我 过去十几年里 李琴儿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欺负 尽管他已经极力地 让自己保持坚强 可此时还是急得红了眼眶 杨洁仅仅只是一个小组长 就可以如此肆无忌惮 目中无人地欺负他 这若是放在之前 不费杨洁一条腿 他都不信力 见到威胁有效 杨洁笑得更猖狂了 他伸手要去抓李琴儿的手 却被李琴儿躲开了 但杨洁也不在意 他说道 我在公司有关系 你要是跟了我 保证一路平不清云 李琴儿气笑了 你杨洁也不过是一个小组长罢了 凭什么让我平不清云 杨洁却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 继续说道 你不信 哈哈 其实我有个命理没有告诉你 我会算命 我替你算过了 咱们的八字很登对 结婚以后 你替我生几个儿子 我保证你一辈子一事无忧 滚啊 李琴儿恨不得将包子 扣到杨洁的脑袋上 太恶心了这家伙 正在李琴儿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两只手结结实实地 拍在了杨洁的肩膀上 把杨洁吓得浑身一颤 他生气地转过身去 想要看看 是谁这么不长眼睛 打扰他泡妞 回过头 只见严守依和龙飞城 微笑着站在他的身后 龙飞城还好 瘦不拉几的 跟一只猴似的 严守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 人高马大了 一米八五的身高 在一米六的杨洁面前 和巨人没什么区别 杨洁当下就有点怂了 你们是谁啊 有事吗 李琴儿见到严守依忽然出现 眼里第一时间出现的惊喜 但随后是愧疚 脸上的笑容赶紧又收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一回算是得救了吧 严守依笑着说 哥们别害怕 我们刚在坐在隔壁桌 听到你说 你会算命 杨洁会个屁的算命啊 但得知这两个不速之客 只是问算命的事情 他心里松了口气 还以为要打架了呢 于是杨洁骄傲地说道 会是会 但关你们什么事 龙飞城直接坐在杨洁的身边 厚着脸皮说道 给我们哥俩算算呗 论不要脸 十个杨洁都比不上龙飞城 杨洁只是一个暗戳戳 搞小动作的小人 而龙飞城则是贱人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 杨洁也不敢赶两人走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你们要算什么 我们俩最近要投资一个大项目 要是顺利的话 一口气赚个几百万不成问题 现在就差一点运气 刚才听说你会算命 就想着过来问问你 要是一会儿你算准了 回头收益我们兄弟俩 直接分你一半 你看如何 严守一一本正经地说道 杨洁听后不由得一愣 还有这种好事 他是做金融的 手上也有不少大老板客户 很多老板会将资金 交给他来投资运作 所以 杨洁对投资方面 十分感兴趣和敏感 如今被严守一说得心痒痒的 甚至都想要自己参股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说的项目 到底是什么项目 居然这么赚钱 于是 杨洁当场夸下海口 这个你们尽管放心 我的算命之术 是我家一脉单传的 绝对准 你先说说看 你们到底是什么项目 怎么赚钱 你先别问那么多 我就问你 你算得准不准 严守一道 当然准了 严守一从桌上抽出一张纸巾 放在杨洁面前 说道 那好 用你的本事算七个数字 算好了写下来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杨洁一脸猛闭地拿出笔 装模作样地算了一下 然后写下了七个数字 严守一拿起纸巾 递给龙飞城 然后说道 去买彩票吧 龙飞城 好嘞 杨洁直接傻眼了 和这几百万的项目 是只买彩票吗 这两个家伙 是把我当猴耍呢 转头一看 李琴儿已经在眼嘴偷笑 这明显是早就看出来了 把杨洁当傻子呢 杨洁当场气得不行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道 你俩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 浪费我时间 龙飞城又坐回位置上 和严守一两人单手拖着下巴 一起盯着杨洁看 没错啊 我们就是嫌得蛋疼 想欺负欺负你 怎么了 你们 严守一笑道 想打架吗 我们乐意奉陪 杨洁一看严守一的身材 立刻就怂了 但嘴上还是不肯认输 你们人多欺负人少是吧 哎 还真让你说中了 我们就人多欺负人少了 怎么了 龙飞城刷起了无赖 以后我们 天天在公司楼下蹲着你 见你一回打你一回 你信不信 杨洁哪里见过龙飞城这种无赖 当场气得都快哭出来了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严守一笑着指了指李琴儿 他 我照的 杨洁双眼一瞪 怒道 好啊 李琴儿 我说 你在公司装什么白莲花呢 原来是在外头 早就被人包养了 李琴儿本来还在看好戏呢 听杨洁这么说 也是彻底被激怒了 我要是被包养 还需要在公司里 受你这个王八蛋的气吗 杨洁被对得哑口无言 店里的其他顾客 也都看了过来 纷纷对杨洁指指点点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总归有认识的 到时候今天的事 传到公司里 杨洁可就没脸做人了 于是杨洁渐心一横 对严守一说道 行 你们行 今天算我倒霉 但你 总有不在的时候吧 我告诉你 只要李琴儿在公司一天 我就调戏他一天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看到杨洁已经无耻到 毫无下限的程度 李琴儿的翘脸发黑 已经做好辞职的打算了 虽然他现在口袋里的钱 已经完全不够 支撑他找到下一份工作了 但就算是饿肚子 也好过被这个猥琐男给欺负 谁知 严守一掐指一算 神神秘秘地对杨洁说道 哥妈 你最近运势不太好啊 杨洁呸了一口 你他娘的少咒我 我见你的面色 恐有破财之灾 杨洁正要反驳 没想到立刻接到了 办公室的电话 他帮助客户投资的一个项目 刚才发生了重大意外 造成了严重亏损 数千万眨眼的功夫就蒸发了 杨洁听了电话 直接傻眼了 这是巧合 你只是运气好而已 他不敢相信的 严守一冷冷一笑 你的亲人 最近还会有血光之灾 不幸你等着瞧 话音才落 第二通电话又打了进来 杨洁的母亲在乡下 偷别人种的西瓜 逃跑的时候被车撞了 这会儿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 啪哒 杨洁的手机直接滑落在地 他震惊地望着严守一 这 这是你算的 还是你干的 严守一笑了笑 看你怎么理解了 看着严守一那看似 人畜无害的笑容 杨洁吓得双腿发软 不管是他算的 还是他干的 李琴儿的这个男人 都不是杨洁他惹得起的 此时杨洁才注意到 严守一的穿着 竟然全身都是奢侈品牌 随便一条皮带 都比杨洁浑身的行当 加起来还要贵 杨洁算是醒悟了 严守一不是普通人 李琴儿也不是他能够染指的 严守一将身子往前探了一点 小声在杨洁耳边说道 我还算到了 你和你那个舅舅 利用植物之变 侵吞了不少客户的资金 我虽然没有证据 但你们总会留下线索 回头我让李琴儿 去你们公司的系统里查一查 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 你觉得呢 这番话犹如利剑 直接让杨洁破防了 他的脸色犹如死灰 声音都颤抖起来 小声地哀求严守一 高人 我错了 我绝对不会再招惹李琴儿 不 我直接辞职 我让我舅舅也一起辞职 你尽管放心 我们不会对李琴儿 造成任何危险 求您不要揭发我们 杨洁和他舅舅干的 那些坏事可不守 要是真判起来 没个十年 怕是出不来的 所以杨洁才会如此害怕 直接向严守一求饶 严守一昂起手 淡淡地说道 该怎么做不需要我教你 现在滚出这家店 从我眼前消失 否则后果你心里清楚的 是是是 我这就滚 杨洁擦了一把汗 如获大赦 提着包就要跑出去 龙飞城拦住了他 没听我严格说的什么吗 滚出去 用滚的 杨洁本想发怒 但一想到严守一刚才说的话 他立刻就怂了 于是他抱着公文包 整个人团得好像一只刺猬 狼狈至极地滚出了包子铺 一路上 顾客醒鼻涕的废纸 吃剩的包子皮 全都粘在了他的西服上 看到杨洁总算得到了惩罚 李琴儿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笑着对严守一说道 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用客气 龙飞城捋了捋刘海 酷酷地说道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乃是我们修道之人的传统美德 严守一无语地看着龙飞城 这货是要闹哪样啊 龙飞城对严守一眨了眨眼睛 那眼神好像在说 严哥 我刚刚失去了彩位 你又有了大嫂 这位美女就留给我吧 严守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龙飞城介绍道 小龙 你是不是忘了 这位是过去的西湖李家大小姐李琴儿 龙飞城两眼一瞪 乖乖 这位竟然是严哥的前妾 粗神经的龙飞城 刚才还真没认出来 毕竟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在李家 那时候的李琴儿闪闪发光 和现在的模样区别还是很大的 但经过严守一的提醒 龙飞城顿时反应过来 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那个 你们先聊 我出去抽根烟 大哥的女人 是碰不得的 即便是大哥不要的女人 龙飞城很有自知之明 屁颠屁颠地跑出去抽烟了 李琴儿不好意思地说道 以后不要再叫我李小姐了 我早就不是李家的人了 我应该喊你什么 我依稀记得我的真姓是谢 所以你应该喊我谢琴儿 或者谢小姐 谢小姐 李琴儿点点头 迟疑了一下 又说道 听说你结婚了 祝福你 严守一愣了愣 你怎么知道 我虽然离开了李家 但和李家的一些下人还有联系 他们说 前几天你和立成林家的林子彤结婚了 而且 你爸还从我爸 李佩宗手里 要走了西湖的所有权 李琴儿坦然说道 严守一颇有些不好意思 我和他的婚礼办得很匆忙 这样挺好的 有时候精心筹备 反而不如时机来到 严守一哭笑不得 如今怎么变成李琴儿教育起他来了 他说道 至于西湖的事情 是我爸自己的决定 和我没什么关系 李琴儿也说道 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了 严守一点点头 他发现 李琴儿比他都要看得开 这次你来找我 应该是有什么事吧 李琴儿主动问道 嗯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严守一点头道 上次见面时 你说的一些话 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 我爷爷当年 让我与你定下婚约 其实是为了你的一样东西 我虽然不知道 那样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它可以救我的命 我很快就要离开戎城了 所以在离开之前 我必须来见一面 如果可以的话 从你这儿得到我需要的东西 李琴儿听后 面色古怪地说道 我有什么东西 是必须结婚以后 才能拿得到的 两人不约而同的低下头 有点脸红 看样子是想到一块去了 严守一连忙解释道 这样东西 应该是具体的物件 我也没说是别的什么呀 李琴儿小声说道 就说道具体吧 大概是一块 就说道具体的物件 你不论 这是因为得到的 充分不论